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北地枪王张秀,作者迎放勋,演播陈醒,精灵烟尔,本节目由畅读书成录制出品,喜欢本故事请订阅关注一下,精彩继续 第三百二十集,血战相成,下集 曹军攻城之猛,完全超乎了虚晃的意料,曹军蜂拥而上,根本无惧生死 后面作为预备队的皇甫力简德,不再犹豫,立即指挥着其所部冲上城头,加入到战团之中 如此一来,曹军的攻势才堪堪被遏制住 呼呼,啥呀 张秀军一方刚遏制住曹军的攻势 然而仅仅片刻之后,曹军之中两条人影就跃上城头 对张秀军士族是大开杀戒 此二人是汉勇无比,张秀军的士族根本无人是其义和之敌 城头之上的形势一下子就逆转了过来 皇甫力简德,目光一凝,恨声道 曹军大将,说完是手持战刀就要迎上去 退后,等本将来 正在此时,皇甫力却是听到义人大喝 同时见到义人手持大斧冲了上去 皇甫力定睛一看,见到的正是徐晃 于是止住脚步,同时接替了徐晃指挥乘上守军作战 徐晃快步飞扑而出 手中大斧已经狠狠地劈向那名曹军大将 等! 金铁交明之声大作 那名曹军大将被徐晃一抚批的不住倒退 看到他满脸痛苦的神情 徐晃不懈地撇了撇嘴 手持大斧是继续跟上 文博顶住,某来了 大喝声中,徐晃见到另外一员曹将也是冲了过来 加入到战团之中 二人是双战徐晃 徐晃一抚将两个人劈开 大喝道 来将通明,徐某府下不斩无名之人 二人听得 又见得徐晃看向他们犹如死人一般的眼神 当即怒道 大言不惭 后来内将手持战刀是当先扑上 大喝道 贼将受死 且不要忘了驱如守机者 泰山于尽也 徐晃倾笑一声 大幅汉人迎上 义府辽机向于尽批来的一刀 大响声之下 于尽感觉到手臂巨震 继而变得麻木 心中猛然一突 暗呼大意了 徐晃大幅是得势不饶人 猛然朝着于尽的头颅劈去 等 那边朱灵却是抢了上来 对于尽说道 文泽 何力战他 于尽也知道 独自一人非是敌将对手 凝望着徐晃的大幅 却是已经想起了他是何人 当年虎劳关前 初战与张辽 何战炎梁文丑的那人 徐晃 徐功名 虎劳关此时已经成为大汉 所有武人心目中的圣地 两次虎劳关斗将 可以说是大汉巅峰武人决战的场所 能在那地方上阵 并且活下来的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人物 于尽和朱灵同时一点头 手持战刀迎上双战徐晃 徐晃剑得依然不惧 手中大幅是上下挥舞 独斗两人 于尽和朱灵被徐晃敌住 曹军的攻势再次被压下来 城下曹军阵中 曹操剑的城头上 曹军占不得优势 一招手 喝道 击鼓 传令文贤和曼城 率奔布攻城 动动动动 战鼓声在响 李典和乐晋听到命令之后 各隐本部五千人 向着襄城城头扑去 一声令下 两个整齐的曹军方阵 飞快地冲向襄城城头 咯吱咯吱 令人哑伞的声音不住传来 十余驾锦兰却是已经 逐渐地使进襄城的城头 只需要再前进一段时间 锦兰就能发挥出 他的巨大的威力 冲啊 正在锦兰不住的前进之间 李典和乐晋两部人马 已经越过井栏 冲到襄城城墙之下 李典和乐晋口中 各咬着一口战刀 左手顶着皮顿 就沿着后来曹军 再次搭起的云梯 是扑上城头 而此时的城头之上 徐晃独占于静和朱灵 非但没有落入下风 反而是将两人 逼到女墙边上 登 于静和朱灵 再次合力持刀 挡住了徐晃的衣服 两人对视一眼 同时点了点头 一同用力将徐晃大幅顶起 竟然转身 就向方才冲上来的 缺口处逃去 徐晃见得愣笑一声 大河道 哪里逃 大河的同时 飞起一脚 将城头地面上 一柄断刀 向着武艺脚弱的朱灵提去 哦 朱灵闻的脑后有风声传来 急忙闪身躲避 断刀擦着朱灵的耳边而过 可谓是闲之又闲 正在朱灵暗中松了一口气之时 却感觉到后面有一股 更强的进风传来 朱灵来不及躲闪 只能立即回首 以战刀相抗 光当 砰 砰 啊 确实徐晃从后面赶上 一抚披向朱灵 朱灵以战刀相抗 一时金铁交明之声大作 不过 下一刻之后却是听到一声脆响 前面的于尽见得朱灵没有跟上 猛然一回头 正好见到这一幕 却是朱灵手中战刀 竟然被徐晃手中大斧劈成两段 徐晃大斧再无阻挡 狠狠的劈入朱灵的背后 利刃切入体枪的声音传出 只听见朱灵是残呼一声 下一刻整个人就被徐晃一斧劈成两段 而此时他的残呼之声才刚刚落下 徐晃看也不看被劈成两段的朱灵 仿佛是浴血的战神一般将凶光放到了于尽身上 于尽惊惊惊之下 顾不得许多 立即转身就跑 咻咻咻 正在徐晃准备追击之时 大量剑语从天而降 乡城城头上的守军毫无防备 立即出现大量的伤亡 正是曹军的警兰来到了 徐晃的瞳孔猛的一缩 台府将几根袭来的利剑打飞 同时感受到冲车 撞击城墙的力量是越来越大 也顾不上追击于尽 立即大声喝道 刀登手立即取吞 之后回身对城下大喝道 火油将火油给我抬上来 城下的呼枕早就准备好 听得徐晃的语速 直到城头之上形势危急 亲自引着兵足将一嗡嗡火油搬上城头 徐晃见得立即叫道 文才速将火油倒下去 说话的同时 却是见到于尽和另外两员曹将 就要冲上城头 徐晃目光一凝 大喝一声 手持大斧就扑了上去 此时后来的乐尽和力点 已经冲上城头 徐晃却是不理他们 当先一辅 披想就差一步 就要上城的于尽 当 咔嚓咔嚓 扑扑扑 徐晃的一腹劈下 京剧的于尽立即举刀相迎 金铁交明之声大作 于尽勉强扛住了徐晃的这一腹 但徐晃臂力是何等巨大 一腹劈下 于尽足下的云梯 却是承受不住这股距离 云梯的梯极立即断裂 于尽整个人不住的往下掉 接连弄断了十一根阶梯极 并且砸翻了数名紧跟而上的曹军之后 于尽才稳住身形 于尽虽然是保住性命 但这条云梯显然是被废了 于尽掉下城头 而同时城上的大战也已经展开了 李点和乐进同时向徐晃出手 乐进步步紧逼 抢攻徐晃 李点则是从旁协助 徐晃与乐进交手数招 直到眼前这个惊悍的汉子 刀法和力量都不如他 但足下有一套灵巧的步法 配合上那灵力的刀法 加上从旁辅助李点 就是逼得徐晃一时之间处于下风 徐晃心中暗怒 若是在马上 徐晃自负对于乐进 李点联手肯定是能站上上风 根本不会被逼得只能防守 但不站 他显然不如乐进来的擅长 若非一身武艺以真化精 实力远强于乐进 只怕此时已经守不住了 徐晃却不知道 乐进的步战在曹营之中位列第三 仅次于徐楚和点为两大凶人 而夏侯兄弟和心头的炎梁温酬 也不敢轻言步战能胜过乐进 故此曹操一旦遇到南宫的城池 就会派乐进领兵攻城 所依仗的正是他强悍的步战能力 和汉不畏死 徐晃独斗乐进和离点完全处于下风 但战场之上大战还在持续 这边湖枕已经让守军不住将一嗡嗡火油扔到城下 火油刺鼻的味道随风飘上城头 那边一向谨慎的离点闻得刺鼻的味道之后 猛的嗅了几下 继而脸色大变 对还在猛攻徐晃的乐进说道 闻前 敌军放火油 速退 乐进听得离点所言 心中一惊 同时鼻子也嗅到了火油的味道 乐进又岂是一满汉 心念电转之下 拉着离点 飞速后退 徐晃见得 冷笑一声 立即追上 徐晃方才被打得憋屈 心中卧火 大幅全力猛批上乐进 当当叮叮叮 乐进见得徐晃大幅批来 不退反进 精妙的步伐配合之下 栖身上前 猛攻徐晃 见得乐进已经接近 徐晃那一斧是不得不收回 乐进的速度极快 徐晃亦只能转回首饰 刀斧交集之下 鸣叫声不住暴起 乐进猛攻了徐晃几招 又立即的后退 带着徐晃追上来 乐进又上前将徐晃击退之后 再继续后退 追了两次 徐晃就知道自己奈何不了乐进 恨恨的哼了一声 转而持斧 杀向曹军的士族群中 拿曹军士族来发泄 方才的郁闷 放火箭 扔火把 快 混乱之中 胡枕一声大喝 城头之上的守军 立即将燃起的火把 扔到了城下 同时 一簇簇火箭被张绣军射下 呜呜呜呜呜 城墙之下 早就被火油淋了个遍 钉甲的火星都能燃起大火 更莫说是如此多的火把和火箭了 镶城的城墙之下 一下子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墙隔绝 曹军上下剑德 却是不得不退下 撤到了火墙之外 镶城之下 大火还在熊熊燃烧 曹军却并没有退去 只是暂时撤到了城上 弓箭手和轻弩手的射程范围之外 而城外十余架高大的井栏 则继续发威 朝襄城的城头上 不住倾斜着剑鱼 襄城城内的长节之上 一簽骑兵静静的肃立在长节之上 南洋兵团的编制 其实并没有骑兵 但是张绣觉得助手一帝 不能没有骑兵 于是让徐黄组建了三千骑兵 以备不时之需 而徐黄却是将其中的 一簽骑兵带来了乡城 本来呢 还只是当作探马来用 未料现在却是用上他们了 哒哒哒 清脆的马蹄声响起 徐黄手持大斧 策马来到一簽骑兵之前 双目如刀子一般 扫过一簽骑族的脸庞 宁声问道 兄弟们 你们可怕死 不怕 一簽骑兵厅的徐黄之言 轰然回答 这些都是南阳子弟 深受张绣的厚恩 现在曹军要进攻南阳 要毁他们的家园 他们自然要誓死捍卫 徐黄凝重地点了点头 一手指着城外 隐隐可见的井蓝 大声说道 现在该死的曹军 在城外架起了井蓝 他们的利剑 可以落到我们的城头上 而我们的弓箭手 却射不到他们 猛然地深吸了一口气 徐黄大声问道 兄弟们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乡城 一千骑兵 再次大声应答 徐黄凝声再问道 知道乡城的后方 是什么地方吗 南阳 对 就是南阳 南阳郡内有你们的父母 有你们的姐妹 还有你们的妻儿 若是乡城被攻破 知道他们有什么后果吗 说到这里 徐黄环视重任 一千骑兵没有硬打 但呼吸之声却是变得粗重 脸上的杀气展现 你们不打 本将就代替你们打 只要是乡城被攻破 你们的父母会被敌军杀害 你们的姊妹和家中的妻女 都会被敌军监入 还有你们的孩子 也会被杀死 曹军三途徐州 四水为之断流 你们会让这支凶残的部队 入南阳吗 不会 绝对不会 那你们应该怎么做 烧毁敌方的景兰 守卫香肠 杀杀杀 坑坑坑 一千名骑兵喊杀之声暴起 同时手中兵器不住敲击 发出清智的鸣叫声 徐黄高举大幅喝道 好 为了保卫家园 杀 徐黄的话音刚落 立即调转马头 朝着城门处奔去 一千骑兵也是猛然的侧动马匹 紧随其后 各支 哄哄 哄 就在曹操满脸笑容的欣赏着景兰 对乡城城头上守军的打击 而守军无法反抗的场景是 乡城厚重的城门忽然打开 苍凉而嘹亮的号角声被吹起 这是张秀军特有的号角声 轰隆隆 下一刻 千名骑兵冲过火墙 杀向曹军士族 曹操见得一瞪眼 惊讶道 竟然有骑兵 吉尔师声道 不好 景兰有危险 传令下去 不计损失都要护住景兰 不可让敌军得手 曹操的反应虽然快 然而命令传达却需要一段时间的 而此时 虚晃已经领着千名骑兵 杀入到曹军阵中 这时一直注意到 城头之上的曹军 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 这大队骑兵已经杀到 曹军如同波分浪烈一般 向两边溃退 这支骑兵如同一把锋利的剃骨尖刀 狠狠地扎进了曹军的阵中 徐黄引着这支骑兵突然出手 显然打得曹军一个措手不及 轻易地杀过了曹军的前阵 之后就如同曹操锁掉一般 骑兵没有回转 而是分成了十数骨 分别冲向了十余家景兰 拦住他们 快呀 不用曹操提醒 李典 乐进 于进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立即指挥着兵组阻 曹军部族虽然精锐 然而速度又怎么及骑兵来得快呢 往往刚冲到骑兵方才所在的地方 骑兵就已经远去了 护卫锦兰的夏侯德 见到骑兵来得凶猛 而乐进等人的支援却未到 知道只能靠自己锁步 护卫锦兰了 于是立即高呼道 兄弟们 给我上前顶住 不要让敌军得逞 只需要坚持片刻 敌军就奈何不了我们了 杀呀 护卫锦兰的可算是曹军精锐 只见守卫在锦兰前的曹军 迅速摆开阵型 最前排的曹军一手支皮顿 一手拿着锋利的长矛 微微抬高 呈向上倾斜的方向 只要是敌军杀到 他手中的长矛 就会狠狠的刺出 死了 只听见徐晃大喝一声 手中大腹劈空斩下 犹如长江大浪般 卷向跟前的两名 拼死抵挡住去路的曹军小孝 当当是两声清脆的响声响起 两名曹军小孝 手中长矛脱手 同时血光乍现 连人代甲被徐晃 劈成了残肢断壁 漫天击剑的血雨中 徐晃纵其突进 终于从严严实实的防线中 撕开了一处缺口 尾随在徐晃身后的树式骑兵 就像是嗅到了血腥味的野牛 策马狂暴地撞响 那前方密集如森的强阵 吃了 为了保住家人 就算死也要烧掉锦兰 杀呀 不吃 锋利的长矛 从四面八方突刺而至 轻刻间便将冲在最前面的两名骑兵 连人带齐戳成了刺猬 当那竖节滴血的毛尖 从骑兵的背后刺入之后 两名骑兵的眼神 已经变得一片通红 就像垂死前的野兽 流露出令人心悸的狂暴 哇 激烈的怒吼声中 面对要刺来的长矛 后面的骑兵是汗不畏惧 手臂扬起 两只皮囊凌孔抛弃 往前翻飞 不远便砰的一声 重重的撞在井栏之上 沉重的力度 一下子就让皮囊破裂开来 里面的火油 见得井栏的前端是到处都是 激烟起的火油 恰好有一滴 落在一名曹军士族的唇上 这名曹军士族 不自觉的舔了舔嘴唇 火油辛辣的味道 和刺激的气味 同时刺激着 这名曹军士族的口腔 和鼻子内的神经 这名曹军士族 脸色玄界一变 高呼道 不好 这是火油 快阻止他们 不过这名曹军士族的提醒 已经太晚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勋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 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 继续 第三百二十一集 拼死烧井兰 这个时候 狂飙极尽的骑兵 已经以十数条生命为代价 硬生生地撞开了一条 靠近井兰的通道 剩下的骑兵呼啸而尽 将锤挂在马鞍前的皮囊 仰手就砸在井兰之上 皮囊砸在井兰之上 猛然破裂开 火油撒在井兰底部到处都是 并流满了一地 不远处 一名早就准备好的骑兵是弯弓搭建 悠悠燃烧着的火箭 劈啪作响 这名骑兵已经将火箭 瞄准了剑满火油的井兰 不好 杀死他 快 所有见到这一幕的曹军 几乎同时呼喊 同时十数名曹军弓箭手 已经放出手中的利剑 直直地射向这名张秀军的骑兵 扑扑扑 身体连中利剑 原本高级的大弓也落到地上 只是原本紧扣着利剑的手 还死死地握着那根燃烧着的利剑 这一片战场在这一刹那间仿佛变得寂静 所有曹军的目光都集中到这名骑兵的身上 跑护乡城 守护家人 烧掉敌人的锦兰 这一刻 想到出战前的誓言 这名将死的骑兵体内 猛然涌现出无穷的力量 一名曹军士族 就要上前将这名骑兵消首 以除后患 但下一刻 他却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眼睛 确实那名骑兵已经控着战马 沉重的铁骑 狠狠地踏在这名骑兵的脑袋之上 一刹那间 脑僵崩裂 这名骑兵同时一拳狠狠地锤打在战马之上 战马立即撒开四体 向着井兰所在的方向是及时狂奔 同时 这名骑兵已经将皮囊打破 里面的火油不住地流出 这名骑兵使致将火油往身上一泼 同时手中握着那根还在燃烧着的火箭 是毫不犹豫地在沾满火油的身上一滑 呼 烈火一下子就将这名骑族的躯体吞没 但不屈的斗指支持他 不要倒下 双目死死地盯着越来越近的井栏 终于 轰的一声大响 连人带马被大火所吞没的骑兵 撞进了布满火油的井栏之上 大火猛然燃起 同时快速蔓延 一下子就将井栏的底部所吞没 相信不需要多久 根基被毁的井栏就会倒下 相似的一幕 在曹军各处的井栏之下发生着 虽然不是所有井栏都因此而复之一具 然而 徐黄率领骑兵的这次突击 确实将曹军大部分井栏回去 看着眼前悲壮的一幕 还有那逐渐被大火所吞没的井栏 虽晃喃喃的念叨 都是南洋的大吼儿了 说完狠狠的咬了咬牙 对着剩余的骑兵大吼道 回去 虽晃引着剩余的骑兵就要撤离 另外一边 夏侯德却是定定的看着被大火焚烧遮的井栏 喃喃自语道 完了 都完了 说完猛然瞪着迎面而来的徐黄 大喝道 都是你 给我死来 抱和之下 夏侯德手舞战刀 扑向迎面而来的徐黄 徐黄望着死命冲来的夏侯德 愣笑着骂道 愚蠢 口中虽骂 但手中的大腹却没有丝毫停留 借着战马强劲的冲击力 徐黄将方才看着手下兵足悲壮战死的恨意 全部灌注在这一斧之上 朝着夏侯德是狠狠地劈了过去 哭 血光抱歉 沉重的大腹一下子就将夏侯德整个人自头颅起 连带着头盔一甲 一下子劈开成为两半 什么内脏鲜血等流满一地 一腹劈死夏侯德 徐黄是看也不看 同时加速前进 此时若不走 那边于晋乐晋力点所不的曹军士族就要围上来了 到时恐怕是想走也走不了了 徐黄再次一马当先 引着剩余的骑兵向着乡城的方向死命温去 后阵的曹操站在高台之上 却是完整地看到了这一幕 此时却是不由地叹道 好一个徐公明啊 好一帮忠勇士族 此等将兵不能为我所用 真是天下之大汉 曹操说完 他身边的徐楚和点为都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眼中露出了佩服之色 此等对手绝对可敬 登登登 曹操回头一看 却是见到来人正是司马懿 只见司马懿来到曹操面前 拱手说道 承想 十五家锦兰有十二家被毁 另外三家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锦兰被毁 我军要不要 说到这里 司马懿偷眼望着曹操 并没有把话说下去 曹操轻横了一声 回过头望着香城的城头 棱兰笑道 以为毁掉锦兰本相就无法攻城了吗 继而冷横一声 曹操难难自语道 可敬的对手 就是要来战胜的 说完之后 曹操重重地握了握拳头 身上的霸气陡然生气 转过头对司马懿说道 重答 传令下去 待城墙下大火停后 让文谦他们四个轮番攻城 不要停歇 司马懿听得 抬头说道 丞相 朱灵将军方才攻城时 被敌将虚晃劈死 于将军还来不及将他的尸首抢回啊 曹操一听轻吻了一声 眼眉同时挑了挑 宁声道 嗯 好一个虚功名啊 司马懿听得 问道 成相 朱将军阵争 那 司马懿还未说完 旁边就转出一人 大声说道 爹 让海尔领军攻城 众人听得 中人听得同时扭头看去 只见此人生的是高大威猛 狐背 雄妖 隐约可见到手臂上那块块隆起的肌肉 而最显眼的 莫过于他汗下刚长出的几缕黄须 此人正是曹操三子曹张 曹操称之为黄须尔 曹操见得大笑道 哈哈哈哈 我而骁勇 甚好 不过敌将许广非是等闲 中康 如何张儿一同领兵 会同文谦他们 轮番进宫乡城 曹张听得大喜 而曹操身后转出来 铁塔一般的徐楚也齐声应道 诺 带着曹张和徐楚走后 旁边一名身材高大 和曹操长得有七八分相像的年轻人走了出来 对曹操说道 父亲 三弟虽勇 然而战场凶险 只怕 还未说完 曹操就摆了摆手说道 郝玉还要雕琢 昂儿如十年前 已经开始随负征战 当时也是如张儿一般年纪 而且 张秀之子上战场时 比你们年纪还要小呢 当时他可是张秀独子 张秀都敢将他放上战场 本相为何不敢 这年轻人自然就是曹操的长子曹昂了 曹昂听得点头笑道 呵呵 父亲所言有理 说完便站在曹操身后 与曹操一同在高台上观战了 景兰虽然是被徐晃率军毁掉 但曹军没有停止进攻 反而加强了进攻的力度 乐进 于进 一点曹张和徐楚 不分日夜轮番工程 完全不计损失 一步士组打完之后 曹操就拆拍另一步捕捉 总之就是不让进攻停歇下来 同时曹操也让刘烨指挥工匠 重新到附近砍伐树木 建造井栏 准备发动一波更猛烈的进攻 五元大将轮番工程 自然对乡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乡城内的士族伤亡甚至 面对曹军没日没夜的进攻 徐晃只能让城上守军轮番休息 分批上城守狱 幸好这湖枕在乡城经营了十余年 城内的战争物资储备充足 一旦曹操势大 徐晃就会让士族扔火油下城 燃起大火 隔断曹军的进攻 同时 城头之上的投尸机 也不住发动反攻 这才使得曹军每次都无功而返 然而对于这种胶着的战况 徐晃也是充满担忧的 刚开始是曹张 徐楚 乐进 于进 李典一同攻城 五名曹军肖将险些将襄城攻陷 也是城下的皇府力反应够快 看到城上不妙 立即将所有预备队都领上来抵御 同时 胡诊及时放火 还有徐黄一人敌住了李典 于进 乐进三将 才显至又显地将曹军击退 不过 张秀军这边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大 只此一战 就折损了八千余的兵足 乡城检员超过了三分之一 不过 其中也有不少只是伤员 爆炸之后 还可以再上城首域 更不幸的是 胡诊与曹张交手 不敌曹张并被曹张砍成重伤 幸得皇府力领着大队兵足及时赶来救援 并且城下大火已经烧起 须处罚曹张有失 才劝退曹张 不然的话 以两人的骁勇 自然可以杀透被守军重重围住的皇府力和胡诊 将二人击杀 不过如此一来 被大火断绝后路的两人 恐怕也难逃城上守军的围杀 虽然如此 但胡诊的双腿被断 恐怕以后都不能再上战场了 更令徐晃担忧的是 城外曹军在大肆的伐木建造井兰 对于井兰的恐怖的杀伤力 城内守军还是心有余悸的 如今曹军再造井兰 他们却是无比担忧 须知道 现在城内已经不可能再组织一支骑兵 突进城外回掉井兰了 当初那一千骑兵能回来的不足两百人 而且战马由于出入城市要冲过火墙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 还有大战时的刀枪伤势 那两百名兵组无视 但两百匹战马已经不可能再用了 故此 现在乡城内所有人都有种预感 就是曹军景兰造好之时 那就是乡城的城破之日 徐晃虽然不住地鼓舞士气 但也指不住城内的这种想法 就连徐晃本人虽然嘴上不说 但内心也是如此想法 现在徐晃唯一能既往的 就是曹军的景兰造好之前 援军能够到来 只要是援军一到 那么乡城就能保住了 这也是徐晃鼓舞城内守军士气的最后法宝 乡城危急 而被徐晃所寄望的守军此时又如何呢 且让我们把镜头回放 就在曹操率军出许长攻乡城之时 那边的刘备 已经收到江东孙坚答复亲事的回复 这意味着孙刘联盟得到巩固 如此一来 刘备也放心领兵入蜀攻江州 而襄阳那边 关羽和徐树也准备起兵与曹操 一同夹攻南阳 与此同时 幽州的夏侯渊和南蛮王孟霍 也起兵进攻张秀治下之地 这么一来 战火却是已经全面燃起 夏侯渊攻燕门 马带驻官死守 孟霍大军攻义州 杨怀高配却是一时之间不能抵敌 李辉立即向成都请求援兵 正在成都养伤的老将皇忠 请令挂帅 令新兵和精锐混编的五万大军 南下抵御南蛮的进攻 而河北那边 夏侯敦所部也不再防守 领兵对河内发动大举进攻 人数优势 让赵云大军一时之间也陷入到苦战之中 至此 诸葛亮所谋的九路大军可谓全部发动 张秀将面对汉末以来 不 可以说是华夏有史以来最强的攻势 如此宏大的战场 就算当年六国合纵攻勤 恐怕亦不能与之相比 所涉及的百万大军 更是非当时大战的参战人数所能比拟 而更为重要的是 当年所谓的六国合纵攻勤 并非六国一同用命进攻 现在曹刘联合一方 曹操以个人断袍之恨 更为了消灭张秀这个最大的对手 可以说是能用的兵全都动用上了 而刘备一方也是如此 为拓土也为生存 刘备将荆州的精锐进出 同时 由于南面大军兵力不多 为了弥补这个不足 还请了南门王孟霍 还有五心蛮王沙玛科两路蛮族兵 一同进攻 战场从北至南 阎身万里 几乎涵盖了整个华夏 可见此战之好大 此时 翻成县衙之中 除了守将黄旭之外 甘宁陈宫二人皆在此处 黄旭却是当先说道 宫台先生 现在乡城告急 徐将军已经多次派人到晚城 催促我军 尽快击破荆州关羽所部 派援军支援相成 我们不能再拖了 徐将军那边可是顶着 二十万曹军的进攻呢 陈宫却是微微一笑 说道 紫卓何须着急 水军战船庞大 之前所耗费的时间 选择运输战船之上 现在水军的战船 已经到达汉水 对荆州军 我军已经胜券在握 至于能不能迅速解决战斗 就要看星霸的厉害了 黄旭听得疑惑道 宫台先生的意思是 陈宫微笑道 嗯 与关羽一战的关键 其实就在水军 只要星霸将荆州水军 打得覆没 那么 南洋的南面 就再无危机了 黄旭身在樊城多年 自然知道现在张秀和刘备是化疆而至 南面的汉水和东面的玉水 就是最好的阻隔 以前这两条水路 皆为荆州水军所控 南洋屡遭侵略 但现在张秀训练多年的精锐水军 再加上新式战船 已经有实力 与荆州水军争夺凉水的控制权 一旦张秀一方控制住汗水和浴水 那么形势就会截然相反 纵使乡城有再多的大军 也过不得江 入不得南洋 黄旭明白了形势 却是扭头望向甘宁 只见甘宁轻笑一声说道 哼 没了蔡茂张远的荆州军 还有一战之力吗 就算是蔡茂张允在此 凭荆州水军那些破船 此时已非我水军之敌手 更莫说是他们二人不在了 说完甘宁顿了一顿 将目光投到陈宫身上 继续说道 不过 俺虽然有信心打赢荆州水军 但是他们若是不出来 也是无法呀 陈宫微笑道 他们不出来 就将他们逼出来为止啊 黄旭和甘宁听得其道 逼出来 陈宫哈哈一笑 对甘宁说道 哈哈哈哈 星巴以前纵横长江无敌手 相信此事 肯定是难不倒星巴呀 甘宁听得喜问道 哦 先生有何妙策 陈宫笑道 星巴驾着水军战船 沿汉水一路南下 沿途劫掠沿岸的县城 将县城都打破 公就不信 不能将荆州水军都逼出来 若是还不出来 就打到南郡去 再不行打到江夏 京南去 说到最后 陈宫露出了恶狠狠的神色 甘宁听得脸上洗衣更浓 他投张秀之前 做的就是这些勾搭 只不过后来上水了 又如一周已经几年没做 现在陈宫一开口 就要甘宁做这些啊 自然是对了甘宁的胃口 陈宫见得便提醒道 行吧 且尽量少伤百姓 甘宁点头说道 嗯 先生且放心 宁自晓得 陈宫点头笑道 如此 宫就预祝兴霸功成了 甘宁是微微一笑 拱手一礼 就转身出去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迎放勋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 继续 第三百二十二集 水军也来扰敌后 夷城 襄阳郡内比较大的一座城池 位于襄阳城东南 濒临汗水 今日 夷城的人们一如既往的出城打鱼 劳作 叮叮叮 铃铛的响声 啊 怎么会有铃铛的响声啊 汗水之上 忠然响起铃铛的清碎响声 让正在汗水上 牢作的遗城人们 都不自觉的抬头 望向那铃铛响声 传来的北面 哎 那是什么 爹啊 好大呀 那是什么呀 哇 那是船啊 好大的船 爹 这船真的好大呀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望到从北面驶进的大船 心惊不已 这些上了年纪的渔民 可都是见到荆州水军的 蒙冲战舰 眼前这些战船 与蒙冲战船相比 还要巨大的多 看得所有渔民都是惊惧不已 叮叮叮 一些上了年纪的渔民 听到响起的铃铛声 不自觉的皱起了眉头 这铃铛声好像很久 不知道在何处听过 极为的熟悉 但意识之间却是想不起来 爹啊 你看 船上的人一定是达官贵人 他们的船头 用绸缎来做翻呢 绸缎 锦翻 锦翻贼来了 锦翻贼来了 此言一出 正在汗水上打鱼的渔民 不住的往岸上奔走 而岸上那些还未下水的渔民 连打鱼的工具也不要了 撒开两腿就跑 这些渔民也不敢往架船从水上走 锦翻的凶名经过刘表和刘备两代的宣传 荆州大部分没有见过锦翻的百姓都是极为精具 知道这些水贼极为了得 从水上跑根本就跑不过他们 目睹着百姓们争相逃跑 旗舰上一名锦翻营的兵族问甘宁道 老大 一往老百姓见到我们总是夹道欢迎 现在怎么 甘宁见得冷冷一笑 说道 还不是刘表和刘备对我们大家诋毁吧 先不用管百姓了 那边就是宜城 让兄弟们随老子去工程去 船上一众水军士族听得 大喜迎道 诺 甘宁首持铁锁当先跳下大船 引着大队水军士族和锦翻营的兵族 向着宜城方向就扑去了 宜城本来就在汗水岸边 甘宁引着大队水军士族登岸 很快就到得宜城边上 此时的守城兵族还是刚收到百姓传来的消息 知道有敌军到来 正准备关城门 不过事情太过仓促 城门口处混乱无比 挤满了百姓 守军根本就关闭不了城门 甘宁见得懵合道 紧翻甘宁在此 无关人等全部让开 不然被老子砍死可没命赔 兄弟们 杀呀 说完甘宁是守武铁锁 当先冲进了人群之中 甘宁的兄弟早就深入到这些百姓的心中 甘宁守武铁锁冲了进去 见人就打 不过索武的铁锁那头 却是没有装上枪头这力气 故此 被打中的人 最多也就是断了几根骨头 罢了 甘宁冲进人群之中 百姓是争相走壁 守军见得甘宁率中杀来 却是挺刀迎上 甘宁冷横一声 铁锁另外装上枪头的一端是直接被抛出 装上了枪头的一端的杀伤力可是截然不同的 只听见扑扑两声轻响 两名守军是直接毙命 甘宁见的其他守军此时才扑上来 冷笑了一声喝道 水军站住城门 紧翻影的兄弟 跟老子冲进去 杀呀 有甘宁这凶人在此 宜城守军根本就不是对手 在宜城守将被甘宁一铁锁穿心之后 宜城县令立即投降 甘宁立即让人将宜城的府库打开 将里面的钱梁全部搬出来 而后按照以前纵横长江时的规矩 将部分钱梁分发给百姓 而那些方才在城门被打伤的百姓 分大的钱梁则更多 最后才将其余的钱梁 全都运到战船上 而后扬长而去 甘宁等人来得快 去得也快 攻略宜城这等比较大的城池 前后也不过是各八个时辰 而其他部分的时间呢 都是在浪费的搬运粮食上 宜城的百姓 手捧着刚从锦翻营士族处拿到的钱梁 目送着甘宁等人离开 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这一幕 不少宜城百姓喃喃自语道 这这这 这是传闻中的凶悍的锦翻贼吗 看来他们也并非是杀人如麻的大盗 甘宁自然不会去想 宜城百姓是怎么评价他的 只驾着战船继续杀奔下一个城池 一连三日 甘宁领着张秀的水军 不停的劫掠汉水沿岸的城池 主要劫掠的地方就是襄阳郡内 有时到那些守军薄弱的地方 更是领着水军士族深入其中 连破几个城池才出来 一时之间 湘城内是极为恐惧 求援的信息如雪片一般堆满了 关羽和徐树的转声 襄阳太守府大厅中气氛极为凝重 主位之上关羽脸沉如水 下面的文聘 官屏料话等将 见得也不敢开口说话 两久之后 关羽才轻吐了一口气 问一旁的徐树道 愿之如以为等如何应对 徐树叹了口气说道 敌军以水军侵扰 此等情况没有以水军迎战 不然的话 非但襄阳 只怕江夏南郡 甚至京南的长沙和武陵两地 皆会受到侵扰 整个荆州必然会损失惨重 而树更担忧的是 若是在此不能控制住此军 其若是攻到下口 倒是只怕江东那边 会忍不住出手啊 这里不得不赞下陈公 这一条让干宁率水军 侵扰汉水沿岸的城池 却是与张秀派出骑兵 入燕州侵扰 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不同的 仅是张秀所用的乃是骑兵 而陈公所用的乃是干宁的水军的 这其实呢 也是因为地形而用不同的兵种 燕州境内水网不多 而平原多 适合骑兵发挥 而荆州则是水网密布 一支强大的水军 就足够令到荆州内部击飞狗跳 不得安宁 而两者之间 也由于地形的关系 剑效有些缓急 骑兵破坏梁道 虽然快 然 要是攻城却是不易 而水军侵扰沿岸城池 却是防不胜防 故此 荆州这边 却是比燕州那边剑效更快 当然了 燕州那边张秀弄上这么一手 也是令张和和郭家头疼不已 在这里呢 咱们暂且按一下 荣厚再表 且说这边 徐述说完之后 关羽却是宁声问文品道 众业 若是要你领荆州水军 与张秀水军交手 胜算几何 文品听得摇了摇头说道 呃 军侯啊 此事聘一说不准 首先现在我军 不知敌军水军有多少人 而我荆州水军 现在总数有五万 其中三万在江下 用以防备江东 另外两万则分屯在南郡和襄阳 论普通水军士族战力 荆州水军肯定不会属于张秀的水军 然而干宁手底下的八百锦帆 战力却非同小可 绝不可小失 另外 根据各地回报 敌军战船比我军蒙冲战舰还要大 只不过灵活度尚未可知 至于敌军水军统领干宁 这只说实在的 论水战品不如他 关羽知道文品是个实在人 所说的话基本没有太大水分 关羽虽然不太懂水战 但听文品一说 关羽也意识到 荆州水军与张秀水军相比 显然是处于下风 此时徐树叹了口气说道 我水军不能占优 此战恐怕只能借助地利了 关羽听得卧才没一条 宁生问道 原之有何计较 徐树点了点头说道 军侯自然知道 两军交战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天时两军都不战 人和宗会来说 我军略处下风 能利用的就只有地利了 按仲业所言 两军若是在河中心交战 荆州水军自然不占优 此时 树以为引敌军来攻 而我水军则利用岸边的城池和水寨 协同防守 尽可能击毁敌方战舰 待得我军占优之后 再主动出击 已不迟啊 关于听德点头问道 那原之以为 在何地与敌军开战为家 徐树想了想说道 如今敌军看似深入襄阳郡之内 但其实敌军为了逼我军出来 既然如此 其实我军就占据主动 我军可以从容选择开战之处 故此数议为 在襄阳外 汗水与御水交汇处 与敌军开战为家 如此可借襄阳城攻击敌军 而此时 我军亦可立即在襄城城外 立下水战 再加上我军在上游 而敌军逆流而上 我军还占此优势 不需要一战击败敌军 就算是打个两败俱伤 我军再调屯住在南军的水军上来 也是可以控制住汗水和浴水 到时官将军就可大举挥师 进攻南洋了 关羽和文凭听德同时点了点头 另外一边的官平却是不解的问道 先生之前不是说 我军只要囤住在襄阳 就已经是帮了忙吗 怎么这时又要出击了 徐术听德微微一笑道 此一时彼一时也 之前张秀水军未来 曹军猛攻襄城 那里虽然有徐黄两万大军在 然而区区一个襄城 如何能挡住曹军前进的步伐 因此我军只要囤住襄阳 将晚城的敌军牵制住 不让敌军有机会支援襄城 就是对曹军最大的帮助 然而现在敌军侵扰襄阳郡内 我军却不得不出击了 关羽建的关平明白了 便点头大喝道 众将听令 文聘 明如率领水军出水斋 吸引张秀水军北上 然暂时不可与之交战 关平料话 明如二人在襄阳城外的汗水边 立即建两座大营水斋 用意配合我水军 一同对付张秀水军 三人听得同时出列应道 诺 这边文聘 引囤住在襄阳水寨的 一万荆州水军出汗水挑衅 那边甘宁自然探的消息 张秀水军的旗舰上 锦帆营的副统领收到消息之后 大喜着对甘宁说道 老大 荆州水军那些缩头乌龟终于出来了 兄弟们已经探到 敌军有蒙冲超过二十条 如此算来 荆州水军恐怕有万人 老大 我们现在就出手做掉他们了 甘宁听完半眯着眼睛 宁声道 不 咱们去南郡 这副统领听得惊讶道 啊 去南郡 甘宁是微微一笑说道 南郡那还有一只荆州水军呢 不过这只水军并非囤住在一地 而是分屯在汉水和长江 其中汉水这边就屯住在 净陵北面的水寨 此时他们肯定料不到 我军会继续南下 而这只水军 现在就停在水寨之中 若是我们突然袭击 说到这里 那名锦帆营的副统领 不自觉的接着说道 那那必然死是惨重啊 甘宁狠狠的握了握拳头说道 对 而襄阳这一路水军知道 我军将南郡的水军打败之后 定然知道 荆州腹地暂无抵抗之力 这必然会让 襄阳那只水军南下追击我们 现在他们出来 其实为了誘我们回去 跟他们交手 老子就偏不如他们所料 将屯住在汉水那路水军击破 老子就不信他们不追来 加上我们一路破了这么多城池 也不惧粮草不挤 老子就先给这些缩头乌龟们玩玩 说完之后 甘宁又接着问道 现在船上粮草可足够啊 那名副统领嘿嘿一笑说道 嘿嘿 老大您就放心吧 昨晚 我们才刚刚补充过粮草 确实甘宁抢掠过如此多的城池 单凭三十艘新式的蒙冲战船 自然装不下 便在襄阳郡内 选了一偏僻的地方 将多余的粮草都藏了进去 好在无粮之时可以取用 这是当年甘宁带领锦帆营营人 纵横长江之时惯用的手段 甘宁听德点了点头 说道 好 且先继续按现在的速度南下 对北面那只水军先监视着 若是他们敢来 就回头打他 若是不来 就不用理会 那锦帆营的副统领听德 大声应诺 甘宁对于文聘大军的挑衅 完全不做理会 自顾自的继续沿汗水南下 无聊之时呢 就上岸截掠一番 连续两日挑衅无果 令到文聘大为窝火 按照徐述所言 甘宁截掠襄阳郡 就是为了逼他们出来 怎知道现在出来了 这甘宁还是不理会他们 继续截掠 文聘记得关羽和徐述所言 又不敢贸然上去交战 无奈之下 只能派人送消息回到襄阳 并希望关羽调南郡水军北上 在汉水河道 加攻甘宁大军 太守府中 文聘的书信不到半日 就送到襄阳 大厅之中 关羽看完书信之后 将其递给徐述 却没有料到徐述 接过书信之后脸色大变 同时失声道 不好 净陵水军 喂 关羽听得也没一条 问道 哦 原职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甘宁的水军此时还在襄阳郡内 而由襄阳郡到净陵 起码也要半天时间啊 徐述听得摇了摇头 说道 虽然术不知道敌军有何手段 但其继续难想 而不理会正业所部 显然目标是囤住在 净陵外的内陆水军 关羽听得想了一想 下一刻眼中忽然惊光爆现 愣喝道 既然如此 也不用在襄阳外布置了 传令净陵所部水军出击 祖击甘宁所部 再让仲业回军寄攻 两乡夹击 本后就不信 甘宁不会损失惨重 到时再叫江陵的水军 北上就是了 徐述听得无奈的摇了摇头 叹道 唉 也只能如此了 见到徐述同意 关羽立即派人去净陵通知水军出击 同时又让文聘加以配合 这边关羽派出京旗去通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时分 而整个下午 甘宁所部水军都在休息当中 到的入夜时分 所有的水军士族忽然全部跳了起来 却是听到甘宁命令 已经是传达下来 全宿前进 务必在三个时辰之内 到达净陵 突袭敌军水战 这些水军士族听得此命令 那各个都是摩拳擦掌 自从上次与蔡茂所领的荆州水军交手之后 水军呢 都未打过水战 这一次 却是让世人真正见识成长起来的 张秀水军的厉害 好快啊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识到新式蒙冲战舰的速度 但现在再次感受 张秀水军所有的士族脑海中 同时生起了这样的念头 就算是纵横长江无敌手的锦帆营士族 第一次见到战船有此等速度之时 脸上也露出了极为惊讶的神色 按照甘宁的估算 张秀军中这些新式蒙冲战舰 前进的速度最起码是旧式的两倍以上 而且这全速前进还不算是极限速度 若是极限速度那可更快 只不过极限速度会对船体大大损伤 一般没有什么重要事啊 也不会用到极限的速度 其实呢 开始时成功的设计 也是只是又襄阳水军出来 这也是成功不熟悉水战 不知道张秀新式蒙冲战舰 和一般的蒙冲战舰之间的差距 然而啊 这甘宁知道的极为清楚 故此才大胆否决掉成功的意见 转而南下 急功静灵的荆州水军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 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片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 继续 第三百二十三集 汉水大战 上集 也就是两个时辰多一点 甘宁领着水军已经赶到精灵 缓缓将航速降了下来 甘宁立即派人去大探 荆州水军的水寨在哪里 不一会儿 已经有不少赤猴将消息带回来 只听见甘宁问一名赤猴道 敌军现在如何 那名赤猴大声答道 丙都都 敌军水寨只有零星灯火 我们水鬼前过去探过 敌军根本不知道我军来了 而且水寨内约有十余艘猛冲 其余走壳没有细数 敌军大部分战舰应该接在水寨中 甘宁听得 机长赞道 好极了 继而扭头大声喝道 传令下去 让水鬼队开三十条火船过去 务必将敌军的蒙虫战舰都给我毁掉 夜幕之下 三十名锦翻营的士组 驾着三十条走壳 悄悄地驶进荆州水军的水寨 眼看离水寨是越来越近 不过整个水寨还未有所反应 一名锦翻营的士组将火油 泼到了整条走壳斗室 但战前已经有命令 若是敌军没有发现 则不要点火 故死他迟迟没有将火船点燃 就在这名锦翻营的士组 内心不住呼喊的同时 走壳竟然开进了水寨之中 并贴进了其中一条敌军的蒙虫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比之用火船撞击敌军的蒙虫的杀伤力 要来得更大 这名锦翻营的士组没有丝毫怠慢 抬手就将走壳上 一个装满火油的皮囊打开 将火油往敌军的蒙虫战舰上脱去 泼了一个皮囊 见到还未有敌军发现自己 这名锦翻营的士组就更大胆了 立即取过两个装满火油的皮囊挂在腰间 而后将一个飞钩一抛 之后就沿着飞钩的绳索 攀上了敌军的蒙虫战舰上 上到去之后 这名锦翻营士组先是将飞钩的另外一端拉了上来 而后将其抛向另外一个蒙虫战舰 两艘蒙虫战舰就此勾在了一起 要分离也需要一段时间 之后这名锦翻营士组打开皮囊 将里面的火油倒满了蒙虫战舰的甲板 你是谁 在倒什么 正在这名锦翻营士组倒火油之时 一名荆州水军的士组出来发现 猛然大喝 锦翻营士组建德立即将皮囊扔下 继而从怀中取出了火折腾 微笑的向着那名荆州水兵扬了扬 那名荆州水兵建德 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继而嗅到了火油刺鼻的味道 失声道 啊 不好 是火油 狄西啊 狄西 然而他的呼叫是那么的无力 这名锦翻营的士组从容的向着火折子吹了几下 火折子一下子就燃了起来 这名锦翻营的士组随手就将火折子扔到了满是火油的甲板上 而后是看也不看 转身就跳进江水之中去了 呼 吐通 呼 火折子上的火焰 一下子就将蒙冲战舰上的甲板点燃 而后顺着火油一路蔓延 很快就烧遍了整个蒙冲战舰 而此时那锦翻营兵组也跳进江水之中向着来出游去 呼呼呼 轰轰轰 荆州水军一条蒙冲战舰起火可谓极为显眼 整个水寨的荆州水军都注意到了 开始时 其余不知道情况的荆州水军还以为是偶然失火 不过下一刻 其余数条蒙冲战舰也相继起火 再愚蠢的他们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于是纷纷高呼道 狄袭 这是狄袭 咚咚咚咚咚 叮当叮当 正在荆州水军在水寨之中慌乱之间 那边的干宁见到水寨火起 已经领着五条蒙冲和过百条走隔冲进水寨的范围之内 那这种情况之下 自然要用走隔 此等小船比蒙冲那等大船要来得好 荆州水军的蒙冲战舰被烧剩下三条 如何会是甘宁所带领的张秀水军的敌手 那些个荆州水军士组也没有崭新 见到张秀水军的人使劲 立即就投降 让原本准备大打一场的张秀水军是郁闷无比 大战变成了收香俘虏的比赛 一个多时辰下来 大战已经结束 剩下的三条蒙冲也被甘宁搅获 另外还有走隔数十条 俘虏超过两千 对于那两千俘虏 这甘宁也甚是头痛啊 若是全人杀了自然不好 但带他们走着船却是不够 最后呢 便只能让缴获的那三条蒙冲战舰 超载运石 这个跟在自己水军的后头 还有些装不下的俘虏 便到那蒙冲锁拖着的走隔中去 勉强算是将俘虏全部带上 同时立即挥军速流而上 这边甘宁连夜偷袭净陵水斋 而后马上回时突袭文品的水军 此时文品自然还不知晓 到了天明之后 赤猴才急急来到文品面前 禀报道 将军 敌军全部都不见了 文品听得大惊道 不见了 怎么回事 赤猴听得联盟说道 我等也不知啊 方才我等去敌军昨夜所在的地方查探 不要说那些蒙冲战舰了 就连一条走隔都没有 文品听得惊道 连走隔都不见了 难难的念叨了几句之后 文品急道 不好 快立即派人上岸 去静人那边查探情况 速去 赤猴见得文品交集 不敢怠慢 立即转身而去 那边文品则是脸色阴沉 难难的念叨 莫不是真被我猜中了 若是甘宁他们一夜偷袭静灵 那么他们的战舰速度 想想这文品都觉得恐怖 无比担心地等待了半天 士猴终于送回来消息 事情正如文品所料 甘宁半夜袭击静灵水战 蒙冲战舰除却三条被甘宁俘虏之外 其余的都悉数被烧毁 另外的水军士族大半被俘虏 剩余的从路上逃出了水战 而整个水战也被甘宁放火烧毁了 文品听完脸色却是阴沉如水啊 若是如此 甘宁水军就可以从汗水直通下口 想到这里文品可不敢再想下去了 咚咚咚咚咚 叮当叮当 正在文品思索该如何的时候 忽然听到南面 响起了阵阵战鼓之声 同时还伴随着清脆的灵灯声 好大的船啊 正在文品回头眺望之时 却是听到旁边的士族 不约而同的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文品听得心中惊道 啊 这怎么可能啊 昨夜还在静灵 现在竟然已经到了 惊讶的同时立即反应过来 怒喝道 这是敌军的战船 快去准备开战 那些兵族听到文品贺骂之后 才仓促去准备 同时文品狠狠的捶了一下船体 此时文品已经不能再保持风度 一连串不利让文品激起了滔天怒我 只听见文品大喝道 赤猴 赤猴何在 喝骂了几声之后 才听到有人从船下上来 气喘吁吁的来到文品面前 拱手道 禀报将军 还未说话 就被文品劈头盖脸的骂道 怎么回事 敌军来了也不发挥消息 语气之中透着森然 恐怕赤猴一个解释不好就会砍掉他 赤猴无奈的说道 将军啊 我们已经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了 但敌人的船实在是太快了 还未说完 旁边一名副将急冲冲的来到文品面前 说道 将军 敌军战船已经接近 大战已经不能避免 请将军立即指挥作战 文品听得冷横一声 随着副将上得指挥台 张眼望去 确实见到二十余艘战舰飞速使进 这战舰比荆州军的蒙冲战舰还要高大 文品见得 大喝道 传领下去 列三角战阵 冲击敌军战舰群 文品一声令响 就见到汗水之上的荆州军的蒙冲战舰群 开始快速列阵 荆州水军 二十四艘蒙冲战舰快速组成四个三角战阵 其中前面两个是正三角战阵 一艘蒙冲战舰在前 第二排两艘 第三排三艘 用以突击之用 后面两个则是倒三角战阵 配合着前面两个三角战阵进行冲击 同时四个三角战阵的周围 还被百多条走阁所包围 另外一边 甘宁见到荆州水军快速列阵 不由得开声赞道 这文凭也不错呀 短短的时日已经将蔡茂那手给学了过来啊 旁边的一名锦帆营士族问道 老大 现在咱们怎么办啊 甘宁哈哈一笑 说道 怎么办 先让他尝尝我军力气的厉害 传令下去 投尸机对准敌军的蒙冲战舰 甘宁一声令下 二十八艘新式战舰上所安装的投尸机开始运转 瞄准着荆州水军最前方的两个三角战阵 甘宁是冷冷一笑 大喝道 发射 呼呼呼 二十八块实弹飞射而出 直撞向荆州水军最前方的两个三角战阵 咔嚓 扑通扑通扑通 轰隆 二十八台投尸机同时发射 最前面每个三角战阵都分得了十四块实弹 由于三角战阵排的密集 虽然实弹的命中率不高 但是实弹一同呼啸而至 成片砸来 咱们也有三四块砸中了战舰群中 其余的却是落入水中 机舰起的浪头 却是打得荆州水军的战舰不住晃动 旁边的那些小走阁不少更是被煞时间激起的大浪掀翻 其中中了十弹的三艘蒙冲战舰 受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被沉重的十弹打中 砸中之后船体中会留下一个大洞 虽然没有贯穿整个船体 让战舰进水 但如此程度的受损是足以影响战舰的速度的 啊 这是什么打法 荆州水军上下同时生起这样的念头 这种打法他们根本就没有遇到过 文聘心中却是巨浪滔天 按道 这是投尸机吗 若是让他们从远处不停的打来 我们的速度也不如他们追不上 那结果自然是 想到这里 文聘立即摇了摇头 否决了自己所想 实弹沉重 战舰根本不可能带这么多 这种攻击最多也只能进行几轮 想到这里 文聘便打消了解除三角战阵的想法 密集的三角战阵虽然很容易被实弹砸中 而分开之后 虽然也可以解决如此麻烦 但分开之后 敌军的战舰冲上来 立即就可以将自己的战舰群风格包围 到时损失恐怕会更加惨重 文聘想清楚了其中的关键之后 咬了咬牙 大喝道 顶住 全力冲锋 敌军不可能有太多的实弹 快冲过去 和他们近身交战 文聘一声令下 荆州士族轰然应诺 下面操控船桨的士族使出吃奶的力量 带动着荆州水军的战舰群 加速向张秀水军的战舰群冲去 另外一艘旗舰之上 甘宁舰的文聘非但没有解开战阵 眼神之中也闪过了一丝赞赏 继而冷芒一闪 大喝道 不要停 将实弹都发射出去 要全部发射完哦 甘宁的命令下达 张秀的水军士族得令之后 加速将船上的实弹都发射出去 接二连三的实弹袭击之下 甘宁的蒙冲战舰群又有几家战舰重弹 不过正如文凭所料 甘宁不可能带太多的实弹上战舰 故此投射机只发射了五轮 实弹就消耗殆尽了 荆州水军舰得没有实弹再袭来 士气立阵 继而马上加速前进 冲向还是散乱一团的 张秀水军的战舰群 甘宁舰得黑黑一笑 大喝道 中间十六条大船 连环船阵 准备 其余的从侧翼突击敌军后阵战舰 杀 甘宁一声令下 两翼的十二艘大船 立即向外边飞驰 而中间的十六艘大船 却是首先分为两队 分别影响荆州水军的 两个突击而来的三角战阵 一边八条再次分开 分成左右两边 每边四条战舰 分别加工荆州水军的 一个三角战阵 而这四条战舰分成一组之后 却是立即聚拢到一起 上面的张秀水军士组 立即将船体内的横幕推出 穿进对面战船的船体中 而后卡死 之后四条战舰再用铁锁 紧紧的连在一起 四条战舰立马就连成一片 成为了连环船 你到张秀的水军在黄河中 练了数年是练什么 这连环船阵 就是其中的一种了 前进中可以飞快组合成 连环船阵 四条战舰 只不过是最简单的连环船阵 还有八条十六条甚多 而张秀要他们练的除却是组阵的速度外 还有分阵的速度 张秀可不想如历史上一般 被人来一记火烧连环戟 将战舰连成一片 组成连环船阵 这样与敌军水军正面对冲的力量 就大了数倍 如若要比喻 荆州水军的蒙冲战舰 就仿佛是只批了轻甲的骑兵 而连环船阵就仿佛批了重甲的连环马一般 两者正面对冲 结果是可想而知了 啊 竟然是连环船阵 而且还用的这么娴熟 文篇间的张秀水军 快速组成的连环船阵惊讶无比 要知道 这连环船阵虽然厉害 但一般要在岸边阻阵 或者是等船停下来才能慢慢阻阵 而像张秀水军这样 在行径中快速组阵 根本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然而 毫无疑问的是 这连环船阵会给荆州水军带来非常大的打击 不过张秀所想 又岂会这么简单呢 两个连环船阵左右夹击敌军一个三角战争 而在这连环船阵中间 却是有一条大铁锁相连 见到就要和荆州水军三角战争撞上 两个连环船阵的士族 立即将这大铁锁一扯 却是见到一个巨大的尖刺铁锈 立即就被扯上了水面 这是两支水军已经无可避免 就要狠狠地撞在了一起了 啊 这是什么 荆州水军的新兵们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那些曾经参加过当初遇水一战的老兵却是知道 当初张秀的水军正是用了这一招 靠几条走阁就毁掉了两艘蒙冲的战术 不过他们知道又能怎么样了 两军相撞已经是不能避免的事实了 轰隆轰隆 接连两声巨响 两个荆州水军的三角战阵最前方的两艘蒙冲 一下子就被张秀水军四个连环船阵弄出来的两排充满尖刺獠牙的大铁球给撞得支离破碎 要知道啊 这两支舰队一同全速前进所激起的速度 这般速度之下 前冲的力量又其会简单 不要说是两排布满尖刺的大铁球啊 就是带上寻常的硬物 也能在荆州水军的蒙冲战舰上撞出一个大东 荆州水军最前方的两艘战舰被撞得支离破碎 战舰上的荆州水军士族是纷纷纵身跳入江中躲避 而更不幸的是 战舰内部那些操控船桥的兵组 突然而来的撞击让战舰支离破碎 同时内部那些兵组也大部分死在那一排布满尖刺的大铁球上 大铁球穿过船体 却是见到猙獰的尖刺上布满了鲜血和肉迷 而江水也开始泛起了鲜艳的红色 最前方的两架荆州水军的战舰被撞得支离破碎 这仅仅是大战的开始 这时后面两架荆州水军的蒙冲战舰 趁着张秀水军战舰的前进速度缓了下来 立即就贴了上来 准备冲上战船进行白刃战 朦胧 轰隆 甘宁的船舰锁在这边 两架荆州水军的蒙冲战舰最先贴了过来 啊 怎么会这样 太高了吧 不过贴近之后 荆州水军的士组们就发觉不妙了 却是张秀水军这边的战舰 比至荆州水军那边的战舰要高出不少 荆州水军常用的工具 根本不能让荆州水军的士组冲上张秀的水军战舰 甘宁见德 哈哈一笑 立即大喝道 哈哈哈哈 弓箭手 准备 放箭 咻咻咻 一大把手持轻弩和弓箭的张秀水军士组 早就准备妥当 听得甘宁命令 那些轻弩手立即将轻弩放出来 对准下面的荆州战舰上的士组是抠动了扳机 后面的弓箭手则慢慢瞄准之后 才松开紧扣着力箭的手 让力箭飞射而出 袭向荆州水军的士组们 猛烈的箭语向这下面的荆州水军的战舰不住倾斜而下 一时之间 两艘蒙重战舰上的荆州水军是死伤惨重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 继续 第三百二十四集 汉水大战 下集 惨叫声和哀嚎声响彻整个汉水的中心 战舰之间相差的高度 让荆州水军的士组们无法反击 只尽可能地躲藏在有掩体的地方 不为弓箭所伤 而连环船也使得张秀这边的战船极为平稳 摇晃幅度不大 使得弓箭手和轻弩手可以从容瞄准再发射 而荆州水军的士族虽然习惯于战舰的颠簸 不会晕船 然而颠簸的船体也让他们在舰雨中躲闪更加困难 这种情况下的荆州水军士族 虽然固执寻找掩体 躲避舰雨 还击自然是顾不上了 轰隆轰隆 这时荆州水军后面 三艘战舰也都贴近了过来 文片也算聪明 用一艘蒙冲战舰 阻隔了在张秀水军两个连环船阵的中间 其余两艘战舰则一同围攻 甘宁船舰所在的那个连环船阵 如此一来 就变成了一边的荆州水军 有一艘蒙冲战舰 拖出了一边的连环船舰 一艘阻隔两个连环船阵 相连 并和另外三艘蒙冲战舰 一同加工甘宁旗舰所在的连环船阵 连环船阵上 甘宁冷冷一笑 大喝道 来人 将火油抬上来 弓箭手和轻弩手 继续阻击敌人 不要让他们上来 道顿手时刻准备着 甘宁一声声命令传达下来 连环船阵上的兵组 有条不紊的按照命令形式 单单的弩箭和弓箭 组合成的箭语 就令到绝大部分荆州水军 束手无策 张宿水军居高临下 让荆州水军处于绝对的劣势 这样的战斗 就仿佛张宿一边在进行守城 而荆州水军一方进行攻城一般 新式的战舰让荆州水军吃尽了苦头 那飞钩来 跟本江冲上去 将敌军缠住 我们的援军就要到了 杀呀 正在荆州水军不知所措之时 文聘一手拿着皮盾 一手拿着飞钩 腰间挂着一口短刀 领着同样打扮的一对荆州水军 冲向了张宿水军的战舰处 只见文聘一手将飞钩 抛上了张宿军的猛冲战舰上 飞钩带着强劲的力度 将两名正在放箭的张宿水军士族扫落 之后 飞钩就勾紧了船舰 文聘不敢迟疑 怕张宿水军会过来将飞钩解开 于是立即将皮盾抛开 双手捉着飞钩 随下来的绳索往上攀爬 旁边的荆州水军士族见得 也是有样学样 很快文聘就冲到了连环船阵之上 一手将战刀拔出 抬手就将两名扑上来的张宿水军士族砍翻 但文聘没有继续前冲 而是紧紧的护着这个缺口 等待着后面的荆州水军士族冲上来 这时张宿冲这边却是有兵组将情况并报给正在指挥作战的干宁之道 干宁听到有敌方大将冲上来 却是大喜 将铁锁取上 同时吩咐副将继续指挥作战 自己则向着文聘所在处 急赶而去 还未到达 干宁离远就见到文聘在大发神威 打得自己这一边的兵组是节节百退 干宁与文聘在江州内战的时候见过面 自然认得 只听见干宁大喝一声道 文聘 不要欺负兵组 起来与某一战 说完是手持铁锁就扑了上去 文聘听得扭头一看 见到的正是干宁 干宁的凶悍文聘自然清楚 同时也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招呼一声 对身后的士族大声喝道 这是敌军主将干宁 大家一起上 将他秦主我军自然能胜 杀呀 说完领着大队兵组迎上干宁 干宁见得却是冷冷一笑 继而脸上杀鸡尽险 抱喝道 杀 大喝的同时手中贴索一扬 直直的打向冲在最前面 其中的一名荆州兵族上 噗 带钩的铁锁 一下子就射入这名荆州兵族的体内 干宁双手捉住铁锁 双臂同时用力一扯 只见手臂上块块肌肉猛然隆起 那边被钩子勾住的荆州兵族 整个人就被干宁给扯了过来 死 抱喝一声 干宁就这样捂着这名荆州兵族 狠狠地甩向另外一边 三名荆州兵族的身上 在这三人还未来得及反应之时 直直的就将三人打飞 三人被打飞 干宁手中根本没有停下来 另外一手将铁锁的另一边 带有枪尖的一端给甩了出去 同时带有钩子的一端收回 下一刻 只见手持铁锁的干宁 整条手臂不住抖动 哗啦 哗啦 铁锁相互交集的清脆声音 响彻整个连环船阵 那边文聘和荆州兵 却是见到漫天索影袭来 文聘丝毫不敢怠慢 前进的步伐猛然停下来 手持战刀迎上干宁这凶悍的一击 当 扑扑扑 一声金铁交明之声过后 接二连三的利刃切入体枪的声音 不住传出 却是见到干宁当先一铁锁打向文聘 被其挡下 竟然转向攻击文聘旁边和后边的京州水军士族 文聘却是直接被干宁一铁锁打催了树部 眼睁睁的看着身旁数名自家士族 被干宁那铁锁锋锋利的枪头贯穿头颅 穿头之后 干宁的铁锁猛的一扯 下面的一幕却是无比壮观 只见铁锁一响 就有一颗京州水军士族的头颅飞起 却是被干宁铁锁那锋利的枪头贯穿之后 猛然扯起他 呼呼呼 哗啦哗啦 头颅飞扬 鲜血横飞 一颗颗无头的尸体在甲板之上 不住从体枪内喷涌出热血 仅仅片刻的功夫 文聘身边的十余人就被干宁一一杀进 鲜血流满了一甲板 文聘看他心中怒急 骤然咆哮一声 手舞着战刀扑向干宁 完全是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 干宁见到文聘铺来 只是轻笑一声 没有如文聘想象中的迎上来 反而是不住后退 铁锁倒是打了过来 当当当当当 铁锁没打一击 那边文聘就要用战刀抵挡 连环船阵上不住抱起了 清脆的金铁交鸣之声 而干宁也并非完全直线后退 只见他后退之时 还不住向旁边移动 文聘一面追击干宁 心中却是暗暗交集道 怎么这援军还未上来 正在此时 却听到干宁断喝一声 众将士 渔网阵出击 将敌将给我拿下 干宁断喝声之后 树哥带着钩子 利刃的渔网 从高台上抛落下来 照向文聘 文聘听到干宁的大喝 已经知道不妙 见到此时 两边皆是高台 前后延伸数步 无论进退 都会落入敌方的渔网阵中 无奈之下 只能是猛喝一声 双腿一蹬地 向上一跃 同时手中的战刀 直披落一段渔网上 以图砍破渔网 逃出去 只不过 文聘有些小看着渔网 猛批之下 渔网竟然没有被斩断 其坚韧程度 让文聘吃惊 同时心中开始懊恼 按摩自己大意 落入了干宁的拳套 不过此时再后悔 已经迟了 斩不开渔网的文聘 下一刻 就被带有钩子和利刃的渔网罩住 文聘的身体扭动 想用手拨开渔网 然而渔网上 所带有的钩子和利刃 又岂是摆设 文聘一扭伸 那些钩子和利刃 就直接切入文聘 没有盔甲保护的身体上 刺痛感让文聘清醒了不少 他知道自己身上 有不少地方 是没有一甲保护的 而渔网的坚韧 也非他所能挣扎开的 苦笑一声 文聘已经知道 自己是被擒住了 于是也放弃了挣扎 另外一边 甘宁见到文聘一举被擒 却是嘖嘖称奇 这渔网阵 也是张秀 贤疾无聊之时 和马军鼓道出来的古怪东西 甘宁知道 这渔网阵可以用来擒住敌兵 没有想过能擒住敌将的 今日遇上文聘 也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毕竟战局已经被他控制了 文聘又不是他的对手 怎料到这渔网阵却是一举建功了 甘宁这时也开始怀疑 究竟这张秀脑子里面装了些什么呀 经常有些古怪玩意儿弄出来 至于这渔网阵的出处嘛 相信只要是个穿越人都清楚 比较麻烦的是 制作渔网所需要的坚韧材料 张秀也是发现了 有这样坚韧刀砍不断的材料 才决定造这个渔网阵 文聘一举被擒 这边的战局再次被甘宁所控制 将随文聘冲上来的荆州水军 都杀死或是擒住之后 甘宁领着水军士族 再次压制住这边的荆州水军 而此时被文聘一直所记挂着的 后面那个倒三角的战阵中的 六艘蒙冲战舰 此时却是陷入到苦战之中 却说当初甘宁让十二艘战舰 分从两侧 进攻后面的荆州水军 那个倒三角战阵的六艘蒙冲战舰 而就在文聘冲上连环战阵之时 一边六艘张秀军的战舰 已经绕到了后阵 从侧面突进了荆州水军 那个倒三角的战阵中 张秀水军的战舰速度何其之快 后面那些荆州水军还未反应过来 已经从侧翼杀制 张秀的水军排的也是个倒三角战阵 最前面三艘战舰对准了 荆州水军战舰的中部 张秀水军的战舰最前端 可是装上了锋利的撞角的 悬速前进之下 张秀水军的三艘战舰 是狠狠地撞入到荆州水军的战舰群中 轰隆轰隆轰隆 三声巨响 三艘京州水军的蒙冲战舰 直接就被张秀水军的战舰 用最前端那根锋利而猙獰的撞角 将战舰从中抛开成两段 仅仅片刻 已经散了架 并大量入水的三架 荆州水军战舰 只能是哀鸣一声 缓缓地沉入僵地之中 而张秀水军这边 六架战舰包围住 剩余的三架战舰 居高临下的态势 让荆州水军是束手无策 这时 另外一边也想起了树下巨响 张秀水军已经完全控制住战局了 再加上文聘被擒 而且张秀水军这边 杭素远快于荆州水军 两支水军又在江心之中交战 荆州水军的士组 已经意识到大势已去 甘宁在连环船阵上四顾了一下 发现战局已经完全被控制 便对旁边的副将说道 传令下去 开始接受投降 片刻之后 汗水之上就飘扬着 放下武器响者不杀的话语 两个时辰之后 汗水之上已经看不到大战的痕迹 除了收编的荆州降族之外 却是连战场都打扫干净了 这一战下来 荆州水军可谓是完败 除了八艘蒙冲战舰被毁之外 其余十八艘蒙冲战舰进阶被俘虏 本来甘宁准备用火油 最后还是没有用上 荆州水军就已经败了 不得不说 完全由新式战舰组成的 张秀水军的战力是极度强悍的 这一战对荆州水军 甘宁可是一半的手段都没有用上就完胜 甘宁和所有的水军士族 心可谓是舒爽至极 水军从成立到现在 终于打了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场 这边甘宁处理完诸事之后 一声令下 让五名副将各领三艘战舰沿汉水沿岸 侵扰荆州 暂时不要去挑衅下口那边的荆州水军 若是他们来了 则返回樊城避战 而他自己呢 则是领着其余十三艘战舰 压着此战所俘虏的十八艘战舰 以及数千荆州水军 会同后面的两艘战舰 压着的净利一战所俘虏的战舰和降族 一同返回樊城 荆州这边 甘宁率领水军侵扰襄阳郡和南郡 弄得荆州内部是鸡飞狗跳 并一举歼灭在驻防汉水内的两支荆州水军 如今除却汉水出长江的下口处 为荆州水军所掌控之外 整条汉水已经为甘宁所掌控 如此一来 对付荆州进攻南洋这一路 张秀这边已经是稳战了上风 除非关羽将下口的荆州水军调上来 不然的话 荆州可谓是损失惨重 而若是将下口的荆州水军调来 那么防备江东的人员就会减少 失去了下口水军的威慑 无论是关羽徐树还是刘备诸葛亮 自然都不会天真的以为 江东会因为盟约而不进攻 乱世之中背弃盟约之事 在春秋战国之时就发生的太多了 因此 关羽和徐树也不敢轻动下口的水军 且不说这边关羽和徐树头疼 如何应对张秀水军的侵扰 此时在陈流郡处与张秀大军对峙的张和和郭家 也对张秀派骑兵侵扰眼周极为头疼 张和的大营处 大仗之中 当霸无奈的对主位之上的张和说道 禀报将军 从陈流运来的粮草又被张秀的骑兵烧毁 现在我军已经有三批粮草被烧 若是再不想办法 我军粮草堪忧啊 张和听完 无奈的望着郭家 郭家听得 却是急道 嗯 这次粮草有大军保护押运 敌军也敢来 张爸听得无奈的叹了口气说道 哎呀 不错呀 敌军所依仗的乃是奔赦绝技 仅仅千余人不住对我押运粮草的大军发动奔赦 同时又点燃火箭 以火箭回我军之粮草 我军人数虽然多 然都是不足啊 追之不上 哎 说完这脏霸就深深的叹了口气 郭家听得紧皱着眉头 张秀的骑兵直接是不与押运粮草的大军接触 只是用利剑和火箭袭击 这么一来郭家想设个圈套来灭掉这些骑兵实在是太难了 而且人家仅仅是千余人就可以来侵扰 最多也就是灭的几只根本不能全灭 这种情况之下 郭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以骑对骑 玄机又摇了摇头 现在曹军的骑兵全部都在夏侯敦的手上 用意对付赵云的骑兵 曹军的骑兵数量不如张秀 而且骑兵的精锐程度也不如张秀 那这种情况下 唯有先集中兵力对付张秀的一支大军 再转而合为另外一支 而且以现在的情况看来 要从河北调骑兵过来也不是这么容易 要知道黄河水道现在已经被张秀手下霍郡所领的水军所控制 虽说是黄河从冀州 沿州一路延伸到青州出海 霍郡的水军不可能完全控制 但曹军的大队骑兵想要在沿州境内渡河只怕极难 若是要绕过青州再来 到时候也不知道情况会变得何等模样 想到这里 郭家暗叹的 好一个贾温和 先是借张温远的大晟反克为主进攻沿州 现在入到沿州境内见我军势大 又借骑兵之力骚扰沿州 再反主动为被动 劈我军进攻 你真以为我军奈何不了你 那边张和见得郭家眉头紧锁 便轻声问道 郭家轻轻叹了口气 说道 唉 此等情况加以无策 唯有大举进攻 只要破得了张秀 沿州直威自解 张和听德皱眉道 但我军功弩尚未到齐 要不张秀大军胜算不得 郭家听德说道 无妨张秀分兵进攻沿州 如今除去陈流城之外 沿州各地就有张秀骑兵的踪影 如此张秀必然放了大量骑兵入眼州 而在此地的大军却是不多 而我军在此有十万大军 兵力最起码比敌兵多上一倍 张和听德 周眉道 这话虽如此 然而我军只是部族 对阵张秀的骑兵 若是主动出击 恐怕损失惨重了 郭家说道 战阵岂有不死人的道理呀 就算我军以十万部族拼掉张秀五万骑兵 我军依然是胜了 张秀骑兵对我军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 如若在此毁其一步 河北援让再毁赵云所部 张秀就再无骑兵可用 单靠部族 张秀亦只能具险而守 我军之圣机就到了 郭家此话说白了 其实就是以两败俱伤之计 用部族来换张秀的骑兵 张和听完点了点头 说道 嗯 好吧 说完之后张和豁然而起 大喝道 赃霸孙官孙礼 王门 听令 先撤去营外陷阱 而后 说完张和每个人都分派了任务 才让众人离开 准备明天的大战 本期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 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 继续 第325集 盘古力士 VS 大脊师 咚咚咚咚咚咚咚 第二天一早 天色微明 保湿一顿的曹军 在震天的战鼓声 和连绵不绝的号角声中 补助从大营内 鱼冠而出 并立即在大营外 列好阵营 十万曹军列阵 有多少人 那可真是铺天盖地 一眼看过去 只见人头 而不见大地 列阵的曹军中 最前方的 乃是徐州的丹阳兵 两翼的则是泰山兵 后阵才是经过 整训的原家的 青州乡族 坑坑坑 杀杀杀 兵器交集声 还有士族们的 喊杀声不住暴起 杀气不住声腾 汇聚在这一片的战场上空 气息一时之间 变得极为凝重 这边曹军声势震天 那边张秀又怎么会不知道 只听见咯吱一声轻响 张秀大营的营门大开 大队骑兵立即从营内蜂拥而出 并迅速在营前列阵 轰隆 大队骑兵从营内传出 千军万马出阵的那马蹄声 仿佛天边骤然响起的炸了一般 一下子就将曹军那边的喊杀声 给盖了过去 一出阵声势就如此厉害 惊得曹军上下都变了脸色 骑兵列阵之后 就见到张秀和马超 还有跨雄三人 在重兵族的簇拥之下 从营内出来 只见张秀一雷霆马劈 后面大队骑兵立即就停了下来 张秀这边 煞时间变得极为安静 这一系列的变化 惊得曹军上下呆了一呆 所有曹将 包括张和本人 脸色都是惊变 他们虽然知道张秀的骑兵精锐 但却没有想到 竟然厉害到如此地步 可谓达到真正的另行禁止 数万部族 要做到另行禁止都难 更莫说是数万骑兵了 从这里可见 张秀手下兵族的骑术之厉害 纪律之严明 绝对撑得上一支铁军 曹军之中 恐怕也只有那几支精锐部队 能够做到了 曹军先出但人多 张秀军后出但人少 因而两军几乎是同时列阵完毕 中军之中 张秀半眯着眼睛 望着眼前的一大片曹军 心中暗道 等了这么多天 终于把你们给逼出来了 继而对身旁的马超和华雄说道 马超华雄 如二人分别到左右两边 带领大军冲击曹军两翼 配合我大军进攻 不得有误 马超和华雄得令而去 张秀对身后的传令兵喝道 击鼓 传令盘古力士出阵 动 动动动 这边张秀一声令下 战鼓之声是越来越急 前阵的骑兵骤然分开 一队人马皆疲重甲 人人手持狼牙大棒的骑兵 越阵而出 正是胡扯和周仓所带领的 盘古力士 越阵而出的盘古力士 没有停歇 而是逐渐加速冲向曹军 那边的张和已经看得清楚 是一千盘古力士 曾经在盘古力士手下 吃过大亏的他 自然知道这盘古力士厉害 瞳孔不自觉的缩了一缩 这边张秀见到盘古力士 就要冲过一半的距离 手中的虎头金枪猛然举起 大和道 杀 张秀的大和之声 犹如炸雷一般 在四万枪弧铁骑的耳边响起 所有枪弧铁骑的士族 本能的狠夹了一下马腹 一时之间 张秀这边寂静的战场 此起彼伏的响起 战马的嘶叫声 下一刻 四万枪弧铁骑 向着十万槽兵 发动了冲锋 最前方 一千盘古力士 在胡驰和周仓的带领下 加速前进 一千重骑狂奔之下 激践起狂乱的沙尘 将略显金黄色的天空 都遮蔽住 滚滚烟尘之下 一千盘古力士 已经将手中的狼牙棒 高高举起 只要杀到曹军阵前 那锋利的狼牙棒 就会给予敌军 无情的打击 那边张和 见到盘古力士 逐渐临近 深呼吸一口气 大喝道 变称 下一刻 曹军大气摇动 曹军最前方的 丹阳兵方阵 竟然是忽然凹陷下去 胡车和周仓 见得大为不解 然而 带着两人看清之时 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暗呼道 不好 是弩剑 不错 在丹阳兵退后分开之后 终于露出了 乃是一排排锋利的弩剑 阳光照射之下 这一排排弩剑 露出了猙獰的面孔 见识过弩剑之危的 胡车和周仓已经看到 曹军阵中的弩剑 乃是大黄弩 绝章弩 必章弩等大弩 虽然不是床弩和连弩车等超大型弩 然而威力已绝对不可小视 不过 当胡车和周仓看清楚之时 张和已经重重的将右臂落下 同时口中大声和道 发射 嗖嗖嗖 破空之声骤然响起 冲在最前的胡车和周仓 面对弩剑可谓是最多 每个人最起码有三根 重骑兵的移动不灵活 这种情况下 唯有硬拼 只听见胡车和周仓 两个人猛然咆哮一声 出尽全力 以手中狼牙大棒撩击 狼牙棒几场 一撩击之下 就影响了三根袭来的弩剑 当当当 震天的响声传来 胡车只感觉到双手矩震 继而一阵麻痹感传来 这是自打出生以来 胡车都没有试过的感觉 只不过一会之后 麻痹感就退去了 再看之下 除了狼牙棒上 多了三个小洞之外 自己却是毫发无损 胡车暗暗其道 这么弱 响巴立即回头一看 见到一千盘古历史中 大约有数十人中了弩剑身死 这些大部分都是受到 弩剑袭击的比较多 手中狼牙棒根本挡不过来的 双古历史 要知道 中甲虽然厉害 然而也挡不住犀利的弩剑 然而这一呼车想象中的 损失惨重差太远了 要知道 当初灭寒随的起兵 灭显卑大军 发挥作用最大的 就是那恐怖的弩剑 因而弩剑杀敌厉害的同时 也成了张秀军的阴影 他们都怕 有朝一日会对上 如丝厉害的弩剑 方才见到弩剑之时 无论是胡车 还是周苍都是大惊 然而接过一轮弩剑之后 感受却是截然不同 胡车和周苍又怎么会知道 曹军的弩剑和张秀军的弩剑可不同 张秀用以灭寒随起兵 灭显卑大军的弩剑 可都是床弩 连弩车 此等超大型弩 而且还是经过了张秀和马军改造的 而现在曹军所用的 仅仅是单人用的大黄弩 避张弩 绝张弩 此等单人弩 这里面最厉害的算是绝张弩了 然而顶天也就是一名 力气稍大一点的兵族单独使用 威力自然要强于弓箭 对付只穿平衣甲 或是防御力不强的甲州的骑兵 自然是手到进来 然而对上盘古力士此等重起兵 未免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这些单人大弩张秀军中也有 然而其主要是用在守城上 野战中张秀也有代背 然而几乎没有用过 或者说是不屑于用这些威力不强的弩 不过一轮弩剑 却是杀了数十盘古力士 也不得不说 这些弩剑威力不错 要知道盘古力士可谓是真正的刀枪不入 除非敌方用的是神兵 或者是有一方大将的力气 才有破甲的能力 普通士族根本就破不了盘古力士的重甲 然而这一轮近三百根弩剑 将盘古力士射杀了数十名 可以说是盘古力士自足剑以来 比较大的伤亡了 然而扛过这一轮弩剑 盘古力士非但没有因为出现伤亡而势气降低 反而是势气猛然上涨 这却是知道敌人的弩剑不外如是 只听见领头的胡车和周仓是断壳一声 重重地夹了一下马腹 让战马前冲的速度达到极限 后面九百余盘古力士一紧随其后 断壳了一声之下猛然前冲 击聚起来的杀器凝合成一网无前的气势 向着曹军大阵杀训 弩剑只杀了数十黑甲骑兵 让张和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见到盘古力士加速前进就要杀到 如若是挡不住盘古力士 那么曹军必然如上次一般溃败 想到这里 张和狠狠地一咬牙 大喝道 击鼓击鼓 让大戟士出阵对付他们 轰 张和一声令下 一下下大弩不住地被脱后 同时从两边向中间涌出了大队黑甲步兵 只见这些黑甲步兵人人手持一把大戟 而最前排的手中更是拿着一个大铁盾 这就是由张和和居兽一同训练的曹军精锐 大戟士 那边胡斥和周苍见到对面忽然涌出大戟士 瞳孔不自觉地缩了一缩 对方的打扮实在是太相似了 大家都是身皮重甲 只不过盘古力士乃是骑兵 而对方是不足 重甲骑兵对阵重甲不足 这个时代最精锐的兵种的一场对决就要展开 列阵 张和剑的盘古力士就要杀到 猛然大喝一声 擦 最前方 一千大戟士同时将手中的大盾重重地插在地上 发出一声巨响 刹士兼三堵最坚实的盾墙 已经横跟在盘古力士往前冲锋的必经之路上 此时盘古力士已经没有可以横移的地方 如果想从这里冲过去 那必须要破掉他们的盾墙 是盘古力士的攻击墙呢 还是大戟士竖起的盾墙间 张和没有在后面布置弓箭手 弓箭手对于盘古力士根本就没用 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硬拼 狭路相逢勇者声 盘古力士终于狭裹着无边的烟尘杀到 只听见周苍和胡驰大喝一声 伴随而来的是灌出了全身力量 加上战马一路前冲而升起的强劲冲击力 撩击向盾墙的狼牙棒 死 碰碰 伴随着强烈的喊杀声 顶在最前方的大戟士 首先遭到胡驰和周苍两员蛮害的重击 那厚实的铁盾 一下子就被砸出一个巨大的凹陷 同时大盾离地盗飞 重重地撞在了身后的大戟士身上 发出了两声闷响 砰砰 哇 铁盾盗飞 撞在身穿重甲的大戟士身上 爆起了沉闷的响声 铁盾虽然没有将大戟士身上的重甲撞破 但那无匹的力量 却是将被重甲保护住的两名大戟士 撞到内脏翻腾爆碎 狂横而出的鲜血中夹杂着无数碎块 高举着要打向胡驰和周苍的大戟 怎么也打不出去 两名大戟士只能无奈地高举着大戟不放 轰轰 撞破铁盾阵 大戟士不出手 胡驰和周苍和毫不犹豫地空着战马 铁骑重重地踏在两名大戟士的头颅之上 重甲加上战马 再加上人体和狼牙棒的重量 那纯铁打造的头盔 根本就抗衡不了如此沉重的力量 两名大戟士头颅一下子就被踏出个稀巴烂 什么碎骨 脑浆鲜血 悉数从那个变形的头盔中流了出来 轰隆隆 砰砰砰 接二连三的闷响声炸起 前面的盘古力士 如胡驰和周苍一般 一个个用沉重的狼牙棒撞开盾墙 后面的大队盘古力士 从打开的缺口中急驰而进 盾墙仅仅是挡了片刻就崩溃掉了 后阵之中张和师没露惊涩 内心狂挑不止 同时师生道 竟然是挡不住 在张和的预料中 大吉士最起码也能和盘古力士平分秋色 而且加上顿墙 大吉士肯定能够借助顿墙 将盘古力士的速度降下来 进而杀死盘古力士 不过张和显然是太小看盘古力士了 大吉士依靠顿墙 的确能将盘古力士的速度降下来 那恐怖的冲阵能力也因此被遏制 而且盘古力士的速度降下来 并不代表他们任人宰割 刀枪不入的他们 完全能防住大吉士的进攻 而盘古力士借助战马的高度 用沉重的狼牙棒砸在大吉士的头颅上 纵使是有头盔保护 然而项颈和头盔的脆弱 让大吉士根本就承受不住 如此力量的一砸 不是项颈折断 就是头颅被砸开 盘古力士的汉勇出乎了张和的意料 然而大吉士的战力 也出乎了张秀的意料 本来以张秀的设想 以盘古力士为前部 首先将敌阵冲散 自己大军杀入就更加容易了 未料到张和竟然安排了一支 重甲步兵抵挡盘古力士的进攻 让张秀的如意算盘打不下了 不过下一刻 张秀已经下定决心 盘古力士发挥不出冲阵能力又如何 十万大军又如何 面对铁骑洪流 再多的不足也是枉然 继而大喝道 重将士随本将杀进去 轰隆隆 张秀领兵加速前进 然而大军最先杀入敌阵的 不是中间的张秀 而是左翼的马超 只见马超手持白虎射魂枪 不住的狂武前冲 胯下的御狮子早就加速至极限 马超冲到敌阵之中 白虎射魂枪见玛丽前冲 巨大的力量使得白虎射魂枪 一下子就连穿五个投入 剑起的鲜血洒落在 马超纯白色的战袍上 显得格外鲜艳 马超一人突破 杀入缺口 后面的大队枪弧铁骑然挺进 这边马超已经当先杀入敌阵 另外一边的华雄 却是暗中苦笑连连 却是张秀定下的策略 是要两翼齐飞 怎知道马超一冲之下 就是死命狂奔 华雄无奈只能是加速追上 此时黎远见得马超生猛无比 华雄却是感觉到自己已经老了 自己那个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定了定心神 见到就要杀入敌阵之中 华雄不再胡思乱想 手中大刀狂舞 冲入敌阵之中 手中大刀连砍 附近的曹兵士一一毙命 滚烫的热血溅在脸上 让华雄重新感觉到年轻时候的争容岁月 雄心骤起 华雄手下更不留情 后面大队枪湖铁骑的主将汉勇 拼杀起来更加卖力 敌将受死 正在华雄拼杀之时 旁边转出一将持刀席向华雄 华雄见得 哈哈大笑道 哈哈 不知死活的小败 华某在四水关显微之时 你还是以小而已 说完 华雄一刀劈向那名曹将 扑 两马交错 只见华雄借马力 一刀将那原曹将士连人代马劈成两段 旁边的曹君士族见得 大惊道 啊 尹将军 那那那却是曹将引礼 华雄一刀劈了引礼 哈哈大笑之下 加速向着一众曹君杀去 而曹君见到华雄一刀 就将自家主将给劈死了 大军之下 被士气如虹的枪胡铁骑 打得是节节败退 而此时中军之中 张秀也引着枪胡铁骑 杀入曹君阵中 不过 张秀首先要面对的 不是普通曹兵 而是大忌师 只见张秀手中的虎头金枪 集武 面对全身包裹在重甲之内的大忌师 张秀是接连抢攻 在大忌师手中的大铁骑 还未降落之时 虎头金枪已经刺在对方头颅之上 纯铁打造的头盔 根本抵挡不住虎头金枪 这种可以削铁如泥的神兵 不过张秀虽然可以轻易破开大忌师的防御 但是后面跟随而来的枪胡铁骑 就没有这么厉害的神病了 只见一名枪胡铁骑 挥刀猛砍向前面一名大忌师 清悦的金铁 浇明之声清晰可闻 遗憾的是 奋力一刀 并没有给大忌师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把自己的战刀给针飞了 这名枪胡铁骑的士族 正懊恼方才一刀 不应该劈砍 而是改成前刺 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纠正了 下一刻 这名枪胡铁骑的士族 只感觉到腹部剧痛 确实 那名大忌师手中的大铁骑 已经狠狠地刺入这名枪胡铁骑的腹部 这名枪胡铁骑的士族 嘴巴顿时张大 顷刻间一股血剑凌空洒落 与盘古力士相比 没有重甲保护的枪胡铁骑 对上大忌师 却是有些吃亏 不过 也不是所有大忌师 对上枪胡铁骑 都能占据上风 毕竟 枪胡铁骑是夹带着战马 狂奔的冲击力而来 只要是招式用得好 一样能破开大忌师的防御 只是大战间 枪胡铁骑 没有如盘古力士一般 轻松罢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勋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二十六集 枪挑张合 正在张秀领着枪胡铁骑 向前厮杀之间 曹军阵中转出三元大将 一同朝张秀大和道 张秀 受死吧 边说边杀奔张秀 张秀见得三将杀来是哈哈一笑 一侧撒落 虎头金枪击斗 已经将三人圈住 张秀没有问三人姓名 虎头金枪枪式展开之下 向着三人就是一轮猛攻 这三人也感觉到张秀汉勇 两名手持大刀的合力防御 另外一名持枪的则是反击张秀 只见张秀猛然前刺其中一人 两柄大刀已经迎上 叮叮 骨头金枪的枪尖 分别点在两柄大刀的刀面之上 发出了一声清鸣 而张秀目力十足 却是看到那二将 虽然挡住了自己的一枪 然而身体微颤 显然是力量不足 正当张秀准备抢攻之时 面对持枪内将 一枪刺向自己的面门 张秀是冷恨一声 侧头避过 虎头金枪转而 斜削向内将的胸口 内将见得连忙闪避 而后张秀的枪速何其之快 内将根本就躲避不过 只听见当的一声轻响 虎头金枪却是 削在内将的护心镜上 两招无果 张秀心中已经有些恼怒 冷冷的横了一声 手中虎头金枪击斗 金凤横空立线 直扑三人 金凤乍线 凤手顾盼之间分点向三人 三人见得却是愣了一下 才举起武器相迎 当当当砰砰砰 连续三下交击 再然后则是三下脆响 场中两军士族却是见到 三将手中的武器 与张秀的虎头金枪交击之下 竟然是寸寸碎裂 同时离得比较近的士族 却是听到 咔嚓咔嚓三下轻响 显然是手臂折断了 张秀一枪击毁三人兵器 虎头金枪再无阻挡 以极快的速度分刺三人 扑扑扑 在三人眼中 却是见到袭来的枪尖是越来越大 下一刻只感觉到面门一痛 而后就再也没有什么知觉了 而在两军士族眼中 却是见到三颗头颅 几乎是同时爆裂开来 脑浆碎骨 血液飞溅而起 在天空之中形成了一片血污 继而缓缓洒落 三具无头的尸体 还在喷洒着热血 最后颓然倒落马下 张秀连斩三将 原本枪湖铁骑 被大极士打得有些浮动的军心 当即平复了下来 继而士气猛然高涨 汉部未死的枪湖铁骑 力拼已经死伤不少的大极士 而曹阳那边 包括大极士这支铁军 目睹张秀倾可见连斩三员大将 眼神之中却是充满了京剧 只是大极士的眼中的京剧 很快就散去 而普通的曹军士族 还纠缠着很久 曹军阵中 一员小笑飞快地来到张和身边 攻守道 禀报将军 刚才 牧原进 韩举子 吕威皇三位将军 被张秀斩杀了 现在前军已经挺不住了 张和听得怒骂道 没用的废物 而后大喝道 前马来 旁边的王门听得 连忙说道 张秀骁勇 将军不可清除啊 张和听得 沉声说道 此时敌军虽然占了上风 然而其大军的速度 已经被我军遏制下来 此时正当诸军用力之时 本将又岂可在日后观战 张秀虽勇 然本将又岂会怕他 丞相厚恩 何无以为报 当竭尽所能 为其灭掉丞相大敌 王将军若是不愿 可以不来 张和的一席话 说得王门等人热血沸腾 只听见王门大声说道 张秀虽勇 以义人义 将军不怕 我等 有机会怕他 王门说完 后面的千昭 郭远 马延 焦处 韩蒙等人七声英势 张和回头望了望 这些原家旧将 现在投了曹操的 原家将领中 也就自己一个人 比较受重用 其他的都受到 曹操的手下排挤 而这一次张和挂帅 原家旧将 大部分都被调到 自己手下 这些原家旧将也清楚 只要这一次大战 张秀用命 立下功劳 那么他们就会得到重用 不然的话 以后都是这种情况了 因此之前 沐原晋三人 才这么希望去斩杀张秀 而现在张和要出击 这些原家旧将 一准备相随 一同前往迎战 张和剑德 重重地点了点头 跳上亲卫迁来的马匹 对后面已经上马的众将 说道 张秀再厉害 也仅一人移 我等同心协力 自然能合力击杀张秀 若能立此大功 我等可博得名垂青史 更可保得子孙富贵 诸君 随本将来 杀呀 说完张和引着重将 向着正在前阵中 拼杀的张秀冲去 后面一众原家旧将 手持兵刃 紧随在张和之后 杀奔张秀而去 张和和王门兵分两路 引着一众原家旧将 从侧面绕过队前面 正在拼杀的胡扯和周仓 直杀向后面的张秀 张和走后 小肖立即将消息 报给阵后的郭家知道 郭家知道之后呢 是大惊 脸上阴晴不定 郭家也知道 张和在此时 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毕竟 江湖铁骑在张秀的带领下 杀得自家大军节节外推 一个武艺高强的大将 在战场之中 所起到的作用可谓极大 特别是带领骑兵冲击 当初吕布纵横掩州 杀得曹操只剩下三成 入主徐州 曹操也要连番的用计 带着吕布的大部分骑兵 都战死之后 才以雷霆手段灭退 可见一名冲阵能力极强的猛将 带领骑兵的冲锋的战力之强 而现在张秀 凭借个人勇武带着骑兵厮杀 此时曹军已经处于下方 再打下去曹军必败 而此时张和带领营中 大部分大将 准备从乱军之中击杀张秀 这恐怕是一种赌博 赌赢了自然是大胜 若是赌输了 也逃不过战败的下场 只不过 国家更担心的是张和的性命啊 而张秀此时还不知道张和领人 来进行斩首计划 正领着大队枪胡铁骑奋力前进 只要是突破了曹军大阵 将曹军大阵搅乱 那么此战 自己一方基本上已经奠定了胜局了 要知道此战乃是四万铁骑 对阵十万部族啊 虽然张秀有信心打赢 但十万大军毕竟不是摆设 就算十万大军站着不动 让四万大军来杀 最起码也要杀个两个时辰 看上去好像是一人两刀 然而上前杀也是需要时间的 可见对阵十万大军 要胜亦非轻而易举之势 张秀这边还是引着枪胡铁骑 在补助拼杀 以图凭借个人武力 打破这种胶着的战局 正在拼杀之际 却是见到左面曹军处 冲来一员持刀大将 边策马边杀奔过来 边大喝道 张秀 那命来 且记住你死在爷爷邓声的手中 张秀听得眼中寒芒一闪 同时心中暗喜道 送菜的来了 想罢也不搭话 直接策马迎向邓声 左边的王门见到邓声猛然冲出 低声骂道 该死 说完对身后的千招 郭元 周昂三人说道 快一同跟上 三人听得一同加速 且说那边 张秀和邓声两人之间已经越来越近 张秀见到邓声脸上升起笑容 冷冷的哼了一声 手中虎头金枪挤抖 金凤横空乍现 飞扑向邓声 扑 两马交错而出 却是见到张秀手中的虎头金枪 锋利的枪尖已经刺入到邓声的面门 而后将其高高挑起 面门要害 被刺出了一个大窟窿 显然邓声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不过其意识刚灭 肌肉还在不住抽搐 众人见得都不免有些恐怖 张秀 那命来 我 杀呀 张秀挑杀邓声 后面的王门领着三将已经杀到 张秀也不认识几人 只是冷冷的扫了四人一眼 牙缝中绷出了四个字 普刺量踢 说完是双手持枪 将邓声的尸体甩向周昂和千招两人 两人见到邓声的尸体飞来 连忙举起兵器相抗 砰砰两声闷响 周王和千招合力将邓声的尸体扫开 之后再继续策马冲向张秀 然而如此一来 周王和千招两人就要落后一些了 张秀自然看出了破绽 一甲撒陆的马腹直不向王门和郭元 两人见得张秀杀来也是不惧 各持兵器汉然迎上 张秀见得虎头金枪击斗 金凤在线 直扑向两人 王门和郭元见得张秀打来的一枪 见得精妙无比 才知道不妙 立即转攻为首 然而他们此时才反应过来 确实已经迟了 张秀 住手 正在张秀要下手之时 右面传来一声大喝 不过张秀却丝毫没有理会 这世上可以叫住他助手的人都已经死了 是扑扑 两声利刃侵入体枪的响声响起 王门和郭元面门 咽喉胸口三处要害先后中枪 两人死前 眼中只见到那只美丽绝伦 然而却杀鸡四伏的金锋 张秀一击击杀了王门和郭元二将 耳边已经传来一阵凛冽的风声 张秀听得呼啸的风声 急促的同时 还隐隐地感受到那穿空而至的强大力量 令到张秀感觉到身体的寒毛根根倒树 这绝对是一流大将的水平 张秀心中如是想到 想着的同时张秀没有丝毫怠慢 左手一雷缰绳 让萨路转向习来内将那边 同时右手持虎头金枪 望着那习来的风声处打去 张秀是单手持枪 焦急之下却是感觉到手臂发麻 心中暗道 果然是一流水平 心中却是不惊烦喜 再定睛一看 却是见到来人满脸威严 脸像也依稀有些熟悉 不知道是在哪里见过 下一刻 张秀的脑海中闪过一人 不由自主地叫道 张和 那边曹营中有一流水平的自然就是张和了 听到张秀叫破自己的身份 冷冷一笑道 你贼张秀 居然知道本将在此 且纳命来 说完 挺枪指刺张秀 张秀见得 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不知死活 说完 虎头金枪挤斗 金凤乍现 迎击向张和刺来的一枪 当 金铁焦鸣之声大作 焦急之后 张和的脸色有些战红 但没有退后 转而继续进攻 张秀见得 大笑一声 横飞的金凤在空中一转 凤手直接点向张和的一枪 正是一招凤凰七点头 当当当 接连三下交集 张和却是感觉到双臂完全麻木 心中却是有些黯然的想到 莫非我竟然如此不堪 这时跟随张和而来的交处 韩蒙 马炎 以及方才被邓声尸体砸后的千招 周昂二人也一同杀到 武将和力一同 以兵刃从四面八方砍向张秀 张秀见得武将和力杀来 却是不得不收回虎头金枪进行防守 同时踢了踢萨鹿的腹部 萨鹿与张秀心意相通 立即向一旁没有敌将包围的方向退去 同时张秀挤抖的虎头金枪 也舞起了阵阵枪末 将武将打来的兵刃都一一挡了出去 那边的韩蒙退到张和身边 问道 将军可有大碍 张和摇了摇头 见到其余四将夹攻张秀不下 连忙说道 快 一同上 将张秀拿下 韩蒙听得点了点头 跟着张和一同加入到战团 朝着张秀猛攻 张和和韩蒙一同加入 整个战团就变成了张和主攻 其余武将配合进攻和防守 张秀以一敌六 虽然处于防守 倒也不落下风 逗了十多个回合 张秀被张和领着武将猛打 却是打出火来了 怒恨一声 太极借力打力之法忽然涌出 借着张和前刺而来的力量 再加上自己力量 猛然将枪划了一个圆弧 却是一下子将其余武将 全部都转了进来 继而就见到张秀双手持枪 再猛然一推 却是将武将的兵刃都推开 双方之间多了一段空余的距离 却是张秀方便施展了 张秀得到此机会自然不会放手 手中虎头金枪挤斗 金凤再次显现 直接扑向已经攻来的张和 张和之前已经见识过张秀这一招 凤凰五九天 却是不惧继续悍然迎上 当金铁交明之声大作 一击之下张秀手中的虎头金枪 是骤然一转 凤凰七点头用出 在阳光之下金凤猛然一转 以凤手点向张和 张和见得不敢怠慢 强忍着手臂的酸麻持枪迎上 叮叮接连两声轻响 张和再次感受到了那种无力感 眼见张秀第三枪就要次来 旁边的五元大将也已经反应过来 一同出手迎击张秀 这一幕与方才武将就张和时何其相似 只不过张秀又岂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虎头金枪猛然击抖 将凤凰七点头的第三极的力量 骤然散开 分击武将的兵刃 叮叮当的当 五声大响传来 武将一下子就被张秀打推 下一颗枪影合一 凤凰七点头的第四极 陡然向一边手臂麻痹不能动的周昂 点去了 虎头金枪以极快的速度贯穿了周昂的头颅 锋利的枪尖一下子从脑后之中穿出 张和和另外四将都来不及惊讶 只见张秀虎头金枪已经拔了出来 轻轻一转 凤凰七点头的第五极 直刺向周昂身旁的牵招 又是一声清脆的响声 张秀手中虎头金枪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其他人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枪从旁边刺入到千招的头颅之中 中人清晰地见到 脑浆和鲜血 顺着从另外一边穿出的枪尖缓缓滴落 奇壮血腥无比 这一刻张和和剩下的三将才反应过来 然而已经死了周昂和千招二人 张和剑德爆合一声 手中长枪直刺向张秀 那边张秀剑德轻笑一声 虎头金枪一旋 巨大的力量将已经死透的千招头颅 从内部爆开 砰 一声闷响 漫天血雾升起 却是将张和的视线遮住 下一刻 张和却是听到凛冽的风声 从前面袭来 知道肯定是张秀出手了 没有丝毫犹豫 是持枪迎上 当 张和感觉到双手矩震 一股比方才更强的力量 从长枪处传出 震得张和是心惊不已 嗖 扑扑扑 张和被击退之后 风声没有断绝 下一刻 张和只听见三声轻响 从旁边传来 忍不住用眼珠一扫 却是见到焦处 马炎 韩蒙三将 几乎同时被张秀一枪刺爆头颅 这一刻 千招头颅爆碎时 所升起的血雾 才渐渐洒落到地上 张和 看枪 嗖 话音刚落 那边张秀的虎头金枪 已经直刺向张和面门 张和见得 也顾不得震惊于张秀 轻刻间连杀武将 连忙持枪迎上 张和知道 此次恐怕有性命之忧啊 当当两声轻响 张秀的直刺都被张和挡了下来 怒哼一声 虎头金枪下压 直刺向张和的胸腹之间 张和已经见识过张秀出招的速度了 此时见得张秀变招 心中已经没有惊讶 只是快速地跟随着变招防守 并寻找着逃脱的机会 咚 下压进袭的一枪 又被张和看看挡住 张秀轻横一声 手中虎头金枪挤抖 漫天枪影乍现 金凤再次横空而出 伴随而至的还有点点荧光 仿如白鸟 白鸟嘲凤凰一出 鸟中皇者的霸击 猛然震住了全场 张和见得哪里再敢 分心寻找逃脱机会 面对此招其必定出尽全力 只见张和眼中寒芒一闪 手中长枪也猛然急斗 点点荧光炸起 仿如天上星辰迎击金凤 张和所有的实力 尽在此招当中 当当当 金铁浇明之声炸起 犹如这天边响起的 汉天雷一般 震得附近的两军兵族 是耳膜声疼 而两人交集之间抱起的强劲冲击力 将附近的两军士组都推了开去 激起的进风刮得附近的兵族面颊生腾 有些离得近的 更是直接被刮得渗出血来 战团之中 在张秀不绝的攻势之下 张和已经被打得有些疯狂 双目中冒着红光 陡然间眼前的金凤和白鸟骤然不见 只露出枪目之后的张秀本人 张和剑得大喜 手中长枪带着鼠枝不见的荧光 是直扑向张秀 然而下一刻 张和就感觉到前面是危机四伏 刚想收回长枪之时 但是已经迟了 只见到原本消失不见的金凤陡然闪现 一击夹带着催枯拉朽之势 直接就将张和的枪法破镜 虎头金枪猛然进击 狠狠地刺入张和的胸膛 张秀猛一用力 直接将挂在虎头金枪上的张和是挑离满 张和被挑离满 只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胸口处的剧痛 让他感觉到生命在不断流逝 口中喃喃地低语了一句 承想和尽忠以报之意之恩了 说完就黯然地闭上了眼睛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迎放熏 演播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二十七集 国家脏霸 晚颓势 那边的两军士族都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幕 有些兵族更是直接地擦了擦眼睛 附近一方小战场在这一刻变得寂静一片 然而下一刻 张秀手下的枪胡铁骑士族 则爆发起了欢呼声 反观那边的曹军却是垂头丧气 后面的更是悄悄地向后溜走 张秀这时也不怠慢 以虎头金枪挑着张和的尸体 高声喝道 敌将张和已死 想者不杀 张和已死了 想者不杀 张和已死 张和的死讯 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战场 而张秀也从一名曹军手中夺过一柄长矛 将张和的尸首高高挑起 一众曹军认得张和的衣甲 见了之后 士气一下子就溃散了 加上张秀之前涂了这么多的曹营大将 这时曹营一方 根本没有大将出来指挥曹军作战 现在的战场中 只余下大几世在苦苦支撑着整个战局 若是大几世也败了 恐怕曹军就会全线溃败 由此可以见得 精锐的士族在战场之中 所起到的作用是何等巨大 后阵之中 郭家听到张和阵亡的消息 脚下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 旁边的亲卫联盟扶住郭家 说道 郭记者我小心 郭家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 今儿眼神变得坚定 大声说道 快 传令张将军 立即回来指挥大军 张和已死 剩下的重将之中 也就只剩下张霸有能力指挥大军撤退 郭家所能依仗的 就只有他了 而此时 张霸正在和孙冠合力双战画雄 张霸和孙冠二人武艺不差 加上相识多年 对彼此武艺熟悉 刚开始核斗画雄之时 还能被画雄占些上风 然而画雄毕竟是年纪逐渐大了 久战之下体力有些不接 渐渐被张霸和孙冠 抢回了上风 侧翼这边画雄虽然被张霸和孙冠 联手挡住 然而泰山兵却挡不住 枪胡铁骑的进攻 被打得节节败退 这时中军处又传来张和阵亡的消息 赃霸和孙冠更惊 两个人对视一眼 同时点了点头 合力将画雄逼退 而后策马退入大军之中 两个人虽然不知道中军的传言是否属实 但这种传言实在是影响军心 二人自知不可能短时间内斩了画雄 稳定军心 因此立即退到军中指挥大军 这也是郭家派来的那名小孝 却是穿过纷乱的战场 来到赃霸身边 兵报道 张将军 郭吉友要你立刻返回中军指挥 张霸听德连忙问道 张将军何在 那名小孝听德叹了口气说道 张将军 已经 已经致亡了 张霸一听与孙冠对视了一眼 军看到对方眼中忧虑的神色 孙冠对张霸点了点头 说道 老大 你去中军指挥大军撤退 这里交给官和兄长 旁边的孙冠的兄长孙康也重重的点了点头 张霸知道孙冠的本事不在自己之下 于是点了点头 对孙冠孙康说道 一切小心 说完 策马奔回中军 孙冠见得张霸走后当即立断 指挥大军列阵 缓缓撤退 此时张霸战死 孙冠已经知道曹军败局已定 出现转机的可能性极小 趁着大军还未完全溃败之时 指挥撤退 可能尽全力的保住大军不失 不得不说 脏霸和孙冠等一手训练的泰山兵 的确是曹军中难得的精锐 面对战力强于自己的枪胡铁骑的冲击 没有如同丹阳兵一样败得这么快 而且这还是在泰山兵所不熟悉的平原作战 如若是换作山地 泰山兵的战斗力恐怕还有增加不少 这边脏霸到的中军处 见到盘古历史已经冲破了五千大几世 所组成的阵型 正向着中军处冲来 知道不能再等了 立即大声下令道 青州兵顶上 确实让后阵的青州兵上前 顶住张秀大军的猛攻 当剑的孙冠所在的左翼收缩之后 也顾不上已经被马超杀的溃败的右翼 立即传令道 明金 传令下去 让大几世先退入营门中 在营门重新列阵 青州兵顶住 右翼已经溃败 前线的丹阳兵听到明金之声也溃败了 不过这种情况脏霸早有预料 就算他不明金 前面的丹阳兵也顶不了多久 嗡隆隆 枪胡铁骑见到丹阳兵溃败 自然是开始步步紧逼 加上胡彻和周仓领着旁古历史大头 枪胡铁骑冲得越来越猛了 张秀不住强攻 除了孙冠所领的左翼泰山军 基本上能退回营中 并迅速接替营内的防守之外 丹阳兵只退了万鱼进营 被当霸命令断后的青州兵就溃败了 这些青州兵本来就是消灭元潭之后 所俘虏的降族 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 然而战力也不高 顶了一阵就溃败也在脏霸的撂算之中 这时张秀引着枪胡铁骑 已经杀到营前 张秀抢过旁边由亲卫举着的张和尸首 大喝道 张和一死 降者不杀 张秀这么一喊 拥挤在营前的曹军士族见得 军心更加慌乱 张秀剑得知道既不可失 大喝道 冲进营内 杀 后面大队江湖铁骑听德 一同往营门口冲去 营内脏霸见到江湖铁骑杀来 断喝一声道 放弃 旁边传令的小孝听德 见到下面与江湖铁骑 混站在一起的曹军 惊问道 将军 我军还在下面 还未说完 张霸就怒喝道 听不到本教命令吗 快传令放剑 小孝听德 无奈的营内一声 不住的大气摇动 咻咻咻咻咻咻 在张霸无情的命令之下 营内孙冠等立即命令放剑 一时之间渐如雨下 倾泻在营外 混杂在一起的两军之间 啊 将军 我们 营门外的曹军哪里会料到 营内会忽然放剑 而且是毫不留情的 倾泻在他们的身上 连续几轮剑雨下来 射杀的大部分是曹冰 而枪胡铁骑 见到营门处放剑之后 已经渐渐退后 走出了剑雨所笼罩的范围 张秀见到曹军 新的指挥如此狠辣 眼中寒芒一闪 然而眼底的深处 却是闪过一丝散闪 沉吟了一下 张秀大喝道 让盘古历史冲进去 张秀一声令下 旁边的盘古历史立即窜出 直扑向曹军的营门处 此时曹军的营门还未关闭 大队曹军从营门处是蜂拥而入 由于方才经过一轮剑雨的残射 使得拥入到营门内的曹军 有秩序了很多 此时见到盘古历史沙来 正在拥入大营的曹军不敢对抗 纷纷让开躲避 有些走得慢的 直接死在盘古历史的铁蹄之下 让其余曹军更加惶恐躲避 放箭 营内脏霸剑的立即大喝一声 嗖嗖嗖 叮叮叮 利剑不住射出 脏霸的脸上却露出了当初张和第一次命人放箭 进入到盘古历史时的惊讶神情 一根根利剑打在盘古历史的仲甲之上被弹开 根本就没有伤到被仲甲所保护的盘古历史分毫 脏霸剑德 按道 不好 吉尔连忙大喝道 快 关营门 那名船令的小校早就见识过脏霸的狠辣 此时听到命令 哪里敢怠慢 立即摇动大吉 将命令传达下去 割知 巨大的营门被从营内涌出的曹军士族拼命拉回 营外那些曹军见得 立即蜂拥而上准备阻止 脏霸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幕 安排了孙康领着泰山兵 上前斩杀阻止关营门的曹军 脏霸的狠辣手段 再次吓得营外那些已经慌了神的曹军推开 使得营门可以顺利的关闭 然而 就在营门就要完全关闭之前 盘古力士已经杀到 冲在最前方的一名盘古力士 趁着营门没有关闭 立即突入 同时一横手中狼牙大棒 阻止了营门的闭合 后面的周仓和胡车见得 立即加快速度 策马前冲 试图撞开营门 营内的孙官见得大吉 知道若是不能将营门闭合 只怕大营也是守不住了 于是 领着几名大吉士扑上去 大喝道 一同合力 拉马脚 说完 孙官猛的扑向 卡在门口处那名盘古力士 双手捉住一条马腿 几乎同时 另外一条马腿也被人捉住 喝 喝 两个人是同时猛喝一声 往后上方一拉 血溜溜的一声爆叫 只听见这名盘古力士 胯下战马一声惊嘶 两人合力 将连人带马 披着重甲的这名盘古力士 给掀翻了 孙官见得也顾不上其他 立即喝道 快 合上营门 说完 他自己也一同上前帮忙推营门 轰隆 卡 一声巨响 继尔则是一声清脆的响声 曹军营门在胡驰和周苍赶到之前已经合拢 背后 背后孙官等人一同合力 硬顶着胡驰和周苍两个人借着马力 前冲带起的冲击力猛然撞击 之后 咔的一声轻响 营门正是关闭了 孙官这时才定下了心神 回头一看 见到方才危机士 一同帮忙掀翻的那名盘古力士的 正是不知从何时高台处下来的脏霸 脏霸拍了拍孙官的肩膀 而后就重新登上了高台指挥大军作战去了 营门闭合 营内的曹军又不顾袍则姓名 只要是张秀大军杀上就立即放箭 张秀见得 冷冷的哼了一声 对已经过来的华雄说道 且去问一下手将的姓名 华雄也认出了手将 是方才也跟自己交过手 他也很想知道此人的姓名 于是策马上前高声问道 营内守将 且通秀名 营内脏霸听得 哈哈大笑道 张秀且记住了 某泰山脏霸脏悬膏事业 外面的张秀听得 喃喃念叨 原来是脏霸 而后赞道 好一个脏霸脏悬膏 够果断 够狠了 说完一摆手 大喝道 传令下去 收编营外降族 退兵 张秀一声令下 华雄已经和赶到的马超 一同上前 驱军准备收编营外那些 愿意放下武器投降的曹兵 营内的脏霸见得 冷冷的哼了一声 说道 放箭 放箭 这是孙康听得 惊问道 老大 这 这是我们的人啊 脏霸大声说道 他们已经投降了曹军 不是我们的人了 说完对一名手持大功 而不放箭的曹兵喝道 还不快放箭 这时赶到的郭家见得 立即大叫道 脏将军且住手 不过郭家的喊叫已经迟了 营内的曹兵手中 紧透着的利剑已经飞射而出 落入营外的曹兵群中 第一轮箭语下来 营外原本还犹豫 要不要投降的兵族见得 立即扔下武器 飞快地冲出箭语所覆盖的范围 跪地倾降 这时脏霸听得郭家的话 才指出了士兵放箭 郭家见得箭语已经放出 知道是迟了 顿族叹道 哎呀 轩高啊 中了张修纪谋矣 脏霸听得大获不迭 郭家指了指附近的曹军 说道 轩高且看那些兵族 脏霸听得顺着郭家所指望去 却是见到 那些曹兵看向自己袍子的眼中 已经没有以往的信任 特别是望向脏霸的时候 眼神中还闪过了一丝惊句 脏霸见得才知道不妥 郭家无奈地叹了口气 见到张修大军逐渐退去 才说道 哎 轩高且安排好人手防御 在清点此战伤亡 我等且回去商议 脏霸听得点了点头 立即照办 另外一边 张修见得脏霸最后放箭 嘴角却是微微一翘 摇头笑道 脏霸脏轩高 统兵倒是有一手 不过杀性太重 本将且看你如何坚守下去 说完 便让马超和华雄压着投降的曹兵 大摇大摆的退回营中 回到营中之后 张修立即让贾许统计伤亡和杀敌人数 此战张修这边 盘古力士损失了接近两百 大部分都是被弩箭射杀 或是与大己士交手所折损 盘古力士折损将近五分之一 已经不算少了 不过盘古力士的对手 大己士伤亡就更加惨烈了 另外 江湖铁骑伤亡人数达到一万 这里面已经剔除掉轻伤 可以再战的人了 张修这边损失不少 曹军那边损失更大呀 大己士折损超过三千人 直接被打掉了一半 右翼对付马超的泰山兵全线崩溃 折损超过一万人 左翼虽然有孙关脏霸领军 但泰山兵折损也超过了五千 另外前部丹阳兵折损约一万五千人 另外尚有数千俘虏 青州兵折损超过五千 另外有一万被俘 此战下来曹军普通的兵族折损将近三万五千 有一万五千人被俘虏 大己士也被打掉一半 这只是普通兵族的伤亡 此战 曹军主帅张和阵亡 另外 有大将韩蒙 马延 焦处 千昭 周昂 邓生 王门 郭元 穆元晋 韩举子 吕威皇 十一元大将死在张修墙下 阴里被华雄劈成两半 马超斩杀吴敦 昌西和孙礼三将 其中呢 也只有武艺较好的孙礼 与马超纠缠的比较久 这孙礼一死 才导致右线全面崩溃 曹军这边一统计下来 脏霸与郭家 孙关 孙康三人相顾无言 一战下来 张修一人 独立斩了曹军十二元大将 这里面还包括主帅张和 身为武人的 脏霸和孙关 孙康三人 惊涩更浓 只怕是吕布复生 生猛程度 亦不过如此 脏霸曾经跟随过吕布 之前听闻张修 单打独斗打赢吕布 脏霸还是不太相信的 觉得应该是张修使了卑鄙手段 而且更因为张修一向 没有太独特的战绩 故此脏霸的怀疑程度更深 但是今日看来非但如此 一流水平的张和 联合武将围攻张修 都被其杀死 可见张修的凶悍程度 也只有附生的吕布 才可以相比了 营内 脏霸拉住郭家问道 先生 方才言霸一众敌人之计 郭家叹了口气 说道 唉 宣高之前以剑射走敌军入营 形势果断却是没错 然而营门关闭之后 还要以剑射营外之军 却是错了 脏霸听得起道 啊 错了 但他们已经要想张修啊 郭家还未等脏霸说完 就摆了摆手说道 哎 非也 非也 宣高之前命人放箭 不分敌我 士族还能接受 该因为若是被张修杀进来 大营不保 大家只会同归于尽 然而大营已经关闭 却还继续射杀营外 那些不能进来的士族 却是寒了众将士的心 要知道现在我军刚大败 郡翼又阵亡 士气一落千丈 再寒了士族的心 只怕张修一杀到 那些士族 战也不战就降了呀 脏霸听得急道 这先生 那该如何是好啊 郭家听得又叹了口气 说道 唉 此等情况 唯有退兵回陈柳 并请去信丞相 由丞相定夺了 脏霸听得点了点头 继而又问道 先生此言虽然有理 然而我军情况张修自知 岂怎会让我军轻易地退回陈柳 须知此地离陈柳 亦要一天路程 张修骑兵速度远胜于我军 仓促退却 只怕大军会崩溃 郭家听得 苍白的脸上 难得浮现出一丝笑容 说道 不必担心 家已有退兵之策 说完 就连郭家自己也无奈地叹了口气 哪曾想到整整十万大军居然败了 而且还败得那么彻底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 继续 第三百二十八集 好一个金蝉脱鞘之计 郭家也暗暗总结原因 却是发现 此战大败 最主要的还是对敌方战力的估算不足 以前曹军从来没有与张秀交过手 也没有见过张秀大军出手 最近的一次 就是去年马超杀的曹操戈然断袍那次 然而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 首先曹操大战了乌环之后难归 士族疲惫 其次呢 当时是雪地 加装了马蹄铁的枪胡铁骑 战力丝毫没有降低 反观曹军则不然 而此战过后呢 曹操也学了张秀 为曹军骑兵加装了马蹄铁 其三则还有自己大意的成分在里面 当然这大意更多是对张秀一方估算的落差而造成的 此战双方没有斗那种繁复的谋略 以部队骑 激动能力不如人 很难用那些复杂的谋略 而且战前双方呢 其实所想都很接近 那就是逼对方来进攻 进而达到尽量消灭敌军 或是拖住敌军的结果 这也是为何一开始 郭家让张和在曹印外布置大量陷阱的原因 只不过最后是拥有骑兵一方的张秀 站得了先机 逼曹军一方主动进攻 虽然因为兵种的原因 令郭家在谋略上输了一筹 而且要正面交锋 郭家也不是太惧怕张秀 而且郭家知道张秀 必定是不会死守迎战 只会处迎交战 因此最拥有十万精锐的曹军更是无据 丹阳兵泰山兵加上大几十 都算是曹军之中的精锐 但对阵张秀的骑兵却是完败 郭家也知道张秀走的是精兵路线 大军战力强大 然而枪胡铁骑的战力 却出乎了郭家的意料 特别是那刀枪不入的盘古历史 更让郭家吃惊 就连大己士也不是对手 除却士族之外 还有一个超乎郭家意料的 就是张秀本人 当初张和引八元大将去围攻张秀 郭家也想不到 八个人连带张和本人 都悉数死于张秀枪下 连挑十二元大将 如此勇武 天下谁人能抵 因此 曹营上下其实对张秀本人 以及其手下的骑兵战力 不是很了解 最起码对双方的战力估算有落差 而反观张秀 却是清楚的知道 曹军中骑兵战力最强的 就是虎豹骑 而马超本人则是领着枪胡铁骑 经过长途奔袭 以及连战数场的情况下 在与虎豹骑交手 得出的结果是千里奔袭 加之九战之下 稍炫于虎豹骑 张秀得到这样的情报 心头的一颗大石直接放下 张秀虽然知道 曹营之中还有其他的精锐 然而骑兵对步兵先天就有优势在 自己一军对阵曹军最精锐的虎豹骑 都没有差太多 张秀的心就已经有底了 不怕与曹军野战正面硬碰 这不得不说又是张秀身为穿越者 所拥有的优势 这优势让张秀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 敌将的能力 敌军的战力 这样隐秘的情报 都让张秀知道的一清二楚 正面相捧之下 曹军焉有不败之力 这次大败总算让郭家大概摸清了张秀军的战力 还有张秀本人的能力 由此就大概可以估算到张秀手下的大将的战力 和其余各军的战力 如此一来 曹军一方对张秀的基本情况总算是有个了解了 但是这代价确实很大 另外一边 张秀大营处 张秀和马朝华雄脸上习义连连 就连贾许的脸上也难得挂上了笑容 马朝当先大笑道 哈哈哈哈 这次大胜真是打得痛快淋漓 不过还是主公厉害 一人独窄十二元曹将 还包括曹军主帅张和 太厉害了 说着马朝眼中闪过佩服的神色 现在能让马朝真心佩服的 也就是张秀一人 华雄也呵呵大笑道 哈哈哈哈 主公厉害 雄早就知道了 张秀听得摆了摆手 笑道 哎 我军此次虽然大败曹军 然而未竟全功 马朝听得大笑道 主公何须担忧 那些曹军早就被杀破了胆 休息一晚 明日一早 我等大举攻赢 不怕打不破那大赢 啊 马朝说完 那边华雄也是点了点头 如此明显的优势 两个人也知道 曹军定然顶不住多久 此等情况 只需要猛攻 就能取得大胜 张秀只是笑了一笑 转过头望向贾许 问道 温和以为如何 贾许沉吟了一阵 说道 曹军大败 本来就兵无战心 加上主公算起脏霸那一手 曹军士族的心 必然为其狠辣手段所寒 曹军一直有退兵意图了 然而曹军已知道 我军骑兵在 以寻常退兵之法 我军必然能追胜 故此要扩大战果 将这部曹军完全击溃 只怕并非这般轻易能成功 张秀听完贾许的话 心中一淋 犹如猛然 被人当头淋了一盆冷水一般 之前大胜曹军的沾沾自喜感 陡然退却 深吸了几口气 张秀立即将自己的心态调好 张秀也知道 现在的对手那是郭家 虽然胜了一阵 但对方未必就没有反扑之力 如若是自己一时冲动 中了郭家的计谋 那么麻烦就大了 贾许见得张秀 这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心中也是暗暗的点头 认识张秀十余年 从当初一名小小的将领 到现在的一方诸侯 每次在紧要关头的时候 只要是自己提上一句 这张秀基本上都能够 快速的将心态调整好 进而以谨慎的心态 来面对每一个对手 这也是贾许觉得张秀 是民主的地方 当然了 在贾许看来 张秀还是有那样或这样的缺点 然而优点也不少 张秀的心态调整好之后 再问贾许道 温和 那如以为 曹军会以何种方式退兵啊 贾许听得点头笑道 退兵之策 最上策自然是金蝉脱鞘 主公大军现在的速度 冤在曹军之上 而曹军要退到陈流 最快一要一天 因而主公只要半天之内 识破曹军之渴 就有机会击溃曹军了 顿了一顿 贾许继续说道 当然 这个只是破敌的下策 最上策 虽然是看破曹军之渴 进而一举击破其中之禅 张秀听得皱眉自语 这要一举击中其禅 单独确实不少啊 旁边的马超听得是云里无里 最后听得心中有些郁闷 冲口而出道 哎 哪管他什么壳什么禅啊 连禅带壳一举围起来打就是了 也不知道马超这一句 是因为灵光闪动 导致鱼者千律必有一得 还是其他原因 但张秀和贾许听得之后 眼睛却是一亮 张秀更是一击掌 大笑道 哈哈哈哈 孟起说得好 哪管他什么壳 什么馋 直接围起来打就是了 贾许也是点头 说道 嗯 孟起所言有理 如今我军占优 敌军势腿 飞起来猛攻不是为一妙计 不过 今日大战 士族疲惫 主公且派少量士族 在曹军大营外来回巡视 不让曹军离开 明日一早 再回军攻打之日 张秀听得点头道 甚好 华雄 如其安排人手 连夜对曹军大营来回巡场 每刻中 清点一次我军人员 若是发现失去联络的 立即通知本将 今夜 且不可让曹军离开啊 华雄听得 大声应怒 张秀在帐中安静的歇息了一夜 华雄也没有派人来打扰 直到天明之后 张秀醒来 张秀连忙问华雄昨夜的情况 巡查人员却是一个卫师 也没有发现曹军离开 张秀听得联忙将贾许等人叫来 将情况说了一遍之后 张秀接耳说道 莫不是曹军想要固守待员 贾许听得只是沉吟细思 没有回答 而马超则是嚷道 主公何须理会 那曹军没有走 且不管他是不是固守待员 就算援兵要来 也要一段时间 如今曹军士气低落 我军只需要打破那营寨就是了 贾许苦思之下 一想不通 见到张秀等自己回话 便说道 梦其所言不无道理 况且如今我军对敌军情况未明 且先打过去看看再说 张秀听得点了点头 让马超 胡驰儿 周苍三将出去点兵 自己则和贾许一同随后而出 却是贾许要看一下曹军的情况 与张秀一同到前线观看 曹军历寨甚久 故此这营寨也是坚固 加上之前吞有十万大军 因此这营寨极大 不是当初击破张和时 那个连夜草创的营寨可比 不过对此张秀早有计较 之前对峙之时 张秀已经命人打造了冲车 这也是张秀早就有两手准备的 如若是逼不得曹军出阵 就要靠这些利器破债了 而这时呢 冲车此等利器就用上了 张秀也舍不得让枪胡铁骑下马 去充当部族工营 这样的话 枪胡铁骑必然是损失惨重 张秀自然有张秀的办法 那就是让胡车和周仓 领着剩余的八百盘古力士下马 推三架冲车前往工营 八百盘古力士身披重甲 根本就不畏攻剑 而冲车上也蒙了湿牛皮 简单的火箭也烧不回冲车 就算是泼上火油 效果也不大 湿牛皮让大火根本就烧不起来 此等方法也就是工营可用 这若是工程啊 敌人在城门后用砂石堵上 就算用冲车 每个十来天也打不破那营门 不过在工营时 此法却是大为奸效 加上营门虽然坚固 但面对冲车也是无测 不到一个时辰 营门就被攻破了 马超监的营门被破 就要带着枪壶铁骑冲进去 这时一只漠不作声的贾许 忽然叫住道 梦其且遮 马超听得起道 先生如何了 贾许似笑非笑的打量着营内 说道 如今曹军只余一半在营内 只怕是归缩在中军大营中 而前营之内几乎是没有太多曹军 将前营控制下来 只怕是敌人想用火攻啊 张秀听得眼眉一条 点头道 啊 却有此可能 孟其且无进攻 先让老胡和老周他们上 盘古力士身皮铁甲 不去大火 若是敌人用火攻 在大火完全烧起之前 他们也能逃出来 换上普通士族 就损失惨重了 贾许听得点头道 主公所言极是 若是要进攻 只需等盘古力士将中营大营的营门打破 我军可直接冲到中军杀敌 此时再进亦不迟啊 张秀点了点头 不让大军轻动 和众人一同 只在营门外眺望着盘古力士 推车冲进杀入中军大营之中 曹军大营外 张秀大军按兵不动 只让盘古力士继续推着冲车 继续深入中军大营 当盘古力士推着冲车 走到前营中间的时候 却是听到两边传来一阵呼啸之声 咻咻咻 一名盘古力士的士族 抬头望去 却是见到一排排带着红光 拖着长长尾巴的火箭 从两边射来 这名盘古力士还被反应过来 前面的周仓已经大喝到 不好 有埋伏 速退 说完 就只见到前面的周仓往回跑 这是盘古力士的兵足舰得问的 将军 那冲车的 周仓头也不回的打道 不用管 这冲车我军还有很多 先撤出去 性命要紧 周仓此话一出 八百盘古力士什么也不管 掉头就跑 嘟嘟嘟 呼呼 这时 一排排飞袭而来的火箭 已经摄入到附近的行军帐和木栅栏中 这些一燃的物品 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而且火势更是快速蔓延 显然这些行军帐内 藏有助燃的物品 周仓和胡斥儿领跑在最前 也不管道路 凭借着蛮力 接着厚重的盔甲保护 直接就撞出一条道路来 盘古力士虽然是人人身披重甲 然而当时选兵之时所选的都是大力士 因此要跑一段时间 亦没有太大问题 也因为此原因 张秀才放胆 让盘古力士深入 加上有周仓和胡斥儿 撞出道路 盘古力士跑出火场 就更容易许多 而此时曹军大营外 马超见的前营忽然起火 却是佩服的忘了贾许语言 方才听的贾许言 曹军会用火攻 马超还暗骂贾许胆小呢 张秀见的前营火起 立即说道 崩起 快让人进去 接应盘古力士出来 马超呆了呆 问道 主公 都是大火 如何接应啊 张秀听得美好事的 瞪了马超一眼 说道 你不会灭火呀 现在马超就要去 怕他是去找水源 连忙补充了一句 用泥沙灭火 步步为营就可以了 张秀说的这么明白 马超若是再听不走 那就脑袋真有问题了 于是 立即引着百余名枪胡铁骑 进去 以泥沙灭火 而且也没有深入 只是逐渐清理出 一条道路来 魏己 就见到周苍和胡铷尔 引着盘古力士 从营内鱼冠而出 确实一个也没有少 此时大火 已经完全覆盖掉 曹军整个前营 张秀见得 立即让大军后撤摆布 此等大火 非人力所能抗衡 这种情况下 只能是任其燃烧 贾许见得大火 眉头却是皱得更紧 旁边张秀见得问道 温和在想什么 贾许听得拱手说道 嗯 主公 徐始终觉得这把火 很有古怪啊 张秀和马超听得 同时惊讶道 哦 有古怪 张秀沉吟了一下说道 温和所言不差 这把火确实有些古怪 我军没有深入还放火 显然是为了拖延时间呢 顿了一顿 张秀说道 既然如此 我军就转向攻后营 看他们如何拖延时间 贾许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于是点头同意 张秀一声令下 香胡铁骑立即从营内 再推出三架冲车 绕道到曹军的后营之中 而后让周仓和胡驰 领着盘古律师 再行攻营门 这边盘古律师再行攻营 这次却是耗费了近两个时辰 才将后营的营门打破 却是盘古律师体力消耗严重 破了营门之后 张秀没有立即让盘古律师深入 而是让他们先歇息一下 不过 这是前营那边的大火 已经减弱了不少 只怕盘古律师歇息完之后 前营那边的大火 大概也就要熄灭了 后营这边内呢 却是如方才前营一般 只看到寥寥数百名曹军的影迹 这种情况下 张秀却是不敢派 枪胡铁骑深入 怕再遇到火攻 正在张秀无测之时 旁边的贾许忽然失声道 哎 不好 此敌人金蝉脱鞘之际 张秀听得即问道 哦 温和缘何有此言 贾许联盟说道 哎 曹军必然是连夜开挖地道 从地道处逃出去了 张秀听的大吉 此时已经在曹军大营处浪费了足足三个时辰 而且还被算上昨夜的时间 于是联盟喝道 蒙奇 立即领一万枪胡铁骑 往陈流方向追击 不得有误 另外 切记在险要处防备敌方埋伏 本将随后就到 此等追击会遇到埋伏 张秀书上看过态度 因此叮嘱马超要谨慎 带得马超走后 张秀让华雄领万人和盘古力士在此监视 带得前迎大火熄灭之后 就小心攻进去 自己呢 则是领着万人追击 而贾许则是满怀心事的要求一同前往 张秀自然打运下来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329集 曹家子 且说这边马超领军 往陈流方向追击 一路上果然是见到大军走过的痕迹 马超更是大喜 追了三十余旅之后 就遇到一险要 当然这险要比不上蜀中那些地方 被埋伏也不会全军覆没 不过马超也紧记了张秀的话 没有轻动 而是派出赤猴到两边的小山查探消息 一刻钟不到 赤猴就回来向马超禀报 说这山上果然埋伏了大批曹军 马超听得大喜 立即领着人上山 以马超的骁勇 只是折损了一些人马呢 就将两边的伏兵给除掉了 当马超将伏兵都除掉之后 也是日落时分 张秀也领着大军来到了 马超知道后 立即到张秀跟前 将此事禀报 张秀听得微笑着赞道 嗯 梦奇做得好 马超听得喜道 主公 如今伏兵被锁清 我军当连夜追击 击溃曹军 就在张秀正要点头同意之时 旁边的贾许一击掌 大呼道 明了 好一个郭凤秀 好一个金蝉脱桥之计啊 张秀听得惊讶道 温和 怎么回事 贾许拱手道 主公啊 我们都想错了 咱把这步曹军要去的方向不是陈流啊 而是向南投曹操主力 如今这路也只是一兵罢了 郭丰孝这一手乃是满天过海 张秀听得也明白了 先是以大营为诱饵 拖住张秀大军 自己则连夜开挖道路逃跑 而后 又在陈流这边布置一兵 就连方才马超 沙退两路伏兵 也都是郭家所布置的一兵 最后 却是让大军和曹操主力会合 而且 按贾许所想 只怕郭家早就派出信使与曹操 让其接应 乡城离这里 虽然比陈流要远 然而 郭家可是拖延了整整一天时间 加上沿途还有长舍 阳敌等城池可以依托抵御 只怕张秀此时再追也无用了 张秀听得确实不愤 将方才马超进击曹军扶兵时 所俘虏的曹军士族都叫来 经过一轮威逼利诱和仔细审问之后 所问出的结果正如贾许所料一般 一路上大军行走的痕迹 都是这些曹兵弄出来的 为己就由小孝来回报 却是华雄率军打破了曹军中军大营 营内操兵不多 而后又在营内发现了两条地道 一条向东一条向南 华雄让人来禀报之后 已经领着一万枪胡铁器往南追击而去 贾许听得之后大吉 连忙说道 主公 华将军此去执法会中敌军埋伏 主公且立即派人去接应 而且曹军难保不会在地道内也满有服兵 主公且与孟起兵分两路 一路去接应华将军 让其勿要追击 一路立即回师 以报大营 张秀听得不敢怠慢 连忙派马超率军去接应 而自己则和贾许一同领军回大营 果然如贾许所料 正有数千曹军在攻营 不过被胡铁和周仓领着盘古历史在抵挡 而当张秀大军一到之后 这些曹军竟然直接就放下武器投降了 这张秀见到却是大为不解 疑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郭家早就交代好 若是自己大军来到可以投降 故此这些兵族才有如此表现 等了约半个时辰之后 马超和华雄也率军一同回来 华雄所部也就折损了数百人 不算太多 张秀听得便让众将士先回去歇息 毕竟大家忙活了一天时间 人困马乏呀 而张秀本人则在帐外望着满天繁星 苦笑不已 忙活了一整天 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虽然兵马损失不多 但却是被脏霸残暴 成功的逃了出去 不能取得最大的战果 不过怎么说张秀这一仗 已经打得很漂亮了 一少胜多 大败曹军 最重要的是整个衍州 除却至所沉流之外 已经没有能战之君 这样一来 张秀的兵风就可直入衍州 进而再去青州徐州 曹军腹地受到威胁 如此一来 曹军主力 必须放弃对南洋的进攻 转而北上以抗张秀 不然的话 张秀轻其一出 眼轻徐三周 麻烦就大了 此战虽然未尽全功 然而已经取得战略上的胜利 此等情况 就是要逼曹操主力回石北上 与自己正面相抗 不然的话 除却三周之外 就连许昌也危险 而若是曹操主力回石北上 那么南洋的徐黄 除却能缓过气来之外 还可以出兵侵扰曹操主力之后 与张秀大军合力加攻曹军 至于襄阳的关羽 张秀可是对甘宁的水军很有信心 只需要甘宁控住汗水 关羽就不敢轻动 当然了 张秀此时还不知道 是他现在所想的 已经成为了事实 中原的战局 已经向着张秀和贾许 战前所谋算的方向前进 战局暂时为张秀一方所控制 至于河北 这另外一个大战场 得益于张秀连胜 赵云大军也采取了攻势 逼迫夏侯敦的大军 只能是步步为营 死守不出 由于夏侯敦手下有曹军骑兵 特别是精锐的虎豹骑在 赵云也不敢如张秀一般 派出骑兵入河北骚扰 当然 并非雷云骑战力不如虎豹骑 只是由于夏侯敦一方 兵力太多 非张和这边可比 因此 赵云也不敢分兵 而赵云虽然采取攻势 但兵力上的差距 也让整个战局 还是处于胶着状态 法政和成谕老头斗志 赵云和曹云大将斗勇 双方都暂时未找到破绽 因此小规模的冲突 时有发生 但真正决定胜负的大战 却还未爆发 至于刘备这边 大军也已经深入蜀中 就要到达临江 之后再禁击江州 而黄中也率军到达 前围南部的朱体 抵御蛮王孟霍大军的进攻 至于幽州的一边 马带凭借着燕门险妖 死死地将夏侯渊的大军 挡在并州的门户之外 从大战局而言 张秀这边形势可谓大好一片 而此时湘城中 徐晃所领的守军 却是陷入到苦战当中 三天之前 曹军的第二批警兰终于打造好 原本还能距湘城而守的南洋兵团 在警兰的进攻之下是死伤惨重 而前两天 由于城内还储存有实弹 投尸机还能发动 将几架离得比较近的警兰打掉 使得曹军的进攻没有那么嚣张 故此才又顶了两天 但现在湘城内实弹已经用尽了 投尸机也已经作废 徐晃已经命人将投尸机砸毁 如若曹军真的攻破湘城 也不会得投尸机的秘密 此时湘城县衙 徐晃一身欲血 满目凶光的来到县衙内的一踏前 踏上躺着的 正是已经断了双腿在休养的胡枕 旁边站着的则是黄福利 徐晃宁声问胡枕道 温采 欢某来何事 要知道如今众兄弟还在城头血栓 胡枕听到外面几乎没有停下的震天喊煞声 点了点头 而后招了招手 让徐晃凑进来 低声说道 公明啊 你且告诉我 这乡城还能守多久 徐晃艰难的挤出笑容 说道 文才且放心 有晃在 定能守住乡城 胡枕艰难的摇了摇头说道 公明 不要瞒我了 现在城内只剩下千余兄弟 只怕下一刻乡城就守不住了 徐晃听得猛的望向一旁的黄福利 显然能知道真实情况的也就是黄福利 黄福利苦笑一声说道 将军非是力怕死啊 我等坚守乡城如此之久 生死早就看淡了 此战两万余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曹军一步好过 最起码要付出三倍代价 目的已经达到 立委此时当退兵 湾城还有三万大军在 长安还有两万精锐破风营 以及高将军新训练的大军 只要将军将这十万大军招来 我军还可以与曹军再战 这一切还是要看将军 故此立以为将军不可轻生 与湘城共存亡啊 徐晃一听就明白黄福利的意思了 而黄福利也不敢当面与徐晃说这话 因此便让资格老的胡枕出面说此事 不过还是被徐晃所识破 无奈之下黄福利一直能亲自解释 徐晃听得静静的摇了摇头说道 南阳境内险要不多 若是为曹军攻下湘城南阳畏矣 黄就算舍却性命也要立保湘城 如不必多言 黄福利轻叹了一口气 转而大喝道 还等什么 快出手 嗖嗖 黄福利一声令响 两边数十人猛然扑上 同时黄福利自己也一同冲上来 徐晃见得心中大惊 但由于栗战之下反应迟缓 手中大腹刚要砍东 却是被黄福利一枪顶住 四面八方数十人已经扑上来 一同死死的将徐晃按住 徐晃见得面目猙獰 立声问道 黄福利 你想干什么 同时身体还不住的晃动 黄福利轻叹了一口气 说道 哎呀 将军啊 你已经三天没有合眼了 能撑到现在 立佩服不已 下一刻 黄福利喝道 得罪了 说完 一掌切在徐晃的后颈处 踏上不能动的胡枕 此时也瞪大了眼睛 立声问道 黄福利 你敢投敌 黄福利摇了摇头 说道 胡将军 立 相信你会明白的 出去之后 请代立转告父亲和大哥 立 没有辱莫黄福家的威名 说完之后 转逃对方才按住徐晃那数十条大汉说道 如等将徐将军和胡将军 从地道处带出城外 快 翁翁 城破了 城破了 冲进去 杀呀 正在此时 城外处传来了一声震天大响 之后就是曹军的欢呼声 黄福利脸色一变 连忙喝道 快 去地道 迟了就来不及了 说完 当先引路 那亲卫队长则是指挥众人 抬着徐晃和胡枕二人 跟随在黄福利之后 到达县阳处 一处三十后的地道入口处 黄福利急道 快 你们先下去 众人听得 立即抬着徐晃 胡枕下去 胡枕此时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外面喊杀之声越来越大 连忙高呼道 如也快下来 不然曹军就要杀到了 黄福利微微一笑 说道 胡将军 切勿忘了立方才说过的话 砰 而后就听到一声闷响 却是黄福利已经将地道的入口 关上了 胡枕想说什么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着急的对背着他的兵族说道 快呀 打开入口 将你家黄福将军带进来呀 那名兵族自然是黄福利的亲卫 听得之后摇了摇头 说道 二少爷吩咐过了 我们只能听他一人之命 说小人不能听将军之命了 说完也不管胡枕说些什么 背着胡枕就往地道深处走去 那边的黄福利安排了徐晃和胡枕离开 轻吐了一口气 对身旁的数十名没有走的亲卫问道 如等可怕死乎 这些亲卫 皆是自小由黄福家所培养 对黄福家极为忠诚 听得黄福利之言都纷纷摇了摇头 黄福利见得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拿上武器 随本将出县衙外迎敌 说完 拿着长枪立即往县衙正门处走去 此时县衙内还有不少兵族在守狱 而曹军也已经杀到县衙外 正在不住翻过县衙的墙杀进来 黄福利抬手一枪 将一名曹兵刺死 而后大喝道 弓箭手听令 向城外发动抛射 黄福利身旁的数十名弓箭手听得 立即持弓往外放箭 一时之间逼得曹军不敢翻墙而入 黄福利见得暂时指出曹军的攻势 便对身旁那名亲卫 巧声吩咐了几句 那名亲卫立即转身离去 黄福利深吸一口气 大叫道 我等只需要坚持半可钟就可以了 利在这里 拜托主位了 重兵族听得一同大笑道 能与将军一同在此并肩作战 我等死而无憾 黄福利听得豪气顿声 也是大笑道 好 弓箭手继续放箭 其余的都跟本将上 杀 说完持枪上前 对这几名已经翻过院墙的曹军就刺去 扑扑 两名曹军还来不及反应之下 就死在黄福利的枪下 咻咻咻 弓箭手还在不住地放出手中的利剑 这种情况下 可谓是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就赚了 众人也都是忘却生死 奋力作战 轰轰 正在厮杀之间 县衙的大门不住地发出问响 黄福利脸色微变 这可是敌人的壮目啊 黄福利见得 联盟说道 快 一同顶住大门 说完就要扑上去 咔嚓 轰咙 不过曹军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还未等黄福利扑上去 县衙大门那条横幕已经被撞断 大门立即被撞开了 退 黄福利想也不想 原本前冲之势 立即改为退后 后面的一众兵组 立即手持刀盾上前 那些个弓箭手 则不住放箭射杀冲进来的曹冰 哎 这里还有一个活着的敌将 说话的正是一名刚冲进来的曹将 这名曹将刚射完之后 就立即抽出腰间长剑扑上来 并大喝道 敌将 如的手机我夏侯恩取了 死后 且无望了 黄福利见得夏侯恩取剑杀来 不屑笑了笑 阵前厮杀 哪有人用剑的呀 此人一定是一顽固子弟 当然 赵云那是例外 但赵云主要也是用枪 剑更多的是用来防守 剑得夏侯恩杀来 黄福利当先迎上 直刺夏侯恩 不过黄福利见得夏侯恩手中常见闪着悠悠的光滑的时候 瞳孔不由自主的缩了一缩 这种光芒黄福利也曾见过 那就是原本属于张秀 后来转赠给赵云的夜伤宝剑 这只有宝剑才会闪出如此独特的光滑 而同时 黄福利也见到夏侯恩一剑不是砍向黄福利本人 而是砍向兵器 嘴角轻轻一翘 这也是顽固子弟所想表现的虚荣 想砍断兵刃再杀人 然而呢 战场之上哪容得如此表演 只见黄福利长枪抖然一转 直刺夏侯恩的咽喉 陡然转变的轻招让夏侯恩慌乱无比 出手之间招式也已经混乱了 冷笑之下 黄福利出手再不犹豫 长枪狠狠的刺进夏侯恩的咽喉之中 扑的一声轻响 夏侯恩直接被刺死 黄福利是看也不看的 抢过夏侯恩手中的宝剑 接连将两名曹兵砍死之后 才看了宝剑一眼 只见那剑上转有青钢两个小字 夏侯恩一死 曹军就有些惊惧 黄福利趁势领着残余的守军上前 暂时将曹兵杀退 此时曹操已经到得县衙之内 见到大军此时还未将县衙打下来 不由得疑惑的问指挥作战的乐进道 温谦 缘何还未打下县衙 乐进见得曹操一拱手说道 回丞相 县衙内有一敌将在厮守 大军被挡在外面进不得去 进正准备进去杀掉敌将 曹操听得小小的惊讶了一下 转而喜道 哦 里面可是徐晃 乐进摇了摇头说道 恐怕不是 敌将乃是持枪 应该不是徐晃 曹操点了点头说道 能阻我大军如此之久 此将亦是不错 且问他姓名 乐进听得点了点头 冲着县衙前高声问道 里面敌将 且同姓喵 里面黄府力听得 大声回道 某黄府力事业 曹操贼 不要想招降某 某已经决定于乡城共存王 黄府力的话音极大 外面的曹操也听到了 难难的念了两句 黄府力 莫不是一针子次子 这时乐进也回到曹操身边 并报道 丞相 敌将是此不详 且等某去取其手机来 曹操叹了口气 无奈的说道 想不到故人之子 今日会死在曹某手上 探完之后 曹操的眼神之中闪过力芒 同时全身杀气浮现 冷横道 哼 故人之子又如何 祖曹某者都要死 这时曹操身后的曹张转了出来 说道 父亲 孩儿上次差点就能杀了这黄府力 这次就让孩儿去尽上次未完之功吧 曹操听得 大笑道 好 哈哈哈哈 不愧为无知黄虚儿 且去吧 但切记小心敌将反扑 曹张大喜之下 提刀就往县衙里面冲去 曹操见得曹张转身之后 却是向徐楚 还有乐静两个人打了个眼色 两个人见得是连忙跟上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迎放勋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三十集 抢夺曹军腹地 为己 县衙内就爆发出阵阵的呼和之声 大约一斩叉之后 就见到尖头不住流血的曹张 右手提着一人头 左手捉着一宝剑 来到曹操面前 而后一手将人头置于曹操面前 双手捧着宝剑 递向曹操 说道 父亲 孩儿性不辱命 并夺回被敌将抢去的青钢剑 曹操微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好好好 既然此剑由吾尔夺回 就赐给吾尔吧 曹张听得大喜 曹张自幽好武 好武之人哪个又不喜欢神兵啊 此时听得曹操将青钢宝剑赐予他 自然欢喜 那边曹操顿了顿 说道 文贤 如领人进去 先将敌军都肃清了 乐尽听得大声应道 诺 继而转身而去 这边曹操则是先让曹张去包扎伤口 后面那些个大将和跟随上来的谋士 纷纷来到曹操面前 称赞曹张勇猛 有奶腹之风 如今相成告破 曹操心情大喜 自然高兴 这些个马屁就拍得曹操更爽了 特别是那句有奶腹之风 那乐得曹操啊 见牙不见眼了 哎哎 火 好大的火呀 不好 火起了 正在曹操眉开眼笑之时 却是听到前面曹军高呼 张眼望去 却是见到县牙起火了 并且迅速蔓延 县牙内挤满了曹兵 此时见到火起疯狂的涌出来 但大门就这么大 且是县牙内的墙边啊 也没有梯子 于是却只能从大门处挤出来 也不知道是哪个曹兵当先摔倒 而后连带着后面一大堆曹兵也跟着摔倒 之后大门处就发生了严重的踩踏 混乱之中 不知道有多少曹兵被踩伤踩死 曹操望着地上黄斧立那圆征的眼睛和头颅 还有那临死前嘴角泛起的微笑 仿佛在瞪大眼睛 笑看着曹军损失惨重一般 曹操见得却是恨声道 好好一个黄斧立 不愧是名门之后 就算死后也算解了曹某一把 说完冷冷的哼了一声 充满杀气的目光 死死瞪着长安所在的方向 黄斧立临死前吩咐部下的这一把大火 让曹操心中有些不爽 但怎么说呢 这曹操都是将乡城给攻下来了 战后处理一系列的事情 都是要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曹操也没有让所有曹军都进驻乡城 接连的大战让整个乡城都打得残破 故此曹操大部分军队 也只能继续在城外大营处驻扎 此时大战之中 曹操正准备与众人商量着 如何进攻南洋 不过典威却是忽然闯了进来 手中拿着一封书信递给曹操 说道 主公 郭先生派人送来急报 曹操听得眼眉一条 惊讶到 哦 急报 说完 立即接过典威手中的书信 拆开一看 这一看呢 曹操的脸色却是巨变 旁边的曹王见得 疑惑地问道 父亲 郭先生那边有何事 曹操一握拳头 神情凝重地说道 嗯 俊逸战死 沿州十万大军战败 如今奉效危急 要本相接应 战中巡游司马懿 乐尽了一点等人听得 同时失声道 啊 什么 燕州大军战败了 也不怪众人惊讶 这消息实在是太过震撼了 郭家一向乃是曹军的首席谋士 由他出谋的战争都没有败过 没有想到 这次却是大败 连主帅张和都战死了 巡游听得定了定神 立即说道 卓公如今燕州大败 如此一来 燕州青州徐州三帝 再无军可守 我军必须北上接应奉效 迎战张修 不然的话 我军腹敌威夷 曹操听得 却是以目光望向南洋的方向 巡游见的曹操目光 立即就猜到其所想 连忙说道 周公如今乡城已经在首 南洋门火已开 加上有刘备军从襄阳进攻 周公只需要刘裕军守于乡城 自不会父辈收敌 待得击败张秀主力之后 再回石攻南洋一波迟 这时曹昂也回过神来 攻守对曹操说道 父亲 巡先生所言有理 三州无险可守 黄河又为张秀水军所空 原让淑大军不能渡河 此时必须三州为重 曹操听得轻笑了一声 说道 这些为父自知 然为父所想的 乃是该留何人守于乡城 曹昂听得 眼神中闪过了坚定的神色 拱手对曹操说道 父亲 海尔愿领兵守于乡城 一族张秀大军反扑 抱父亲大军背后无忧 曹操见得曹昂请战 心中更加欢喜 这个长子与他最为相似 曹操本人是有权谋之才 有军略之才 还有师才 而这曹丕曹张曹直呢 就分别继承了曹操这三种才干 只有这长子曹昂 三才皆得 而更难得的是 这曹昂有一颗仁者之心 给人的感觉就是曹昂继承了 曹操的智识之能臣的一面 而经过数年的魔力 曹昂的经验也长进了很多 在曹操的眼中 曹昂需要更大的魔力 而曹昂的宽容 也体现在兄弟之情上 这曹张喜爱武艺 为他这一身武艺 打基础的就是曹昂 因此这曹张对于曹昂 这个兄长也是敬畏有加 至于曹丕 这个继承了曹操一身全谋的人 对于曹昂 也罕见的将内心最真的一面 视于曹昂 所谓知子莫若妇 对于曹丕的性情 曹操是知之甚详 曹丕就算对于自己 都不敢示意真性情 曹昂能做到这一点 不得不说 他确实有忍者的胸怀 想到这里呢 曹操点头笑道 子修愿意单此大人 身好 大战后乡城惨破 为父就留四万大军 与你守卫乡城 至于要哪些大象和谋事 你随意点吧 单此一句 就能看出曹操 早就将曹昂看成了继承人 大将谋事任选 恐怕也就曹昂有此权利 曹昂听得拱手道 父亲 孩儿想请于将军 乐将军 还有居先生 助孩儿一臂之力 曹操听完沉吟了一下 曹昂点的这三人呢 其实不无道理 于晋善统兵 乐进 善不展 居兽 谋绝不亚于寻忧 曹操要去与张修大战 乐进的作用啊 却是没有留在乡城大 而其手下统兵大将一多 也不差余近一个 加上一个投了曹操之后 没有太多机会出谋的居兽 不得不说 曹昂选人选得很好 既不损曹操实力 又能选出固守乡城的最好人选 曹操听德点了点头 说道 云 顿了一顿 忽然喝道 点威 一直在后护卫曹操的点威听德 立即插手道 墨将在 曹操对曹昂指着点威说道 紫秀 点威勇力非凡 有万夫不党之勇 为父将其留在乳身边 曹昂听德连忙白手道 父亲不可 见得曹操皱了皱眉 曹昂立即解释道 点威将军却有万夫不党之勇 天下能敌者寥寥 然而父亲要去和张秀交战 张秀武艺已抄吕布 非点将军此等猛将不能敌之 而且张秀手下还有马超和华雄 两大爪牙为父 父亲还是要多留一些大将 在身边美好 曹操听德知道曹昂是为他着想 心中宽慰 大笑道 此去乃是沙场交锋 又非临阵斗将 为父手下大将多如天上凡星 自不怕张秀 说完语气坚定的补充了一句道 此事就这么说定了 曹昂听德 只能无奈应远 曹操望着曹昂微微一笑 正儿对点威说道 点威啊 带大公子 只需带本相一般即可 点威是憨憨一鸣 听德之后点头道 主公且放心 俺定保大公子毫发无损 曹操点了点头 转而大喝道 第一点满宠 命如二人率三万大军北上接应奉孝和宣钩他们 一切听奉孝安排布置即可 其余人等 随本相一同北上 迎战张秀 曹昂众人听德 七声拱手道 诺 而另外一边 徐黄被送出城后五个多时辰才慢慢转行过来 可见黄斧力那一手刀打得极重 当然 也有可能是徐黄三天三夜没有休息 身体疲惫至极 此时被黄斧力打晕 身体本能地进行休息 故此才这么久醒过来 当徐黄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躺在榻上 迷糊了一下 就立即清醒了过来 想起自己晕倒的原因 大惊失色 只以为黄斧力投敌 此时自己已经身处曹营之中 四顾张望 却是发现帐内没有人 而帐外两条站立的人影 显然是为了看守自己 徐黄立即窜下榻来 兵一矮身向着帐门口出抹去 见得那两名兵族没有反应 徐黄猛然扑上 左右手一同探出 隔着行军杖 就砍落在两名兵族的后颈处 那两名兵族横都没有横出一声 就软倒在地上 徐黄立即拉开围蔓 张头一看 整个人都愣出来 却是入目一看 见到的全部都是 身穿自己极为熟悉的军府的兵族 正是张秀大军 啊 这不是曹营 正在徐黄愣了一下的时候 外面已经有巡逻的兵族 见到徐黄帐外的两名兵族软倒在地 刚赶过来的时候 就见到徐黄 领头内将立即拱手道 末将见过徐将军 徐黄点了点头 宁生问道 本将且问你 如今营中乃是何人住师 皆在何处 那名将领显然是认得徐黄 立即恭敬地答道 回徐将军 如今营中主事乃是李太守和陈先生 他们皆在主帐中 听得是李太守 徐黄便知道是李延来了 于是立即扯着内将说道 快带本将去见李太守 内将听得不敢怠慢 急忙引着徐黄去主帐中 至于那两名被徐黄认错 被打混的兵族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了呗 不过他们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徐黄只是打晕了他们 如若是换作暴虐一些的将领 直接就拿起能用的东西捅了 徐黄刚进主张 却是见到李延和陈公已经赢了上来 徐黄也顾不得许多了 一把捉住李延就问道 正方如今相成如何了 李延叹了口气 摇头道 哎呀 功名啊 言来迟半日 相成已经失手了 听得相成失手 徐黄的脑袋嗡了一下 变成了一片空白 两久之后恢复了清明 又捉住李延问道 那那其他人呢 李延说道 文才双腿被断 延已经安排人将他送回晚城 至于皇府立他 徐黄听得急问道 他怎么了 那臭小子是不是投敌了 说完一脸怒气 李延摇了摇头说道 他 他已经在乡城战死了 方才曹军已经将他的尸首送了回来 徐黄听得惊道 什么 李延叹道 哎 方才 文才已经将事情经过告诉了 延 却是皇府立他故意将功名打婚 并派人将你们送出来 而他自己去断后 而延也问过送你们出来的那些兵组 却是皇府立怕地道入口被发现 亲自断后 并只会将地道入口掩埋了 徐黄听得一向硬朗的身体不自觉的晃了晃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李延见得懊恼道 哎呀 却是延 延的不是 如若是大军早到半天 乡城就不至于被曹军攻破了 徐黄听得摆了摆手 说道 此事不怪正方 就算正方大军到了 以当时乡城的情况 也守不了多久啊 只是多埋葬三万人罢了 李延听得摇头道 非夜 功名有所不知 主公已经在衍州战胜曹军 如今曹操只留下长子曹昂镇守乡城 其亲自率军北上迎战主公 此事仅仅是曹军攻陷乡城之后半日发生 徐黄听完惊讶之余只能叹道 哎 果然是谋是在人 成是在天 乡城失守 师爷 命也呀 这时旁边的陈公确实劝道 功名不必如此 如今乡城只有四万曹军 加上乡城经历大战 城墙惨破 而长安高将军也已经率军来到南洋 我等可先在此打造工程器械 等高将军大军一到 我军就可大举进攻相成 徐黄听得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道 哎 也只能如此了 且说张秀这边已经探到消息 李典和满宠率军接应赃霸和国家大军 而探马也发来消息 曹操大军已经北上来迎战自己 与敌方的消息一同传来的 还有自己一方的消息 甘宁水军大截 败进汉水的京州水军 如今除去下口一带 整个汉水流域都为甘宁的水军所掌控 不过南洋那边也传来了不利的消息 乡城失守 黄福利战死 听得乡城失守 张秀可是大惊失色 担心虚晃有事 后来听说呢 是黄福利将虚晃送了出来 并无大碍之后 再松了一口气 但听到黄福利战死 张秀一心中寂寂 想了想 觉得暂时还是不要把消息告诉黄福松吧 毕竟老人家已经年事已高了 老年丧死 也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出此刺激 等诸事安排妥当之后 张秀便问账中众人 曹操大军已经转向北上 其所部加上脏霸残部 共计十五万大军 以我军此时兵力 恐怕不能相抗啊 华雄听得点头说道 主攻左眼不差 雄以为当收缩分散的兵力 合力依抗曹军 张秀听得点了点头 说道 不错 如此 就让寿城他们都回来吧 这时贾许忽然说道 主攻 许以为 不用将眼周境内的大军接招回来 可留五千兵马 继续对眼周进行骚扰 五千兵马回来 所起作用并不是太大 而若是将这五千兵马留在眼周 没有骑兵防守的眼周 必定会被搅得打乱 张秀摸了摸下巴 说道 文和所言倒是有理 区区五千人马 日后就算是后路被断 本将也可派水军去接应 贾许点头道 嗯 主攻所言有理 而且这么长时间下来 寿城他们打破眼周各大小县城数十 应该夺下不少粮草 许以为 主攻可留一部分水军接应 负责将他们收集的粮草运回洛阳 绝完眼周 就可入去接青州 只要是黄河南岸 皆可抢掠 不说敌小我掌 单单两周 若是经大军如此骚扰 必定损失惨重 这种情况下 曹操必然焦急 如此一来 曹军或可露出破绽 我军给予雷霆一击 张秀一听脸上喜色更浓 贾许所言有理 区区五千兵马在正面战场上 所起的作用有限 而现在将他们留在曹军腹地 所起的作用可谓是巨大至极 张秀机长大笑道 好 如此就让王霜和庞柔率军回来 独留马腾领五千兵马 继续侵扰曹军腹地 张秀留马腾领骑兵 却是最好不过 首先这马腾就是这种骑兵出身 其次 马腾是经验丰富 没有年轻人的气躁 不宜中敌军埋伏 贾许听德点了点头 而后又到 如今主公既然决意营战曹操 那么 留大量军队在虎牢和四水关 却是浪费 主公可让文远和令明 各领大军前来 两官留下身担身一二人 各领五千兵组 把守即可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勋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三十一集 寻忧之谋 张秀觉得贾许 所言有理 他点头应远 如此收缩兵力下来 张秀就有七兵五万 不足两万 七万大军迎战 曹操的十五万大军 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要知道啊 这十五万大军里面 此时真正可战的 就是曹操手下的十万大军 另外五万 乃是脏霸所领的残部 大败之后 战力肯定不会太高 此时张秀暗暗盘算 曹操真正的战力 厉害的精锐部队呢 其实就是曹操所领的 二十万大军 这里面有六万 萧浩塞相成一战中 四万现在由曹昂率领 把守相承 其手上还有十万大军 另外还有夏侯敦手上的骑兵 至于曹军中 如虎豹齐等 此等精锐 数量并不是太多 曹军中次一等的精锐 就是张和先前所领的 清徐大军 这些可算是曹军中的 可堪一战的军队了 多数都是出自于曹操 与袁绍大战前的嫡系 其中的由于连年大战 自然呢 也增减了不少就不详述了 至于夏侯敦手上 看似很多的二十余万不足 大多数战力都是不敢恭维的 故此 夏侯敦用如此大军 都不敢与赵云正面决战 就是此理 如今张秀只要一举 大破曹军主力 那么此战 基本上张秀就完全占据上风了 而对于曹操交手 张秀也很有信心 七万精锐 对十万曹军精锐 和五万曹军残部 怎么看此战双方都是胜负参半 而张秀又派马腾侵扰眼州和青州 此战过后 就算大家拼了个两败俱伤 曹操两州的根基大损 往后数年 张秀对曹操都可以完全采取攻势 啪 只见张秀一掌拍在桌案之上 而后长神而起 信心十足的大喝道 我军先前往管城 在那里设下大营 巨龙大军之后 迎战曹操 且说这边 李典和满宠率军接应郭家 并听从郭家吩咐 埋伏了华雄遗迹 让华雄追来的部队折损了数百人 幸得马超及时赶到 接应之下成功退走 而曹军也没有追击 而是退到颖川郡治所 扬迪 与曹操所率北上主力会合 此时扬迪成太守府内 郭家 赃霸 孙关等人 向着主位上的曹操一同请罪 只见郭家当先说道 主公 家吴能 非但未能出谋 驻大军战胜敌人 反而至我军大败 并损兵折将 请主公责罚 后面的赃霸和孙关等人 也一同附和道 请承向责罚 曹操听得 却是没有如赃霸等人 所想一般怒气冲冲 只是有些凝重的说道 两军交战 岂有不败之理 宣高临危授命 保大军不知溃败 奉效巧是妙计 让大军成功撤退 就 功果相抵吧 奔将现在就要与张秀开战 这里 只有你们算是真正与张秀 主力交过手 可是敌军详细状况 丧霸间的曹操目光投来 而面前的郭家也让过身形 于是上前一步 攻守道 承向 树霸直言 论战力我军不如张秀 见得脏霸肯定的神色 曹操彪得轻殴了一声 而后坐正了身体 旁边的礼点蛮虫等将 也是脸色凝重 而如炎亮温丑这些原家详将 凝重之余还多了几分惊讶的神色 要知道 当初曹操能大败袁绍 除却用了许优之谋外 曹军士族比援军士族战力要强 而后来投降了原家将领和谋士 已都承认了这一点 原家兵族战力之弱 其实从打公孙瓒死守的易经 就可见一斑了 以援军数量之多 打易经竟然打了整整一年 这里面还用上了诸多气息 反观曹军呢 攻打乡城也就用了一个月左右 虽然乡城的防御能力 不能与易经相提并论 但只此一点就看出曹军与援军之间的战斗力 还是有差距的 原家祥将听得脏霸之言 又怎么能不露出惊涩呢 脏霸所领的泰山兵 虽然不属于曹军嫡系 用于起家的青州兵精锐 然而泰山兵的战斗力 绝对不亚于青州兵 在山地作战 青州兵可能还不如泰山兵 见到众人的目光皆集中在自己身上 脏霸轻咳了口气 说道 丞相 张秀用以冲阵的乃是一只黑甲骑兵 这只黑甲骑兵连人带马 结皮重甲 手持狼牙棒 虽只有千人 然而这对骑兵刀枪不入 战力强决 冲阵之下就连大脊势也挡不下来 就算我军一弩箭射击 也就射杀了数十人罢了 若是爸猜得不错 这只黑甲骑兵 应该就是张秀手中最精锐的部队 这些兵族也应该是张秀 从军中千挑万选出来的大力士 不然不可能人人身披重甲 并手持狼牙棒瓷等重武器 这对黑甲骑兵 成相绝对要谨慎怼的 脏霸的一席话 听中正将更惊 大脊势的战力如何 无论是曹营旧将 还是原家降将 心中都是有数的 现在听到大脊势都挡不住他们 心中之惊讶可想而知 而曹操此时却是不动声色 只盯着脏霸 等他继续说话 脏霸见得 联盟继续说道 至于张秀手下的数万骑兵 战力也非同小可 几分三步进攻 正面由丹阳兵和大脊势合力抵挡 开始时还能顶住 而当张将军阵亡之后 丹阳兵败退 最后更是溃败 只有大脊势顶了下来 而两边侧椅 一边由敌将马超领军 我军右翼无人能抵 全先溃败 左翼由末将和仲台 合力抵住敌军大将华雄 不知溃败 然而泰山兵 已挡不住敌军铁器的兵风 脏霸一口气将张秀军的战力 说了一遍 听得厅中重将是眉头尽周 这种程度的战力 就算换上曹操的嫡系 青州兵主力队上 结果只怕一时相差无几 曹操听完之后 听恩泪一声 白了白手 让脏霸孙冠等将 推到一边的座位上 而后问郭家道 奉秀 此等情况下 如意被我军当如何 郭家见到自己领兵大败之后 曹操第一个问的还是他 知道曹操对他的信任 心中感激 拱手道 主公 如今 眼清徐三州腹地 已经暴露在敌军的兵风之下 此等情况下 张秀可屯兵聚首 而我军 若是与张秀对峙 每戳延一分 我军损失就大一分 曹操听得宁声问道 哦 如此说来 我军将要主动出击了 郭家听得摇了摇头 说道 主公 当初张秀就是派其兵到 眼周境内侵扰 并断了梁道 比我军与其正面交锋 最后才为其所败 若是主公主动出击 与其野战 只怕就会落入张秀 所设下的圈套之中 曹操听得眉头紧皱 这种情况他也没有遇到过呀 自从十八路诸侯讨懂之后 相对于其他诸侯而言 曹操也是走精兵路线 因为无论是对阵吕布 刘备 袁树 袁绍等人的时候 曹操不是兵力占优 就是士族战力占优 志不计呢 还有一大帮谋士 帮其出谋划策 谋算敌人 但是现在情况 却是大为不妙 这兵力上曹操是烧战优势 然而与战力拉平 其实曹操已经处于下风了 论大将 曹操其实也算是处于下风 而且现在战略上曹操看似是要进攻 处于主动 其实是被张秀所逼进攻 处于被动进攻状态 曹操已经开始觉得不妙 此等情况比其战前预料差得太远了 张秀的实力远超曹操原本所想 其实在曹操想来 刘备与张秀交手 特别是江州之战 都能占到便宜 两相比较之下 曹操才觉得对付张秀有把握 但是曹操没有撂算到的是 刘备手下的部队 首先是经过沉道的训练 而江州一战也是诸葛亮出用兵 张秀对其不了解才着了道 再有就是与刘备开战 张秀用的是部阻 张秀手下的部队论战力 自然是骑兵来的彪悍 张秀的骑兵可是平梁州 定西域诸匈奴灭险碑的铁军 这支铁骑是南征北陶 加上张秀的财力 大部分都投入到打造骑兵当中 战力自然不同 曹操用以前对战刘备的经历 来与张秀做比较 这里面当然得出现较大的落差 当然去年被马超千里奔袭 也算是交过手 但是那一战太过匆忙 曹操也完全没有摸清楚 张秀军的战力 现在可算是知道了大部分 显然结果与曹操先前所料 落差很大 而这张秀本人呢 也不似袁绍那般有较大的缺点 而曹操也是由于袁绍从小相识 并一同长大 对于袁绍的性情极为了解 对于张秀呢 曹操显然没有对袁绍认识深刻 只知道此人不简单罢了 那这样算下来 曹操在各方面都不占优 曹操开始感觉到自己上了刘备的当 不过转念一想 曹操又觉得这次与刘备联手是确实对了 张秀的强大已经远远超过了曹操的料想 这次一通联手夹击张秀 正是削弱张秀力量的最好机会 而若是错过了这机会 只怕张秀会越来越强大 此次其实双方都不算完全准备好 曹操刚刚北征回来 而张秀也是刚打下一周 如若是休养生息几年 曹操士族的战力可能会提升不少 然而几年时间足够张秀出兵灭掉刘备 没有刘备在荆州牵制张秀 显然对曹操不利 这一仗双方都是没有准备好 打起来只能算是平分秋色 大战到了现在 曹操发觉自己无论是整体 还是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 心中虽然烦恼 然而天下哪有不败的将军 看似劣势 但难保没有釜底抽薪的机会 关渡之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曹操本人的优缺点还是十分明显的 顺风顺水的时候 曹操会大意而知大败 然而不利的情况之下 让曹操全力应付 往往就能反败为胜 定了定神的 就听见曹操问道 诸位一位 我军此时当如何应对此战局 曹操的凝重 也体现在了一众武将谋士的身上 此时听众众人皆低下头沉思 下面巡游倾壳了一声拱手道 主公如今张秀帐下只有三万铁骑 要迎战我军 其必须收回分散的兵力 又以为 我军可先集中兵力 对付张秀其中一部人马 满宠听完眼睛一亮 说道 以巡先生所言 张秀今有三万人马在 我等何不直取张秀本部 不可 这满宠还未说完 听中的巡游 郭家 刘业 还有司马懿 齐齐出声大叫 巡游听得郭家和刘业出言 没有太大意外 对于两人之才 巡游是很了解的 这刘业虽然是因为是汉室宗亲的关系 不得曹操重用 然而像巡游和巡渝 这两个忠于汉室的人 与刘业的来往还是比较密切的 倒是司马懿也出声 这却是出乎了巡游的意料 但同时 巡游也是高看了司马懿一眼 隐隐觉得此人之才 绝不在自己之下 不过此时非是详细考察司马懿之才的时候 巡游还在发言之时 方才大叫 却是引来了众人的目光 回过头来望向沉言不语的曹操 巡游解释道 张秀大军连胜 士气高昂 就算我大军一同压赏 已未必能吻胜 而张秀只需要固守 已带其余数路大军会合即可 倒是我军只会白白浪费宝贵的战机 现在张秀本部就仿入树干 而分散的兵力就正如枝叶 敌强而我弱 此时当先剪出枝叶 让奇数自朽 我军在极之 曹操一听也知道寻有所言有理 张秀强而自己弱 正好张秀此时乃是分兵状态 当然是集中兵力先破一路 削弱张秀一部分实力为妙 曹操听完眼眉一挑 疑惑道 嗯 眼周 巡游却是摇了摇头说道 虎劳 曹操听得 瞳孔一缩 击掌赞道 好 是集 这个倒是张秀的软肋 曹操和巡游忽然之间打了个哑谜 众人都听得大惑不解 只有郭家刘役和司马懿三人听完之后 脸上露出笑容 见得众人大惑不解 曹操大笑道 哈哈哈哈 攻打 且详细说一下 巡游听得 微微一笑 说道 张秀手下 如今只有三万人马 面对主攻大军 张秀也费愚本职 定要召回分出的兵力 以抗我军 故此 其在眼周的人马定然要召回 然而就算召回这部大军 张秀的兵力也就数万 对阵我十五万大军还略显不足 而且 此时情况张秀占优 其可以拖延时间 以待南洋那边夺回乡城 然后与南洋大军一同夹攻我军 此动情况下 张秀自不必与我军交战 只需固守大营即可 而骑兵训练不易 张秀自不会让骑兵来守营 若是有所料不差 张秀必会再从虎牢和四水二关 调部分兵力与其会合 要知道 现在我军与其对上 不如分兵攻四水和虎牢 如此一来 布置大军在两关却是有些浪费 因此将两关部分部族调取 与其会合 我也是正理 而我军目标正是此军 说完 巡游的脸上笑意连连 这时蛮宠离典等比较聪颖之人 也大概明白了巡游之谋 首先这部大军是不足 曹军对上并不吃亏 其次 若是打掉了这部大军 曹军将不再那么被动 最起码在攻营这一点上 曹军可是很愿意用手下的部族 来换张绣子骑兵的 见得众人明了 曹军环视众人一眼 宁声问道 诸位 可有计较啊 众人听得一同摇头 曹军微微一笑 继而长身而起 脸色转为严肃 大喝道 既然如此 曹军 命入为主将 力点为辅 率炎良温愁 以及吴安大军轻装出发 快速挺进 探明两官东出支援张绣 所部人马之后 立即攻击 误求大败此路人马 曹张听得曹操点他为主将 却是大喜 与李点三人一同出列 拱手高声应道 诺 曹操点了点头 而后转身望向巡游说道 公达呀 此计既是如所出 就有如担任随军军师吧 寻游听得 也一拱手说道 游领命 曹操点头之后 转而环视众人一眼 大喝道 其余人等 随本将 一同前往管城 以敌掌修 下面其余众人听得 其声拱手应诺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绣 作者迎放勋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三十二集 张绣的应对 点曹张维帅领兵 实在是出乎众人的意料 然而众人哪里知道 曹操是不得不如此 张绣手下猛将多 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 而且还是那种 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如探囊取物的那种 曹操手下可以 统兵的将军是不少 然而猛将 却是不如张绣 而且现在曹操 分了几处大军进攻 大将自然更加分散 能拿得出手 抵住张绣 手下大将的人并不多 而打掉两官援兵的 这一战 对曹操来说 是极为重要的一步 不容有失 故此 曹操必须将猛将 和能统兵的大将 都派去 然而这么一来 问题就出现了 曹操现在可以 派出去的大将 也就是炎梁文丑 这两个了 但武艺高强的 炎梁文丑 确实不太看得起 曹军中那些武艺 低于他们的将领 而曹操手下 能镇得住 他们二人的统兵 大将 恐怕也就只有 夏侯兄弟 如今要夏侯兄弟来 显然是不太可能 无奈之下 曹操才不得不用 曹张寡帅 再让李典为父 巡忧为随军军师 李典和巡忧都算老臣 可谓是看着曹张长大的 曹张学习兵法 还有谋略 都会不时的 请教他们两个人 因此 让二人这一文一武 辅助曹张 就是最好不过了 而曹张又有 曹家公子的身份 加上年纪虽小 却无意不俗 勉强能镇得住 炎梁文丑 当然呢 这勉强更多的 就是不让二人随意行事 听命行动就行了 其实曹操心中也无奈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张秀究竟从何处 找来这么多 纪武艺高绝 万军中取上将手 即如探囊取物的大将 又有统兵之能呢 这种类型的大将 可谓百年 或者是数百年 才出一个 然而张秀手下这种大将 却是一只手都数不过来 显然多的有些过分 咱们闲话就别提了 且说这曹张领兵之后 就和李典巡忧 炎梁文丑 领大军出发 而曹操也没有怠慢 亲率大军前往管城 由于曹张此路大军进击 如若能成功偷袭就最好 因此巡忧建议曹张 率军咒服夜行 曹张也听了巡忧的话 曹张率大军借着管城南面的梅山 避过张秀赤猴的耳目 绕行到西面 由于曹张尚未探得 两官的援兵在何处 因此大军只是屯住在 梅山西南面的山脚 而后派出大量赤猴出去打探消息 这边张秀还未知道 曹张一路大军之事 然而曹操大张旗鼓 自扬笛领兵北上而来 赤猴早就将消息回报张秀了 管城曾是夏朝的故都 那个时候称作为阳城 商汤灭夏之后 亦在此建都 称之为好 而自商朝迁都之后 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 此处才重新繁华起来 快国管国分别在此建都 而由于管国为都时间较长 因而有管城之称 而后郑国韩国已分别在此建都 故称之为新政 而后秦一统天下 即后到汉又重新改为管城 而据张秀对后世的了解 管城之后改成为郑州 乃是九州通渠 只要是和平时期 这里都极为繁华 此时的管城经历数百年沧桑 早就没有先秦时期 作为古都的风范 也没有后世作为中华中心腹地 九州通渠的大城繁华 故此 张秀大军并没有囤住 在管城老旧的城内 而是在城外 另外涉移大营驻扎 如此更好方便用兵来 管城张秀大营之中 众人赫然在列 只听见张秀当先问贾许道 温和 曹军远来 莫不是我军就在此等待呼 马超一听张秀的语气 以为有仗可打 立即出列抱拳道 主公 超愿为全部 张秀对于马超的好战 也只能抱以无奈的苦笑 摆了摆手 继续将目光投向贾许 贾许拱手说道 主公 如今仅有三万大军 若是主动出击 恐怕兵力不够 因而此时还是尽快将兵力收拢为好 而我军此时兵力分散 也容易为敌军所趁 张秀听得 难难的念叨 容易为敌方所趁 莫非曹操准备打两路大军的主意 贾许点了点头说道 嗯 有这个可能 顾此须以为 主公当派人提醒从眼周来的子权 和两官那边来的文远他们 曹操此时敢大胆分兵 的确是有这可能 想起历史上曹操 每逢大战所表现的决断 以及种种开似冒险 但往往都能扭转败局的妙招 张秀就觉得 曹操有分兵的可能 张秀沉吟了一下 说道 温和 如若曹操分兵 我军当如何应对 贾许攻守说道 其自然是接应 无奈曹操公眼周来的一路 还是公两官来的一路 主公派出起兵 自然能很快将他们接应回来 这是稳妥的做法 张秀听得点了点头 而后继续问道 温和所说此乃是稳妥之法 莫不是还有冒险之法 贾许听得点了点头 说道 嗯 主公可惜想 如若曹操分兵 其主力定然受到削弱 那冒险之法就是 直接攻其主力 曹操具主公威势 而不敢在两路大军到来之前 急速挺进来攻主公 然而主公却是不惧曹操 所谓打蛇打其村 曹操的七寸 正是曹操的主力 而曹军分兵 正是将七寸给暴露了出来 顿了一顿 贾许接着分析道 当然这一侧乃是冒险之侧 我军能趁势破曹军主力自然好 然若是被曹操顶了下来 战况就会趋于交处 另外我军不去救曹军分兵的 去攻的一路 此路大军恐怕会损失不少啊 若是许所料不差 曹操要灭我军其中一路 兵力必然要备制 而两路大军兵力相差无比 而曹操要将精锐派出 故此其主力捡去脏霸残部 能战之兵 去世不多 张秀听了这么久 总算明白贾许话里的意思 贾许绕了这么大一个圈 要说的其实就是 曹军既然分兵来攻 我军就可将计就计 以曹军袭击内陆大军为诱饵 拖住曹操的人马 进而张秀亲领大军 快速挺进 破曹操主力 只要是破掉曹操主力 那么战局就基本上定下来了 贾许特意提到 脏霸那一路败兵 其实想说的就是 张秀的圣迹很大 张秀也算是九经沙场的人 自然明白败兵其实很危险 如若能反败为胜 败兵自然会变成得胜之君 士气负责之下 会陡然增加战力 然而若是一败再败 那么败兵就会溃逃 更为拖累原本的那些精锐 张秀听完心中只能苦笑 这个贾许一出谋 总会带着一点毒的意思在里面 虽然没有堂而皇之的说出来 但其实贾许显然这一季 将自己人也算计在内了 然而张秀不能否认的是 如若贾许这一季成功 那么此战就再无悬念 这稳妥还是冒险 张秀在心中发出这样的疑问 想了想张秀凝声问道 嗯 温和啊 如以为曹军会分兵攻哪一路 贾许目光很是笃定的望向西面 肯定道 温远一路 这时旁边的华雄开声问道 既然如此 我军何不合力先对付曹军 分出那一路人马 贾许摇了摇头说道 就算许知道他们要攻这一路 然而何时进攻 以何种方式进攻自不知 而且这里面难保 没有敌军的声东击西之计 其只需要引我军向西 曹军主力在猛然进攻 远州那一步 一无不可 张秀一听 心中只能再次抱一苦笑 贾许这话显然是将方才所言的 稳妥的办法给推掉了 按贾许所言 其实两路皆有被袭击的危险 而且贾许所言的声东击西之际 以张秀的了解 曹操挥下这么多的谋事 肯定能想出来 那这么一来 方才贾许所言那个看似冒险之计 其实方是应对的上上之策 主攻进攻曹军主力 胜了自然好 就算不能完全击破 以张秀的骑兵之力 加上来去如风的速度 也不会吃亏 真正会吃亏的也就是诱尔那里了 诱尔 想到诱尔 张秀又仔细分析了一下那边的情况 如若是得到自己的提醒 以张辽的多志和庞德的稳忠 两个人共同领兵 就算是曹军以一倍兵力去攻 其实未必能讨得太大的便宜 曹操手下大将 当先以无子为先 其中张辽和徐晃就在自己手下 张和刚刚被自己给挑了 于静和乐静还不如前面那仨 当然张秀不知道的是 于静和乐静其实不在这里 而以张辽之能 曹军中能让他们吃大亏的人 却是少之又少啊 想到这里 张秀心中已经有了计较 大声道 传令下去 大军立即开靶 南下奔袭曹操主力 另外派人通知文元 其不可能会遭到曹军袭击 让其密切注意情况 不可大意 还有让子前他们快速前来 务必在我大军与曹操主力 开战前赶到 不得有误 众人听得张秀已经拿定主意 于是都齐声应诺 这边张秀派人通知张辽之后 大军主动出击 进攻曹操 而曹操一边也探得 张辽所部的消息 其所部正在管城以西 梅山以北的百里之外 曹璋谈的消息之后 立即指挥大军出发 以炎梁温丑 各领一万大军为先锋 进行连夜奔袭 你到之前曹璋为何怎么打探 都打探不到张辽的消息 但是现在忽然就查探到 却是张辽收到 张秀派人送来的消息之后 聪明的他也知道了张秀的用意 张辽其实也怕曹操分出大军 知道张秀南下的消息之后 会忽然回失 这样的话 张秀的麻烦就有不少 因此决定 在张秀大军出击之前 其主动暴露出来 将曹军引出来 并将其拖在此处 曹操一边用计 张秀一边也在用计 但看哪一边配合的比较好了 而张辽在熟悉张秀的意图之后 配合的还是很好的 这一主动暴露之下 曹张就立即引军前来了 此时张辽的大营之中 庞德有些担忧地问张辽道 文远 之前敌暗我暗 大家还相安无事 然而此时我们主动暴露行踪 敌暗我明 德却是有些担心 张辽微微一笑 放下手中的一卷兵书 说道 呵呵 令明何许担忧 我军主动暴露 为的是配合主攻大军的行动 而这几天 我等已加强了戒备 曹军若来 我等只需要拒营而守 曹军要来攻 就让他们来吧 见到张辽自信的神色 庞德也不好说什么 拱手退了出去之后 继续巡视大营 此时谨慎的他 可一刻也不敢放松 另外一边 一夜走了武师里的曹军 在天色威名之时就停了下来 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歇息 中午时分 曹张却是将礼艺点 巡忧炎凉温丑 接找了过来 巡忧劳累了一夜 还没有完全睡醒 曹张见到巡忧疲惫的神色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却是张打扰先生了 巡忧白了白手 说道 哎 无妨 不知三公子 找我等来 有何要事 曹张清点了一下头 说道 方才赤猴探的消息 张辽索部大军 今天没有出发前往管城 而是继续在营内歇息 张觉得其中恐怕有诈 严良和文丑听得 原本不太在意的神色 陡然集中在曹张身上 对于有诈 这两个人感触极大 故此极为留意 李点低头沉思了一下 而后才说道 三公子所言有理 之前我等一直都找不到 张辽所部的消息 然而忽然之间 发现他们的行踪 现在他们又在营内不出 确实有使诈的可能 曹张听的李点 肯定自己所想 心中欢喜 不过当目光 扫到荀优的脸上时 曹张却是不解的问道 看先生的模样 好像早知道张辽的布置一般 荀优呵呵一笑说道 呵呵 确实瞒不过三公子 张辽主动露出行踪 其实乃是为佑而已 为的是与张秀 主力配合 曹张听得惊讶道 啊 与张秀 主力配合 旁边的李点 炎梁文丑三人 也向巡游 投去了不解的目光 巡游见得 威一点头 道 张辽 张辽与张秀配合 为的就是拖住我军 让张秀可以极其 丞相所部 曹张听得 豁然而起 师生道 啊 那父亲那里 岂不是危险 巡游见得 摆了摆手 说道 三公子 且绍安勿躁 既然幽都知道此事 丞相那里 自然有所布置 曹张听得 才定下神来 宁声问道 那先生以为 张此事当如何 巡游微微一笑道 三公子此时 自然要尽力 击破张辽所部 为 丞相分忧了 巡游的话 让曹张心中大定 只听见 曹张宁声问道 先生 那我等 是不是今夜去偷营 巡游淡淡一笑 摇头道 嗯 我军占有 何须去偷营 明日一早 堂堂正正 去攻营就是了 曹张听得 疑惑道 但是现在我军在岸 敌军在明 正面攻营 不就是弃掉了 这优势了吗 巡游点头赞道 嗯 我在岸 敌在明 三公子 三公子说得很好 然而三公子 可知道 这次的对手 是何人呢 曹张想也不想 就答道 张辽张文远 巡游点头道 不错 张辽多志 当日巡游淡一 就是败在其手上 其既然敢露出行踪 自然也会料到 我军会来 对于我军可能会进行偷营 必然有所料算 三公子若去 只怕会中奇迹 曹张摸了摸 有些许黄须的下巴 点头道 嗯 先生所言有理 不过就这么放弃掉 这敌明我暗的优势 巡游微笑道 既然是优势 自不可轻易放弃 曹张听得 疑惑道 那先生以为如何 巡游轻浮 汗下短然 笑道 三公子 借福尔过来 曹张听得 连忙将耳朵 凑到巡游的嘴边 众人见到巡游 口唇不住的开河 而曹张却是边听边点头 最后更是没开眼笑 而后 曹张回到主位之上 就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下去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张秀军的兵族 可是戒备凝神了一天 虽然战斗没有发生 然而精神上的损耗 还是十分厉害的 现在这天色暗了下来 换岗并吃过晚膳之后 大部分士族都早早的 回到兴军帐中歇息 与一众士族不同 庞德和张辽的态度 明显都是慎重了起来 敌暗我明 这种情况 最容易遭到夜袭 无论张辽还是庞德 都懂得这个道理 因此两个人虽然是 不将消息散发出来 以免士族恐慌 然而脸上 两个人的戒备神色 却比日间更加重了 只听见张辽对庞德说道 灵明啊 昨夜犹如首夜 今日就到辽吧 庞德也不推辞 点头道 德安排一亲尾跟着文员 若是有失 戏会立即来通知德 张辽点头表示无妨 这夜呢是越来越深 此时乃是盛夏 日间天气炎热 到了晚上气温变得清凉 倒是十分的舒爽 周围树木上的蚕和草丛中 各种昆明不住发出鸣叫 让人感觉有些厌烦 然而总比寂静无声的 诡异气氛来得好 最起码心情不会太过紧张 张辽在大营内巡视了三圈 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妥的地方 于是就回到自己的行军帐中 准备看一段时间的兵书 再出去寻营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三十三集 张辽为诱饵 动动动动动 啥呀 正在行军帐内 刚捧起兵书的张辽 忽然听到营外传来 震天的鼓声和号角声 中间还夹杂着喊啥之声 张辽听的 整个人豁然而起 取过衣在一旁的执刀 直接是冲出行军杖 往声音的来源方向跑去 只不过张辽还未赶到 那鼓声号角声 还有喊啥之声 就完全消失不见了 张辽站在营内的高台处 往外望去 只见到外面是漆黑一片 眉头凝成一团 难难自语道 疲兵之际 文远 怎么回事 正在张辽思索之时 高台下面就传来 庞德的叫声 张辽听得之后 立即走下高台 庞德见得 立即迎上来问道 文远 敌人何在 张辽摇了摇头说道 辽刚在帐内看书 听到鼓声就出来了 还未到 所有声音已经停歇了 庞德听完祈祷 啊 这是疲兵之计 张辽点了点头 继而又摇了摇头说道 可能是 然而若是我等 当期是疲兵之计来应对 只怕 岂会趁我军不备来偷营啊 庞德沉吟了一下点头道 道是有理 那文远以为 当如何是好 张辽望着营内 因为听到鼓声和喊沙声 而冲出来的兵足 无奈叹了口气说道 唉 无论是否是批兵之计 既然敌军已经派人来到营前 证明他们就在附近 今夜至关重要 不可谓敌人所趁 这样吧 我等分出一半兵足出来巡视戒配 另外一半则回去歇息 若是聊所料不差 明日敌军肯定会大举进攻 若是士族们一夜被扰 明日恐怕难以应付敌军的进攻啊 庞德听完点头道 嗯 不错 文远已经巡视了前半夜 后半夜就由德来看守吧 明天既然要大战 文远身为主将就要临阵指挥 若是一夜不休息 确实不行啊 张辽见得庞德虽然双目之中不满血丝 然而神色坚定 也知道庞德所言有理 于是点头道 嗯 好吧 令明切勿大意 庞德点头道 文远且放心 德自晓得 张辽拍了拍庞德的肩膀 就领着亲卫回到行军帐中歇息 至于庞德 则立即指挥营内兵族 一半回去继续歇息 并且嘱咐他们 不需要管营外的任何声音 只要蒙头大睡即可 然后让另外一半的兵族 出来加强营内的巡视 同时庞德又派了不少兵族到营外 贴着大营巡视 又叮嘱一旦发现敌军踪影 只需要以弓箭射击 不要贸然追击 并立即向自己禀报 庞德刚布置好之后 营外又再次传来 震天的鼓声和号角声 还有那震天的喊杀之声 庞德听到冷横了一声 手持弓箭大步走上了高台 微弱的火光和朦胧的月色 双重的映照之下 庞德隐约见到营外 有敌兵的影机 庞德是想也不想 立即将手中大弓举起 右手飞快的在剑弧中 取了一根利剑 向着营外那隐约的影机 就射杀而去 动作已起何成 毫无迟滞 嗖 下一刻 鼓声震震 号角声以及喊杀声中 一声淒厉的呼叫声 忽然喘出 煞事间鼓声号角声 就此小了下去 至于喊杀声 更是忽然变得微不可闻 片刻之后 所有声音全部消失 大营周围 再次变得寂静无比 而后 让人觉得讨厌的 昆虫的鸣角声 又再次响起了 庞德见到这一幕 只是冷冷一笑 观敌军的表现 方才那一剑 显然是起了不少的 阻下作用 庞德下了高台 吩咐士族继续戒备 并加强巡视 也不知道 是不是庞德那一剑 起了作用 整整一个时辰 敌军都没有再次出现 然而 一向谨慎的庞德 并没有大意 还是一丝不苟的 继续巡视 咚咚咚 呜呜呜呜 正在营内 不少士族都放松戒备的时候 鼓声和号角声 又同时传出 正在中军大营巡查的庞德听到 立即赶往喊沙声传来之处 刚赶到 却是见到大队曹军 扛着有营枪那么高的云梯在攻营 而且攻势极为猛烈 庞德见到 不敢怠慢 立即指挥道 弓箭手上高台抵御敌军进攻 快 长枪手集结 在高台下举枪配合刀盾手防御 弓箭手 炮射准备 放 咻咻咻 杀 庞德及时赶到 并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 让原本营内有些慌乱 以及不知所措的士族 稳定了下来 并组织起了有效的防御 庞德及时来到指挥 曹军原本猛烈的攻势 一下子就受到了遏制 同时 庞德安排神射手上哨塔 依靠居高临下之势 借着火光射杀曹军大小将领 当当当 正在庞德准备组织反攻之时 营外忽然传来了清脆的鸣金之声 那些原本攻势极猛的曹军 听到鸣金之声后 仿如潮水一般迅速退去 曹军可谓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一击得手 持续进攻 见到张秀军这边反应过来 立即不再纠缠 果断退兵 看着周围寂静的环境 听着昆虫响起的鸣叫 如若不是营墙内外 堆了不少两军士族的施舍 以及还未凝固的鲜血还在流出 恐怕也不知道这里方才爆发出了一场大战 庞德让副将指挥收拾战场之后 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 只观方才敌军进退有据 而且关键时候果断撤退的决定 可见这次的对手绝不简单 这时 营内的张辽也已经转了出来 见到一地狼藉 立即问庞德道 明明 敌军来攻了 庞德点了点头 并将方才来攻的曹营的反应 以及敌将的指挥都说了一遍 张辽听完之后 脸上也露出凝重的神色 说道 嗯 确实不简单 不过主公常言 曹军中如此神通兵法的大将不少 不过这些大将永利却不到一流 这是曹军一个不算大的破绽 庞德听完点头说道 话虽如此 然而却不可大意 张辽点了点头 之后望了望天色 发现开始出现了一丝亮光 又见到庞德双眼布满血丝 于是说道 如今天色江明 曹军应该不会来攻了 令明且先去歇息一会儿 这里有辽来处理即可 庞德也没有推辞 连续忙活了两晚 他此时是劳累之急 于是立即回到自己帐中歇息 之后的情况 果然如张辽所料一般 极致天色大亮 曹军也没有再来骚扰 张辽见得天色明亮了 便立即派出赤喉出去打探 曹军所在的位置 被骚扰了一夜 张辽再好的脾气也是活气 按张秀所言 敌人若是用批评之计 当以牙还牙 不过由于昨夜 探不得曹军情况 故此张辽也毫无办法 现在天色明亮 自然立即派人出去打探消息 只不过 张辽和营内一众兵族 还未用完早膳 营外已经传来了 震天的鼓声和号角声 这次的鼓声和号角声 根本不是昨夜所能比拟的 声音连绵不绝 只怕方圆数十里都清晰可闻 张辽一听心中一灵 按道 这么快就来大举进攻了 想吧 直接将木碗内的食物倒进口中 而后扔下木碗和竹柱 提着指导往营门处赶去 登登登 张辽到的营门口处 立即就登上高台 举目一望 却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只见漫山遍野都是曹军 惊奇高树 可谓是遮天蔽日 惊奇密布 一阵阵整齐的喊沙声 不住唤醒曹军士族 蕴含在心底的沙翼 一鸣鸣士族的沙翼被欢喜 随着喊沙之声和震天的鼓声 飘到半空之中 而后渐渐汇聚成一团凌冽的沙气 张辽见得曹军一个个整齐的方阵 眉头不自觉的皱了起来 按道 这么多人竟然能这么快就列阵完毕 单从这一点张辽便知道曹军之中有能人 如此一来此战就不简单了 咚咚咚咚咚 沙哑 正在此时 鼓声陡然变得急促起来 曹军最前排两个方阵的士族 扛着云梯向着大营这边冲来 张辽见得 马上反应过来 大声喝道 弓箭手轻弩手 先上高台 刀顿手和长枪手随时准备 曹军如此大张旗鼓 营内的守军早就在营墙内集结好 此时听到张辽命令 弓箭手和轻弩手立即冲上营墙后的高台 轻弩手早就上好弩箭 站在前面 弓箭手也将利箭扣在弓弦之上 站立在轻弩手之后 同时 手中利箭挟指向天空 数千根利箭在阳光的照射之下 闪着凛然的寒光 弓箭绷紧之时响起的咔嚓轻响 让守军内心完全平复下来 原本见曹军人多势众的京剧感 也一扫而空了 根根闪烁着寒光的利箭 让守军这边也露出了锋利的鸟牙 张辽见到两个方阵的曹军是越来越近 瞳孔一缩 一只高举的右手狠狠地披落 同时大喝道 放箭 咻咻咻 张辽一声令下 营内所有轻弩手一同抠动了扳机 而弓箭手也同时松开了紧扣利箭的手 弓箭和弩箭混杂在一起 同时飞射而出 弓箭还在不住震动 不断发出嗡嗡的鸣叫声 而混在一起的弓箭和弩箭 已经覆盖了曹军的两个方阵的头上了 弓箭从空中交织成箭雨倾斜而下 同时弓箭在前方带着进风袭道 扑扑扑 叮当 啊 伴随着金铁交鸣的轻响 以及利箭射入血肉时清脆的响声 以及此起彼伏不断的嚎叫 箭雨之下 朵朵雪花飞箭而起 战场的杀戮已经展开 杀戮的展开让早在半空中汇聚成一团的杀气 有了宣泄之处 原本仅仅是凝重的气氛 在这一刻刺激着曹军上下所有士族 使得曹军士族双目开始变得通红了起来 望着张辽大营这一边的眼神之中 也同时出现了疯狂和试杀的神色 杀呀 冲 箭雨过后 杀气有了宣泄之处的曹军 开始对张辽大营 发动了疯狂的猛攻 营内 张辽见得曹军疯狂的架势 心中凛然 然而张辽毕竟从军十余年 经验丰富无比 故此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 依然镇定的指挥道 不要慌乱 弓箭手继续残射 轻弩手快速上弩箭 放 咻咻咻 张辽有力的声调 给了营内守军们的信心支持 让他们原本慌乱的心都静了下来 无拘疯狂前冲而来的曹军 只认真地听着张辽的命令 不住地残舍着手中的弓箭 和扣动轻弩的板机 守军稳重的表现 让前冲的曹军损失惨重 那一轮接一轮毫不停携的箭雨 激健起的片片血花 曹军两个方阵的前进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这时一名小校登上高台 来到张辽面前说道 禀报张将军 庞将军请站 说完向着营门口的方向指了指 张辽顺眼望了过去 却是见到庞德不知何时已经到的营门口 一队士族已经在其后裂成方阵 只在张辽一声令下就能直接冲出去杀敌 张辽点了点头 对那小校说道 云 而后对旁边的掌气官说道 摇旗 鸡鼓为令明驻危 呼呼呼 张辽身后的掌气官听得命令 使出吃奶的力量和摇动那一杆粗大的帅棋 帅棋迎风摇动被吹得烈烈作响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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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内的鼓手见得大气摇动 立即一转身抓起两根粗大的棒锤 向着身后和那面如滑盖一般的大小的战鼓 狠狠地垂了上去 鼓手赤着膀子 双臂因为用力而高高凸起的筋肉 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用尽了全力来敲击 咔嚓 轰隆 震天的鼓声之下 那厚重的营门猛然被打开 营内刚打开一条只能够一人通过的缝隙 一员手持大刀的壮汉已经策马冲了出去 正是大将庞德 营门后两边的士族还在继续用力地将营门拉开 当营门被拉进的时候 营门后的士族就听到刚冲出营外的庞德大喝一声道 兜随本将冲 刷 坑坑坑 寒沙之声猛然爆气 士族们奔跑之下身上的盔甲和兵器上的金属 敲击之下发出阵阵欲耳的低鸣 让士族们身上的杀气平添了数分 直扑向前冲而来的曹军 见到庞德领着大队兵族冲了出去 张辽就让营门两旁的轻奴手和弓箭手暂时停止残射 守营的不同于守城 守城还有高大的城墙作为依托 可以聚城而守 而大营就算建得再坚固也远不如城墙 大战不需要几天 大营的防御能力就会逐渐减弱 因此必须得主动出击 同时再让营内配合进攻 现在张辽和庞德两个人配合的就不错 庞德率军在营外厮杀 而张辽则在营内指挥着弓箭手和轻奴手 继续对曹军的两翼进行传射 帮助庞德减轻压力 这时庞德已经率领大军和前冲而来的 两个曹军方阵交上了手 只见庞德一人骑着战马之上 当先杀入到曹军阵中 手中大刀挥动 只见寒光一闪 最前面两名曹军还未反应过来 就感觉到巷颈出一腾 两颗大好头颅高高飞起 一枪热血喷射而出 箭落到庞德的脸上 以及衣甲之上 尚是温热的鲜血 激起庞德的杀戮之心 手中大刀连挥 刀影昼致 寒光所过之处 一遍哀嚎 曹军士族根本无人是庞德的义和之敌 贝奇再前一冲 曹军士族的眼中那疯狂的神色 褪去了不少 转而浮现出惊惧的目光 在庞德领头 后面的张秀军士族 在庞德杀出缺口中 一涌而入 直接将曹军方才被剑语射的 已经零散的阵型 仿如一把锋利的小刀刺激一般 张秀军士族 不住从缺口中渗入 曹军之中 无人能挡住庞德的攻势 一时之间 曹军非但不能再向前 反而还节节百退 曹军的中军之中 曹张望的阵前冲杀 无人能敌的庞德 不由的开声赞道 好一个庞令明 能在虎牢关出手的 果然没有弱手 却是当初吕布在虎牢关 大会天下群豪的时候 曹商见过庞德 此时已经认出了他 曹张身旁的炎梁文丑听德 同时冷恨了一声 只听见文丑一面傲气的说道 三公子 且容丑出战 定战此人 曹张平时好武 经常在曹营中寻人比武 炎梁文丑投了曹操之后 曹张也慕名找上了 这两个河北商将 知道他们两个人的本事 曹张对炎梁文丑的本事 算是知根知底 而当初也见过庞德 战旅布什所使出的手段 怕两个人单打独斗 恐非庞德对手 于是说道 庞德骁勇 两位将军不如一同前去 好尽早将此聊除去 以震我军士气 好大破敌军 旁边的李典和寻游听德 同时暗中点了点头 这曹张看似粗豪 不能和曹昂和曹皮 两位兄长相比 然而其意有心细的一面 心中知道 炎梁文丑 单打独斗 不是庞德对手 但却没有直接说出来 而是婉转的 要二人合力 除去庞德 曹张虽然对正事 没有太大兴趣 然而 立志成为名将的他 可不仅仅是一个武艺不错的莽夫 兵法韬略 以及对属下性情的把握 都做得不错 这般年纪能做到这个地步 确实是不错了 曹家子虽然各有所长 然而都可算是青年才军 长子曹昂最为优秀 武学兼姿 可称曹操一博 次子曹丕 长于正武 此时正在许长驻巡月 达理后方 三子曹张 武艺高强 且韬略不差 有名将之姿 四子曹植 才华横溢 小小年纪 已经名满许长 其余诸子 年纪尚小 暂未知如何 不过 这四子却是各有所长 在年轻一代 都算翘楚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 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三十四集 炎梁与文丑 炎梁文丑 听不出曹张话里面 深一层的意思 因而 对曹张的话 倒是觉得很中听 文丑点了点头 大笑道 哈哈哈哈 三公子稍待 带某家与炎梁兄弟 一同取敌将手机 说完 向炎梁打了个眼色 两个人一同跳上战马 取了兵器 就往阵前杀去 李点见到二人去后 对曹张说道 三公子 如今前军士气不高 当让中军之援 好让重将 驻阎文二位将军 一臂之力 若是两位将军 能斩的敌将 也好一举进攻 打破敌恩 临阵指挥 曹张知道自己不如李点 此时听到李点提醒 立即便醒悟过来 点头道 嗯 李将军所言有理 传令下去 让第三 第四 第五小队出击 曹张一声令下 战鼓通明 小校策马来回奔走传令 很快 中军最前排的第三个方阵 曹军紧随着前面已经冲出的 炎梁文朝二将 向着前面厮杀的战团处扑去 经过一轮厮杀 庞德凭借着其勇猛 领着大队张秀军士族 将曹军的阵型冲得七零八落 而三个曹军方阵加入到战团之中 却是堪堪将颓势稳住 炎梁文朝二人一下子就看到正在来回冲杀 无人能挡的庞德 两个人同时一点头 一同向着庞德杀去 这炎梁文朝 却是紧记着曹张的话 希望能够尽快的拿下庞德 并没有逞个人之勇 与庞德单打独斗 两军士族皆是步兵 炎梁文朝二人策马杀入战团之中 庞德早就流遇到他们 见得两人冲来 庞德心中安心 知道只要是能成功斩将 那么曹军士气骤将 以后的防守就好多了 故此见得两人冲来 也没有躲开 而是策马吃刀迎上 庞德策马前冲 曹军见得杀神来到纷纷躲避 却是为三人交手让出了一条道路 庞德见到对面两将是一人持枪 一人持刀 于是当先杀向那持刀大将 庞德可是清楚的记得 当初虎牢关下 吕布所说过的话 论刀法 自己当时可排第三 因此对上持刀的把握更大 当然 你说为何庞德没有怀疑过 吕布这话呀 庞德自信 以吕布的为人 根本没有说谎的必要 而且除了吕布之外 张秀也说过类似的话 对于张秀的眼力 那庞德可是发自心底的佩服 庞德的目标 放在持刀的炎梁手上 策马前冲的同时 也改为双手持刀 同时浑身杀气凝聚 刀意凛然汇聚 见过关羽跟吕布交手 庞德可谓是大受启发 特别是关羽最后那一招脱刀技 出其不意的一刀 差点就要了吕布的性命 关羽用刀的快 狠 准 以及出其不意 让庞德都受益匪浅 虽然庞德没有关羽那般的脱刀技 然而其绝技 那寄灭的一刀 也是深得快准狠这心得 庞德发掘自己与关羽相比 进攻上只是欠缺那种 出其不意的袭杀 不过庞德也知道 自己的刀法呀 没有关羽的春秋刀法那样繁复 以及能攻守兼备 可以在防守间 找出破绽出其不意的进攻 不过庞德又有庞德的办法 要出其不意 很简单 一出手就用绝招就是了呗 此时外表上看去庞德 并无什么一样 然而其气势已经在暗暗凝聚 那死记的气息是越来越浓烈 只不过由于身处战场 滔天的杀气 以及各种厮杀之声 响彻一方小田地 为庞德做好了很好的掩蔽 战场确实是一个天然 能遮掩气息的好地方 这也是为何在关羽 在斗将之时对上实力也是一流的对手都不能拿下 就是因为没有战场的遮掩 而演绎中关羽能连斩炎梁文丑 出其不意是一个原因 战场将关羽的气息遮掩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此时三人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 庞德大刀低锤 双手紧紧握着刀柄 双目凝神死死盯着炎梁 近了 庞德在内心暗呼 下一刻 庞德的喉咙处抱起了一声惊天爆赫 杀 同时手中大刀以极快的速度辽及炎梁 那充满死记的气息的一刀 让周围两军士族心惊不已 战场之上两军士族厮杀所激起的滔天杀气 在此时竟然全部汇聚到庞德这一刀之上 惊天爆赫夹带着那滔天杀气的一刀袭来 炎梁心中惊颤不已 这情况很熟悉 而且是非常熟悉 与当初被关羽所重伤的情况何等相似 只不过现在的对手不是关羽 而是庞德 呼 庞德大刀猛烈撩击 划开空气 并与空气发生强烈的摩擦 爆发起的阵阵呼啸之声 听起来让人惊颤不已 炎梁在重伤之后 曾经在脑海中无数次反复的回想起 那是该如何躲避关羽的一刀 如今面对这相似的场景 炎梁的身体立即本能的做出反应 大刀猛烈下劈 以力抗力来对付庞德这一刀 呼 不好 太快了 炎梁的身体虽然本能的做出反应 然而庞德这强决的一刀速度奇快 炎梁手中的大刀根本就赶不上庞德的速度 炎梁大刀披露的时候 却是眼睁睁地看着庞德手中的大刀 已经越过自己的防线 直披向自己的胸腹之间 莫非这次真的要丧命于此 这时炎梁心中只来得及发出这样的暗叫 当 震天的金铁交明之声传出 附近的两军士俗都被震得耳膜生腾 炎梁正准备养身躲避 却是见到一把长枪 无声无息地来到自己跟前 狠狠地点在那一柄大刀的刀面上 从而爆起震天的金铁交明之声 炎梁不用看也知道 为他解围的正是文丑 幸好今日不是一个人在此 而是同门师兄文丑在 不然的话只怕凶险无比 非死即中伤啊 死 文丑一将虽然点在庞德的大刀的刀面上 支住了庞德那无比的威势 大部分力量虽然被文丑挡下 然而余微未尽 庞德大刀继续劈向炎梁 与文丑点出刀面的枪尖摩擦之下 爆起点点耀眼的火星 锋利的刀尖削过 堪堪在炎梁后仰的同时 将其胸腹之间的一甲 给划开了一大条口子 不过倒是没有伤到皮肉 出其不意的凶猛一刀 至此余微散尽 庞德很是惊讶的看着眼前的两员曹将 这凶暴的一刀 庞德自信天下坚能接下的几人是寥寥无几 眼前虽然是两人 但没有相应高强的武艺 就算再多来两个 也不可能成功接下来 就正如当初张和领着一群原家降将 围攻张秀 最终的结果也是一场空 而且还赔上了性命 庞德收回大刀 凝声问道 某西凉庞德 来将且通姓名 二人早就从曹张口中 得知到庞德姓名 此时听到也没有觉得意外 两人听得同时答道 某河北炎凉 文丑 说完之后 刀枪骑出 猛攻庞德 庞德是举刀招架 心中同事惊讶到 原来是他们 不过两人合力的一轮猛攻 让庞德不敢再分心 炎梁文丑二人 单单一个就足以和庞德打个平手 更莫说是两人那一套厉害的合计之术了 此时二人一同出手 压着庞德猛攻 不过可能震惊于庞德方才那滔天威势的一刀 故死进攻的时候 不敢毫无保留的权力猛打 而是留有几分余地 这么一来 使得庞德暂时能保持不败 庞德哪曾想过 炎梁文丑二人会如此厉害 自己对上两人竟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是苦苦相抗 斗了三十个回合左右 炎梁文丑也看出庞德并没有装 而是确实不是两人之对手 于是攻势变得更加猛烈 这时只见文丑一枪刺向庞德 庞德连忙举刀一格 还未缓过剃儿来 那边炎梁大刀已经劈来 庞德猛地一反大刀 辽机迎上 叮 两刀交集之下 爆出清脆的响声 然而庞德的危机并未过去 那边文丑一枪快速刺来 此时庞德手中大刀被炎梁抵住 文丑一枪往胸口刺来 庞德只能在马上勉强扭身躲避 一声轻响 庞德并没有完全避开 文丑的长枪狠狠地扎在庞德的左臂上 左臂的受伤让庞德抵住炎梁的一刀 力气有些不尽 那边炎梁黑黑冷笑一声 方才的凶险让炎梁恼怒不已 此时见得有机会 用力狠狠地压制庞德 意图加快庞德体内 鲜血加快从伤口中流出 令您勿扰 张辽来也 正在庞德危急之时 早就在营内看到 炎梁文丑杀到的张辽 立即出营来营救 只不过三个人交手速度太快 直到此时张辽才赶到 炎梁文丑 曾经在陶董之时与张辽交过手 此时见到张辽杀来 并不惊慌 刘炎梁压着庞德来攻 那边闻丑则是持枪 迎向呼叫的张辽 眼看着身穿整齐的盔甲的张辽 向着自己杀来 闻丑是持枪直刺 两码香蕉 只听见扑的一声脆响 闻丑直接一枪 刺入来人的咽喉处 闻丑心中惊讶 按道 啊 这么弱 但也顾不上这些了 直接将眼前那人是高高挑起 并大呼道 张辽一死 想者不杀 只不过 闻丑话音还未落 另一边不远处 传了一声高呼 张辽在此 诸君且奋力向前 杀 闻丑听得大惊 扭头望去 却是见到那边 炎梁手臂负伤 而一名手持一把 四刀飞刀 四剑飞剑的 奇门兵器的小组打扮的人 护着负伤的庞德 是往营内杀去 闻丑一看就知道中计了 那名小组打扮的人 才是真正的张辽 而张秀军士族 方才听到闻丑喊话时候 还心惊不已 但后来见到那说话之人 手持张辽特有的兵器执刀 便定下心来 继续厮杀了 那边张辽使诈将庞德救出 两个人都是暗松了一口气 炎梁文丑二人在一起 威胁实在太大了 就算庞德和张辽联手 恐怕也非二人之敌 张辽也是深知这一点 才使记让亲兵假扮自己 引开文丑 而后自己趁势将庞德救出来 张辽和庞德出来之后 也不敢停留 立即赶回营中 张辽一边命人鸣金 一边让弓箭手 对远处追来的曹军 进行抛射打击 同时又指挥营内的 刀盾手和长枪手 列阵戒备 后面的文丑 到到严良身边 见到他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 心中烧定 严良草草地撕下一块布 刚将伤口包扎好 就听到张秀军大营内 传来清脆的鸣金之声 严良听得 连忙对文丑说道 快追 文丑一点头 与严良一同策马 领军杀向张秀军大营 那边张秀军听到鸣金之声 阵型却没有乱 自动的在小孝的指挥下 前军变后队 而后一步一步撤退 那边曹军如若追得及 后面长枪手就会组成 枪阵对追击的曹冰 发动突刺 同时 营内的弓箭手和轻弩手 也不住发动 严良温丑也算是九星沙场之位 看到张秀大军不乱 营内弓箭又骑射而出 却是互相看了一眼 这种情况下 两个人是不太愿意追的 因为追击肯定是损失惨重 但若是不追呢 又怕曹张怪去 当当当 正在严良温丑二人瞅瞅之间 曹英那边响起了鸣金之声 严良温丑轻吐了一口气 立即引着曹军 如同潮水一般退了下去 后面的张辽见到曹军退去 眼神之中闪过了一丝 失望的神色 只见张辽身后摆满了一架架 巨大的床弩和连弩车 大队士族在这些超大型弩的后面准备 张辽是有信心的 若是方才严良温丑 领人冲过来 保准将他们全部射成马蜂窝 张辽无奈地向着后面的小笑摆了摆手 说道 且都收回去吧 小笑应了一声便指挥士族 将床弩和连弩车都推回营中 而后张辽又吩咐副将加强戒备 不可松懈 之后自己就积极地赶往帐中 去看望庞德的伤势 刚到庞德的行军帐中 就闻到一股子药味 张辽信不走进帐中 见到庞德左臂 已经被一块白布包扎好 一命郎中正准备走出来 张辽见得 连忙拉住郎中问道 大夫 令明他伤势如何 那命郎中一拱手 说道 张将军且放心 庞将军只是受了一些枪伤 并未伤及筋骨 老夫已经为庞将军 上了由师父所传下的药 只需要静养十天左右 伤口自豪 不过这几天可不能动物 伤口也不能沾水 一些食物已不可吃 老夫已经将需要借的食物 说给庞强军知道了 张辽知道 张秀配备在军中的大夫 都是听过话陀和张基讲课的弟子 医术比这寻常大夫要高明很多 特别是这些专为治疗 他们大将受伤所用的药啊 那都是话陀亲自配置的 可谓是当事灵药的 张辽亲自送郎中走出去之后 才回到帐中 问庞德道 令明可有大碍 庞德摇头笑道 无碍 顿了一下之后便问道 曹军可有追来啊 张辽有些失望的摇头说道 曹军主帅倒是谨慎 看来此战不能这么快就结束了 庞德笑了笑说道 也无所谓 反正我军是要为主公拖延时间的 张辽点了点头说道 嗯 也是啊 令明你且要好好歇息 曹军来势凶猛 若是只有辽一人 却是双权难敌四手啊 庞德听完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德虽然不能动武 但指挥大军还是可以的了 笑霸轻横了一声说道 那炎梁文丑倒是有些本事 张辽曾经同炎梁文丑二人交过手 知道两人那套合计之术的厉害 一点头道 不想曹操将他们两个人都派来了 不过这样也好 主公那边应该能减轻不少压力 庞德同意的说道 嗯 的确如此 希望主公能一举击破曹军主力 如此局势就可大定了 张辽点了点头说道 嗯 但愿如此吧 正在张辽这边和曹张义军大战开打之时 张秀也率领大军 积极的朝曹军主力而去 在张秀大军离开广城之后的两天 王霜和庞柔已经率领大军与张秀会合 此时正有五万大军朝曹操主力而去 张秀回头望着中军之中 由战马拖着行走的那些东西 正是张秀让霍军水军从洛阳经水路 运来的床弩和连弩车 这些正是张秀这次对付曹操的秘密武器 床弩和连弩车下面是有轮子的 但是由于轮子都是木造 行走不能太快 又由于不能太颠簸 使得床弩和连弩车可能会出现磨损 张秀特意安排了庞柔率领前军在大军之前 将道路尽量弄平 因此张秀大军虽然都是骑兵 但行走的速度却并不快 走了将近五天 张秀知道离着曹军是越来越近了 就更加不敢行得太快 担心为曹操所称 每日都将大量赤猴派出去 打探曹军的情况 可谓是小心再小心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迎放勋 演播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三十五集 玩弩 还是老子强 这日午时 张秀正安排大军到一旁的小树列处 休息避暑之时 忽然就有赤猴急急忙忙的来到张秀面前 并报道 大将军 前面发现大队逃兵 看人数绝不下万人 正围在一起 与众人商议情况的张秀听得 整个人焕然而起 积问道 可发现曹军帅齐绣着何字 曹军所在处地形如何 这些赤猴队长啊 平时里都受过一些低级教育 张秀每次大战之前 都会派人教他们 任敌军的旗号所绣的字 这样方便赤猴打探的更准确的消息 当然 这不代表赤猴们都识字 只能算是简单的认识一些罢了 这名赤猴队长听得 连忙禀报道 大将军 末将见到敌军的帅子旗上 所绣的乃是曹子 另外 那边两边都有两座小山 不过小山离大陆甚远 不算太过险要 张秀听得 却是将赤猴挥退 庞柔当先问道 主公 曹军可是有诈 还未等张秀回答 旁边经验丰富的华雄就摸着下巴说道 既然附近两座小山距离大陆甚远 曹军又无骑兵 如何能埋伏 庞柔和华雄的话 正正代表了张秀心中所想 说是曹军没有诈呢 张秀连自己都不信 以张秀对曹操 以及曹操手下谋逝的认识 曹军忽然主动露出行踪 肯定是有其用意在 但这种地形要是埋伏 却是不太可能 如若是曹军当中有骑兵 还能说得过去 就算是曹操手下有骑兵 亦肯定不多 没有大队成剑制的骑兵出现 不太可能对自己造成太大的威胁 张秀想不太明白 于是扭过头望向一旁的贾许 贾许见得沉吟了一下 说道 曹军可能有着 但主公有弩剑之力 倒是不拒于他 张秀听完觉得贾许说得有理 就那种地形 曹军就算有骑兵 正面交锋之下 张秀可以直接用弩剑灭掉曹军 想到这里 张秀心下大定 立即下令道 马超旁柔挺令 如二人率领两万大军为前军 前进之时 务必小心曹军埋伏 其余众将随本将中军一同出发 众人听得 其声应道 诺 马超和庞柔先率军离开 张秀留下亲卫保护好贾许之后 自己和华雄 王霜 胡斥 周苍四将 同时领军紧随在马超前部之后 两支部队 虽然分为前军和中军 然而既然知道前面有大队曹军 也就没有分得太远 张秀望着身后有几匹战马 拉动着的数十架连弩车和床弩 心中暗暗冷笑 曹操 你赠有千般计较 在绝对实力面前 也是枉然 张秀自信 论气息 曹操不可能比得上自己 嗡隆隆 五万骑兵行进 连绵不绝的马蹄声是响绝于耳 仿佛晴天响起的汗雷一般 通过耳朵传进心中 让人惊惧不已 大队骑兵行进的声音 周围数十里都听得到 此时 大队曹军的阵中 曹操听到这不绝于耳的马蹄声 心中生起了淡淡的担忧 转过头望向一旁的郭家问道 冯孝 你到此际能不能奏效 郭家自信一笑 道 主公且放心 张秀军战力虽然厉害 但战马其同于人 张秀有能力训练人 然而不可能有能力训练战马 畜生总是有畜生的天性 若要不中计 除非是神仙下凡 才有这般控制畜生的本事 曹操听得又仔细回想了一下郭家所处之谋 发现确实如郭家所言 除非真有神仙下凡 不然张秀不可能不中计 想吧 曹操心中大定 同时招过旁边的曹红 说道 子莲 如且去前军向柏宁打探一下消息 并助其一臂之力 这柏宁呢就是蛮宠的字 曹红听得之后领命策马而去 曹红到的前军满宠那里 立即便问道 伯牛 现在情况如何了 满宠见的是曹红便笑道 子莲且放心 张秀大军就要来到了 子克和文烈 在那边都准备好了 只要张秀大军一到 齐军中了郭继九之谋 必然慌乱 到时我等子克大败张秀 说完这满宠还握了握拳头 身上闪出了自信的神采 轰隆隆 不远处 阵阵的马蹄声游远寂静而来 千军万马奔腾 将道路上的尘土泥沙卷起 直接将半个天空洞迷乱了 跟在满宠身边的曹军士卒 见到前面千军万马的威势 脸色都不由的变得极为难看 不过身为曹操手下的嫡系精锐 九经沙场的他们 是从尸山血海中闯过来的 这种威势虽然恐怖 然而很快 所有曹军的神情都变得坚毅起来 握着兵器的手挤了紧 静待满宠一声令下 就会随时迎上去 曹军的表现也看在满宠的眼中 却是暗暗点了点头 不过很快 满宠的目光又重新转回到 前面飞驰而来的张秀骑军身上 脸上闪过莫名的笑意 仿佛是印证了满宠所想一般 前面正在急驰的大队骑兵 忽然之间竟然停了下来 战马不住私教 整个前军变得一片混乱 张秀前军之中 马超正在不住扯着缰绳 然而他胯下的绿狮子 就是不听马超的指挥 马超看着满地已经煮熟 并散发着阵阵香气的豆子 恼怒的骂道 开死的曹贼 竟然是这等卑鄙手段 局目望去 就是见到张秀前军已经停了下来 战马纷纷抢食 洒满地上的熟豆子 不愿前行 如此一来 整个前军的阵型就已经变得混乱一团 正如郭家所料一般 张秀军士族战力是厉害 然而他们跨下的战马 毕竟是畜生 跑了这么长的路 战马早就饿极了 如今闻到香气扑鼻的豆子 洒满一地 哪里肯再跑下去 蛮虫等的就是这一刻 手一摆 大喝道 杀 蛮虫一声令下 前军大气摇动 震天的鼓响声爆起 下一刻 两边的小山上冲出两路曹军 左面一路由吕前带领 贾奎为辅 右面一路由曹修带领 曹真为辅 两路大军从左右两边杀出 直扑张秀军早就已经混乱不堪的前军 两路伏兵杀出 正如方才那赤侯队长禀报张秀一般 两座小山距离大路甚近 此时虽然杀出 但一时之间却未能杀到张秀军前部的阵中 马超见得两路伏兵杀出是大惊失色 然而胯下的御狮子又不听其令 却是无策 这时庞柔已经弃了战马 跑到马超跟前 急道 蒙奇 敌军来了 快指挥作战 马超知道危急 联盟下马 正当马超准备指挥作战之时 正面蛮虫所领的曹军前部 已经率先发动了进攻 此计为郭家所想 地形方面的缺陷 郭家又怎么会没有算计在内呢 满城的前军正可弥补这一缺陷 在吕前和曹修两路伏兵杀出之后 满城也立即让前军变阵 最前三排的曹军立即向两边分开 露出后面一排排 猙獰的弩剑 要对付骑兵 曹操也想过用弩剑 只不过张和用弩那一战 让郭家吸取了教训 弩剑威力虽然强大 然而一轮过后 再次发射所需要的时间却极长 因此郭家又想出了那个撒豆子之计 让张秀大军的战马 忙于争吃豆子 从而使大军混乱 满城此时已经退到弩阵当中 手持大枪喝道 最前排 大黄弩 放 早就准备就绪的那批手持大黄弩的曹冰 听到满城的命令之后 同时扣动大黄弩的板机 数百根弩剑一下子飞射而出 搜搜搜 强弩穿破空气爆起的呼啸之声 并以极快的速度扎进张秀军已经乱成一团的前军之中 扑扑扑 弩剑射入血肉之中 爆起朵朵鲜艳的血花 士族的哀嚎声和战马的悲死声同时响起 最前面那一排战马和士族 一下子就被射成了刺猬 前面士族和战马被射死 然而后面的战马还不知道死亡已经临近 还在不住的抢吃地上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豆子 马超见到曹军放弩剑 知道此时根本无法抵挡 于是大声喝道 所有人全部下马 全部躲在战马后面 快 马超的反应尚算及时 前面的张秀军士族听到命令之后立即下马 此时曹军的第二轮弩剑已经射到 除了几个人来不及下马 以及躲藏不好的士族被射成了刺猬之外 这一轮弩剑的进攻之下 损失是大部分的都是战马 蛮虫可不管张秀这边 死的是战马还是士族 见到第二轮由毕章弩组成的弩阵 已经将弩剑射出 冷冷的大喝道 绝章弩向前 准备 放 绝章弩的威力比之大黄弩和毕章弩还要强 一轮弩剑飞射而出 杀伤力比之方才两轮要强的很多 最前排那些还在抢食豆子的战马立刻就被射成了刺猬 而由于弩剑威力太强 有些战马整个躯体更是被弩剑所射穿 而后灌入躲藏在战马之后的张秀军的士族身上 蛮虫很是满意的看着眼前这一幕 连续三轮弩剑 张秀前军变得更加混乱 向着左右两边扫一眼 发现吕前和曹修所领的大军还有一段距离才杀入张秀军阵之中 于是继续大喝道 大黄弩准备 放气 逼章弩准备 这种类型的三段射 让曹军弩剑可以毫不停歇的发射 使得杀伤力更强 前军遭遇的情况在蛮重指挥曹军 发射第一轮弩剑的时候 已经有人飞报张秀了 听到曹军竟然用这种方式埋伏自己 张秀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娘子 竟然敢在老子面前玩弩 简直就是找死啊 骂完之后 张秀飞快的下令道 立即将床弩和连弩车给我解下来 胡承舟舱仓 你们两个各领50架连弩车和30架床弩 给本将将那两路伏击的曹军给我挡下来 不将他们全部射成刺猬 不要来见本将 华雄王说 你们两人和本将一同领剩余的那80架连弩车 和50架床弩 去给曹军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弩 张秀的命令下达 中军兵组立即将系着战马的连弩车和床弩都解开 而后在几将的带领之下 积极地将各种弩推出 幸好张秀手下人多 三万人一起动手来 几百架弩轻而易举的就被摆弄好了 而后一同推出 张秀引着这些床弩和连弩车的士族向前 口中还不住骂道 看来鲁班面前弄大福 吵死 当张秀引着大队兵组将床弩和连弩车都推到前军阵中的时候 满宠那边已经发射六轮弩箭 前军可谓是损失惨重 这里面人命的伤亡倒是其次 但是战马却是真正的死伤惨重 战马作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战略物资 每个诸侯都是极为珍惜的 张秀虽然已经拥有梁州和并州两个天然大马场 然而见到眼前倒下了一大片战马 心中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要知道 战马可不同于普通马匹 首先战马必须是在马群中顶尖的一匹 无论是速度还是耐力 其次 战马也跟士族一样 心上战场的战马和久经沙场的战马 能力是决然不同的 往往新兵上了一匹老马 凭借老马的能力 能保住新兵的性命也不出奇 而若是老兵上了新马 往往可能是连人带马都丢掉性命 张秀现在见到满地都是马时 心中不住在滴血 现在虽然没有计算过战马损失了多少 但一眼望去 最起码有数千匹是肯定的了 此时张秀是心中恼怒至极 见到曹军还在不住上弩箭 张秀恨声道 闯弩队上前给本将射 那些推着闯弩的张秀军士族 见到满地马时 心中也在滴血 这些士族大部分都是骑兵 由于这些弩操作简单 张秀也没有另外专门射弩兵 基本上只需要战前 教他们如何操作就可以了 这些都是下马的骑兵 见到一直一位伙伴的战马死伤惨重 哪里会不怒 听到张秀的命令 手脚极为麻利的操纵着床弩 瞄准好曹军大阵 张秀见到床弩队已经准备稳妥 高举的右臂是重重的落下 同时口中发出一声咆哮 放箭 嗖嗖嗖 五十架三宫床弩在张秀的猛然爆合之下 飞射而出 一百五十根顽口粗 有如镖枪一般的弩剑划破空间 尖锐的呼啸声一下子就响彻了一方小天地 飞射而出的强劲弩剑 现是阵的附近的张秀军士族耳膜生疼 而床弩内的三把强弩反阵的力量 让这种阵音经久不息 一百五十根弩剑看似数量不多 然而射入曹军阵中所带起的死亡风暴 却绝对不少 那些方才还发射弩剑 发得心情舒爽的曹军士族 还未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那一百五十根犹如铁枪一般的弩剑 已经射到 扑扑扑 与方才曹军弩剑射张秀大军相似的一幕发生了 雪花朵朵乍现 一根弩剑狠狠从一名曹军士族的前胸射入 下一刻弩剑已经从其后背透体而出 弩剑强劲的冲击力 一下子就将这名曹军带起 继而飞往后面的曹军 一根弩剑最起码贯穿七到八名曹军士族的身体 才无力的坠下 将挂在弩剑上的曹军士族狠狠的钉死在地上 而方才一片曹军士族还被带起 连带着尸首将附近不少的大黄弩 绝章弩和臂章弩都撞翻在地 弩都是极为精密的东西 受到如此距离冲撞 也不知道内部有没有损坏 不过张秀可不会顾虑这些 冷笑之下大声喝道 连弩车何在 张秀一问 旁边的华雄已经指挥着连弩车上前 王霜则是指挥床弩队后撤而后迅速填装弩剑 张秀以手中的虎头金枪向前一言 力声喝道 目标前方250部外曹军 连弩车队发射 嗖嗖嗖 张秀一声令下 80架连弩车一同发射 一下子近15000根大小不一的弩箭猛然发动 连弩车上所有的弩箭悉数飞射而出 一下子就将半个天空都遮蔽住了 可谓真正的遮天蔽玉 从地上还能见到一片阴阳 太阳都为之失色 这次弩箭袭袭之下 所激建起的血花比方才更胜 连弩车威力虽然不如床弩 然而连弩车上的弩箭剩在多 而且方才经过床弩的一轮打击 曹军大阵早已经乱成一团 此时连弩车再进行打击 杀伤力自然更大 蛮虫手持长枪 不住将从半空或是前方飞射而来的弩箭剥开 那边曹红一手持刀 不住抵御 两根武艺不孙太差 面对着覆盖式射击的连弩车倒是没有性命之忧 当然若是被威力强劲的床弩射中 当时恐怕除了最顶尖的几名武将之外 根本无人能相抗 不过满宠虽然是没有性命之忧 然而看到手下士族死伤惨重 心中却是惊颤不已 特别是方才第一轮的弩箭 那才是真正的恐怖 满宠发觉与张秀军的弩箭相比 自己一方的弩箭 仿佛就是小孩玩过的家家游戏一般 可笑至极 与方才相似的一幕 同时在左右曹军两路身上发声 威力巨大的床弩和连弩车 直接就将两路曹军打懵了 无论是吕钱 贾奎还是曹修曹真 哪曾见过如此厉害的弩箭呢 前部曹军一下子就被射成了刺猬 此人见的这一幕是惊疑不定 犹豫不敢向前 中军之中 曹操原本还是很悠闲的坐在马车之上 华盖将烈日遮挡 很是惬意的欣赏着 蛮重指挥前部的曹军 对张秀大军的打击 然而当见到张秀军对自己的反击时 那铺天盖地席向自己大军的弩箭的时候 曹操整个人豁然而起 脸上显现出惊恐的神色 如此弩箭 曹操何曾见过 这时一旁的司马懿 立即来到曹操跟前 说道 丞相 敌军弩箭强劲 我军损失惨重 不可立敌呀 曹操听到司马懿的话 定了定神 而后大声喝道 击鼓摇起 传令吕前和曹修继续进攻 不可停下来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勋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三十六集 长安的张权 司马懿听得曹操 不听自己之劝 很是惊讶 但见曹操双目死死地 盯着张秀军阵中 同时双拳紧握着 他在堵 堵张秀军的弩 跟寻常的弩一样 田庄上剑极为困难 如若是堵对了 曹操这边还有圣机 如若是堵错了 曹操可能 没有往那方面想太多吧 曹操这次堵 不算是堵对 但也没有堵错 弩得田庄困难 就算张秀这个穿越人士 也是解决不了的 特别是那家历史上 由于曹魏没有拨费用 给马军研究 不应该出现的连弩车 一次性发射 一百八十根的弩箭 要重新填装上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连弩车虽然填装困难 但三宫床弩却并非如此 加上三宫床弩 是最先发射的 因而此时张秀军士族 已经将三宫床弩 都上好了弩箭 曹操传令击鼓进军 吕钱和曹修听的鼓声 不敢怠慢 立即挥军前进 胡车和周苍 见到两支曹军 受到教训之后 还敢再来 哪里会犹豫 先后大声喝道 发射 嗖嗖嗖 原本吕剑和曹修 领着大军 前进了一段路 发现张秀军 没有一弩箭射击 还安心了不少 这样使得曹军 前冲的速度加快 然而不久之后 床弩开始发射 那碗口粗 有如铁枪一般的弩箭 一下子就让曹军 再次死伤惨重 此时 所有曹军的心中 都蒙上了弩箭的阴影 轰隆隆 仿佛平地 响起了汉天雷一般 轰得原本被弩箭射蒙的 曹军一呆一愣的 轰鸣之声之下 两股黑甲骑兵 猛然从张秀的军阵中冲出 分别冲向吕前 和曹修两路大军 除了黑甲骑兵之外 后面还有不少铁骑 都跟上了 仿如两股洪流直撞向曹军 中军之中 曹操剑得暗呼不妙 曹操剑的张秀军 射出的弩箭 明显没有之前那般密集 已经知道张秀军 田庄弩箭需要不少时间 他赌是赌对了 然而却没有料到 此时张秀军的骑兵 已经可以发动进攻了 盘古力士的战马 本来就披上了重甲 又由于需要战马重振 怕战马对敌人的刀枪恐惧 于是连眼睛都蒙住了 马的眼睛被蒙住 战马虽然闻到煮熟的豆子的香味 但由于看不到 故此也是吃不着豆子 而且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曹军撒在地上的豆子虽然多 然而顶不上张秀军的战马多 数万匹战马一拥而上 基本上附近的豆子都被分得差不多了 因此张秀后来引来的枪湖铁骑的战马 受到的影响不大 而此时 由分成两队的盘古力士带领之下 向着大队曹军猛然冲去 郭家见得从张秀军中冲出的两支黑甲骑兵 脸色微变 连忙对曹操说道 丞相 敌军精锐出动 紫克和文烈只怕抵抵不住 家以为还是收兵为妙 曹操此时脸色也变得极为难看 千般计算竟然都取不下张秀 现在见得那对黑甲骑兵冲出来 曹操也知道 那就是脏霸口中所言的骑兵 现在吕前和曹修两部人马 被方才的床弩射得阵形大乱 如若继续冲锋 根本不是这支黑甲骑兵的对手 曹操权衡得势之后 重重的横了一声 而后又无奈的叹了口气 摆了摆手说道 传令下去 鸣金收兵 当当当 清脆的鸣金之声响起 镇前的吕前和曹修几人听得 心中都松了一口气 这种情况下如若还要死充 损失就大了 见到张秀军越来越近 吕前和曹修都不敢怠慢 立即让曹军世俗重新结成阵势 往中军退兵 曹军毕竟是精锐 此时听到命令之后 一下子就将方才发蒙的状态取走 而后马上结阵便缓缓后退 那边张秀建的曹军退兵之时阵形不乱 知道不能让曹军溃败 单亦不愿意放过这么难得的战机 于是大喝道 追击 张秀一声令下 能控战马的士族一同策马前冲 由不受影响的胡车和周苍两人 带领着杀奔曹军 一场遭遇战又打了一个多时辰 在曹军完全退入到大营之后才算结束 战斗虽然结束 但张秀这边收兵倒是遇到了不少麻烦 这些战马完全不理其足 还顾着抢吃剩余那些煮熟的豆子 张秀也是无奈 于是便让士族们将战马的眼睛蒙上 然后再强行带这些战马离开 战场才重新恢复安静 这边张秀退后三十里下斩 此时大仗之中 贾旭已经清点好了此战的损失 正在向张秀汇报 此战士族的伤亡倒是不多 受伤的加上战死的士族 加起来只有千余人 不过战马就惨重多了 前后六轮弩剑 战马死伤超过五千匹 然而曹军损失绝对不轻 一场大战下来 弩剑的攻击加上最后提军的追杀 曹军伤亡近八千 不过曹操也阴险 那些豆子之中 混杂着蟹药一起来住 退兵之时 早些吃了豆子的战马 已经开始在拉肚子 因此张秀才命令退兵三十里 在豆子里面混杂蟹药的计谋 乃是司马懿所出 主要是留一手 当初司马懿觉得 如若是郭家此计失败了 那些战马吃了混杂蟹药的豆子 拉起肚子来 起码几天不能出战 这么一来 还可以为曹操拖延时间 不想当初只是为了预防而留下的后手 竟然用上来 张秀听完贾许的汇报 心中苦笑 不过苦笑之余 倒是对曹操这个对手甚是佩服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战前张秀和曹操同时动用了弩的主意 论谋略其实是曹操这边高明一点 那一把豆子撒在路上 直接就让张秀的骑兵混乱 而后再用弩箭射击 这样张秀军就会更加混乱 如若张秀没有弩箭反击 那么接下来就是两路伏兵 而只要是伏兵已得手 相信曹操就会驱逐力前进 倒是张秀自然大败 不过曹操一方的谋略虽然得大 但也顶不住张秀这边 经过张秀本人和马军一起改良的强弩 直接就将曹军的计谋瓦解 曹操是胜在计谋 张秀则胜在利器 这一次遭遇战算是打了个平手 不过想到现在大部分战马都在拉肚子 就连有些吃了豆子的兵族也是如此 张秀知道接下来的几天恐怕难以进行大战 而且也不知道张辽那边的情况如何了 现在骑兵突袭之力没有了 强弩这个秘密武器也暴露了 若是曹操巨营死守 等破了张辽一路再进行夹击自己 那么形势就对自己有些不妙了 想到这里张秀不自觉地皱了皱眉头 假许心系一下子就留意到张秀的神色 适时开口道 主公可是为曹军会巨营而守而担忧吧 张秀听得点了点头 笑道 知我者文和也 贾许微微一笑 说道 主公何须烦恼 曹营巨营而守 我等就回师去救文远吧 现在我们两军已经会合不怕曹操声东击西 而我军拖得起此时长安那边已经出兵去救南洋 只要是功名打破乡城就可惜曹军后方 倒是曹操父辈受敌 行使还是为我军所掌控 张秀听得恍然大悟笑道 哈哈 却是本将相差了 贾许点了点头 说道 主公既然一击不重 我军无需再与曹操纠缠 等待战马恢复 我等就立即去救文远他们 张秀听完 同意的点了点头 另外一边 曹军的大仗之中 曹操守卫倚天宝剑 在仗中一阵乱劈 锋利的倚天宝剑 可不管是木头还是金属 一剑劈下去就直接成为两段 帐外一众文武厅的曹操在帐内那恐怖的咆哮之声 都不敢多言 连大气也不敢多喘一口 有些胆小的更是惊得浑身发抖 郭家和刘岳对视一眼 一同无奈苦笑 他们何曾想过这般奇迹 竟然都奈何不了张秀 只能怪啊 张秀这个对手实在是太强了 不过想想也正常 曹操一路三征徐州 又下淮南 之后又跟实力远超他的袁绍应拼 收袁绍之地后 又出长城外 与乌环打了一场 一直以来 曹操几乎没有太大的机会 休养生息 反观张秀 打得最为艰辛的一仗就是在关中 但将关中打下来之后 梁州已经没有太强的实力 直接就将梁州扫平 而后张秀还打通西域上路 而且休养生息 做官天下大便 三打一周看似艰难 然而动的基本都是张秀的不足 骑兵是一个没动 而后借胡人南侵强势入主并州 而后迅速灭掉南侵的胡人 收核桃之地 其中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折损 这也使得张秀的综合实力 已经远超曹操 外人看上去 曹操与张秀的实力相仿 然而实质上张秀的综合实力 只超过曹操最起码八年 曹操要在实力上追上张秀 最起码要休养生息八年 才能与张秀相抗衡 这也是郭家和刘业心中都有预感 如若不能借着这次机会重创张秀 那么整个大汉将不会有人是其对手 张秀一统之势就会极为明显 正在郭家和刘业担忧之时 帐内的曹操的咆哮声已经停歇 静默良久 帐内终于传来曹操有些无力 并且沙哑的声音 都进来吧 众人互相望了一眼 在郭家和刘业等人的带头之下 走进帐中 此时帐中并非如众人所想象一般一片狼藉 显然曹操的亲卫已经收拾过 只不过由于诸案是被曹操批成了碎片 因此众人都只能是站着 郭家进去之后 当先劝道 主公 谋士在人成事在天 如此亲谋都不能绝张秀 只怕此次乃是上天眷顾 然而此战我军并未输 相反还因为重拿那一小计小胜一筹 如此可知张秀亦是常人 并非不能战胜 主公此时理应振作 只需上下一心 定能大败张秀 曹操听得原本有些恍惚的神情 陡然集中了起来 双目凛然的环视众人一眼 逼得下面众人纷纷低下头 都不敢与曹操对视 哈哈哈哈 帐内忽然响起了曹操的大笑之声 而后就见到曹操机长赞道 奉孝所言甚是 此战虽然不能大败张秀 但我军也没有败 说完 曹操双目恢复林林神光 这时 下面的曹修应道 对啊 只怕此时张秀正在苦恼 该如何来攻赢吧 刘叶听得摇头道 未必吧 若是月所聊不差 张秀下一步应该是回师去就张聊 曹操听得摸了摸下巴 已经重新长出的常然 喃喃自语道 哦 如此一来 子文那里岂不是 刘叶听到曹操的自语 于是补充道 承想 叶以为 或可再行算计张秀一次 不过 此计成功机会并不大 曹操听得清 嗨了一声说道 嗯 那紫阳且是言之 刘叶点了点头说道 此处西面就是梅山 而南面又为我军所作 张秀要求张辽 必然要从原路回去 丞相手下有泰山兵 行走山林之间 虽不至于如履平地 然亦非寻常不对可比 丞相可先让三公子 先撤军到梅山西面脚下 而后让泰山兵 从东面翻越梅山 如此 或可成功伏击张秀 曹操听得 摸了摸下巴 沉沿了一阵点头道 嗯 此亦不实为一计 说完之后大喝道 脏霸 末将在 明如率领所部泰山兵 翻越梅山 随阳随赃霸一路同行 随军出谋 桑霸和刘叶听得 一同拱手应道 摸 曹操点了点头说道 其余人等 待张秀撤军之后 随本相 一同出发 众人听得 齐声应道 摸 此时长安亦寻常的民房之中 一大帮少年聚集在一起 如若被长安学宫的先生和学子见到 定能认出 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学宫中的导弹鬼 对于这帮导弹鬼啊 长安学宫的先生都是无奈 该因为这帮导弹鬼的首脑 那正是张秀的长子 张全 而张全也极为聪明 平时行事总不会让人捉住小辫子 因此长安学宫中的先生们 虽然都知道首脑是张全 但也没有证据到张秀跟前说事 这帮少年呢 大的也就是十五六岁 小的也就十岁左右 中间一人年纪最大 生得脸如冠玉 见眉心目 可算是一美少年 只怕站在外面的长安城中 不知会迷死多少怀春的少女 此人自然就是张全了 不过张全的身上 引现的杀气 却是让他增添了几分 生人物尽的气息 如若被张秀和赵云等人见到 就能看出张全乃是因为上过战场之后 杀气还无法做到完全收敛 不过由此可以看出 张全定是从尸山血海中闯过来的 武艺定然不差 这时 一名身材壮硕的少年大声问道 老大 这次将俺们都换来 是不是有勾当要做呀 说完 将头凑向张全 张全听得这名壮硕少年的话 扳了翻白眼 一手轻敲那少年的头 骂他 什么勾当 弄得好像山贼土匪似的 张全说完 一众少年气声大笑 笑吧 张全轻按了一下手 神情有些凝重的说道 此次将大家换来 是有大事挫伤 一众少年见得张全的脸色凝重 也收起了脸上的笑意 这些少年里边 其中三人就是张秀攻略完一周之后 带着人搜寻之后带回来的王平 张义 张仪 三人虽然才来长安不久 然而在学功之中见识过张全的本事之后 很快就被蛰伏了 于是就任了张全当老大 当初张秀将这三人找来 又将一大批与张全同年的人 全数扔进学功之中 未尝没有为张全培养助力的意思 张全是玲珑剔透 也明白了张秀所想 于是就在学功之中 以极短的时间 将他们一个一个都收服了 除了这三人之外 还有就是明江之后 例如赵云的长子赵统 次子赵广 其中赵统的年纪 也就是十二三岁 赵广则是小一点 十岁左右 赵云的儿子 还是和历史上一样的姓名 只不过不是历史上那般草包 而且出生的时间也早了许多 这里面自然也是张秀来到的蝴蝶效应 由于张秀的原因 赵云此时已经不是历史上那个晋身侍卫 身份不同 加上赵云平时闲暇的时间也不少 故此经常有时间在家中指点赵广和赵统的武艺 就算赵云没时间 张秀每次出征都会留下大将在长安城内 其他人可都不是摆设呀 像与赵云有亲戚的关系的马超 太史慈 又如庞德甘宁等人 可都不简单 就算他们都没有闲暇 还有老一辈的童元和王月在折点 加上赵云 马云露 还有后来的吕灵蚁 这三只母老虎的督促 那小一辈敢不认真习武吗 除了赵广和赵统之外 还有马超的长子马丘 太史慈之子 太史祥 徐晃之子徐盖 张辽之子张胡 华雄之子华全 这些都算是名将之后 张辽虚晃 他们虽然常年驻守在外 但家小一般都是留在长安的 而这些少年年纪虽小 一身武艺可都不简单 特别是张秀想到历史上 这些名将之后 大部分都不如他的父辈 猜到原因很可能就是 小时候没有好好调教 因此特别注重对他们的教育 方才说话的大个子 正是华雄之子华全 此子倒是比华雄更加憨厚 然而正是因为他的憨厚 故此能专心武艺 此时年纪虽小 手上实力可不弱呀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迎放勋 演播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三十七集 张秀军的小子辈们 见到众人都把目光 集中到自己身上 张权神色严肃到 大家想来也知道 南洋那边战事不妙 乡城失守 皇府二叔殉城 众人听得脸色都有些沉重 特别是徐干 知道徐晃是强行 被皇府立派人带出来的 而他自己则是殉城 心中更加气息 张权见到众人模样 忽然从怀中摸出一块虎符 说道 这是权从高叔那里求来的虎符 高叔拨了五千人马与权统领 只不过权手下缺乏人手 特来求诸位兄弟相助 说完向着众人拱了拱手 见到张权掏出那块虎符 阴暗的小房子里 一众少年可是炸开了锅呀 所有人都是眉开眼笑 并露出跃跃欲试的表情 显然这帮导弹鬼 已经在长安耍得无聊 渴望上战场立功 马丘最是性急 连忙问道 老大 俺们啥时候出发呀 高叔他们可都是已经领军出发了 俺们迟去了 只怕是肉都不剩下多少了 徐盖还是比较稳重的 开口就问道 老大 这五千兵族是何部队 张权微微一笑说道 高叔他们只出发了几天 我们全力急行还是能赶上的 不用担心 这五千兵族 却是高叔新训练的部队 众人听的张权后面那句 脸上都出现了失望的神色 他们还以为可以统领破风营和血刃营呢 怎知道是新兵 张权见到 一握全说道 我爹曾经说过 厉害的部队都是打出来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自己的部队 下一步 就是要将这支部队炼成铁军 一众少年听得 齐声喝彩硬合 这时 一旁闪出了一名瘦弱的少年 对张权说道 有诸位兄弟在 老大手下可不缺武将 而韩和沐兄可以为老大出谋划策 只不过行军打仗还需要调配粮草 管理后勤等杂物 我等却接不太擅长 众人听得扭头望去 见到的正是李如次子李韩 其中李如的长子在李如还未投靠张秀的时候已经夭折了 这次子呢乃是投了张秀之后才出生 也要算是张秀到来而引发的蝴蝶效应吧 李韩说完之后 旁边就转出一人也点头道 韩兄说的不错 我们一种兄弟可都不太熟悉这方面的事啊 众人誓之乃是贾许之子贾木 咔嚓 轰 正在此时 那有些残破的大门猛然被人撞开 随之而起的乃是一把稚嫩的铜声 诸位兄长何须担忧 会已经请了三位大才来 众人向门外看去 却是见到有六人从屋外走了进来 刚说话的正是六人之中年龄最小的一人 乃是年仅八岁的钟摇次子钟慧 历史上钟慧是在钟摇七十岁的时候所生 不过由于张秀的到来历史已经改变 开始的时候张秀还担心钟慧可能会变笨 对于钟慧张秀可是充满期待的 他可是三国后期最顶尖的一批人才了 幸好种还是钟摇的种 钟慧却是没有变笨 而且在长安城中早就有神童之名 年仅八岁 聪慧已胜其凶 除了钟慧之外 另外五人之中有两人手持兵器 一个乃是庞德之子庞慧 一个乃是甘宁之子甘桓 这两人年纪也就与一众少年相仿 至于这两子没有比历史上早生 张秀也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历史已经改变 何须再在意历史上的名人 只要将他们调教的有本事就好了 见到两人手持兵器 前面三人是一脸苦相 屋内一众少年自然马上就明白过来了 另外三人肯定是被钟慧领着庞慧和干规 将他们绑来的 他们可是都知道 钟慧啊 这个小不点啊 点子可多着呢 就算年长一点的李寒和甲木 有时也是自愧不如啊 只不过 钟人虽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脸上却露出古怪的神色 确实被绑来这三人之中 有一个乃是钟慧的大哥 钟玉 将自家兄长都一同绑来 也就钟慧这个充满鬼点子的小家伙能做到 与钟玉同来的 就是与王平三人一同来长安的费一和东允 一众少年之中 也就以这两个人政治之才最好 三个人对于来帮张全倒是没有太大的抵触 但是被年仅八岁的钟慧领人将他们绑来 这脸上啊 怎么都算是无光 此时只能苦笑一对 张全也知道 钟慧的鬼点子极多 但此时他年纪尚小 倒也不好责备 于是联盟将三人请了进来 有了非一三人加入 张全这里可算是真正的文武兼备了 这些小家伙武艺虽然都位真一流 不过胜在人多呀 曹操手下的小子伯 只怕已位及张全这边人多 集其人手 又商议好细节之后 张全就打发众人回家 回去悄悄准备武器马匹等物 等等第二天一早在军营外集合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众人就在军营外集合 而后引着五千兵族 积极地追向已经出发的高顺大军 除了张全之外 众小这次啊 都可算是刘叔出走 这次的出走计划 也是由年纪最小的中慧定计 让众人装成出城打猎 至于费一和董允这些文士呢 则是装成出外踏青 而中慧也怕中慧不让自己去 所以中慧就将中慧打婚 自己回到家中 将两兄弟的东西都收拾好 然后湿湿燃出来 也是由于中瑶要处理的事物太多啊 不然的话 中慧这小子的计谋 恐怕就要被看穿了 不过 这次出走可算是极为成功 带他仲小走后大半天 才有人发现留下的书信 这一时之间 整个长安城是鸡飞狗跳 仲小自然不知道长安城的情况了 此时还未能出来领兵而兴奋 张全毕竟是经历过魔力 不住叮嘱着众人要小心 毕竟大家也都是名将之后了 从小又经过名师调教 那阵兴奋劲过后 仲小也开始进入了状态 统领赤侯打探消息的 处理后勤粮草子 商议进军路线等等 都做的是有板有眼 而那些新兵知道是张全领兵 心中也欢喜 他们可算是第一批 跟随张全的士族了 而后来得知军中 那一大帮指挥的 小将的身份之后 那就更加兴奋了 这些人几年之后 肯定会成长为军中骨干 现在自己能有幸 跟随这些小将 前途自然不必担心 这些兵族都是心中暗自侥幸 因此做起事来 也是更加卖力 而仲小将也有心 将这一批士族训练成为精锐 因此行军的闲暇之时 也会指点一些 这些兵族的武艺 军中讲的是实力 仲小毕竟是经过名师调教 手段又岂是这些 寻常兵族可比的 之前还轻视他们年纪的兵族 一下子就变得信服起来 不到一天时间 五千兵族就对张权众人信服不已 五天之后 张权所部终于追上了高顺大军 而后和徐晃大军会合 张权当初迟出发是为了请将 并没有隐瞒高顺 因此赶上高顺大军之后 张权就领着王平 张义和张仪 还有年龄稍长的贾木 去见高顺 至于其他众小呢 张权自然不会带去见高顺了 特别是八岁的中会 被高顺见到恐怕会骂一句胡闹 然后将众人全部赶回去 高顺见到张权将王平等人带来 倒也没有太过意外 一来呢 王平三人年岁算是最长 有十五六岁 虚岁都有十八了 现在军中大将出道的年龄啊 也就是与他们相仿 其次 当初张秀将这三人特意从成都调到长安 并安排到张权身边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张秀是为张权培养心腹 对于张权呢 所有人都得到过张秀的密令 就是不可恭维 众人也知道 张秀要培养张权的心思 因此见到张权都没有特意的讨好 而且张秀也吩咐过杨复 若是发现有人刻意讨好张权 那就是惩罚 因此张秀手下的人也没有对张权刻意讨好 如此却让张权的性格呢 并不傲慢 这样一来 也合了军中那些心高气傲之人的胃口 大仗之中 徐晃见到高顺和张权等人进来 轻轻的点了点头之后 就给众人看座 给高顺等人看座之后 徐晃就说道 如今曹操已经率领主力 北上对阵主攻 襄城只留下妻子曹昂 领四万精锐手遇 如今我军景兰等物已经打造好 高将军的精锐又到 诸位有何计较 徐晃这话虽然是问众人 然而目光却是扫向一旁的高顺和张任 且说当初的张任和灵包并不肯投降 张秀直接让人将他们送到长安 在同渊的劝说下 张任虽然是还不松口 但敌意明显已经减弱 加上刘章一家在被送来长安之后 过的日子也比较舒坦 而刘章得知张任和灵包的情况之后 也知道两人忠于自己 不过如今张秀攻下一周之后呢 非但没有杀了自己一家 反而是善待之 刘章心中也感激 于是和童渊一同劝说 一个是恩师 一个是雇主 张任自己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于是和灵包就一同投降了 张秀见得张任投降自然大喜啊 对于这个师弟的统兵水平 张秀心中还是有数的 故此就直接封他为大将 不过张任也是高傲 不愿意让人说他是凭与张秀的关系 才得高位 因此和灵包一同加入到高顺的新兵之中 从一个小兵当起 不过这大将他毕竟是大将 从新兵入营到现在 短短数月时间 张任和灵包已经激攻为副将 众新兵对两人的本事也信服不已 而此时在高顺看来 众人之中能给出较好意见的也就只有张任了 因此呢就将目光投向张任 只见高顺六一陈吟说道 以县两万破风营之实力 虽然不如顺以前所练之县阵营 然而相距亦不远 至于血刃营 实力更在县阵营之上 加上由景兰为辅 顺以为可以强取相成 张任一听周梅说道 高将军所言虽然有理 然而攻城毕竟会让士族损失惨重 任以为强攻之前可先智取 实在不行 在强攻亦不迟啊 徐晃听德点了点头 问道 那公义以为如何智取呢 这公义啊是张任的字 听了徐晃发问 张任拱手答道 听闻胡将军早在襄阳城内建有一地道 而徐将军正是由地道中出来 而之前黄府将军断后 为的就是不让曹军发现地道入口 我等或可从地道攻入相成 徐晃听完苦笑了一声 说道 公义所言之际 黄早在之前已经施行 只不过 曹晃小儿虽然不知道地道入口 但却留下大量人手在城外巡查 本将所派偷袭之人一出去 就被捉住 地道之计 确不可行啊 这时 逆旁的陈公开口说道 曹操留下居首 辅助曹昂 这居首乃是河北名士 原来袁绍手下的谋士啊 主公曾言 袁绍手下谋士中 以居首和田丰最为厉害 其中居首更胜田丰一筹 要智取 恐怕瞒不过此人 张任之前还没接触过中原 河北的人物 但他也知道 张秀有识人之能 听得张秀的评价 张任亦无奈苦笑 徐晃倾咳了一声说道 嗯 如此 我君唯有强取相承 不知诸位可有异议 众人听得一通摇头 徐晃听得便立即下令道 既然如此 高顺张任 领包 如三人领本部兵族攻城 李延 如则领景兰队协助进攻 不得有误 众人听得七声应诺 这边虚谎宣布散会之后 张权就和王平等人 积极的返回到自己的营内 刚回到营中 众人就悉数从营内 是涌出来迎接 心急的马丘当先就问道 老大怎么样了 可讨的先锋来当 张权还未说话 王平却已经摇头了 说道 不要说先锋了 什么都没有捞着 众人听得先是愣了一下 继而所有人都露出失望的神色 好不容易来一次战场 却什么也做不了 众人自然很失望 不过转念一想也说得过去 张权毕竟是张绣长子 攻城战是最为危险的 徐晃自然不敢让张权冒这风险 不然这罪可就大了 见到众人一脸失望的神色 贾木却是摇头晃脑道 其实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见得贾木在卖关子 一帮少年就不愿意了 马丘和太史横对视一眼 点头之后一嘴又来到贾木身边 看那架势 如若贾木是在卖关子 恐怕就是一顿胖臭 贾木见得无奈苦笑道 哎呀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尊重文人 尊重懂吗 马丘嘿嘿一笑 双拳不住的在搓着 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 伴随着这尖笑声 马丘说道 嘿嘿 老贾 我们知道什么叫尊重 但我们全都可不知道啊 说完就又拳举得老高 贾木见得 大喝道 停 吉尔南南说道 都是些什么人呢 还没有抱怨几句 就见到马丘的拳头要落下来 于是神情一宁 立即道 都且过来 旁边的太史横听德 却是按住马丘 众小一头凑了过去 只见贾木神秘一笑 说道 我且问你们 若是让高叔带着破风营强攻 加上有景兰为佛 这乡城能不能打下来 众人听德都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 贾木黑黑一笑 说道 既然能将乡城打下来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了 在营内后着就是 众人听德同时脸色一沉 也不知道是哪个开口 只听到一声 去 干啥吗 揍他 所有人就围着贾木是一顿胖揍 就连张全也忍不住 暗暗的踹了几脚 当然呢 众人下手都是很有分寸的 并没有真的伤着贾木 只是弄得他灰头土脸罢了 将贾木海扁了一顿之后 张虎撇了撇嘴说道 怎么贾先生如此高人 会生此等儿子 众人听德一同点头 贾木却是欲哭无泪 终于算是明白 什么叫做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了 张全毕竟是老大 指出众人在嬉闹着 严肃的问贾木道 老贾 有何计较且说来听听 贾木见到张全严肃 脸上又收起了玩笑的表情 说道 方才公坛先生言 敌军军是居兽阻止多谋 如若我等用计 恐怕瞒不过他 见到张全等人点头 贾木继续说道 既然居兽是高人 见到破风营之厉害 应该会明白相称难守 其恐怕就会退兵 众人听德再次点头 这是李寒 接过贾木的话头 分析道 而徐叔他们在此与曹昂队上 我们就可以偷过乡城 待曹昂退兵的时候 猛然杀出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如此就可配合徐叔他们进攻了 众人听德一同赞道 好计啊 如此一来 我等杰克离工啊 张全听德倒是皱眉说道 我军要绕过乡城 恐怕有些难度吧 贾木嘿嘿一笑说道 无妨 老大 我们兵少 些许人马调动 敌军不会察觉 而我们只要是上了扶牛山 从扶牛山中就可绕过乡城 埋伏下来 带得曹昂撤军 我等就可突然杀出 突袭曹昂之后 众小听德都是忍不住称赞 太师想拍了拍贾木的肩膀 说道 老贾好记毛 毛终于发现你有些像贾先生了 贾木听完嘿嘿一笑 向着众人四方拱手道 嘿嘿 此小道义 还未等贾木说完 太师想就补充了一句 就是太过猥琐 一点也不像贾先生风高亮节 贾木听完脸色微红 众人听德却是一阵大笑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三十八集 小子们的算计 众人笑吧 稳重的徐盖却忽然说道 老家此技虽然好 但老大要避过我低耳目 领军离开 恐怕是不行吧 众人听德一同陷入到苦恼之中 这时小不点中会走了出来 举起粉嫩的小手说道 周围兄长莫妖 会有一侧 可让老大带着我们大家 大摇大摆离开 众人知道中会自小聪明 并没有人因为他的年纪 而小看他 中欲见得却是苦笑 中会虽然聪明 但年纪毕竟小啊 要他如贾木 李涵等出点厉害的计谋 暂时未能做到 不过论到逃跑的计谋 却郑重中会所长 却是因为中会自小聪明且顽皮 经常受不了长安学宫中某些先生苦闷的课程 于是就千方百计的想着如何逃课 如此一来 也就锻炼了中会的逃跑计谋 之前中会一计 让众人都轻而易己地离开了长安 现在听到中会有策 众人都有些期待 想看看这次小家伙 能出些什么计谋 只见中会神气得一挺胸 装作老气横袖的样子 说道 此事一耳 如今我数万大军在此 粮草自从晚成出运来 然而柴火却是要就地索取 现在各位叔叔都要打仗 柴火之事却是无人操办 而数万大军所用柴火亦非少数 老大正可向徐叔讨这差事 徐叔定会应远 到时我们就可以借着收集柴火 悄悄地上了扶牛山 再行贾大哥之策 众人听得一同点头 赵统上前摸了摸中会的脑袋 笑道 就你小子鬼精灵 说完望向张全说道 老大 同意为此策可行 众人听得也是一同点头 张全笑道 全意以为如此 不过此计却是不能急啊 文伟修赵 你们这几天就辛苦一下 全现在就去向徐叔讨这差事 飞一和董允听得 拱手道 大公子且放心 我们定会搬妥 张全一点头 吩咐众人继续在营中准备 自己则和王平 贾木去讨这份差事 贾木也是精明 打听到陈公不在 并且是徐晃最忙碌的时候 才让张全去讨这差事 若是被陈公当场听到 或者徐晃不太忙 有足够的时间思考 只怕 终会此季就不奏效了 果然 忙碌的徐晃 听得张全讨要差事的时候 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张全是大喜之下 立即回到营中 将好消息告诉众人 之后 便让众人早早安歇 第二天一早 就准备上山了 呼吸着清晨有些微寒的空气 望着乡城高大的城墙 徐晃的眼中闪过怒火 黄斐力的死 是徐晃心中永远的痛 狠狠地握了握 倾金抱献的拳头 徐晃低声吟道 黄斐力 此仇某一定为你报 某定要曹家血债血场 咯吱咯吱 望着神域架高大的井兰 由一众士族推出来 徐晃仿佛已经见到乡城 被打破的模样 咚咚咚咚咚 正在此时 乡城之内传来阵阵的 站鼓声和号角声 听得这阵天的站鼓声 徐晃眼眉不自觉地挑了挑 竟然冷冷地横了一声 说道 来得好啊 哄 正在徐晃低语之间 就听到乡城那边 一声巨响传来 却是城门大开 大队曹兵从城内涌出 并迅速在城墙之前列阵 陈公见得不由的开声赞道 这曹昂倒是清明 见得我军有锦拦 知道难守便出城迎战 徐晃轻横了一声说道 等一下他就知道 什么叫自掘坟墓了 说完 徐晃高级手中大幅 蒙喝道 几鼓 传令前军高盛 因破风营出击 传令张任领包 因本部兵族出击 务必击破帝军 徐晃一声令下 身后的鼓手 捉起两条粗大的棒垂 重重地敲击在 滑盖一般大小的鼓面上 沉重的鼓点声 通过耳朵 一下一下敲在前面 两万破风营的心中 体内久违的热血加速流动 并迅速沸腾起来 小笑已经将徐晃的命令 传达给高顺 只见高顺高举手中长枪 大声喝闻道 且告诉本将 那支才是天下最精锐的部队 破风破风 高顺一手中长枪 摇指前面已经列阵 并缓缓向前推进的曹军 赫问道 敌军夺我城池杀我袍子 此仇当如何报之 两万破风营齐声高呼道 血债血场 说完不住敲击着手中的兵刃 发出铿锋之声 高顺手中长枪向前猛然刺出 大喝道 既然如此 却让他们见识破风之危 让他们血债血场 杀 杀呀 两万破风营经过数月整训 本身就是精锐的他们 此时战力变得更加强悍 高顺一声令下 两万破风营仿佛是出闸的猛虎一般 直扑向缓缓前冲而来的曹军 后面的张刃和领包完全没有动 只是温一笑着关注前军的情况 大军行进之间 高顺猛然大喝道 变称 呼呼呼 两万破风营的士组口中不住 发出富有韵力的呼喝声 同时士组前进间不住走动 若是从高空俯瞰 就会见到原本的方阵灵脚 正在不住收缩 就在与曹军对阵之前 整个方阵已经变成了一个原阵 杀 变阵之后不久 最前面的破风营士组 已经与曹军对手 哭哭哭 哭哭 哀嚎的惨叫声不住传出 配合着利刃切割体枪的声音 形成了战场独有的韵力 曹军阵中 于晋极为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只见两名青州兵同时围上一名破风营士组 就在于晋以为眼前这名张秀军的士组 会被两名青州兵乱刀砍死之时 让他吃惊地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名破风营的士组 在左右那名青州兵挥刀砍来的时候 猛一挡戈 接耳在那名青州兵还未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一刀划过那名青州兵的相警之间 大好头颅猛然飞起 而另外一名本应该协助他的青州兵 却不知道为何被突然窜出的一名破风营士组给截住 然后很快就会消首 相似的一幕在刚接触的战场上不住发生 仅仅一交手 由于晋亲手训练的青州兵精锐 竟然抵挡不住张秀大军的进攻 而且是在不住的败腿 青州兵虽不是曹军最精锐的部队 然而乃是真正的中间力量啊 精锐如虎豹齐 虎卫军等部队 都是从青州兵中选人 而且青州兵随曹操南征北讨十余年 对上步兵正面交手都没有落过下风 除了那一次对上吕布手中的陷阵营 想到这里于晋猛然醒去 眼睛圆瞪 失声道 陷阵营 实在太相似了 这种圆阵 不过看上去这些士族战力 好像不如陷阵营 然而这支部队人数是陷阵营的二十倍以上 不过 陷阵营精锐并不是这么简单呢 还未等于晋想完 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猛人大喝 破风营 贬阵 寻声望去 于晋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当初凭借着八百部族 历拜自己一手训练的青州兵大军的那个人 高顺 下一刻 望着破风营所变化的阵型 于晋的脸色俱变 破风 破风 高顺一声断喝 两万破风营所组成的圆阵猛然变动 若是从高空俯瞰 就会见到 那个已经被曹军完全包围的圆阵忽然转动 同时圆阵中的士族不住上下耸动 若是被张修见到 就会觉得 这个圆阵就像是一个能动的齿轮一般 高空俯瞰此阵的外貌就像是齿轮 然而 配合上旁边的曹军就会发现 无数蜂拥攻击的曹军 就像陷入到一个墨子里面一般 破风营所组成的大阵一搅动 旁边围上的曹军就被碾压至死 后面无论是初次见识的徐晃 成功 还是早就在训练时见识过的张刃灵包 脸上都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色 他们终于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高顺以前的部队叫做现阵营了 如此一眼看去 整个曹军的阵型 就像从中间开始崩溃陷落一般 这种让一支部队的阵型 从中间开始崩散 正正是当初现阵营屡战屡胜的法宝 曹军之中于晋在震惊 前面身在第一线拼杀的乐晋也是一样 面对破风营对曹军士族的不住绞杀 乐晋领着数名亲卫扑了上去 以图凭借个人勇武打开缺口 只见乐晋手持战刀 趁着一名破风营士族 刚杀了一名曹军准备退回阵中的时候 猛然抢出 乐晋看得时机极准 抢出之后 正是那名破风营士族厚利不接 心力未出之时 那名破风营士族见到乐晋朝他扑来 脸上并没有露出慌乱的神情 依然继续的往后退去 并没有露出防守的架势 乐晋见得冷冷一笑 手中战刀猛然劈下 当 金铁交明之声大作 乐晋只感觉到下臂一刀受阻 定睛一看 却是阵中猛然扑出两名破风营的士族 合力挡住自己的一刀 乐晋的瞳孔中透着不可思议的目光啊 张秀的士族战力已经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这种程度的无意 恐怕足以与曹军的百夫长的武艺相比 这些想法在乐晋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吉尔冷冷一笑 加厉虾皮 这次 两名破风营士族再也抵挡不住 小兵毕竟是小兵 大将毕竟是大将 两者有着天差地别 就在乐晋 要取两名破风营士族性命的时候 方才作为他目标的那名破风营士族 忽然冲了出来 手中战刀横潇向乐晋的胸腹之间 好精妙的配合 乐晋心中大振 时机拿捏的如此准确 配合的如此精妙 让身为对手的乐晋内心不由的暗暗称赞 不过赞过之后 乐晋手中的战刀连灰 刷刷刷 三下清脆的响声过后 三颗头颅骤然飞起 三名夹攻他的破风营士族 已经死在乐晋的刀下 乐晋望着三颗飞起的头颅冷冷一笑 然而当他的目光重新落入前方敌阵之中 脸上的笑意却猛然一致 一眼看过去 破风营大阵还是那般完好无缺 冲出来的破风营士族不住袭杀曹军 自己方才打开那缺口 也不知是被阵中的士族填补上去了 还是被遮掩住了 乐晋见得眼中闪过了不服输的神色 双腿登地 他这玄妙的步伐再次扑向阵中的破风营士族 只不过乐晋无论是多少次进攻 都注定是无功而返 破风营士族的配合以及阵型的精妙 根本不是乐晋一个人可以相抗的 就算张秀在此 或许一时之间能凭借战马的速度冲进阵中 然而能入阵的怕是只有他一人 入阵之后还要面对无休止的进攻 最后的下场如何意味可知 当初吕布就是觉得线阵营威力太强 若是被敌人所掌握 他也没有破阵的办法 因此虽然知道高顺忠心 但平时都决定将线阵营掌握在自己手中 待在战时才让高顺指挥 八百县阵营虽然厉害 但还可以凭借人海战术将八百县阵营生生耗死 现在这个由两万破风营所组成的大阵 虽然战力不如县阵营 然而顶不住人多呀 真要破阵也可以用上人海战术 但不知道要生生耗死这个两万人的大阵 需要多少曹军的性命 无论是阵前领军厮杀的乐静 还是指挥曹军作战的余静 对此都毫无办法 乡城城头之上 曹昂居高临下 正正从高处见识到破风营的厉害 两万破风营仿佛化身为一个巨大的墨盘一般 不住的收割 磨杀曹军的性命 曹昂身边的居兽见到破风营的厉害 眼眉不断的跳动 没有见过县阵营出手的居兽 此时见到破风营的施展 心中可谓是惊讶连连 心中暗道 大几师 虎卫军先登营 如此强兵究竟哪支部队才可破他呢 最后居兽发现 论战力不少精锐部队都强过此军 然而论人数 曹军之中所有精锐部队相加也不过如此 最后居兽不由的师生叹道 好一个张秀啊 真是大手笔 探完之后 转头对曹昂说道 大公子 敌军战力强悍 只怕四万大军全出 也不能灭掉此军 受以为应当立即鸣金收兵 我军聚成而守 或许还可以多扛几天 曹昂听得 阴沉着脸色 无奈地点了点头 一白手大喝道 传令下去 明金受兵 说完之后 又大声指挥道 乘上弓箭手都注意 剑上弦 协助我军退入城中 当当当当当 曹昂一声令下 清脆的明金之声响起 在阵前指挥作战的于晋听得 心中暗松了一口气 面对如此强兵 这样打下去根本没有丝毫的胜算 这明金之声正应了于晋心中所想 明金之声大作于晋不敢怠慢 立即让前军断后 而后退到后面指挥后军 有序的退入城中 这种情况下的退兵最为混乱 稍有差池就会导致崩溃 于晋经验丰富 不敢有所大意 于晋指挥后军退兵 断后的前军之中则有乐进在稳住阵型 让曹军缓缓退却 如若破风营攻道的时候 则由乐进亲自引着兵足上前阻截 总算是让曹军步步后撤 不至于溃败 此时眼周西部 张秀与曹操主力的战场 虚晃那边 在湘城与曹王对峙之时 这边曹操和曹张大军 还有张秀和张辽大军几乎已经会合 刘业和赃霸率军翻越梅山 的确出乎张秀的意料 然而以张秀和贾许的谨慎 自不会让骑兵接近梅山 这些起伏不定的山地 本来就不利于骑兵施展 因此张秀面对曹张的诱敌 完全没有理会 只追到梅山山脚 就收兵回去与张辽会合 至此曹操与张秀两军之间陷入胶着之中 张秀屯住在平原之地上 方便骑兵施展 而曹操则屯住在梅山山脚 有梅山作为依靠 可以抵御张秀骑兵的进攻 这种两军之间的胶着 张秀是耗得起的 马腾的骑兵已经横扫掉眼周了 除了陈流城以及附近 有些县城有大队曹兵防守 马腾不等得手之外 其余的地方都已经被马腾截掠一空 由于索节的粮食不少 除却马腾自己一军留下必要的干粮外 大部分粮草都被霍郡的水军 直接运往河北 以供赵云大军用度 如此一来 却是让洛阳的诸葛锦 和长安的中瑶轻松不少 与张秀的轻松不同了 曹军大张内的气氛却无比沉重 自从出兵之后 曹操的眉头就没有舒展过 张和兵败更让曹操感觉到烦恼 乡城虽然是攻陷了 然而那损失实在太大 现在对上张秀 连凡师纪也无果 加上衍州那边不住传来不利的消息 现在听闻马腾骑兵就要开进青州了 曹操想想都觉得烦恼 揉了揉太阳穴 连续数月的思考 让曹操的头疯病发作了数次是越来越频繁 想想头疯发作之时的疼痛 曹操的眼眉不自觉的挑了一挑 正在曹操一个人独自在帐中沉思之时 徐楚忽然走了进来 向曹操禀报道 主公 三公子郭继久 还有几位先生在外求见 曹操听得精神恢复了不少 点头道 请他们进来吧 此时他也没有破敌的办法 郭家他们前来 他也希望上一出破敌之策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迎放勋 演播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三十九集 大水淹中原 先进来的是曹张 见到这个勇武不凡 初次领兵 又逼得张辽只能死守的儿子 曹操的脸上闪过慈爱的神色 带得后面郭家巡游等人进来之后 曹操脸上才收起那慈爱的神色 带得众人都进来之后 曹操问道 奉孝 如今清许那边情况如何 郭家一拱手说道 回主宫 马腾大军想先攻泰山郡 之后可似乎情况分兵入口青州 或徐州附属之地 幸得泰山太守 梁喜强征壮丁入伍 聚险而死守 勉强打退了马腾 不过马腾率军扣泰山 据紫鱼回报 马腾只被先攻济北 再从济南入青州 其已经和青州刺史王陵联络 二人组织清徐兵族 抵御马腾 这紫鱼呢 就是梁喜的字 梁喜与王陵 都算是曹操手下新成长起来的人才 其中 王陵乃是王允之职 得知天子到许长之后 领家族之人投靠 曹操因王允之关系 对王陵青睐有加 如今已经是青州刺史了 至于梁喜 曹操一有所耳闻 出为郡主部 后来曹操与袁绍大战之时 治下无人 便让其兼任四个县的县令 而梁喜亦不负曹操所望 将这四个县打理的事 井井有条 后来 便升为泰山郡太守 现在听来 梁喜非但有政治之才 军略亦不差 曹操点了点头 盲问道 那田国让 可到陈留没有 由于陈留的情况太坏 陈留空有五万大军 而无人指挥 于是曹操就急调田玉南下 让他坐镇陈留 希望田玉之才 能解陈留之威 郭家听得点头说道 嗯 国让已经到的陈留 不过 由于之前 军異大败 加上马腾大军连番骚扰 因此陈留大军虽然多 士气却不高 国让需要时间整训大军 才能着手对付马腾 曹操听得点了点头 如今有田玉良席 王陵三人分兵在衍州 徐州 青州 统领大军 对马腾进行围剿 想来就算不能剿灭 也能纠缠一段日子 沉颜了一下 曹操叹了口气 说道 马腾小患 真正的大患 还在眼前呢 哎 众人都知道 曹操口中的大患所指 不过 郭家巡游 刘燕 连番失际无果 此时几人都沉默了 正在帐内一片沉闷之时 一道清亮而沉稳的声音说道 承想 亦有一侧 可破张秀大军 众人听得很是惊讶的 妄想声音来源处 见到正是一项说话不多的司马懿 曹张满脸疑惑 对于司马懿他是接触不多 只知道二哥曹丕 跟这司马懿很投缘 而郭家巡游等 也隐约提过司马懿很有才能 因而此时曹张 不自觉的多看了司马懿两眼 曹操见得说话的是司马懿 知道此子颇有才干 然而郭家等想不到计策 曹操也不觉得司马懿能有计 不过既然司马懿站出来说话 曹操也不好不听 于是淡淡地问道 不知重答有何计策呀 司马懿对曹操的冷淡也习惯了 于是一攻手 说道 亦这破敌之策乃是自损一千 伤敌八百之策 主位之上的曹操和下面的郭家三人一听 就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 曹张更是疑惑地念叨 自损一千 伤敌八百 那还能算是破敌之计吗 帐内甚是寂静 曹张的话音虽小 然而众人皆是听得清清楚楚 司马懿仿佛回答了曹张的话一般 自顾自地说道 自古战场交锋 都不以死伤而论胜败 胜往往更是比败者损失更多 胜负之决定乃是一军的目的是否达到 目的达到了就是胜 目的达不到就是败 司马懿的话众人也听得清楚 曹操点了点头 对曹张说道 自问 重答所言有理 所谓辞不掌兵已正是辞理 如若不舍得布下损失 哪里能取得胜利 好像相乘一战 我军损失大于徐晃 然而相乘攻下 我军就是生 而徐晃就是败 曹张听得点了点头 向着曹操和司马懿分别一攻守 说道 张受教了 曹操这时将目光重新放回到司马懿身上 宁生问道 重答且为本相说一下 哪个自损一千 伤敌八百之策 只见 司马懿向曹操拱手一礼 行礼之前 原本还平静的神色 在行礼抬高头之后 已经换上了满脸的杀气 司马懿望着北面的方向对曹操说道 一此祭 乃是绝黄河之水 一言张秀 帐内国家等人一听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 曹操脸上的神情也变得无比凝重 寻妖听得立即说道 不行 黄河水量何其多 加上现在乃是夏季 正值黄河汛气 若是行此祭 整个燕州 豫州 西北部都会为黄河所言 这些都是主公经营了十余年之地 以此大水 两天城池西数被毁 此时曹操脸上阴晴不定 显然在思考此祭的利弊 司马懿见得说道 寻尚书所言虽然有理 然而此时我军面对张秀大军 没有丝毫胜算 而张秀只需静待南洋那边攻破湘城 那么不但许昌为己 我军也要父辈受敌 而若是行此水计 一是咳破张秀在此的大军 其二 沿州西部 豫州西北部 变成一片汪洋 张秀大军不能再来 如此一来 我军可转而攻南洋 须知道南洋郡内山地不少 不太适合张秀骑兵施展 顿了一顿 司马懿继续说道 其三 放黄河之水 虽然会淹掉 沿州西部 沿州西部和御州西北部 然而受到河水道观 司州以南逃其节 虎劳似水两座雄冠可一夜毁掉 日后我军也供司州当再无险阻 洛阳以东之良田可悉数毁掉 而以大水之威力 洛阳城只怕以南逃去节 张秀辛苦经营的洛阳 一下子毁掉 洛阳以城的损失 绝对可离燕州玉州的损失 其四 若是我军大破张秀 那么河北三十万大军当士气大振 河北局势当转变为对我军有利 如此一举数得 意为此计绝对可行 刘叶听得咒美道 话虽如此 然而以仿黄河之水 整个中原西部被毁 百万百姓受灾 到时主公根基之盘 刘叶还未说完 主位之上曹操就一摆手 说道 不许多说了 本相决定行重打此计 巡妖和刘叶听的大吉 纷纷一眼神望向郭家 郭家见得却是摇了摇头 说道 攻打紫阳 家也赞成行重打之计 若是这一战不能将张秀重创 那么以后再无可阻张秀之力 行此计 我军虽损失惨重 然张秀已如此 不过 我军还有一战之力 而不行此计 我军在此 一无破敌之策 只能束手待死 若是刘被那边败了 我军就再无机会 因而 家以为 此计不得不行 曹操 腾的一下长身而起 手按宝剑 力声大喝道 成大侍者 不举小节 奉效重打 此计犹如二人执行 子温 如本部人马 听从两位先生调遣 不得有误 郭家司马懿 曹张三人一同攻守 齐声应道 诺 乡城之下 张秀军阵中 徐晃见到曹军步步后撤 阵形没有搭乱 直到高顺那里 占不到太大便宜 于是轻横一声 大声下令道 传令李延 率领景兰队前进 让张任和林包 引大军护卫景兰队 传令破风营 暂且列阵向后 徐晃的三道命令下达 李延当先指挥景兰队前进 一架架景兰前进之时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原本对这种声音极为讨厌的徐晃 今天听到心情却是格外的舒爽 李延指挥着景兰队前进 张任和林包则各领大军在景兰下方 列阵护卫 跟随着景兰队一同前进 而前方的高盛听到徐晃的命令之后 也停了下来 重新列好防阵 徐晃半眯着眼睛 静带景兰队推到离乡城城乡不远的地方 猛然一摆手 原本爆发出震天响声的战鼓声停了下来 战鼓一停 正是开战前徐晃和李延约定好进攻的命令 只见前方李延猛然大喝道 景兰队 放箭 将城头上的敌人全部给本将射下来 咻咻咻 苏苏苏苏 李延一声令下 景兰上早就做好准备的士族 哪里会手软 另一剑一蹴接着一蹴往城头之上清醒 虽然没过多久 这些士族的首部多处地方都已经被弓险所划破 然而 有这种力攻杀敌并且毫无危险的机会 士族们哪里会放过 景兰上的士族唯恐利剑不够多 一蹴还未射完 就抢另外一蹴 利剑刚从景兰下面搬上去 还未放下就已经被抢走 由此可见 景兰之上士族的士气高涨的程度 不如有利剑倾泻在城头之上 一下子就将乡城的守军压制住 后面的徐晃剑德大声喝道 击鼓 传令张任灵包引本部人马攻城 破风营在后戒备 确实徐晃担心城上有准备 怕破风营的士族死伤太多 因此便先让张任和灵包引军攻城 以为试探 乡城之上 乐尽手持盾牌 冒着剑羽缸冲上城头 就发现张秀军开始大举攻城 乐尽快步走到城楼之上 来到曹昂的身边 此时曹昂正在不住指挥 见到乐尽来到 曹昂联盟说道 敌军就要攻城 文谦 如其领异军到城头之上 敌与敌军进攻 乐尽听得咒美说道 大公子 敌军势大 景兰又厉害 还未说完 曹昂就一摆手 说道 无妨 本将已经命人将火油拿上来 文泽他们也在准备滚木等一燃植物 只要大火烧起 今日就能扛过去 乐尽听得 会议的点了点头 抢过旁边一名士卒手中的皮顿 拿着战刀 就冲到外面的女墙上 此时张任和灵包 已经指挥大军进攻上来 由于城上曹军受到景兰的压制 下面不少张秀军士族能冲上城头 乐尽不敢怠慢 一手吃皮顿挡着剑鱼 一手挤舞战刀 随后将两名冲上城来的张秀军士族砍发了 后面曹军见到乐尽汉勇 士气大涨 一声欢呼之下 手舞兵器 联手将几名冲上城头来的张秀军士族杀死 扑扑扑 不过这些曹军还未高兴多久 锦兰之上的张秀军士族看准了空隙 另一剑猛然射出 接连几声轻响 就有几名曹军士族头部要害重剑 当场毙命 乐尽剑得即道 注意投射的力剑 还未等乐尽的话说完 忽然其耳边就出现强烈的风声 乐尽不敢怠慢 手中战刀一番 只听见钉的一声轻响 一根力剑被乐尽战刀磕飞 不过 矩阵的双手让乐尽感觉到 射箭之人必力极大 非寻常士族可比 乐尽抬头眺望 果然见到锦兰之上一名大将 手持大功瞄准自己 还未等乐尽细看 力尽再次袭来 乐尽无奈之下 脚踏玄妙的步伐 在力剑射来之前就躲了过去 锦兰之上 李延见到自己一剑被挡 一剑被躲了过去 却是轻横了一声 喃喃自语道 本将且看你能挺多久 说完又撵了一个力剑 居高临下向着乐尽射去 嗖嗖嗖 此时乐尽心中恼怒无比 锦兰之上的李延已经跟他杠上了 其手中大功只认准自己 无论自己走到哪 他的弓箭都是寻找自己 李延并非弱手 虽然一直都担任文职工作 然而武艺却并没有拉下 一手弓箭逼得城上乐尽不停躲闪 根本没有机会领着曹军抵御 下面张绣军的进攻 扔火油 扔火油 正在此时 乐尽听到旁边传来曹昂的段和声 继而就见到曹昂身后的士族 将一嗡嗡火油扔到城下 放火箭 扔火把 呼 火油被扔下 紧接着就是火箭和火把 城下早就布满了大量滚木 这是乐尽与李延纠缠的时候 于尽领着人从城上扔下去的 而火油扔下去之时 一下子就箭落在滚木之上 火箭和火把一下子就将城下的火油点燃 并且急速地蔓延开来 见到大火燃烧 曹昂 乐晋 于晋等人悉数都松了一口气 城外大军阵中的徐晃剑德 冷冷地横雷声 骂道 狗言残喘 继而一招手喝道 传令 明军收兵 徐晃并非不治之人 心中虽然充满了复仇的怒火 然而面对人力无法抗衡的大火 徐晃也知道 这样继续攻下去 只是拿士族的性命在开玩笑 于是就传令明军收兵 进行了大半天的战争 除去最后张任和灵包引人攻城的时候 折损的比较多之外 大军基本上没有太大损失 稍稍统计一下 总共也就是伤亡千余人 其中阵亡不足千人 反观曹军呢 城上曹军损失统计不了 然而单单城外 曹军就扔下了三千具尸体 这些曹军绝大部分都是被破风营所杀 正面交锋能杀如此多的敌军 而自身损失不到敌军损失的十分之一 如此战力当真恐怖 以前破风营号称是以一当时 但并不能真正做到 最多也就是以一敌武 而且还需要战争进行的很顺利 然而今天对曹军的精锐的青州兵 破风营确实做到了以一敌十 当武可以精锐之名 初次见识的徐晃 李延等人 想到这样的伤亡比率 心中都生起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同时也明白 为何张秀对高顺如此看重 能练如此强军 只怕天下独此一家 望着香城的城头 徐晃只是冷冷一笑 心道 曹家子 本将就看你能守着香城多久 城破之日 必定要你们血债血偿 正在徐晃沉思之间 一名小校飞快来到徐晃身边 并报道 将军 大公子所不人马上了扶妞山 到此时都未回 还未说完 徐晃的脸色大变 失声道 什么 接着猛喝道 那还不快去找啊 显慢 正在徐晃心急之时 听到此声音 猛然望去 见到说话的正是陈公 徐晃强忍着焦急的心情问道 公太 怎么了 陈公微微一笑 说道 大公子此去或许能见起功 公明无需太过担心 徐晃听得张了张嘴说道 话虽如此 但大公子毕竟是主公长子 陈公微笑道 主公让大公子领兵 也是为了让他多加锻炼 而不想大公子成为一顽固子弟 公明太过保护于他 其实并非好事 只怕道士主公还会因此而责备啊 徐晃听得 无奈道 嗯 先生说的有理 那就随他吧 说完大喝道 回应 本期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赢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 继续 第三百四十集 叛徒 眼周境内张秀大营 张秀刚在大营内巡视了一圈 发现并无不妥 便回到帐中 刚入帐中不久 就见到贾许和张辽 急急从外赶进来 二人也顾不得心理 贾许就大声说道 周公大事不妙 立即离开大营 张秀很少见到贾许如此急色 于是其道 哦 文和何时惊慌 张辽顾不上许多 上前拉住张秀说道 主公不要废话 曹军掘开黄河提防 放黄河之水一沿中原 此时洪峰就要到陵县 只怕不到半天就到此处了 张秀听得 脸色一下子就变得煞白 此时已经顾不上其他 抢过虎头金枪之后 是直接出仗 这时胡车已经迁来撒路 张秀跳到马上之后 才问道 文和 可让重将士出逃 贾许此时也上了马 说道 主公且放心 须已经让旁柔旁德 带部族先行出营 前往管城 在管城城上驻扎 梦启他们也点起了骑兵 主公且先行 这时王霜已经领着一队兵马来到 见到张秀也顾不得心理 说道 主公快走 张秀点了点头 对张辽说道 文远且保护好文和 老胡 我们走 说完策马前行 王霜领军在前开路 贾许和张辽紧随其后 只听见贾许即道 主公且往东南走 眉山西面为曹寻所惧 张秀听得会议的点了点头 而此时张秀的大营之中早就乱成了一团 除了庞柔领着部族先行出发 马超 华雄 周苍等在营内不住指挥 觉得人数够了 也不管慢了那些 就立即引军出营 只管往东南方逃走 整个大营近七万大军猛然出走 在眼周西部上演了千里大逃亡 也幸好张秀和曹操交战之地 离黄河有段距离 才有机会逃走 不然的话 只怕稀里糊涂的就当了水中亡魂了 至于虎牢 四水 还有洛阳那边 张秀也顾不上了 此时可谓是争分夺秒 性命要紧 眉山东面的半山腰上 张秀看着山下结成一片汪洋 与平地相连的一些小山巻 受到大水的冲击 不住倒塌 想起自己领军刚上眉山 大水就已经涌到的一幕 张秀感觉到庆幸不已 如若迟了半分 只怕自己是连带着一万余人马 都要葬身水底之中了 此时眉山正滴答滴答地 下起了磅礴大雨 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 为数十万中原百姓所受之灾 而难过哭泣 幸好眉山也算高大 张秀和王霜 张辽等万余人马 足够囤住其中 张秀的脸色此时 如同草棚外的天气一般 变得阴沉无比 这时贾许来到张秀面前禀报道 主公 我等于孟起 还有令营他们 都已经失去了联络 现在温远 已经让士族打造小船 派人去找众苗的水军 来接应我们 张秀听得点了点头 贾许提到的水军 也让张秀心安了不少 不过 见到山下已经是一片汪洋 张秀心中就恼怒无比 咬牙切齿道 曹梦德 你果然狠了 绝黄河一言中原都做得出 让千万百姓葬身大水之中 良田家园尽毁 此人神共分段子绝孙之举 骂过之后 张秀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下 才扭头问贾许道 温和 我军此次损失如何 贾许心中早就有数了 此时听得张秀发问 便回道 幸好温远发现得早 让我军及时逃离 虽然与孟起和令营他们 暂时失去了联络 但令明他们先行 到滚城应该能避过大水 孟起他们也领骑兵 速度不比我们慢 应当无碍 只是许以为 要尽快联系到众鸟 不然我军粮食恐怕不够啊 说到这里 张秀眉头皱了皱 问道 温和 粮食和资重这次损失几何 贾许摇了摇头 一摊手道 悉数近毁 士族身上可能还有些干粮 但应该不够 除去粮食之外 床弩和连弩车 这次也来不及返远了 张秀虽然心里早就有准备 此时听得也是默点了一下头 说道 回了就回了吧 只要人无事就好 这些东西我等还可以再造 说完张秀顿了一顿 问道 温和 此次大水为何毫无仙兆来到 资猴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大水差不多到隆线才发现 贾许的眼中闪烁 说道 主公 此次发现大水 乃是隆线一些百姓南下来到 被文远的亲卫撞见才知道 事前我军资猴 根本没有回报 张秀一听眉头一挑 眼神之中也闪过一丝莫名的神色 喃喃自语道 莫非是他 贾许点了点头 说道 主公 许早就说了此事 主公手下又不缺匠 何必为了他 贾许还未说完 只见不远处传来阵阵海沙声 张秀一听脸色微变 贾许转念一想 就说道 主公 恐怕是曹军从西面翻越眉山来攻了 张秀听得点了点头 拿起虎头金枪 就要往喊沙声传来出走去 贾许几步跟上 贴近张秀耳边 巧声说道 主公不可再心慈手软 当借此机会 一除后患 张秀听完 却是停住了脚步 而后轻叹了一口气 说道 唉 温和且放心吧 本将自晓得 说完 不顾大雨 快步前行 望着张秀远去的背影 贾许眼神闪烁 最后却是叹了口气 喃喃自语道 主公你实在是太仁厚了 这既是好事 也是坏事啊 唉 说完 只是不住的摇头叹息 写说张秀道的阵前 两军将士正在大雨之下交战 附近的土地上都染满了鲜血 被大雨冲刷之后 使得小溪也染成了红色 只见从山上不住冲出曹军氏族 而张辽胡扯而王双三人 却是领军冲在最前面 抵御曹军的进攻 也幸好三将骁勇 才能巩固住防线不失 不过 现在张秀军接在山上 骑兵根本就不能施展 只能是全部下马迎敌 战力下降了一大截 刚来到的张秀 一眼就看到山上 已经竖起了一杆大旗 上书一个大字 脏子 显然就是脏霸所领的 精锐泰山军了 这更令让张秀 感觉到头疼不已 而且 现在脏霸所领的泰山军 由于是从眉山那边 翻越过来来攻的 因此其军从山顶上 杀下半山腰来 居高临下之势 让脏霸的泰山军 占尽地利 张秀不敢怠慢 立即挺枪加入战团 张秀一冲进战团之中 虎头金枪猛然抖动 金凤横空立线 只听见扑扑扑 数声轻响 六名曹军士族 直接就倒在张秀的墙下 大将军 见到金凤横空立线 刚被张秀救下的几名兵族 其声兴奋大叫 这一声叫喊 也感染了周围的士族 其声兴奋大叫 张秀这一尊战神出现 让士族们的士气当即大震 其声高呼 拼杀起来也更加卖力 张辽见到张秀出现 惊出了一口气 蒙一举刀大喝道 大将军与我等一同抵敌 主军杀呀 张秀的出现 加上张辽的指挥 让泰山军一时无从下手 并被张秀领人打了回来 曹军阵中 张霸问一边的司马懿道 先生 张秀骁勇 麾下士族因其鼓舞而士气大掌 如此下去 我军恐怕很难拿下张秀啊 司马懿见得 年轻的脸庞上浮现出些许笑意 自顾自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将张秀击杀吧 张霸听得惊讶道 啊 什么 司马懿的脸上露出胸有成竹的表情 笑道 张将军和孙冠将军 且领义军从右面猛攻 孙康将军 且隐义军从左面猛攻 张霸听得有些奇怪 此时张秀正在中路 按理说应该是主力进攻中路啊 不然就会被张秀率军从中路突破 但是司马懿却将他和孙冠两个放在左右路 显然是想从右路突破 这不得不让张霸感觉到奇怪 司马懿见到张霸的表情 自然知道其所想 便笑道 张将军无须多疑 请俺一所言照办即可 张霸想起来战前曹操的吩咐 一切听从司马懿的指挥 于是点了点头 和孙冠领军去右路进攻 司马懿一做调动 下面张秀就发觉不妙 张辽急急来到张秀身边 并报道 主公 敌军从左右路发动猛攻 特别是左路 攻势极猛 兄弟们快要顶不住了 张秀抬手一枪 将一名曹军刺死 望了望已经去了右路支援的胡车尔 点头对张辽说道 文元且去左路指挥 务必将敌军挡下来 带着张辽走后 张秀举枪大喝道 其余将士 跟本将从中路突破 杀 张秀一声爆合 虎头金枪猛然抖动 接连将几名曹军士族刺死 正在此时 张秀忽然感觉到背后一道冷风袭来 虽然现在正下着暴雨 然而这种危险的气息 张秀感觉的极为清晰 背后根根汗毛同时倒数 面对这股袭来的冷风 张秀脸上露出冷笑的表情 同时以极快的速度转身 虎头金枪抬手就向着那道冷风打去 当一声金铁交明之声传出 不过就在此时 一道冷芒更是以更快的速度猛然袭向张秀 此时正是张秀就力不揭 心力未济之时 面对更快的冷芒袭来 张秀非但没有露出惊慌的神色 脸上反而露出了不屑的笑意 虎头金枪原本消失的金凤 很快就突兀的出现 凤手轻点向那道冷芒 只听见钉的一声轻响 张秀手腕一沉直下 就用虎头金枪将那道冷芒给挑开 当冷芒落地之后 却是清晰的见到正是一个流行锤 张秀挑开那流行锤之后 双腿一蹬地 虎头金枪飞刺向出手那人 在张秀看来 那个人应该会出手顽抗 怎料面对张秀刺去的一箱 那人只是闭起双目 一动不动 呼 就在虎头金枪划破长空 枪尖就要刺入那人咽喉时 虎头金枪骤然停了下来 顶着咽喉并没有刺下去 张秀望着眼前那人 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吏声喝道 自全 本将咨问带入不薄 更是三番四次将机会送到你面前 给你选择 缘何还要背弃本将 原来对张秀出手之人 正是王霜 王霜此时已经睁开眼睛 望着张秀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最后却是叹了口气 说道 主公对俺有救命之恩 此恩双不能不报 现在虽然功败垂成 但双此恩已报 然而双却愧对大将军 请大将军赐双一死 张秀清横了一声说道 哼 你主人是谁 听得此问 王霜陡然露出坚定的神色 说道 请恕双不能打大将军 张秀冷冷一笑 说道 哼 你以为不说本将就不知道吗 你的主人正是 说完这句之后 张秀是一字一顿的说道 河内司马懿 王霜听得司马懿之名 眼神当中忽然闪过惊慌的神色 张秀又不理会王霜 自顾自的说道 其实你一来投本将 文和就经提醒本将 你是别人派到本将身边来的 张秀一边和王霜说着话 旁边的士卒却是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不过张秀的亲卫反应极快 立即节阵将张秀团团围入 而一边的胡扯儿也向着这边急赶过来 见到王霜脸上露出不信的神色 张秀轻笑了一声说道 哼 试问一个市井粗汉又怎么会写字 这个就是你最大的破绽 除此之外 你是本将要攻河内之士 从河内而来 还有那一次本将去河内刺杀 恐怕也是司马懿精心安排 为的就是让你可以取信于本将 不然老胡和文和那子 又怎么会上吐下下不止呢 见到王霜的脸上露出惊慌 以及不信的神色 张秀继续说道 不过 可惜那次老胡和文和也是装出来的 说完张秀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本将觉得你是个人才 文和吕次劝本将杀你 本将都没有下手 只是希望有朝一日你会归心 而你 自从那次之后对本将亦是忠心耿耿 特别是攻略一周还立下不少功劳 本将曾一度以为你已经归心了 可惜啊 说到这里 张秀只是摇了摇头 王霜叹了口气说道 唉 其实在于府之时 某是知道无意要判的 所以大将军说某位攻略一周立下大功 确实未必 张秀清笑一声说道 哼 无意要判那是诸葛亮之谋 如若你 足此事 很可能因此而丧命 不过你倒是聪明 知道保命要紧 王霜听得沉默了一阵问道 那某流星锤的绝技 大将军一早知了 张秀点了点头 回头望了望已经赶到 并代替自己领军与曹军交战的胡斥 忽然收回顶住王霜咽喉的虎头金枪 王霜有些惊讶地望着张秀 却是见到张秀轻笑一声 说道 数次问 于你的本事能从本将手下逃出去吗 王霜听得摇了摇头 张秀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 问道 本将很想知道司马懿究竟对你有何恩义 令到你对他如此忠心 王霜见到张秀的眼中透着真诚 内心不自觉的一阵轻颤 最后长叹了一声说道 唉 双小时加贫 自有父母双亡 与妹子相依为命 若不是主人相救 双和妹子恐怕早就丧命了 大将军对双有厚恩 双亦感激 然而主人当年之恩不敢往去 请大将军恕罪 张秀一听确实说道 你是为了你那妹子吧 王霜一听身子一阵颤动 张秀脸却是点头道 如且放心 本将在此答应你 你那妹子 本将定会将她救出来 但你此次犯下之罪太重 若不杀你 本将难以向重将士交代 雨还在不停的下 王霜的脸上已经湿透了 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 只见王霜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向着张秀磕了九个头 哽咽道 大将军之安 霜唯有来势在报 现在但求大将军刺霜一死 霜 无怨无悔 说完抬起头来 闭目望着张秀 张秀见得轻叹了一口气 闭起双眼 同时手中虎头金箱猛然刺出 直直穿过了王霜的咽喉 望着王霜倒在地上的尸体 张秀喃喃的念叨 实也 命 说完张秀轻笑一声自嘲道 张秀啊张秀 你真的就自己以为能够掌控一切吗 其实你不能 说完张秀转过身 突入到战场之中 再也不看王霜一眼 同时脸上闪过了一丝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坚定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迎放勋 演播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片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王霜陡然的叛变 确实让士族们极为惊讶 继而引发小规模的混乱 虽然张辽迅速稳住局势 而胡扯尔也亲自顶在最前 让防线不至于立即崩溃 不过 这一阵的混乱 足够让原本占了上风的曹军优势 更加明显 司马懿见得 对旁边的贾奎说道 两道 如雪率军从中路进攻 贾奎听得 立即拱手应道 诺 论战力 下了马的枪胡铁骑 却是降了一大劫 加上泰山军擅长山地作战 张秀这面更加不占优了 此时 张秀正为王霜之事心中烦躁不已 此时 正孤身冲在最前疯狂杀人 以泄心头之怒 只见张秀手中虎头金枪不住抖动 长枪每出 必有数人毙命 张秀所到之处无人能挡 有相聚者直接就为张秀抬枪刺死 张秀前进不到三十步 周围已经堆满了曹军尸体 张秀望眼竟然不下百句 中路曹军望着张秀的眼中充满了恐惧 一时为之胆怯 这时假鬼还未杀到 但旁边的孙康却没有胡车的阻挡 已经领军从旁杀制 张秀刚杀了百余人 怒气虽然暂消 然而 见到孙康领军杀来 怒气又再次上涌 重重的横了一声 低声骂道 哼 不知死活 骂完 提枪直不向冲在最前的孙康 孙康此时心中正兴奋 引着大军协力杀出 打得张秀军节节败退 忽然间 却是见到一名持枪大将杀来 定睛一看 认得正是张秀 孙康大害 这样的杀神可不是他能抵抗的 于是身形猛然暴退 张秀早就看准了孙康 哪里会容他逃退走 足下速度加快 手中虎头金枪猛然抖动 挡在孙康面前的曹军士族 是处之急死 金凤横空抱线 所有挡在张秀跟前的曹军士族 根本就不敢抵挡 不知的向两边推开 很快就露出了孙康的身形 张秀见得自不会迟疑 足下听点 金凤直扑孙康 迅速快若奔雷 那边孙康见得张秀不来 知道走也走不掉 于是狠咬牙 持刀反身影响张秀 此时张秀心头火气未过 正是怒急之际 见到孙康杀来 只是冷笑一声 手上也不迟疑 骨头金枪锋利的枪尖 向着孙康的胸口 是直接挑剧 孙康见得 知道硬拼自己 肯定拼不过张秀 于是不顾胸口防守 战刀猛然披向张秀的 相警之间 以图来个同归于尽 张秀见得 吹小欢露出一丝笑意 虎头金枪一转 以枪柄迎向孙康 孙康见得张秀变招 却是大喜 按道 顺利天下低武将 也是怕死之徒 不过下一刻 孙康的脸上 却是露出了 惊骇的神色 艰难的低下头 孙康却是见到 一杆长枪 不知何时 已经刺入到 自己的胸口之中 而长枪的主人 正是那个 他以为是 怕死之徒的张秀 而后孙康就感觉到 全身剧透 继而眼神一黑 软倒在地 杀了孙康 张秀的心情 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那些曹军士族 见得张秀斩杀孙康 心中更惊 哪里还敢上前 正在此时 后面传来一人 悲呼道 赞哥 张秀皱了皱眉头 扭头一看 见到另外一边 正与脏霸一同 夹攻张辽的孙康 已经弃了张辽 向着自己一边杀来 张秀见得 只是冷冷一笑 反身迎了过去 正准备将孙康 也一同解决掉 忽然鞋词里 转出一将 一把将孙康拉住 蒙喝道 中台清醒点 要杀张秀 凭你一人之力 怎能 且先一同杀败张秀军 到时的张秀 就算能以一敌百 我军也可以 将其生生为杀 孙康定睛一看 见到说话的 正是假魁 孙康也非鲁莽之人 只不过 被孙康的死 蒙了心智 正在此时 只听见那边 和张辽交手的 脏霸闷恨了一声 却是孙康离开片刻 脏霸已经被张辽所伤 孙康和假魁 见得联盟迎上 接替脏霸 脏霸退下来之后 一边指挥作战 一边包扎着伤口 由于曹军太多 张秀一时之间 也冲突不过去 这边虽然有张秀 斩杀孙康 令到孙康所步 曹军烧退 然而 假魁以及脏霸 孙康两路大军 已经合在一处 猛攻张秀大军 使得张秀大军 被打得节节败退 高处 司马懿俯瞰整个战场 对于孙康内路大军 被击败 司马懿早有预料 就连孙康会战死 也没有让他心境 有丝毫的波澜 现在假魁 加上脏霸孙官 两路大军不住的猛攻 张秀大军一方 已经顶不住了 只要令到张秀大军溃败 那么张秀 很可能就会战死在此处 想到这里 司马懿的双眼之中 闪过了一丝莫名的兴奋 同时 双拳也不自觉的紧握着 情况也正如司马懿所料一般 下了战马的枪枯铁骑 战力大减 加上居高临下俯冲 太山军占尽地利 张秀军如若不是有张秀 张辽和胡驰三将在顶住 只怕被一场大水已经冲得 士气全无的张秀军早就溃败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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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正在此时 远处忽然传来了轻微的战鼓响声 开始的时候 由于战场的厮杀声音实在太大 众人都没有留意 但战鼓之声越来越大 却是吸引了战场中 所有人的注意力 正在高处的司马懿 听得战鼓之声 不自觉的皱了皱眉头 举目朝远处望去 脸上的神色 陡然间变得极为难看 这间 张秀军后面 先是出现了一条高大的桂杆 而后是越来越多 桂杆逐渐放大 不消片刻 就已经见到一艘艘庞大的战船 从远处驶进过来 沙鸭虫啊 战鼓声和喊沙声从远处传来 战场已经接近了山头 一鸣鸣手持战刀的兵族 从战场之上跳了下来 朝着战场这边涌来 如此巨大的战船 整个天下可谓毒死一家 别无分号 自然是张秀的水军 无数水军下船上山而来 张秀军士族一时之间士气大振 在张秀三人带领之下 反攻士气骤然降低的曹军 高处的司马懿见得 忽然仰天常谈道 哎呀 老天哪 既然你让我司马懿成就此计 缘何不让我一进全宫 灭掉张秀文 不过 回应他的 只是那不住降下的庞博大鱼 前面已经包扎好伤势的脏霸 是精明之人 扑上前与孙冠和贾奎连同亲卫十余人 一同将张疗逼退之后 立即退却 孙冠还想着报仇 不愿意走 却是被脏霸和贾奎二人 合力夹着他们一同离开 这时霍俊已经来到张秀跟前 见到曹军退走 连忙问道 周公 可要追击 张秀知道曹军战力尚在 此时不好追击 于是摇头道 穷口莫追 我等且先收兵 说完 让张疗去指挥退兵 自己则拉着霍俊问道 仲苗怎么来得这么快 霍俊一攻守说道 却是俊见到黄河决堤 担心主公这边的情况 立即引致水军 所有人一同沿着绝口 开进来接应 后来遇到华雄将军 他们派出的联络之人 在他们引路之下 找到华将军和孟启他们 而他们就在 离主公不远处的山头上 华将军他们派出的 赤猴打探 见到这边有大军在厮杀 立即禀报 也幸好离得近 军及时赶到了 张秀听得华雄和马超都无事 心中算是松了一口气 于是问道 那孟启他们所不损失如何 霍俊想了想答道 据孟启所言 他们那里有近三万人马 据都是上了山躲避 张秀一听心中更定 这场大水的损失 远小于张秀开始的预料 华雄和马超那里有三万大军 自己这里有万鱼 本就不足五万的骑兵 可算是大部分都逃了出来 当然方才一战损失不清 现在暂未统计 然而真正葬身大水的骑兵 也就是数千人 当然了 这些仅是骑兵 现在张秀还未知道 庞德那边不足的情况 不过 单就这样看来 水迹并没有让张秀全军覆没 已经算是大幸了 这水迹没有让张秀大军损失太过惨重 其实也是有很多原因的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黄河离张秀原本屯营之处 有一大段距离 决堤之后 河水要大半天时间才能涌到 这其实就给予了张秀大军逃跑的机会 而且张秀军皆是骑兵 这四条腿总比两条腿跑得快 而且附近也有眉山能让张秀军避难 因此这一截算是逃过了 不过被这黄河水一冲 整个中原都化为一片汪洋了 战争达到这个时候 张秀与曹操之间也分不清谁胜谁负 这种情况下 并非计较哪一方兵马损失大 哪一方兵马损失少了 曹操原本还有赌赢的机会 那就是张秀本人回葬身大水之下 只不过曹操显然赌输了 曹操这一放水 说明他与张秀之间这一战 没有哪个是胜者 一场大水曹操治下的衍州西部 还有豫州西北部化为一片汪洋 凉田城池近毁 也不知道多少百姓死于大水之下 也不知道有多少百姓家园近毁 至于张秀 由于治下四周是在上游 最受影响的就是刚一决堤的时候 大水一时之间是未去得了 道观之下会涌入四周之中 虎劳关四水关以及洛阳以东的地方 被淹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只不过究竟是被淹了多少 还有洛阳城究竟在大水之下损失如何 这还要在张秀回去之后再做统计 问完霍骏最新的情况之后 张秀随众人登上了战船 这次霍骏领来的蒙冲战舰有30余艘 数量不算太少 然而顶不住张秀这边人多呀 特别是张秀这边还有大量战马 一次绝不可能将所有人马都运走 张秀和贾许霍骏 还有张辽商议了一下之后 决定张秀和贾许先领部分人马离开 而由于马超和华雄所囤出的山头 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孤岛 张秀便让张辽领着剩余的部队 转移到马超那边的山头一同驻扎 而由于水军的战船上有大量刚从马腾那边抢来的粮草 这样呢就更加好办了 留下一半粮草与马超和张辽的部队 让他们暂时在那孤岛驻扎 张秀则和霍骏夹许先领大军去管城那边查探一下庞德的情况 之后等张秀这边的士卒回到四周之后 再让霍骏领水军分多次将大军全部带回 临走之时 张秀又想到大水之后容易引发瘟疫 于是便叮嘱张辽 让他们不要捞随水飘来的鱼 还有其他禽处来食用 让他们尽量趁着雨天砍伐树木 制造器皿装雨水用来饮用 同时切不可饮用河水 又叮嘱食水要煮沸了才好饮用 不可饮生水 如若士族之中发现有发热 即类似于瘟疫发生的现象 立即将士族隔开 必要时可以下杀手 张辽也知道瘟疫这东西恐怖 对于张秀所言是一一记下 张秀对于有张辽在此主持大局也很放心 有他的多志 以及华雄的老道经验在 待上十数天应该不是问题 就算是曹军来工 他们三员猛将在此 对面也讨不到太大便宜 安排妥当之后 张秀便和霍郡率领水军先行前往管城 不过如今整个中原都化为一片泽国 管城的方向在哪边也不好找 幸好水军之中有思难在 大方向是不会错的 只不过要寻找到管城 需要多加寻找罢了 由于寻找比较麻烦 张秀便让霍郡的副将们 领着那十五艘装着兵马的战船 先回到洛阳 自己则和霍郡领着十五艘装满粮食的战船 继续寻找管城 寻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总算是找到了管城 不过到了管城呢 张秀非但没有为见到庞德和庞柔二人 无事而高兴 相反更是心中气气 并非庞德和庞柔的大军损失惨重 相反 他们由于早就被贾许安排离开 并逃向距离更加近的管城 因此损失比张秀这边更少 只有不足千人葬身大水之中 而令张秀心中气气的是 整个管城的城头之上 除了自己的大军之外 悉数都是管城的百姓 看到百姓望着自己 仿佛见到了希望一般的眼神 还有因为家园被毁 还有家人葬身大水的无助哭声 张秀的心肠再也硬不起来 让霍郡将十五船的粮食放下 同时让十五艘猛冲战舰 先运载管城的百姓离开 同时将他之前吩咐张辽的话 也告诉了庞德 让他和庞柔留在此处 稳住百姓 不要让百姓慌乱 自己回到四周之后 会尽快派人驾船来接应他们 和船队搭载这第一次 老弱百姓离开管城之后 十五艘猛冲战舰 以最快的速度全速返回四周 仅仅半天不到 十五艘猛冲战舰就驶到洛阳 开始的时候 张秀还担忧洛阳也会被大水所淹没 只不过到了洛阳之后 发现除却护城河的水比较浑浊 东城墙有大水冲刷的痕迹之外 整个洛阳却是完好无子 将百姓放下之后 张秀便让霍郡去洛阳粮仓取粮 为十五艘战船装满粮食之后 继续前往管城接应百姓和大军回来 至于另外十五艘战船 则已经装了粮食和干净的食水 回去眉山那边接张辽和马超大军了 中原大水 原本因为马腾在眼周抢掠的原因 使得洛阳和长安稍微轻松的后勤官吏 再次忙得不可开交 安顿受灾的百姓分配粮草 为百姓搭建临时住所等等是不一而足 而张秀一回到洛阳城 也将忙碌中的诸葛锦找来 见到诸葛锦来到洛阳的票计大将军府中 张秀知道他急忙 他也不客套 直接就问道 至于这次大水四周这边损失如何 诸葛锦叹了口气说道 哎 惨啊 洛阳以东西数被侵 百姓受灾者极多 其中淹死最多的是中部的百姓 南部的还可以逃到山上避水 而北部原本就在黄河边上生活的百姓家中有船 很多都是将船开进黄河之中避开了水火 张秀听得之后脸色阴沉 宁生问道 嗯 那洛阳城损失如何 诸葛锦做出一个庆幸的表情 说道 主公有先建之名 这新建的洛阳城有护城河与城内河道连通 而城内和城外又有多个调节水量的湖泊 这次大水来到所有水闸全部打开 大水悉数就流进了湖泊之中 加上大水来到洛阳城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 如此一来却是使得洛阳城没有备烟的 张秀听得点了点头 其实当初设计建造洛阳城的时候就考虑过可能会遭受水灾 因此长安和洛阳城都开挖了人工湖泊来分流调节 这次可算是起了大用 想了一想 张秀又沉声问诸葛锦道 紫瑜 那虎劳关和四水关如何 诸葛锦回道 除了城头之外 关下地方悉数被亲 而且由于大水来得太急 有不少士族走壁不及葬身水底 而锦已经组织有传的百姓到两关之中将士族们都接出来 深担深疑 他们二人也就早主攻一个时辰到的洛阳 至于更详细的情况就要问他们了 点了点头张秀一掰手 便让他们出去处理情况 听完诸葛锦之言 张秀大致对治下的情况有所了解 损失虽有 但并没有想象中的大 最主要的是洛阳城保住了 如若是洛阳城保不住 张秀是哭也没有眼泪 要知道 单单一坐洛阳城 就可抵曹操半个周了 同时张秀也安安庆幸自己是个穿越者 同时修改洛阳城的时候 也没有嫌麻烦 机智地开挖了人工湖 和建造调节水流等的防洪设施 这时呢 一旁的贾许忽然说道 周公 现在我们和曹操之战还未结束 对于曹操 周公还是要多加提防为妙啊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唱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勋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四十二集 曹昂的计谋 张秀一听贾许的话 心中一灵 惊讶道 现在中原都成了一片德国 曹操还有心情打下去 沉吟一下 张秀继续说道 就算曹操想打下去 他也没有那个能力 其手下根本就没有能战的水军 中原一片泽国 其如何能与我军开战 贾许摇了摇头 说道 未必吧 曹操还可挥石攻南亚 河北下侯敦知道大水将中原淹没 定会大肆宣扬说主攻大军全军覆没 道时三十万大军士气大振 河北的子龙情狂堪忧 喷 张秀听完却是重重一拳砸在桌案之上 骂道 都这种情况了 曹蒙德这混蛋还要打下去 贾许苦笑了一声说道 曹操会不会继续开战 许拿不准 只不过主攻须早做准备 张秀听完身子一颓 摆了摆手说道 温和且派人到南阳宫明和河内子龙那边了解情况 就算曹操要继续打下去 现在大军还未回来 本将亦不能动 等文远和令明他们都回来之后 再是情况打算吧 子龙和宫明那边各有十万大军 曹操轻易不能胜 我等可是情况而行动 将全局形势又想了想之后 张秀又说道 让仲苗分五艘战船先去衍州那边 解寿城他们回来 现在没有我军的威慑 沉流的五万大军能出手为啥寿城 还是先将他们接回来稳妥吧 贾许听得之后应诺而去 就在中原这边成为一片泽国 张秀忙于将部队和百姓接回洛阳的时候 南洋这边的形势已经转为对徐黄有利 有了锦兰此等利器 加上破风营的强横 曹军如若没有火油在 根本不能守住香城太久 也是由于曹操走势留下大量火油 让曹昂硬生生的在锦兰和破风营 加上一种大军的联合进攻之下 曹昂大军又死守了香城三田 三万余大军 如若在其他部队面前顶住三田 并非值得称道的事 然而能再有锦兰队和两万破风营 集体合攻之下死守三天 张秀军中的徐黄 张任高顺等将都对曹昂此子 另眼相看 这天一早 徐黄冷冷的看着香城 极为残破的城墙 以马鞭指着城门大喝道 船本将命令 近日务必将香城攻下 一日不能攻下 一日不要停歇 杀杀杀 李延一挥手 锦兰队立即被推动前进 后面高顺见的 手中长墙也一指 贺风营在其统领之下 立即前进 贺 贺 贺 咯吱 咯吱 破风营的士组和锦兰队一同前进 正前进间 只听见锦兰上一名目力较好的小校大声叫道 将军 城上并没有手绝 这话一出 锦兰队上的兵组都开始议论纷纷 而下面的破风营却是一言不发 踏着整齐的步伐继续前进 锦兰队 李延 听到此言之后 高呼问道 可有看错 那小校听得拍的凶徒大声说道 绝对没有看错 小人怎敢瞒骗将军 李延听得不敢怠慢 立即派人将此事禀报徐晃 后军之中 徐晃听得李延派人来禀报 却是皱起了眉头 苦思无果之后 就转过头问旁边的陈公道 公台 如以为如何 陈公青年旱下常然 微笑道 将军且派人进城打探即可 徐晃皱眉说道 只怕会有诈呀 陈公还是保持那云淡风轻的笑意 说道 我大军不尽 有诈又如何 徐晃听得点头道 确实有理 顿了一下之后 大喝道 传令李延派五队兵族分别进城打探消息 其余部队原地待命 李延听得徐晃之命 立即点了五十名士族上前去打探 果然在徐晃等人紧张的目光之下 五十名士族安然无恙的到达了城门之下 一名兵族尝试推开城门 不得之后 立即回来禀报 李延又调了五百名兵族 扛着巨木上前将城门撞开 那五十名兵族才进得城中 徐晃等人在城外焦急的等待着 然而他们心中虽急 脸上的神情倒是气定神贤 这份涵养绝非普通人能做到 说不焦急是假的 敌军忽然通通消失 如此诡异的情况 由不得徐晃有半分的大意 只见徐晃轻轻的策马退到陈宫的一旁 小声问道 公台 如以为曹军会不会是拖延时间呢 陈宫听得皱了皱眉 说道 的确有着可能 不过乡城乃是曹军防线 如若乡城告破 以我大军之力 可以长驱直进 攻许昌及曹军背后 曹王不太可能就此退兵 此按攻所算 恐怕是拘手之谋吧 拘手之谋 听到陈宫之眼 徐晃的手不自觉地摸着下巴 做出沉思之状 正在此时 却见到城内有两名兵族走出来 徐晃眼前一亮 联邦说道 快将他们叫来 未及 两名兵族就被带到徐晃面前 其中一人当先禀报道 回将军 我等进城之后 并没发现敌军踪影 城内百姓也悉数不见 只余下空城一座 另外那名兵族也说出类似的话 徐晃一听南南自语道 大阵之前 本将已经将不少百姓迁出乡城 本将走的时候 乡城百姓本就不多 现在只怕是曹军将百姓携过走了 只见陈公沉吟了一下说道 将军 城内情况如何 要我等先进城查探 方可知习 徐晃点头道 嗯 公台所言有理 传令下去 让张任和灵包李延 在城外候命 高顺率领破风营 随本将一同进城 敌军可能随时来袭 不可松懈 下令完之后 徐晃就同陈公 以及高顺 一起领着两万破风营 缓缓开进乡城之中 重入乡城 徐晃感慨良多 特别是看到那已经化成一片废墟 并有火烧痕迹的县牙 徐晃内心怒火更生 另外一边高顺则指挥士族到处查探 陈公也是周围巡查 不过找了两个多时辰 也没有发现异常之处 就在徐晃很是放心 准备将众人都叫进城中驻扎的时候 却见到一名小孝 急急地从城外跑了进来 徐晃离远就见到这名小孝 却是觉得有些面善 带着那名小孝走近的时候 徐晃的脸色已经变得阴沉无比 旁边的陈公也是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 就连一向严肃的高顺 脸上也露出错愕的表情 那名小孝抬起头来 来到徐晃跟前 拱手道 禀报将军 徐晃不等他说话 轻横了一声说道 抬起头来 那名小孝听得 还是不敢抬头 只是懦懦地说道 禀报将军 笑人生的丑 还未说完 徐晃就立声喝道 逆子 以为某些火灰 为父就认不出你了 这名小孝打扮的人听得 才抬起头来 露出无辜的神情 懦懦地叫了一声 爹啊 此人正是徐晃之子 徐干 徐晃也不愿意在陈公和高顺 以及一众兵族面前 呵斥徐干 只是轻横了一声说道 不必多言 现在立刻给为父滚回长安 这是战场 不是你小孩来的地方 徐盖一听 却是猛地一抬头 大声说道 禀报将军 盖现在乃是大公子亲位 只听大公子命令 如若将军要盖回长安 且与大公子分说 盖此来乃是奉大公子之命前来 有重要的军情 向将军禀报 在张秀看来 徐晃确实是一名好将领 不过天性谨慎的徐晃 并不是一名好父亲 对于徐盖呢 其实徐晃是爱护有家 不过却不太懂得如何教导徐盖 不然呢 历史上徐盖也不会默默无闻 也幸好张秀有先见之名 将众小聚集在一起 一同教导 不过对于徐晃 徐盖一向都是敬畏有家 现在能一口气 在徐晃面前大声说话 却是第一次 徐晃一听 脸上闪过一丝怒气 坐视欲打 旁边的高顺 见得徐盖的表情严肃 知道徐盖应该是有事要禀报 就一把拉住徐晃 说道 功名 且听令公子有何话说 陈公在一旁也劝道 高将军所言不差 且听徐公子有何要事禀报 徐晃重重的横了一声 瞪着徐盖说道 若不是公台先生和高将军求情 今日定打死你这逆子 陈公健的微笑着问徐盖道 不知大公子有何重要军情 要通知我等 徐盖一攻守 答道 大公子要盖来禀报父亲和先生 小心曹军的火攻 徐晃 高顺 陈公三人听得徐盖之言 同时沉默 那边陈公反应最快 猛然一击掌 也不说话 飞快冲进旁边的一间民房之中 徐晃和高顺对视一眼 立即跟了进去 徐盖见得微微一笑 自语道 大公子果然料事如神 原本被徐晃责骂而紧张的心情 也在此时也放轻松了 回想起方才与徐晃的对话 徐盖已经知道 张全特意安排自己来见徐晃的用意了 心中也是暗暗感激 过了片刻 徐盖就见到徐晃 当先从房里出来 手上还拿着一些硫磺 脸上一片阴沉 道士陈公微笑着来到徐盖跟前 问道 不知大公子还有何安排 徐盖听到陈公问话 立即回道 大公子所部 现在就在扶牛山上 岂想先生设法将曹军引出来 好让大公子扶起曹军 陈公听得点头道 哦 既然已经看破曹军之计 此道非难事 这时高顺也来到徐盖面前 饶有兴趣的问道 本将倒想知道 大公子远在扶牛山上 如何知道敌人会用火攻 徐盖善善一笑 答道 这个其实并非大公子一人所想 其实我们都知道了 这是军衡先生教我们的 陈公一听 皱了皱眉 徐盖见到 连忙解释道 啊 其实先生说这是大将军教的 当初大将军就说过 敌军哪些情况会用火攻 控城正是其中一种 陈公和高顺一听 同时脸上露出了了然的神色 对于张秀那种预知的能力 众人已经是见怪不怪 而陈松所学 皆为张秀所教授 现在又由陈松等人 教授小一辈 不得不说张秀这安排 很是妥当 徐晃却是阴沉着脸来到徐盖面前 问道 逆子 你们究竟有多少人随大公子来了 快从事招来 徐盖开始时还不肯说呢 但在父亲的威严面前 没扛多久就全部都招了 徐晃三人听到连八岁的中会都来了 脸上的神情是可想而知 最后徐晃也是决定眼不见为敬 不管此事 连带着徐盖回去赴命 徐晃也不管了 陈宫见到徐盖走后 却是笑道 恭喜功名 由子如此 却是徐家有幸啊 徐晃笑了笑 继而叹了口气说道 呃 哈哈哈哈 黄常年在外 其实并未教导盖尔太多 而且黄也不知道如何教导此子 幸好主公安排了明师教导 那帮孩子虽然顽劣 但已总算是有才之人 陈宫听得嘴角清扯 笑道 哈哈 功道想看一下 那曹家子见识到这帮小子 会是何等表情啊 这时一向严肃的高顺忽然开口道 既然如此 这次我等就不要出手 且让这帮小子来表现一下 陈宫听得记长赞道 嗯 好提 恐怕主公知道之后 会比大盛曹军更加高兴吧 徐晃听得也点头道 嗯 如此一切就由宫台来安排吧 我等这次就配合一下那帮小子 陈宫听得拱手笑道 诺 这边乡城东面一处密林 曹军退出乡城之后 就将大营设在此处 大仗之内 曹昂正在来回踱步 忽然外面点围走了进来 嗡声嗡气的向曹昂禀报道 大公子 居先生在外求见 曹昂听得连忙道 快请 未及 居兽就来到帐中 向着曹昂拱手行了一礼 曹昂不敢伸受居兽之礼 连忙回礼 居兽站定之后 神色凝重地说道 大公子 受以为此时 当立即退兵 曹昂听得呆了一呆 说道 嗯 宣圣之前不是同意行火烧 香城之计吗 怎么此时要退兵啊 居兽听得叹了口气说道 哎 此一时 彼一时也 曹昂听得有些凝重的自语道 此一时彼一时 接儿问道 先生 莫不是与之前父亲派来人 说决黄河以言中原有关 居兽听得点头道 嗯 正是如此 水淹中原 此牵连甚大 必须趁大水位置立即退兵 不然 我军情势堪忧 曹昂听得居首说得很严肃 皱眉道 这 没那么严重吧 父亲曾言大水最多淹眼州西部和豫州西北部 其中眼州西部城池 大部分为张秀截略一空 所损失的一仅是豫州 战前已经让豫州做好准备 因此父亲让昂先行进兵 而父亲大军随后就治啊 居兽听得摇头道 嗯 水淹中原牵连甚广 而且后患无穷 岂是这般轻易能解决的 若是寿所料不差 几天之后 丞相就会传来退兵之令 中原受水灾之患 中原已经无力再动刀兵了 而且除去中原之外 下游的淮南 恐怕也会由于黄河决堤 而水量猛涨 不少地方也会受灾 此计真不知是好还是坏啊 唉 说完 居兽是重重的叹息一声 曹昂听得也叹了口气 他为人本来就心善 对于曹操绝黄河之堤 燕中原并不太过赞同 然而此计已行 就再无余地了 不过这么一来 中原战场化为一片泽国 张秀不能再东出 此时南洋这边和河北猛攻 取得胜利好像并无不妥 想到这里 曹昂便将所想告诉了居兽 居兽听得摇头道 大公子想得太过好了 若是以兽看来 此机一出当不再有胜负 张秀固然无法再攻 然而成相也无力进去了 曹昂听得不解道 无力进去 父亲那里还有十五万大军 怎会无力进去啊 居兽是无奈一笑解释道 大公子有所不知啊 大水之后必然引发瘟疫 到时可是尸骸遍地 白骨累累啊 询问成相又怎能再进去啊 曹昂听得呆了一呆 身体不自觉地晃了晃 而后难难地说道 如此说来 我曹家岂不是成了天下之罪人乎 居兽听得也不知道该如何搭话 苦笑了一下 无奈地说道 嗯 话虽如此 然而成相此策却不可不行 面对张秀兵风 寻常之法已经破不了张秀 如若成相那里再败了 那么天下恐怕就为张秀所有 成相此计虽然是两败俱伤 但一场大水可先退张秀大军 再可保中原数年无忧 放了这场大水 将时间拖延之后 成相再重整旗鼓 还可与张秀一战 若此时败了 就真的败了 故此这水也不得不放啊 曹昂听得摇头道 但这代价也太大了 居兽劝道 所谓成大使者不拘小节 正是此理 曹昂听得喃喃自语 这 这就是成大使者不拘小节吗 说完 镜子冷笑不已 本期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赢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四十三集 激战 居兽见得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转回方才的话题 说道 大公子受以为此时 当立即退兵为妙 曹昂听得也回过神来 想了想说道 如此一来 乡城那把火岂不是烧不起来了 居兽听得说道 兽回去又仔细想了一遍 大公子的布置虽妙 然而此计破绽不少 恐怕会被敌军使破 曹昂听得皱了皱眉 问道 但乐将军和于将军 他们的经验如此老道 都发现不了破绽 先生未免想的太多了吧 居兽听得皱眉说道 但是 曹昂听得一白手 说道 不必但是了 就算不能让徐晃中计 但将襄阳这座 被张秀经营了十余年的 奸城烧毁 也并非坏事 如若父亲再攻略南洋 就不会阻在襄城之外了 加上我军要撤退 一把大火阻了张秀军追击 也是好事 居兽见得曹昂不耐烦的神色 知道内心正在为水淹中原之事而烦恼 也不多言 只告罪一声就退了出去 夜幕静静降临 神色已经重新变回坚毅的曹昂 领着大军悄悄出了树林 带着一大堆已经泡过火油的利剑 向着襄城的方向摸去 当曹昂引着大军到的襄城城下之时 立即下令道 准备 点火 呼呼呼 曹昂一声令下 周围的曹军士族一下子就将手中已经浸泡过火油的利剑点燃 黑暗之中升起了点点火光 显得格外明亮 附近几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放箭 曹昂脸上露出绿色 猛然大喝 咻咻咻 一根根利剑拖着长长的尾巴 犹如黑暗之中明亮的流星一般 向着襄城城内袭去 扑扑扑 正当曹昂有些兴奋的看着根根火箭被放出 脑海中模拟着襄城化身为一片火海的时候 那数十根火箭骤然在襄城城头之上熄灭 曹昂见得 师生道 啊 怎会如此 一边的居兽见得则是脸色大变 急道 此计竟为敌军所迫 大公子速走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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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居兽的反应虽然快 但虚晃这边比居兽更快 阵阵战鼓声响起 喊沙之声从两边传来 两路人马忽然从两边杀出 直冲向曹昂所步 这里不得不赞一下 曹昂这个曹操最杰出的长子 虽然此时遭逢大变 但并没有慌乱 而是提到 乐将军 诉讼居先生先行离开 然后一把拔出腰间宝剑 大喝道 其余将士 随本将杀出去 点围是最为镇定 手中双铁挤一白 大喝道 某来开路 说完是策马冲在最前 曹昂没有犹豫 立即跟在点围身后 此时左右两路杀出的伏兵 已经点起了火把 两面各有一万破风营 截阵冲在最前 其余南洋兵团士组 和高顺在长安新炼的兵组 紧随其后 左面一路 为首一将 手中大府不住翻飞 火光之下 杀的曹军是枯爹喊娘 无人能挡 正是徐晃徐功名 徐晃身后 一将手中长枪连出 一无一人 是其议和之敌 正是李延 右面一路 领兵者乃是高顺 副将领包护卫在高顺侧面 这一路领兵的高顺和领包 都没有如徐晃一般身先士卒 冲锋在最前 然而居中调遣 排兵布阵之下 破风营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杀起敌军来 速度比之徐晃那边更快 咔嚓咔嚓 轰隆 搁置 正在此时 乡城那边城门大开 张润领着一军从城内杀出 会和两路伏兵 加入到战团之中 这么一来 徐晃这边无论人数还是战力 都远强于曹军 加上曹军重拂之后 士气低迷 同时 连日来 首遇相成 面对徐晃军的猛攻 早就有了恐惧之心 此时多重爆发之下 曹军一下子就溃败了 此时曹王的脑袋中是一片空白 原本想着凭借这伙计大败徐晃 怎知道自己却是变得一败涂地 曹王已经开始后悔 没有听居寿之言了 不过此时后悔已经无用 曹王也顾不上大军 只知道跟着前面的点围一路仓皇逃跑 看着前面点围宽厚的背影 曹王的担忧也一扫而空 手中宝剑连砍之下已经倦了 此时 手中所拿的乃是亲尉拼死送到他面前的月牙戟 这是曹操亲尉找名将为他打造的神兵 曹王正享受着手中月牙戟 收割敌军性命之时 正在此时 鞋子里的扶牛山上 以山栏上冲出一军 为首一将手持长枪 策马直冲向曹王 大喝道 曹王休走 且来与张权一战 曹王一听张权的姓名眼眉挑了一挑 眼神中闪过跃跃欲试的神采 然而很快就平复了心情 并未答话 前面的点围听得张权的话后 也回过头来望了一眼曹王 见到他没有冲上去迎敌 便继续在前引路 此时点围前面已经没有多少张绣军士族 而不知为何 后面也没有多少追兵 正在此时 张权却是大笑道 哈哈哈哈 想不到曹阿满不是我副对手 曹家子也不敢与我张某一战 曹家之人果然都是一群鼠辈 可笑至极 曹王平素里最敬重父亲曹操 此时听得张权辱骂 连带着将整个曹家也骂了进去 心中自然不服啊 加上又是少年新兴 大怒之下也顾不上许多 一转马头手持月牙几时扑向张权 口中同时大喝道 孙子休要猖狂 看曹王屈如手机 前面的点威听得脸色一变 师声道 不好 说完猛然勒霆战马 之后立即调转马头向曹王追去 火光之下 张权见到曹王和点威冲来 以枪指点威喝道 兄弟们 那丑汉就交给你们了 曹王这次的手机 小爷儿取定了 上 朗声高呼之下 张权持枪直迎向曹王 跟随在张权身后的马丘 听得张权之言 大笑道 乌娜丑汉 起来见识一下 小爷马丘的刀法厉害 说完是手持大刀 直迎向点威 后面的赵广 赵统 太史祥 徐盖等一堆小将 见到马丘抢了先机 齐齐骂了一声 靠 显然如此奇怪的骂语 也是跟张秀学来的 也不知道谁是大喝了一声道 别让马丘那小子 捡了便宜 兄弟们 一起上 这一声大喝 得到众少年的齐声响应 接二连三的呼和声之下 十余齐直奔点围 看样子准备来一个乱刃分尸 冲在最前面的马丘呢 乃是马超与小妾所生 由于是长子 深得马腾的血案 虽然并没有继承马超的枪法 但学的却是福伯将军马员 留下来的刀法 学习这马家刀法也很讲究天资的 马超那一辈 真正能将这刀法学得有些火候的 也就是马带一个 当然马超是比较另类 而且天赋异禀 所用的乃是自创的枪法 那就另当别论了 其余马丘的两个叔叔 马修和马铁呢 都是学得不精粹 一身武艺也不算突出 倒是马丘 年纪虽小 但马家刀法却是有几分火候 张秀曾经评价过 马丘的刀法已经清除于蓝 单论刀法 马腾已经不是马丘的对手了 而马丘的刀法也是直逼马带 当然呢 马丘还欠缺一些临场的经验 这也就需要魔力了 可以说是不出五年 马丘绝对能够成长为马家的第二高手 不过马家的第二高手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马丘的两个弟弟 也就是马超和吕玲仪所生的那双胞胎男孩 一个学字呢 是吕布的极法 一个学了传字是马超的枪法 看潜力还是很恐怖的 可以说 马家这下一代呀 如若是成长起来 张秀首相猛将将再加增加 现在马丘也并不差 手中大刀借着马力 以一往无前之势直辟向点围 点围见得眼中精芒抱现 手中漆黑一团的大铁脊 是狠狠的砸向马丘 当 马丘虽然不说 然怎敌恶来点围啊 只听到一声巨响过后 马丘是连人带马被打退了五步 嘴角也流出了鲜血 这丑汉好厉害呀 这是马丘心中的第一个反应 而对面的点围 眼神之中也闪过了一丝赞赏 如此年纪 居然能接下自己的一击 此子可并不简单 不过既然上了战场 就无分年纪 点围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一侧战马 手中大铁脊狠狠的砸向马丘 当当当当当 下一刻 一连串金姐交明之声响起 却是赵广引着众小一同杀到 十一把兵器骑出 将点为那一击给打了回去 这时张虎回头对马丘说道 你这小子 没有这么不计啊 没事就快上 马丘一抹嘴角的鲜血 黑黑大小的 当然无事 这丑汉厉害 一同围台 说完是一家马夫 持刀就加入战团之中 如此一来 王平 张义 张仪 这三名小将 加上马丘 赵统 赵广 太使响 徐盖 张虎 画拳 甘龟 庞慧 九个名将之后 一同夹击当时虎将 由古之鳄来支撑的点围 当 赵统和赵广联手之下 一枪被点围砸开 双手处传来的距离 疼得两人呲牙咧嘴不已 两个人被砸出了战场 太使响和甘龟 庞慧二人联手齐上 点围是看也不看 左手大铁戟 直接一个横扫 就听到 当当当三声 直接就将三人给砸了开去 马丘和画拳 见得有空的 立即抢上 只是点围仿佛早有料到一般 右臂猛然轮动 大铁戟狠狠砸向马丘 而旁边的画拳 也怕马丘有失 回岛与马丘一同 扛住点围的一己 正在点围与前面五人交战之时 后面的王平和张义张仪 互相对望一眼 三把刀刃 齐齐向点围的背后 此时点围已经将 太使响他们三人砸开 其背后也仿佛是 长了眼睛一般 左手大铁戟 在王平三人打到之前 却是横在了背后 将三人的攻击 给挡了开去 这里面 众小之中实力大都与马丘 处于同一个层次 大约都是二流水平 当然马丘由于年纪稍长的原因 其水平算是众小之中最高的 另外 赵统和赵广两兄弟 有童渊和王岳为他们开了小灶 弄了一套合击之术 却是童渊和王岳 与严良文丑之师相熟 见到他为严良文丑 创出了一套合击之术 两个两头不浮浅 就又创造了一套 传授给了赵统和赵广两兄弟 以图比个高低 除此之外呢 画权也是由于年龄的关系 为人呢 也比较憨厚 专心舞蹈 其武艺也与马丘相仿 之后 另外几人武艺 却是稍低了一筹 不过十二个人夹攻起点围来 也逼得点围只有招架之功 而无还手之力 当初张秀力挑十二将 看起来确实威风 但是张秀也非一人独斗十二将 而是分开挑杀 而且那十二将里面 只有寥寥几人武艺啊 能集得上这里面的众小 故此点围现在的麻烦绝对不小 只见点围双手大铁级猛砸 往往一级砸落去 凭借着那天生蛮力 众小之中谁碰到都要吃亏 领教过一次之后 众小也就不敢独立顽抗点围的蛮力 纷纷是乱手应对 众小见识过那些天生神力的人的厉害 知道应贫必然无果 因此开始施展精妙的武艺来斗点围 可惜这点围啊 可不管你武艺有多精妙 也不和你斗武艺 直接就以蛮力一挤砸来 对上吕布什都是如此 现在对上众小联手也是如此 因而往往到了最后 众小都变得不得不合力 以抗点围的蛮力 如此一来 众小核战点围虽然完全占据了上风 却就是怎么也取不了点围性 这样就变成了与点围对耗体力 谁的体力最先耗尽 谁就能赢 而另外一边呢 这张权对阵曹昂 张权一出手就是压着曹昂来打 此时张权经历过北疆的魔力 武艺已经近身一流境界 实力是众小之冠 曹昂的武艺虽然不算太差 然而又怎么会是张权的对手 只见张权手中长枪猛然抖动 仿如天上盘踞的巨龙一般 俯瞰九州 正是学自赵云的七探盘龙枪法 张权猛然大喝一声 仿佛巨龙仰天发出一声长长的龙吟 骤然向着曹昂俯冲而下 曹昂见得哪里敢怠慢 手中月牙脊陡然上挑 迎向俯冲而下的巨龙 当一声巨响 曹昂一下子就被张权打退 挂下战马接连倒退 胸口也因为剧烈运动而不住起伏 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当然了 那边张权忽然定在当场 并没有追击曹昂 反而是看向自己手中长枪 定睛一看之下 却是见到自己长枪 方才与曹昂的月牙截交集的地方 被磕出一个大大的缺口 这张权的枪虽然非神兵 然而也是非寻常致使兵器可比 在本江战了一年 也没有出现缺口 然而只与曹昂一次应聘就被打出缺口 显然曹昂手中的兵器是一把神兵 此时曹昂见到张权愣在当场 知道机不可失 立即持即披向张权 张权虽然是在看兵器 但其实也一直留意着曹昂 见到曹昂杀来 张权是黑黑一笑道 曹昂满果然舍得 为曹大公子打造神兵利器 不过神兵当配英雄 曹大公子的身手 未免配不上这神兵啊 张某见这神兵也实在可怜 还是送给张某来使用吧 让宝珠不要蒙尘 神兵可以扬名吧 说完手中长枪蒙斗 金凤是横空乍线 直扑向曹昂本人 曹昂见到那金凤扑面而来 气势厚重无比 此等气势 曹昂只在有一次 夏侯渊全力出手的时候见识过 曹昂心中大害 此子年纪轻轻 武艺竟然已经达到这等境界 惊骇之余 曹昂知道 此时已经退无可退 愤然出手 以手中月牙己 打向张权的一击 想凭借着月牙己的锋利 将张权的长枪削断 张权见到曹昂这一招 嘴角轻轻向上一翘 不懈的轻笑了一下 手中长枪改次为挑 目标却是曹昂手中的月牙己 这张权变招极快 曹昂虽然见到 然而 其做出反应的时候 张权的长枪已经挑支 当 沉重的金铁交明之声传出 曹昂只感觉到持己的双手矩震 手中月牙己一时之间 竟然是拿捏不住 被张权给挑飞了出去 一击得手 张权大喜 手中长枪击斗 猛然刺向曹昂的咽喉 大公子 大公子 正在张权出手之际 左右两边忽然传来两声高呼 而此时曹昂瞳孔之中 已经看到的越来越大 在火光之下发出 悠悠冷芒的锋利枪尖 我是曹家长子 不能就此战死 就算死 也不能死在这小子的枪下 犹如曹家鸣声 曹昂心中前所未有的 发出坚定的呐喊 原本已经因为恐惧而麻木的 不能动的身体 在强大的意志控制之下 强行后扬 呼 曹昂这既显之又显的后扬 却是堪堪避过了张权的夺命一枪 张权的眼中也透着一丝惊讶的目光 下一刻张权的目光重新变回坚定 双手一压 长枪猛然向下刺去 呼 正在此时 张权感觉到从侧面传来一阵冷风 不用看也知道是敌人袭来的兵器 如若张权不做抵御 要杀曹昂 那么他自己也可能交代在这里 张权轻横了一声 持枪的双手猛然往侧 侧面一拨 往那道冷风挑去 叮 张权回访 那道冷风却是被挡了下来 然而这么一来 曹昂却是逃过了这一劫 张权瞥了一眼 见到方才出手的 正是从后面赶来的于静 张权重重的哼了一声 长枪一圈 将于静和曹昂两人都圈进了枪室之内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344集 生擒于静 只不过曹昂手中的兵器 已经被张权挑飞 这一圈 却是让于静一个人死死挡住张权 不让他伤害曹昂 不过 于静的武艺并不算太出众 被张权一阵猛攻 枪法一下子就变得凌乱了 张权也不管于尽 撕破其防守之后 长枪猛然转动 直辞向曹昂 曹昂此时已经坐直回身体 见到张权夺命一枪刺来 曹昂哪里敢抵挡 立即一拉缰绳 而后一脚重重踢在战马之上 让战马长死一生 在其操控之下 调转马头 往一侧逃去 使得曹昂让过了张权 刺来的枪尖部位 曹昂虽然让过了枪尖部位 然而枪杆却是没有让过 张权立即变招为横扫 同时手上加了几分力 以长枪狠狠地扫向曹昂的背部 哼的一声闷响传出 枪杆重重地抽打在曹昂的后背之上 受到如此重击 曹昂却是挖了一下 张嘴就吐出一大口鲜血 张权是得势不饶人 手中长枪一转 在于尽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曹昂又因为受伤而动弹不得之时 一枪刺向他的后颈 当 不过此时再行出手已经迟了 那边点为一轮抢弓之下 摆脱了重小的包围 在张权的一击刺落在曹昂身上之前 将这一枪给挡了下来 左手一挤就下曹昂性命 右手直接一挤 重重地砸向张权 张权是认得点为的 见到那乌黑的大铁挤砸来 哪里敢带腕 手中长枪连动 迎向点为这一击 当 枪挤交集之下 张权是连人带马 被点为砸得退后了三步不止 千斤距离 许是这般容易扛下来的 点为打退了张权 见到那边重小又围上来 立即一脚踢在曹昂战马的屁股上 那战马吃痛之下 长死一声 向着重小杀来的方向是前冲而去 重小见到曹昂扶在马背之上冲来 却是大喜 正在庞慧准备一刀了结曹昂性命之时 后边马丘忽然大喝道 庞慧 小谢 庞慧听得马丘提醒 同时感觉到一阵冷风朝他脑门撒来 大惊之下 马上将手中大刀高举 当 金铁交明之声大作 庞慧是显之又显的 在点为的大铁戟砸来之时 举刀挡住 然而 点为砸来这一击威力何等厉害 大铁戟打在庞慧的刀柄之上 爆起点点火星 强健的力量 一下子就将庞慧打离马背 整个人是倒飞出去 同时 庞慧猛的一张口 一道血剑飞射而出 如若点为此时追击 肯定能取庞慧性命 只不过现在是逃命要紧 点为也顾不上这些了 左手大铁戟 猛的朝赵统赵广二人砸去 右手大铁戟 则替曹昂挡住了马丘和画拳 劈来的两刀 当当 撕 火星爆现 点为力挡四将 五匹的距离 护住曹昂的同时 再将四将都推了出去 点为不等后面 王平三将出手打向曹昂 右手大铁戟猛然轮到 朝王平三将打去 王平三将见到大海 立即举起兵器相迎 当金铁交明之声大作之下 三将堪堪抵住了点为这五匹巨利带起的一击 打退王平三人之后 前面已经再无其他人 点为算是护着曹昂冲出了包围 后面的太师响 见到点为如此嚣张 将众小都一一打退 心中怒急 骂道 娘子 从背后抽出一柄小几 向着点为甩手就打去 呼 太师响抬手甩出一柄小暗器 小几打向点为 这时点为刚摆脱中小的阻挡 还未走远 太师响忽然甩出这一截 却是直直的打在点为的左臂之上 点为也是一条硬汗 被暗器小几射中之后 没有吭半声 而是狠狠的一家马腹 同时右臂大铁戟 在曹昂的战马上刺了一下 让两匹战马加速逃跑 太师响见到点为中了自己的暗器 却是大喜 连忙打了一声招呼 大喝的 快追 众小听得 立即一同策马朝点为那边追去 点为见到众小追来 心中怒急 立即将右手大铁戟挂在战马之上 同时从怀中取出一只小戟 回身就向身后甩去 呼 一声轻响 冲在最前的太师响躲避不及 右臂中了点为甩出的小戟 太师响大惊 连忙高呼道 小线 他有暗 一句话还未说完 前面的点为猛然回身 右手五指夹着四只小戟 抬手就向甩来的众小甩了出去 扑扑扑 叮 这一把暗器袭来 王平 张义 张乙 四只和一些非要害处同时中击 只有五意不错的马丘 来得及反应 一刀将那袭来的暗器小击拨开 点为这一把小击 却是让众小大吃一惊 就在马丘等迟疑要不要再追之时 只见甘归手舞铁锁 一起冲出 高呼道 不要怕他的暗器 某来开路 马丘和画拳 还有赵家兄弟 见到甘归冲出 不再迟疑 马上策马跟上 他们都知道 甘归那一手铁锁 有挡暗器的能力 后面没有受伤的徐盖和张乎 知道自己武艺不如马丘等人 同时也担心王平等人 却没有去追 而是护着王平三人 沿路退了回去 点为间的五人追来 重重的横了一声 从怀中再次取出四只小姐 回身甩手就向众人打去 哗啦哗啦 当当当当 甘归见到点为回身 也没有看他何时甩出暗器 手中铁锁只顾着急舞 哗啦哗啦 响声之中 确实将黑暗中袭来的四只小姐 悉数挡了开去 好 后面马丘四人见得 大喜之下同时喝了一声踩 加速策马 朝点为和曹王追去 点为早就听出四只暗器 被人挡了下来的声音 心中有些惊讶 这帮小伙子 却是生猛的出乎点为的意料 曹军中的小一辈 恐怕也没有如此多的出色人物 不过 点为也没有多想要一举除掉后换 此时还是护着曹王逃出去要紧 于是又从怀中摸出一把小姐出来 抬手就往后打去 哗啦哗啦 甘龟见得点为再次出手 不敢怠慢 手中铁锁狂舞 叮叮叮叮 铺锁急舞之下 却是将四只小姐挡了出去 然而 就在甘龟以为成功再次挡下点为暗器之时 一只小姐无声无色的席致 打在了甘龟的右手小臂之上 甘龟疼得闷横一声 同时手中铁锁再也拿不住 跌落地上 赵统见得 立即冲到甘龟身边 问道 可有 小心 还未等赵统将话说完 后面的马丘却是猛人大喝 却是两只小姐无声无色的袭来 扑扑 两声轻响传来 失神的赵统 和旁边为了护着他弟弟的赵广 肩头同时中了点为打来的小姐 马丘的脊背有些发凉 如此厉害的暗器手法 当真是闻所未闻 马丘不敢怠慢 立即策马来到赵统三人旁边 持刀护着三人 一边的话拳与马丘的想法几乎一致 到得赵统三人身边的时候 与马丘一同持刀 护着三人 并没有再追击 看着点为和曹昂越来越远的身影 马丘心中苦笑连连 不是他们不想追呀 实在是对手太厉害了 一手暗器 他们所有人中 只有自己和画拳 还有没有追来的徐盖和张虎 没有受伤 其余的都中了暗器 还有庞慧 硬扛了点为一击 也不知道伤势如何 带着点为和曹昂的身影 完全消失之后 马丘和画拳才护着三人回去 而另外一边 点为护着曹昂退走的时候 于静也想一同离开 只不过张全是眼明手快 一枪将于静圈住 而后对着他是一阵猛攻 不让他有喘息之机 于静的武艺虽然不是太强 然而凭着受伤 其实可以在张全手下逃出去 不过 就是张全这阵狂风暴雨式的猛攻 拖延了时间 让后面原本率军截击于静所布的 贾木、李寒 还有中会率军赶到 大军一到 直接就将张全和于静的战场 围得严严实实 同时受了些小伤的 太师响起人已经回来 于静见得心中是无奈苦笑啊 单单一个张全就不是自己能对付的 还有旁边几名小将 忽视眈眈 加上大军包围 于静心中是自然大乱 张全一轮急功 已经打得于静枪法凌乱 此时于静慌乱之下 更是露出了不少破绽 这时张全自然就看在眼中了 见得于静露出破绽 哪里会犹豫 一枪将于静手中的长枪挑开 同时 手中长枪猛然一转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擀枪就扫在于静的身侧 如此巨大之力 于静一下子就被张全扫落马下 呼 于静还来不及动弹 张全的长枪已经呼啸而至 顶在于静的咽喉处 让于静不敢动弹 张全见得问道 死还是想 于静望着那顶在自己咽喉处锋利的枪尖 沉默了一阵 最后叹了口气道 哎 某怨响 张全听得扭头道 来人 先将他绑了 旁边的兵足听得 立即一拥而上 取来绳索给于静来了个五花大绑 张全也没有在意于静 而是走到一旁 曹王留下那把冰刃旁 张全一把抽出倒叉在地上的月牙脊 朦胧的月色之下 只见月牙脊上散发着悠悠冷芒 看上去仿佛又丝丝光滑在流转一般 张全对着空气使了几下 感觉很是顺手 心中更喜了 低头看着自己挂在马上的长枪 却是一把将长枪抽出并抛起 右手的月牙脊 向着空中的长枪狠狠地劈了下去 叮咔嚓 冷芒一闪只听到一声脆响 张全原本的长枪直接被月牙脊劈成两段 张全见得忍不住开声赞道 好奇 摸着传来的丝丝良意的己身 张全心中更喜 难难自语道 果然是神兵啊 妙 实在是太妙了 说完 望着朦胧的月色 张全摸着月牙脊 看着光滑的脊身 自语道 本公子不管你以前叫什么名 从今儿以后 你就换作月华 日后随本公子南征北逃 本公子定让你痛饮鲜血 不如莫你神兵之名 张全说完之后 却是感觉到手中的月牙脊 仿佛是颤了一颤 阵阵金属鸣叫传来 张全见到旁人皆无异样 却是心领神灰 所谓神兵有灵 正是此理 这是旁人不会察觉的 只有神兵的主人才能感觉到 这时马丘几人也回来了 张全见到众人之中 除了马丘四人没有受伤之外 其余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脸上惊讶无比 马丘苦笑了一下说道 老大 那典威太过凶悍了 一手暗器出神入化 却是让他和曹家那小子逃来 张全听德摇了摇头说道 典威号称骨质恶来 就算父亲对上也要谨慎 败了也没有什么好不服的 这次能生擒于尽 徐叔他们总是没有话说了 徐盖听德以我拳头 兴奋的 对 这次定能让父亲对我等 另眼相看 张虎听德却是以手臂撞了撞徐盖 笑道 擒住于尽的是老大 又不是你 你兴奋个什么呀 张全听德却是笑道 这次大家都有出力 若非如此 全也擒不住于尽 众人听德却都是互相谦让 马丘神色有些严肃的说道 果然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今日与着典威交过手 某才知道 无异于父亲他们相差很远呢 其余众人都是一同点头 今夜原本以为十拿九稳能杀掉曹王 怎知道 却是被典威生生的杀出一路血路 护着曹王就逃了出去 张全听德笑道 点为成名日久 我等还年轻着 今日我们立下大功应当高兴才是 小家伙中会听德 挥舞着小拳头说道 世纪世纪 会和两位兄长还奸杀了俘虏 很多的曹兵 这次我们立下大功 回去不醉不归 众人听德 齐声大叫道 好 不醉不归 小家伙中会刚想硬核 后面的忠玉却是从人群中窜出来 用手敲在忠玉的脑袋之上 恶狠狠的道 小孩子不准吃酒 忠玉被忠玉敲了一下 摸着头对忠玉露出无辜的神情 说道 大哥 你别敲嘛 大将军说小孩子被敲 会很笨的 而且你们也是小孩 为啥你们能吃酒 我就不能 忠玉是似笑非笑的说道 你就是太聪明了 大哥才要多敲那几下 不然你会把大哥也卖了 至于吃酒 这里只有你一个不够十岁 所以不准吃 说完这忠玉就不理会宗会了 那边宗会见德 一边跟着众人离开 同时眼珠子不停在转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鬼点 这边张全等人压着于晋 和一众降族返回乡城之后 徐晃那边也已经收兵 天明之后将战况一统计下来 此战却是大获全胜 曹军折损了五千余人 俘虏三千余人 这对仅剩下两万人左右的曹军 打击还是比较大的 相成成中 张全一帮小家伙再一同庆功 酒宴之上 吃酒吃得最兴奋的 就是钟会这个小家伙 只见钟会小脸通红 还不住要众人吃酒 让马丘和华全这两个年纪最大的惊讶不已 要知道 钟瑶的酒量啊 那并不算太好 而七兄钟玉呢 更是有名的三杯道 现在钟会这小家伙 明显就是一酒桶啊 怎么能不让马丘等人惊讶呢 念叨了一下钟玉 马丘是四处打凉 却是发现钟玉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 马丘很是惊讶的捉住一旁的董允 问道 钟玉怎么不见了 董允向着马丘挤眉弄眼了一番 而后朝着钟会的方向打了一个眼色 马丘见得心领神辉 低声骂了一句 靠 幸亏我家两个小弟 不似钟会这小子伎俩 不然的话 想到这一年钟会长大之后啊 钟玉是屡屡被欺负的经历 马丘也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颤 心中暗暗庆幸 而就在钟晓吃酒吃的兴奋之时 一名亲卫从外面窜了进来 走到干归的身边捕住地狱 亲卫的出现并没有引起 还在好眼的钟晓的注意 不过干归听完之后脸色大变 连忙起身跟着那名亲卫出去 片刻之后 干归却是从外面急匆匆地冲了回来 逐位之上喝得满脸通红的张全 指着干归 大笑道 老干 你也挺滑头的 趁着我们吃得高兴偷偷溜走 现在才回来 不用全说这么多了 当罚 众人听得奇声应和道 当罚 干归看架势 见到众人都举着酒盏一通扑过来 当即大吉 高呼道 老大 不要吃酒了 你家娘子就要被大尔贼抢走了 什么 干归这一声高呼 犹如当头给兴高采烈的众人淋了一盆冷水 非但众人如此 主位之上的张全此时也坐不住了 只见张全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高声问道 老干 究竟怎么一回事 干归联盟拨开众人 联盟说道 老大 这是我爹从江东打探来的消息 他派来亲信 正要向大将军禀报此事 不过我的亲卫认的那人 听得我在此处便告知此事 老大若是不信 可招那人进来问一下 张全听完脸色变得阴沉无比 立即喝道 快让他进来 问一几 那名干宁的亲信就进到厅中 张全是直接走到他面前 问道 快说 孙坚要嫁女给刘备可有此事 那名亲信见的是张全 哪里敢隐瞒呢 将此事是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确实干宁击败荆州水军之后 可以随时抢掠荆州 关羽立即舍弃汉水延暗的城池 干宁也不好对百姓下手 闲着无事呢 就派人到江东打探一下有什么消息 未料到这一探呢 就探得这个消息回来 知道不妙的干宁 立即派人向张秀禀报 不料 刚到南洋这人呢 就被干规的人给截住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迎放勋 演播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四十五集 老的抢地盘 小的抢老婆 张权听得之后 连忙问道 那邓芝和曹姓 不是去了江东求亲吗 怎么还会被大尔贼得手啊 那名亲信答道 大公子 我等也打探不到邓先生 他们的消息 根据老大推断 只怕邓先生 他们一到江东 就被软亲了 张权听得激愤道 可恶 说完 一脚将旁边的一张转给踹翻了 其中仲晓眼中也是闪过怒火 马丘见得高呼道 老大 夺妻之恨 岂能不报 俺们众兄弟陪老大去江东 将嫂子抢回来 此时众人也吃酒不少 精神亢奋无比 听得马丘此言 纷纷高呼道 对 老大 我等跟老大一同去江东 将嫂子抢回来 张权的心中本来就怒急 此时听得众人高呼 大喜道 好 且一同去江东 顿了一顿 立即吩咐道 非一东远 如二人且留在这里 应付一下徐叔他们 帮我们拖延时间 非一东远听得 点头道 大公子且放心 我等自小的 张权又说道 赶规太师想 快领你们的人去准备船只 我等连夜乘船 前往江东 其余人等 随本公子一同出发 众人听得 高声应诺之余 将九盏吃食等 全部推倒 取了兵器战马 就随张权悄悄出发了 张权领着众小悄悄出发 前往江东 暂且未为人所知 而这次中原大水的威力 都被张秀和曹操所错估 张秀治下的四周还好 由于处于上游部分 因此 倒观而来的河水 已经缓缓退去 不过 由于受灾的范围不少 张秀只能立即派兵救助 而与南洋这边的情况不同 正如绝黄河之前 郭家和司马懿 所料的一般 夏侯顿那边三十万大军 听到黄河决敌 张秀大军全军覆没 当即是士气大振 三十万大军 齐出之下 赵云被打得退回河内之内 当时张秀已经领着回来的马超等人 渡河到河内 准备与夏侯敦大军展开决战 不过就在开战之前 曹操却是派人来到张秀大营之中 希望两家霸占和解 张秀大战之中 众将却是吵成一团 其中 马超 华雄 庞德 这些经历过大水的纷纷主战 却是亲眼目睹了大水烟黄河 令到百姓家园进回 家人身死 对曹操的愤怒已经不能容忍 因此希望一战 大败曹操 为百姓报仇 另外一边 则是比较冷静的赵云 张辽 法正和诸葛锦几人 却是希望霸占 其中的原因一个 就是需要消耗粮草来救助百姓 其次呢 是此次开战 其实并无必胜的把握 张秀那一路 在大水中活下来的不少 然而这一路 已经是疲冰了 战力如何未可知 主力其实只有五万雷云旗 但论冲阵的能力 只有雷旗能够 另外 云旗还有飞羽攻旗都是青旗 冲阵能力不强了 其实也并非说 飞羽攻旗和云旗没有用 而是因为经过数月大战 弓箭消耗量极大 现在云旗和飞羽攻旗 所用的弓箭 都是必须减身 不能随便访 没有了弓箭的青旗兵 就仿佛是没了牙齿的老虎 这样的情况与曹军开战 自然没有太大的把握 见到众人吵成一团 张秀只是一白手 将众人都喝重 而后问一直不作声的贾许道 温和如以为如何 贾许又沉思了一阵 才从口中蹦出了一个字 战 马超听得大喜道 贾先生英明 法政听得大急 连忙说道 周公 我军要与三十万世纪高昂的曹军决战 并无把握 就在张秀也疑惑不解之时 贾许继续开口道 打的不是曹操 而是刘备 马超几人一听呆了一呆 张秀 赵云 法政等人 却是马上低头陷入沉思之中 贾许见得却是自语道 刘备主力远在江州 而荆州水军又为星霸所败 荆州副帝任我军进攻 加上我军出兵 江东孙坚也必然会出手 此时不乏 刘备更待何时啊 说到最后 贾许声音变得极为洪亮 响彻整个大仗 听完贾许之言 张秀一手指轻敲捉案 显然是在仔细思考 这时法政也已经想好 笑着对张秀说道 主公 贾计就所言有理 与曹操一战 我军其实已经完全站住了上风 沿州被寿城将军强掠一空 现在又逼得曹操 不得不以水淹中原 未来数年 曹操治下 必然凉荒 而此时 我军不能一举 占下三十万曹军 但曹军其实也不能大败我军 故此正以为 对付曹操当一缓对之 先不攻 而让其自乱 我军则可趁曹操治内大乱之时 先凭荆州留备 张秀听得点了点头 问道 嗯 如今一周那边情况如何 诸葛锦开声答道 刘备率八万大军攻江州 然而子役俱成死守 刘备军开始时还是准备智取 但刘备军师诸葛亮连分用计 都被誓言识破 无奈之下 刘备就开始强攻江州 不过子役在战前也巩固了江州城防 以江州兼城 刘备大军短时间之内不能去下 诸葛锦看似侃侃而谈 但当其说到棋地的时候 张秀却是留意到他目光中 透着一丝担忧 张秀听得轻吐了一口气 转而问道 那襄阳和南郡那边的情况如何 诸葛锦此时已经恢复正常 回忆了一下之后 说道 如今汉水已为星霸水军所控 水军士族可随时进攻襄阳和南郡的城池 关羽虽有六万大军 但面对星霸布什的袭击也是无策 因此便将沿岸的城池舍弃 退守远离汉水的城池 此时赵云拱手说道 主公 此时刘备远在荆州 襄阳南郡又是空虚的 确实是进攻之良机啊 如今功名那里有三万南洋军团失踪 四万余新兵以及两万破风营 但这兵力已经超过了关羽所部 而若是再调此处铁骑南下 关羽绝不能等 张秀摸了摸下巴 仔细衡量了一下 发现确实如众人所说一般 于是轻点了一下头 贾许见得张秀一动 忽然拱手道 主公 许以为此战主公不好亲征 当由一名大将挂帅一讨荆州 张秀听得奇道 哦 文和此言和解 嘉徐公寿说道 曹操此时虽然与我军和解 然而难保不是其所谋意 为的是引开我军进攻 而大举进攻我军 故此寻以为主公当作臣洛阳 一为救助百姓 二也为震慑曹军 不让其轻动 张秀点了点头 嗯 文和此言 已不无道理 只是不知何人挂帅为家呀 口中虽然说着 但是眼睛已经瞥向赵云了 赵云见得哪里不明白张秀的意思 立即出列道 主公 云愿意挂帅 以讨荆州 张秀听得 府长大小道 好 不知子龙要多少兵马呀 赵云听得想也不想就答道 关于在襄阳只有六万兵马 云一直需要六万 张秀听得点头道 云 说完顿了一顿 继续说道 如此 子龙就领两万雷旗 先去南洋 到那里再领两万破风营 还有两万高顺在长安安排的新兵 去取荆州吧 另外 奔将在拨梦起 令明主 听说那帮小子都在南洋 子龙顺便将他们也带去历练一二吧 孝旨为随军军使 另外 星霸的水军 也由子龙调解 赵云听得张秀的话 当即愣了一下 继而苦笑连连 恰好在此时 后面的马超低声念叨 主公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这一句话是说出了赵云的心声 张秀听得 似笑非笑的望着马超 说道 猴 梦起 如若你不喜欢 本将可以随时换人去啊 射完目光 瞥向了一旁 满脸郁闷的画熊和张辽的身上 马超一听连忙摆手道 哎哎 主公 你误会了 方才超根本没有说话 说完顿了一下 装出好奇的神情 说道 听闻那帮小子顽皮的剪 超正好去管教一下 众人见得马超的样子 是一同大笑 大笑声中只见到张秀连连摆手 众人这才止住了笑声 只听见张秀吩咐道 文员 如且督骑鱼兵马 驻防河内 连防曹军出尔反尔 张辽听得 拱手拥道 主公且放心 张秀计较已定下 赵云和马超庞德 立即因两万雷旗南下 而河内这边 也不知道曹操是真心退兵 还是为了其他原因 在张秀答应和解之下 大军就退回冀州 除了留下五万大军 驻防卫军之外 其余二十五万大军 分别迁往幽州 青州和徐州三地 以及打散在冀州境内 张辽将消息发给张秀之后 张秀顿时松了一口气 与曹操一战 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此次与曹操交手 张秀打从一开始 就站住了上风 最后以曹军一半支兵力 逼合曹操 可以说是张秀隐藏的手段 基本上都用出来了 也是张秀这数年埋头发展 打造精锐 强军加上戾气 加上隐藏的手段 才能屡胜曹操 不过此战过后 张秀这些隐藏的招数 都为曹操所知 以后队上 只能是堂堂正正的交锋了 不过对于此呢 张秀也不是太担忧 这一战可以说是将曹操 眼周和半个御周 都打成废墟了 而自己这一边损失 相对来说算是很小的了 而以后双方要斗的 那就是国力的问题 在这方面 张秀已经是先行了一步 加上这次的破坏 此消彼掌之下 张秀可谓大战上风 不过打了这么一场大仗 张秀也觉得 确实需要一段时间的 修养生息来恢复元气 当然 张秀这次真正的损失 也不算大 故此这修养生息 可以是边打边修养 至于对手 自然是选择比较弱的刘备了 想到了刘备 张秀的脸上 不自觉地露出冷笑 并喃喃自语道 哼 大二贼 如以为组织九路大军 来找本将麻烦 本将也就一死一下 只弄三路大军 来找你麻烦 说完 张秀不自觉地将目光 投向东南方 江东柴桑城 邓芝和曹姓 已经到了柴桑一月有余 邓芝一到的时候 就是想去见孙坚 只不过孙坚呢 一直是推堂有事 不能接见 并安排邓芝二人 留在驿馆之中 这开始的时候 孙坚还安排鲁肃来接待两人 而邓芝见到鲁肃 这个江东重臣 亲自接待自己 还真以为孙坚有要事 就不做打扰 在驿馆静心等待 怎知道邓芝这一等啊 等了就半个月有余了 开始几天 鲁肃是每天都来 后来呢 那就是两三天来一次 最后就直接不来了 邓芝和曹姓 也出不了驿馆 邓芝一见这架势 就知道不妙了 但由于驿馆外 有大批士族在外面看守 加上还有灵筒 徐胜等数员大将守在外面 更让邓芝无测 不过这种情况 这几天却是发生了好转 外面的兵族呢 是逐渐的撤回 灵筒和徐胜即将 后来也离开了 同时自己也不再被禁足 邓芝心细 立即就知道 形势应该是有变化 不过 在驿馆中被困了一跃有余 邓芝完全不清楚 外间的情况 于是便让曹姓出去打探消息 自己则寻了驿馆的馆主 希望去见孙坚 对于邓芝希望见孙坚呢 那一管的馆主 还是支支吾吾的 往后搪塞了过去 邓芝一看也知道 问不出什么 只能是寄望曹姓那里 能打探到什么消息 这曹姓也是机灵谨慎之人 道德日落时分才回来 邓芝见得立即将曹姓迎进房中 并小心的将房门都给关好 之后这邓芝才问曹姓道 本山 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曹姓笑了一下 而后又摇了摇头道 嘿嘿 有好消息 也有坏消息 邓芝也不急笑道 呵呵 若是知所料不差 我等被禁足 应该就是那坏消息吧 而现在解除禁足的 应该与这好消息有关吧 曹姓点头道 先生英明 那先生准备先听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啊 邓芝笑道 呵呵呵 是有先有后 先听坏的吧 曹姓点了点头 道 坏消息 就是吴侯孙间 准备嫁女左将军刘备 此事柴桑全城百姓皆知 应该做不得假 邓芝听得脸上露出了恍人大物的神色 机长道 好一个大耳贼啊 论辈分岂可当孙小姐之叔父 为达目的竟然还如此不要脸面 向吴侯求亲 曹姓听得连忙问道 哎呀 幸也是为此事而烦恼 如此一来 岂不是犹如大公子之名声 而且大公子年纪尚小 而大耳贼与他有夺妻之恨 这 怕是 哼 曹姓还未说完 邓芝一掌重重地拍在桌案之上 低喝道 绝不能让大耳贼得逞 定了定神 邓芝又问道 嗯 这 吴侯既然解了禁足 只怕主公那边有不少变化 奔善打探的 可是这个好消息吗 曹姓的脸上再次闪过了佩服的神色 点头道 嗯 乃是星霸在汗水大摆荆州水军 汗水流域 除了下口处之外 已经为星霸所控 另外 主公在中原大摆曹操大军 通军主帅张和阵王 如此主公形势一片大好啊 却是江东这边呢 由于距离甚远 消息比较之后 邓芝听完 脑海中闪过思索的神色 说道 主公在中原那边的战况 还是影响不了江东的 若是知所料不差 应该是星霸的大声 定到江东高层震动 江东一直置在荆州 如今汗水流域 荆州水军被灭 只怕这吴侯就要出手了 曹姓听得其道 先生所言不无道理 然而吴侯要出手 但为何还要嫁女与刘备啊 邓芝的眼神中闪过了迷茫的神色 摇头道 这 此事知却是不知啊 本身 我等看来还需要多打探一些消息方可 曹姓见得急道 哎呀 先生啊 此事不能再等了 吴侯之女半月之后就要出嫁了 邓芝听得脸色大变 师声道 啊 如此快 曹姓的脸色沉重的点了点头 说道 正是如此 故此我等不能再迟疑了 邓芝点了点头 沉吟了一阵说道 嗯 既然如此 芝现在就去见孙伯福 此人有小霸王之名 其没要嫁于大尔贼 如此丢脸面之事 以其性格必然不云 本善啊 如且先去打探一下 那孙小姐还有其出嫁时的情况 如若芝不能阻止 那恐怕只能行非常手段了 说完 邓芝眼神闪烁 狠狠地握了握拳头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 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 继续 第三百四十六集 邓芝的谋算 邓芝吩咐完之后 也没有用晚膳 就和曹姓两个人 急急地离开驿馆 分头行动去了 且说邓芝来到孙策府前 地上拜帖 未及就被仆人带进府中 也幸好 孙签允许孙策吩咐 不然的话 邓芝也不太可能 单独见到孙策 道德大厅之中 却是被告知 孙策刚练弯舞 正在沐浴更衣 让邓芝稍后一会儿 并奉上香名 邓芝等了不到半个时辰 就见到一个年约三十 剑眉兴目 脸容俊朗 行走间 犹如龙行虎步一般 霸气十足 邓芝见德 没有得暗暗赞道 好一个江东小霸王 只见孙策在主位之上坐好 客气地拱手道 不知先生深夜造访 有何教诲 说话直率 但一客气 并无自傲 邓芝见德 更是暗暗称赞 霸气十足之余 还如此礼贤下士 实在是少见 邓芝知道孙策秉兴 于是也不客套 直接说道 知此来 是说孙小姐之婚事 孙策一听 眉头不自觉地皱了一皱 邓芝不理 只是继续说道 先不说我家主公 早已无后约好 两家有婚约在 而刘玄德 只辈分当孙小姐之书 如若让孙小姐 驾驭刘贤德 恐为世人所孝 而若是我家主公 一怒之下 再将无后 背弃婚约之事 公告天下 只怕无后 当会为世人所耻笑 连大公子 亦是如是 邓芝这一戏话 说的是有理有据 且铿锵有力 孙策听完 脸色不住的变换 沉默了两酒之后 孙策叹了口气 说道 将妹子嫁于刘贝 其实此亦非策所愿 不过父亲已经应下此事 策以无能为力 邓芝听得 还想再说 却见到孙策一副衣袖 说道 策有些乏了 就不留先生了 送客 邓芝见得孙策闭口不言 并下了逐客令 无奈之下只能是告辞离开 这边邓芝离开之后 后堂之中却是转出了俊美儒雅的男子 孙策见得之后 哭笑道 公瑾 此时荆州水军已经大败 为何还要瞒着邓芝 初来之人正是周瑜 只见周瑜实实然地坐到下手 才说道 伯府 此时天下形势 无论刘备还是张秀 都不是我军联盟的最好对象 而此次刘备组织九路大军罚张秀 非但占不到丝毫便宜 还损兵折将 曹操家底封厚 损失一些亦无防 然而一旦张秀还过气来 刘备的麻烦就大了 若是余所料不差 就算主公不出手 此次最终吃亏的还是刘备啊 孙策听得疑惑道 那此时我军更应该连张秀一份荆州 如此岂不是更妙 周瑜听得摇头道 诶 荆州要取 亦是与张秀联手 孙策听得更加奇怪 问道 既然要联手 那为何 周瑜笑道 方金天下 张秀之势最强 近日我均与张秀联手 但说不准哪天就要与其交手 如若我强而张秀弱 自可行联姻之势 以控制张秀 然而如今乃是张秀强而我弱 一旦联姻 我江东就会为其所致 如此一来 自不可行联姻之势啊 顿了一顿 周瑜以目望向西南 自语道 此次行假联姻之势 定要在张秀出手之前 将江夏夺下来 孙策听得点了点头 之后有些担心的问道 但那邓芝和曹兴在此 不怕他们坏了此事 周瑜自信一笑说道 江东乃是主公的地方 在此 还怕他们会翻出大浪不成吗 孙策听完微笑道 这 这倒是有理 说到这里 两个人便止住了话题 孙策笑道 哈哈 公锦 策很久没有听你抚琴了 且来抚琴一曲如何 周瑜哈哈笑道 哈哈 既然伯父说道 瑜自不会推辞 为己 孙策的府中 便响起了悠悠的琴声 令人向往 邓芝这边无功而返 曹姓一边由于夜幕逐渐降临 柴桑城又不似长安一般 不设宵禁 故此 曹姓比邓芝更早地回到了驿馆之中 两人皆是无功而返 脸上闪现出颓然的神色 嘟嘟嘟 正在此时 门房外忽然传来清脆的敲门声 继而就听到一道稚嫩的声音说道 小人奉命送晚膳于两位 邓芝听得此人又来骚扰 本来不喜 但是听到晚膳 忽然想起自己与曹姓都未用 同时一阵空法感传遍全身 见到曹姓一是如此 便宁声道 进来吧 未急就见到一名小丝打扮的人走了进来 曹姓抬头望向那小丝 明显愣了一愣 刚想说话 就见到那小丝向着曹姓打了一个眼色 然后指了指石盒 邓芝见到曹姓和那小丝的动作 猜到有些问题 于是一闭口不语 带着那小丝放下石盒出去之后 才压地声音问曹姓道 本善辱认识他 曹姓轻点了一下头说道 嗯 他是马将军长子马丘 邓芝听得大惊失声道 他怎会在此 曹姓摇了摇头道 姓也不知啊 邓芝很心细 记起马丘的动作 立即打开石盒 翻找一下之后 却是发现石盒内有夹层 邓芝连忙将夹层打开 见到夹层内 却是放着一封书信 邓芝见得 立即打开书信 仔细一看 曹姓却是见到邓芝脸上 露出古怪的神色 忍不住问他 先生 怎么了 邓芝叹了口气 继续压低声音说道 大公子领人来了 而且还准备抢亲 曹姓听得再也把 这不住镇顶失声道 什么 邓芝见得连忙拉住曹姓 并向他打了一个眼色 之后自己走出门房外 转了一圈之后 才回到房中 对曹姓说道 我等现在在江东 本善一言一行 切记要小心 大公子既然如此 秘密派人前来告知我们 应该有江东的人 在监视我的 切无大意啊 曹姓听得点了点头 宁生问道 这大公子抢亲 那主公要与孙家 联手之意 岂不是会被破坏 两家之间 岂不是再无商谈之余地啊 邓芝摆了摆手说道 大公子也非如此不知轻重之人 书信上有云 大公子已经谈得消息 孙小姐与其母五天之后 一早回到佛寺上乡 到时候大公子就会出手抢孙小姐 而怕吴侯拿我等出气 便让我等 则即立即离开柴桑 到渡口处 自有人接应 曹姓听得点头道 这现在江东大将皆不在 要保先生离开不难 但我等一走 那与吴侯联盟之事 岂不是完了 邓芝听得低笑道 无妨 大公子送来消息 曹军已经为主公索败 主公已无需再与吴侯联手 不过 大公子与孙小姐有婚约在先 如若孙小姐嫁与刘大尔 这会有孙主公 以及大公子之脸面 因此抢亲之事 不得不幸 顿了一顿 邓芝又说道 大公子匆忙来到江东 只怕人手不多 我等且助大公子一臂之力 引开江东大将 好让大公子得手 曹姓听得拱手道 先生且吩咐 邓芝微微一笑说道 孙小姐与其母在佛寺 应该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我等且去祈祷佛寺途中 在城内将事情闹大 将江东大将引来 本善明日且去准备些 毅然之物 我等就在城内放火 这孙文台 关了我等如此之久 今日烧他一把火 也好包着进度之仇 曹姓听得大喜道 先生且放心 姓必然办妥 说起来这孙坚呢 确实有两位夫人 这两位夫人乃是一姐妹 其中姐姐就是孙策 孙权等人的生母了 而妹妹呢 那就是孙郎以及孙仁 也就是孙上香 两个人的生母 这孙仁呢 生母信佛 因此孙坚在江东 不少地方都建有佛寺 让这位夫人 可以定时参拜 而之前邓芝说 可能要行非常手段 也是看中了孙坚的两位夫人 每月月初和月中 都会到佛寺中参拜 而孙坚的两位夫人 也会带着孙家子孙 去一同参拜 其中孙仁是每次必去 因此邓芝才会说这样的话 不过邓芝只是停留在说的方面 张全呢 就已经上升到行动的层次了 他刚到江东稍一打探 就知道此消息 这样一来 便让张全打消了 半路抢亲的打算 毕竟要是半路抢亲 张秀的脸面就会被丢尽 当然也消了孙坚的脸面 两家之间的关系 恐怕就再无转回的余地了 如若是在成亲之前将孙仁抢走 孙坚还可能将此事遮掩下来 存了孙坚的脸面之余 也保了张秀的脸面 毕竟让天下人知道 张秀之子乃是一抢亲的主 对张秀的名声打击极大 张全自然要保住他老爹的脸面 马丘送完书信给邓芝之后 张全除却留下了王平 张义张仪三人 到柴桑城外 兼应邓芝和曹姓之外 自己则是和其余的众小 一同到佛寺附近买 也幸好这佛寺是在成交 不然张全要布置就更加麻烦了 毕竟在城外 得手之后逃跑也容易得多呀 这天色微亮 孙坚的两位夫人就领着 孙毅 孙匡 孙朗 孙仁 几个兄妹一同前往城郊佛寺 一行之中还有灵筒 徐胜即将护送 且说孙坚两位夫人的车队刚出了柴桑城 那边曹姓和邓芝也先后出门了 对于邓芝两人 孙坚自然是派人监视的 不过 由于连续几天 邓芝不是拜访孙坚手下的这个文臣呢 就是那个武将 而曹姓则是在城中闲逛买些小玩意儿 却是让监视的人也就放松了 今天见到邓芝和曹姓又出门 监视的两个人只是打着哈欠 就分别跟了过去 也没有多注意隐藏身形 几天下来 邓芝所使的计谋 果然让监视的人失去了防备 同时 曹姓也摸清楚了谁是监视的人 今日见的只有一人跟着自己 却是大喜 悄悄走进了一条很少经过的横向之中 跟踪那人也不宜有他 只是跟了上去 只不过 刚进这横向没走几步 就感觉到脑后风声传来 还未有所反应就感觉到脑后一疼 之后就失去了知觉 只见曹姓扔下木棍 将脑后受到重击昏倒的人拖到一边 并用横向中的杂物将那人遮掩住 曹姓刚做好这些 邓芝也出了驿馆大门 引着跟踪之人走来 剩下的也简单 曹姓无法炮制 让邓芝将那些跟踪之人引入横向 用木棍打昏并藏好 之后呢 邓芝和曹姓就转进了驿馆旁边的一座小民房之中 刚进到民房 邓芝和曹姓就闻到一股子刺鼻的味道传来 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 惊讶道 先生 弄了这么多火油啊 邓芝笑道 只是担心本善收集的火油不够 特意让人在收集的 曹姓苦笑一声说道 姓 亦是如此想法 邓芝听得呵呵笑道 如此一无法 那就让这把火烧得更猛烈些吧 曹姓听得兴奋的点了点头 邓芝听得点头道 事不宜迟 本善立即行动 为大公子他们引开江东大军 曹姓听得兴奋的点了点头 然后立即在床下挖出了一把大弓出来 然后掀开火油瓮的盖子 却是见到火油瓮里面 泡着一杆杆木剑 邓芝听得立即上前帮忙 将火油瓮的盖子打开 露出里面浸泡过火油的木剑 曹姓也不犹豫 将一簇簇泡过火油的木剑 从屋内搬到房顶之上 此时虽然是天色已经大亮 不少百姓出来行走 但曹姓搬木剑的举动 并没有引起太多百姓的注意 毕竟这事看上去也平凡 不少百姓还以为曹姓准备要修房子 这边曹姓和邓芝合力 将庆过火油的木剑 全部搬到屋顶之上 邓芝也跟着上了屋顶 并点燃了火把 直接将一把木剑点燃递给曹姓 曹姓也不含糊 手中大弓在手上转了一圈 拿稳之后 立即将那一把火剑搭在大弓之上 半眯着眼睛同时将弓弦拉成满月 住 密声断鹤 曹姓拉开大弓就将那一把火剑 往斜对面的驿馆处射去 咻咻咻 这些木剑杀伤力并不是太强 然而那一大把点燃的木剑 撒落在大部分都是由木头制成的驿馆之中 结果是可想而知 而曹姓射的地方不是别处 正是他与邓芝两人一直歇息的地方 两个人昨夜在那屋中堆满了毅然的干部 枯枝树叶等 这把火虽然没有立即将驿馆点燃 但也让驿馆中的人手忙脚乱 这一把火剑算是曹姓 为报禁足驿馆之仇吧 这时邓芝又递上了一把火剑 曹姓是深吸一口气之后 立即就将火剑射往他们两个人 早就在附近布置好毅然物品的堆放脸 短短半刻钟不到 民房附近已经升起了几十处火头 而他们的举动也引起了程卫军的注意 曹姓和邓芝也不敢怠慢 随手将火把往旁边一扔 两个人就立即冲出民房 往城北处奔去 其实啊 那几十处火头燃起的火并不算大 真正厉害的是他们方才所在的那处民房 里面堆放了大量火油 一下子就燃起了大火 并蔓延到旁边的民房处 要知道 这民房多数是以木头搭建 大火烧起来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同时 这一片地区的百姓 也因为大火变得混乱起来 使得曹姓和邓芝能够在混乱中逃走 曹姓那放火箭的一手 也是为了让孙坚知道 这火呀 是有人刻意放的 这样一来 可以让孙坚派出人手来进行搜捕 同时又要派人来救火 从而最大限度的将孙坚在柴桑的人马都吸引住 而孙坚一开始听到有人在城内放火的时候 正如邓芝所料一般 一边让人搜捕放火之人 一边派人救火 正在孙坚忙于调动人手之时 周太冲进来禀报道 周公 大公子和周瑜在外求见 孙坚皱了皱眉 连忙说道 快传 魏己 孙策就当先风风火火的冲了进来 见到孙坚草草行了一礼 就问道 父亲 小妹何在 孙坚见得皱眉骂道 嗯 这么大一个人了 还如此急糟 孙策听得也顾不得孙坚的责备 急问道 父亲 此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小妹在哪 孙坚听得疑惑道 找他何事 现在他和你两位母亲到城外佛寺上乡了 这时 周瑜刚走进来 却是听到孙策大叫道 不好 被宫瑾撂尽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 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片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四十七集 开始抢亲 孙坚知道孙策急躁 话说不好 于是问周瑜道 宫瑾 究竟合适了 周瑜联盟拱手道 主公 只怕张秀的人 要去劫小姐 且速派人拦截 孙坚听德也开始急了 说道 现在城内有人纵火 本侯都将城内兵马 派出去救火 和搜捕纵火之人了 周瑜听德立即说道 此事可大可小 主公且让伯府 领吴侯府上护卫 先去进行拦截 于请要主公虎符 调动城外兵马 一同拦截 孙坚听德点头道 嗯 好 然后对旁边的周太说道 又平 如跟伯府一同前去 还未等周瑜打允 孙策就急道 父亲 又平走后 何人保护你 还未说完 就见孙坚摆了摆手 说道 哎 无妨 为父武艺虽然不是天下绝顶 但要在这柴桑城内 去为父性命的人 只怕没有 加上你程叔父 还有黄叔父 他们正在赶来 如就不用担心 为父的安危了 快去劫住 要劫小妹的人 说完 就将这虎符 递给了周瑜 孙策听德重重地点了点头 与周太一同 点起吴侯府的兵马 往城外赶去 而周瑜也是 接过虎符之后 匆匆离开 邓芝和曹姓这边得手 另外一边 张全等人在埋伏的地方 也见到了孙坚两位夫人的一行 这张全定睛观看 见到先下马的马车上 乃是两个年过三十的妇人 看上去 年纪比自己母亲还要老一些 不过却雍容大方 极具异态 张全一看就猜到了 此二人就是孙坚的两位夫人 而旁边的四名少年 在两位夫人下车之后 一同上前扶住 太师想见得 有些疑惑的道 哎 怎么会是四个呀 莫不是那小霸王孙策也在其中 徐盖小声说道 应该不会吧 孙策已经年近三十 就连孙权的年纪也不轻 这几个人年纪不孙太大 应该不会是他们纪人 只怕是孙坚的那些兄弟的儿子 一同前来了 这却是被徐盖所料中 四名少年之中 除了孙毅 孙匡 孙朗之外 还有孙敬之子孙瑜 也就是孙毅几个人的堂兄弟了 几名少年扶着两个夫人之后 马车之上 终于有一名女子走了下来 由于女子是背对着众人 故此尚未见到相望 马丘对张全打趣道 老大 你快看看你家婆娘啥模样啊 太丑了就不要抢回去了 钟晓听得一阵窃笑 张全听到马丘的话 强忍住一脚踹他屁股的冲动 眼珠子一转 阴阳怪气的对马丘说道 小马 你且放心 全知道你取妻之时该如何的了了 马丘一听大吉 刚想说话却被旁边老师的话拳一把按住 只见话拳沉声道 别说话 小心被发现了 赵统见得则是露出一副教训模样 对赵广说道 切勿得罪老大 不然小马就是榜样 赵广很是配合 认真地点了点头 说道 大哥说的对 小弟受教了 嗯 两兄弟说完都是忍不住低头窃笑 正在此时 张虎忽然惊讶道 哎 咋又有一个嫂子啊 众人一听立即抬头望去 却是见到马车之上 又有一个女子走了下来 众人见得一阵惊讶 张虎则是喃喃念头 这孙家如此年岁的女子 好像只有嫂子一个 怎么可能会有两个呀 这时徐盖忽然说道 老大 君文嫂子酷爱刀剑 无意不凡 乃是女中豪解 老大倒是出手相识 不就知道了 张全听得 一点头道 嗯 有理 事不宜迟 动手 刚说完 张全整个人就飞扑而出 后面马丘 华全 赵统 赵广 太师想 徐盖 张虎 庞慧 几个人紧随其后 飞扑而出 孙家一行人 哪里会料到 忽然有人手持冰刃 冲出来 确实都愣在当场 灵筒 却是最先反应过来 见得一众少年 手持冰刃扑过来 立即喝道 保护夫人 不过这灵筒 刚喊完 张全已经扑到 只见其右手持月华几 左手猛然探出 直桌向下车那女子 此时那女子 见到张全扑来 眼神之中 闪过慌乱的神色 同时整个人 是愣在当场 哼 只不过张全的左手 还未捉到 先下车 那个女子 却是一把将 愣在当场 那个女子推开 同时 左掌化为手刀 重重砍在了 张全的小臂上 发出了一声闷响 同时 那女子右手 一下子就抽出 腰间宝剑 寒芒一闪 直刺向张全的咽喉 张全见得 右手越滑稽 轻轻一拨 将那女子 刺来的宝剑拨开 同时宁声问道 辱是孙人 那女子轻横一声 轻起朱唇喝道 哼 既然知道 本小姐之名 还不束手就擒 说完 不再打话 急舞着常见 直刺张全 张全听得 哈哈一笑道 哈哈 不愧是我家娘子 够劲 我喜欢 说完 手持月滑稽 悍然迎上 当 金铁交明之声大作 孙人一个女子的力量 又怎及张全 受了张全一下重击 精致的小脸 一下子就变得张红 这张全是得势不饶人 手中月滑稽一圈 一挑 孙人手中的宝剑 直接就被张全挑 飞了出去 张全立即一步抢出 左手就捉向孙人 孙人见到张全 左手再次捉来 双手成着 分别抓向张全的双目 和胯下 却是危急时刻 也顾不上这些招式 比较下流了 张全见得却是黑黑一笑 右手的月滑稽 直次向孙人 抓向他胯下的小手 左手往上一聊 将孙人抓向他 双目的手给挡开了 孙人见到张全的月滑稽次来 却是怕手被飞 立即收回 逼退了孙人的进攻 张全立即栖身上前 在孙人还未及反应的情况下 左掌切在其后颈 一下子就将他打昏 而后搂着他 立即往后撤退 这时场中重小 却是和孙家一行人 已经对上了 只见场中马丘 单独斗灵统 却是处于下风 赵统 赵广兄弟 双战徐胜 亦是手多功少 华全对上丁凤 杀了个不分胜负 另外那边呢 张虎对上朱然 一打得有声有色 其余徐盖 庞慧太师想三人 则是对上孙家的孙义 孙匡孙郎 孙鱼四人 还不落下风 此时张全得手之后 扫了一下战场 却是见到周围的士族 还有旁边的女婢女 都是手持兵器给冲了上来 不敢怠慢 月滑稽直接打向 正在与马丘交手的 领统的头颅 领统听到了风声传出 立即退后一步 以枪格挡 马丘见到张全 左手搂着一个女子 知道已经得手了 也不恋战 学着张全的样子 挥一刀劈向旁边的朱然 马丘助张虎逼退朱然 另外一边的张全 也防助赵统兄弟杀退虚胜 后面画全抱起击退丁凤 锦晓一同合力 再助太师响三人打退孙家四人 张全见到灵统和徐胜追来 月滑稽急斗 金凤横空乍线直扑两人 同时口中大喝道 兄弟们快撤 众人听得不敢怠慢 立即撒腿就往之前冲来处奔去 张全逼退了灵统和徐胜之后 也搂着孙仁猛然后撤 这是林子中转出李寒的身影 将个人的战马都赶了出来 高呼道 快上马 这时走在最后的张全 由于多带了孙仁一个人 走得慢了 却是被灵统和徐胜追了上来 此时正持月滑己 与他们斗在一起 同时 后面的朱然 指挥着兵族冲上来 孙朗孙匡 还有孙瑜 护在两位夫人身侧 孙毅和丁凤也飞快地冲了上来 准备驻站 马丘和张虎冲得最快 当先跳上战马 两个人同时勒转马头 向回冲去张全的战场之中 两人侧马飞驰而至 两人持刀分别了及 灵统和徐胜两人 此时马丘二人是在战马之上 借马力冲锋之下 力量飞在地上的灵统和徐胜可比 灵统和徐胜见到二人杀来 不敢怠慢 立即举起兵器相抗 当当两声大响 灵统和徐胜 却是被马丘和张虎二人 借着马力打退了三步不止 张全见到马丘和张虎上来解了围 立即继续退走 这时太师祥已经将张全的战马牵了过来 大呼道 老大快上马 张全见得重重的点了点头 右手将月华戟正卧 以几尖重重的点在地上 同时足下用力一蹬 整个人抱着孙仁凌空而起 这时战马恰好来到 张全一把将孙仁按在战马之上 继而自己也坐上战马 这时张全却是坐在孙仁后面 右手持极 左手还住孙仁的腰部 捉住缰绳 而昏倒未醒的孙仁 却是躺在张全的怀中 张全在马上环室追来的灵统等人一眼 高喝道 走 说完狠狠夹了一下马腹 策马离开 后面的孙仁见得大喝道 贼子 还我妹子来 正在策马狂奔的张全听得 大笑道 哈哈哈哈 孙家定下婚猛 现在背信气 要将女嫁于大耳贼 张全不才 亦是一大丈夫 孙家要嫁女 与大耳贼 属张全不能容忍 孙家小姐乃是我张全之妻 自会好好照顾 请诸位放心 张全告辞 说完 张全已经和众人冲到了百步之外 声音已经变得微不可闻了 孙义见得孙上香被劫走 自然大急 联盟喝道 快快追啊 这时兵族已经是为几人牵来战马 孙义立即跳上战马 灵统和丁凤剑的 没有丝毫犹豫 也立即跳上战马 朝张全离开那边追去 徐胜心系 一边跳上战马 一边对朱然说道 一封 且留在这里照顾两位夫人 说完 也策马追了过去 这时 朱然却是见到大夫人脸色变得煞白 极无血色 朱然立即劝道 大夫人且放心 三公子他们一定能够将小姐救回来 倒是一边的二夫人一脸镇定 反而劝道 姐姐莫有担忧 上乡不会受委屈的 那大夫人见得 埋怨道 那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此时被劫去 怎么还如此轻松 二夫人却是笑道 这张权倒是一敢作敢为的男人 当初夫君草舌应下此时 妹妹还有所埋怨 现在一看之下呀 此子倒是和上乡是一良配 孙筐孙朗 还有孙瑜三人听得 很是惊讶地望着那二夫人 大夫人见得 轻叹了一口气 说道 唉 此时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忠义 如快去通知如大伯父 记佐 如快去见伯父 让他快去就如妹子 孙瑜和孙筐听得 同时应了一声 立即上马往柴桑城奔去 初然则是让孙朗 先和两位夫人进寺中 自己则是领人将寺庙重重包围 护得严严实实 且说这边 张权一群人策马离开 灵同几个人骑的战马 又怎么能与张权等人 从北方千挑万选的千里马可比 灵同几人只追了半刻钟之后 确实连张权等人的影子也看不到了 只能是沿着地上留下来的马蹄叶来追 只不过又追了一刻钟 确实连马蹄叶都不见了 孙瑜却是大吉 但也没有办法 最后还是年长一点的徐胜 拿定主意 让丁凤派人回城搬救兵 自己三人则结伴 在附近搜索 另外一边 张权等人在李寒的带领下 却是去了大路不走 转而进了山间 正前行之间 众人忽然听到一道陌生 但很好听的声音叫道 你就是张权 众人听得 却是将眼睛瞥向张权 眼着嘴在偷笑 见到张权瞪来 众人全部都扭头 装作什么也看不见 不是看天就是看地 或者相互谈一些极度无聊的问题 张权见得众人都扭转了头 才那那的应道 本公子就是 此时 张权却是见到怀中的女子 转过头来 用漂亮的大眼睛 上下打量自己 而后 就见到孙上香 倾起朱唇 用脆声声的声音问道 为何要来抢我 张权一听 确实有些尴尬 这时旁边的马丘 再也忍不住了 大声说道 嫂子 老大一听到吴侯要将你嫁给大耳贼 就立即掩着我等来江东了 张权一听 重重的哼了一声 瞪着马丘说道 哼 你小子疲痒了是不是 本公子的月华戟 可以帮你治痒 马丘听得甘笑了几声说道 老大 我去看看到了没有 说完 一侧马就往前奔去 这时 众人一纷纷扭过头 不看张权这边 又或者是策马离开两人 孙上香也没有注意 只是望着张权问道 是这样吗 张权听得脸色微红的点了点头 这时其余众人再也忍不住了 纷纷找个理由策马离开 不久之后 张权却是听到前面传了一阵大小声 张权的脸色由微红转为铁青 咬牙道 这帮小子回去定要教训他们 孙上香这时捂着小嘴 咯咯笑道 你们好生有趣 张权的脸色 这时才恢复正常 忽然醒悟孙上香此时就在自己前面 惊讶地问道 你怎么不反抗了 孙上香听得 瞪着大眼睛反问道 我为什么要反抗 张权被问得无语 只得挠了挠头 转移话题道 呃 对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 孙上香听得白了张权一眼 说道 你刚刚对我三哥他们不是很嚣张地报了姓名吗 说完 眼着小嘴咯咯直笑 季儿兴奋地挥了挥小拳头 说道 实在太有趣了 呃 张权听得翻了翻白眼 孙上香到脸上 那唯恐天下不乱的表情 他看得太多了 那是在赵羽吕灵蚁身上才会见到的 当然了 张权的小姑姑张雪也经常如此 张权心中不由地暗呼道 这次只怕是带了一个小麻烦回家了 孙上香见得 用手拍了拍张权说道 喂喂 你这是什么表情 你既然将本小姐抢了 他自然就要照顾本小姐了 不许露出这样的表情 张权无奈地苦笑了一下说道 呃 孙小姐 还未说话 那边孙上香就说道 我没有婚约在身 你可以换我上香的 说完 孙上香向着张权 报了自己的归中小名 脸色却是变得微红 毕竟是女子 再大方也总有害羞的时候啊 张权听得点头问道 那 上香 你为什么不逃啊 孙上香 孙上香撇了撇嘴 说道 你在千千千万马中将我抢出来 如若我现在走了 岂不是很无趣 我大哥 还有周大哥 肯定带领兵马周围搜索 我还等着大哥将我从你的手中抢回去呢 说完 一边笑着 一边拍着小手 张权听得低骂道 靠 你真当这是游戏啊 孙上香见的张权有些恼怒 便一小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笑道 不是啦 只是我希望嫁给英雄 以前听爹爹说 要嫁给一个叫张权的人 我还不喜欢呢 不过如今看来 你倒也有些英雄气 如若 你能从我大哥和周大哥追击中 将我带到长安 我嫁给你又何妨 听了孙上香的话 张权只能是再次翻了翻白眼 他对眼前这少女可算是无语至极了 正在张权郁闷至极 却是见到前面的马丘等人已经停了下来 离远了看去 却是见到前面有一座小庵 张权知道到地方了 于是对孙上香说道 坐稳了 说完挂起月华戟 双手还在孙上香的腰间 而后狠狠夹了一下马缝 让战马加速前进 战马风驰电掣的前进 张权却没有注意到 孙上香的脸上 生起了一丝 驼红色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 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 继续 第三百四十八集 陆逊 陆薄言 当张权策马追上马丘的时候 确实见到他们在小岸之前 围着一名年轻书生 只见这书生年约二十许下 身穿如服 脸容清秀俊雅 腰间悬着一柄宝剑 风度翩翩 让人顿生好感 不过 张权乃是习武之人 走近一看 发现这书生下盘虚服 双手手指修长光滑 并无老奖 便知道 这文士虽然是略懂武艺 但不会太强 对付那些寻常百姓还好 若是上阵杀敌 只怕早就一命呜呼了 张权见到贾木 正与这书生说着话 眉头不自觉的皱了起来 要知道 此地乃是江东 这书生只怕是孙奸的人 对于忽然出现的此书生 张权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 这时 小家伙中慧走到这书生面前 指着张权黑黑笑的 呆子哥哥 老大来了 张权见到中慧 这书生亲近 眉头皱得更紧 而面前的书生 听得中慧所言之后 却是笑眯眯地望着张权 只听见张权盯正的书生 宁生问道 我等非是江东之人 自负江东义无朋友 看阁下气度不凡 应该是江东才俊 只不知此处偏僻 不知阁下到此所为何事 有何目的 说完 双目半眯 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杀气 甲木剑德联盟说道 老大 你误会了 还未说完 就见那书生微微一笑 说道 这个 还是由在下来解释吧 甲木听德便闭口不言 这时那小家伙中慧 适时地插了一句道 老大 这呆子哥哥是好人 张权不理 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书生 而旁边的马丘等人 也呈胡状 隐隐地包围住那书生 那书生也没有在意 轻笑一声向张权拱手一礼 说道 小声陆迅 操自薄言 方才张公子所言不差 在下确实是江东陆氏中人 张权听到那张公子三个字 身上杀气更浓 宁生问道 如知道在下身份 陆迅微微一笑 诚恳地说道 恩人之子 陆迅岂会认错 张权听得眼眉一条 其道 恩人 陆迅笑道 此时张公子自是不知 当初孙伯福攻略卢江 当时卢江太守正是家族 家族率卢江百姓死守卢江城 知孙伯福久攻不下 乃攻破城之时 孙伯福因怒而要图我陆氏宗族满门 最后关头 竟得吴侯派人送来书信 我陆氏宗族才逃过一劫 当初家族以为出手相救的乃是吴侯 不过后来多方打听之下 才知道乃是张公子之父 票其大将军 去训劝吴侯少做杀利 因此我陆氏宗族才逃过一劫 现在家族虽然已经故去 但却让我陆氏子弟 有机会要报大将军之恩 张全听完才知道 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原因 不过他也隐约记得 张秀确实隐约提过此事 张全也是洒脱 知道错怪陆逊之后 连忙向陆逊行了一礼 说道 在下误会伯言 这里向伯言盗戒了 陆逊见得连忙说道 所谓不知者不罪 张公子无需如此 双方虽然误会消去 但张全还是有些不解的地方 便问道 不知道伯言缘何在此 陆逊淡淡一笑 反而望着张全怀中的孙上香 说道 这就要问孙小姐了 张全听得奇怪地望了一眼 怀中的孙上香 同时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上了当 孙上香嘻嘻一笑 说道 伯言哥哥 你自己想走 为何要扯上小妹 张全听得 却是再次望向陆逊 旁边的马丘等人 已经将手按在了兵器之上 只怕陆逊一个回答不好 就将其来个乱刀分尸 陆逊见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急而叹了口气说道 哎呀 其实逊早就在三天之前 就见到了张公子你们 当初逊还奇怪 江东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杰出彩君 后来见到这位公子 直直马丘 去驿馆见博苗先生的时候 也就猜出了张公子你们的身份 张全听得心中一灵 按道 这人好生厉害 单凭马丘去见博苗 就猜出了我等身份 陆逊也不知道张全心中所想 自顾自地说道 此事说来逊亦是无奈 却是吴侯要大举征辟江东年轻才俊 其中 灵统灵工记 丁凤 丁成然 朱然朱一丰等 进阶出世 对我等却是要行拉拢之策 吴侯知道孙伯府与我陆氏一族有仇 因此 想通过联姻的方式化解双方仇怨 而今日两位老夫人要召见陆逊 确实要看一下逊 能否当他们孙家的孙女婿 唉 说完这陆逊再次无奈地叹了口气 张全听得其道 哦 吴侯之意并无不妥 陆氏要立足江东 必然要与孙家化解仇怨 只是不知为何博元不怨呢 陆逊苦笑道 嗨 逊也知道张公子所言有理 然而道理虽然明白 但心中确实不怨呢 张全听得了人道 哦 原来如此 只是不知此事又与上香有何关系 孙上香听得白了张全一言 说道 想不到你比薄言哥哥更败 我爹既然要招薄言哥哥当孙女婿 当然又让我母和兄长们看薄言大哥为人 小妹自然是要跟薄言大哥认识了 张全听得低声自语道 本公子也不是问你们怎么相识的呀 这时孙上香再也忍不住了 用小手敲了一下张全的脑袋 说道 你还真笨 薄言大哥既然猜出了你们 自然就知道你们要来抢本小姐了 不过薄言大哥不想当本小姐的侄女婿 因此就想借着这次机会离开江东了 陆迅听完无奈的一笑道 孙小姐所言正是薄心中所想 知不知张公子能否带薄一同离开啊 张全听得启动 薄言不怕逃走之后陆家会被牵连 陆迅淡笑道 这个无妨 薄只是以守无腹肌之力之出生 各位英雄了得 随便拉一个人要挟训就可以了 张全听得与贾木和李寒暗人对视一言 最后都互相点了点头 而就在陆迅旁边的钟会 眼珠子却是不停地在转动 见到钟会不停地转动眼珠子 旁边的陆迅忽然轻敲了一下钟会的头 说道 小家伙 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啊 钟会满脸委屈地望着陆迅说道 大将军说过 敲得多会笨的 而且我也没有打什么鬼主意啊 陆迅轻横了一声 说道 你这小家伙最不老实 只看你双眼不停地转动就知道 你起了坏心思 之前就想打我的主意是不是啊 钟会听得 扬起小脸说道 啊 我怎么敢打呆子哥哥你的主意啊 陆迅又横了几声说道 幸好我不是一个呆子 不然当真中了你的技了 小家伙 请老实点 跟着来 钟会听得 懦弄地应了一声 竟然是真的老实起来了 张全等人见得 互相忘了几眼 见到大家眼中 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要知道 钟会这小子虽然年纪不大 然而 他的难缠可是众小之中出了名的 勉长一点的贾木李寒 还能识破钟会的诡计 另外 张全也不怕的 只不过其他人或多或少都会被这小子捉弄 有时就连贾木和李寒也不能姓勉 可见这小子日后绝对不简单 然而 现在钟会竟然在陆讯面前老老实实 这小子会出现这种状况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自认不是对手 此时张全等人都觉得 这陆讯 绝非外表看起来那么人畜无害 他肯定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张全点了点头说道 带伯言离开可以 不过伯言一切要听从我的安排 陆讯听得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时 一旁的徐盖忽然问道 方才我等见到除了嫂子之外 还有一个女子下马车 据盖所知 吴侯府上如嫂子一般年岁的女子好像没有 此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孙上相听的徐盖左一句嫂子 又一句嫂子 却是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陆讯听得 望了望孙上相 见得孙上相向他点头微笑 示意他说 便答道 其实另外一个女子根本就不是孙家人 乃是吴侯找一姑女 假扮孙小姐的 众人听得一同嘀咕道 啊 假扮 陆讯点头道 嗯 不错 其实这乃是周公锦 为谋取荆州而定下之计 张权听得 立即反应过来 冲口而出道 好一个一甲乱针之计 陆讯点头道 以吴侯和孙伯府性情之刚烈 又怎会将女嫁于刘玄德 马丘听得说道 哎 那如此一来 我能岂不是白跑了一趟 陆讯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说道 是 也不是 若是张公子不来 确实也不能与孙小姐完婚 众人听得齐声问道 啊 那就是为何啊 陆讯微微一笑说道 以现在天下之形势 无论与谁结盟 都对吴侯不利 因此 想要通过联姻结婚 几乎不能 孤子无论刘北来求亲 还是大将军来求亲 都不会成功 众人听得这才恍然大悟 此时 张权却是问怀中的孙上香道 嗯 上香 你既然早就知道我会来接你 为何不早做准备 孙上香听得清笑道 本小姐听说 未来夫婿要来抢人 如此热闹之事 怎么可以放过 而且本小姐 打小就听爹爹说 叔父乃是天下一等一的英雄 本小姐就要看一下 英雄之子 究竟是不是狗熊 不过今日一看 还算不错 而且本小姐迟早都要嫁人 这些人所谓江东才俊 个个都不能打 本小姐自不能嫁与他们 这时 小家伙中慧忍不住上前好奇道 那姐姐 你要嫁给的人 要怎样啊 孙上相见的中慧嘴甜 哥哥笑道 小家伙 你不错 说完 便傲然道 想娶本小姐 自然要文武双全 武艺嘛 本小姐要求也不高 能跟我大哥打个平手就可以了 至于文才 也就跟周大哥相仿就行 其余众小 虽然听说过孙策和周瑜的名声 但终究本事有多少呢 还是不知道 不过一边的陆迅听完之后 微翻白眼 男男自语道 这样的人 天下哪里能找到 贾木听得凑到陆迅的身边 问道 莫非这孙策和周瑜很厉害不成啊 陆迅用一种你真是无知的眼神 瞥了贾木一眼 而后倾咳了一声说道 迅曾听吴侯亲口承认 伯父公子的武艺已经超越于他 与他同一层次的 也就是只有温侯大战官那几位了 至于周瑜之志某 年轻一辈中 恐怕也只有卧龙与凤厨 才能与他相媲美 贾木听完惊讶道 啊 这么厉害 陆迅撇了撇嘴说道 不信就算了 迅现在自问 论志某也非周郎之敌手啊 贾木与陆迅攀谈过 却是知道陆迅的本领 绝对在自己之上 这是张全听得周梅道 既然如此 我等事不宜迟 立即赶往渡口 只要赶到那里 有老干经营我等 就应该可以离开了 众人听得起声音道 好 于是众人纷纷上马 陆迅被绑在了中会的马上 中会这小子 则有贾木一并带上 一行人士匆匆离开了小安 往渡口方向赶去 张全一行快速冲出山中 进入大陆 而后急往渡口飞驰而去 冲出大陆之后 众人离远就见到柴桑城中 有浓烟飘起 陆迅见得却是赞道 啊 张公子好计谋 这一把火 只怕将城内的兵族都引去了 周郎只怕要从城外调兵 才能赶来 我等只需要加快速度 应该就能在 吴侯大军赶到之前 赶到这渡口了 张全听得 很是惊异地扫了陆迅一眼 怀中的孙上香 却是小声说道 周大哥曾经说过 伯燕哥哥只需加以魔力 日后之才 不在他之下 张全听得轻笑一声道 哈 如此一来 本公子岂不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孙上香笑道 那要你逃出江东才算 张全轻横一声说道 嘿 莫要小看你家夫君 不就是大舅子吗 且看好本公子击败他 孙上香不满道 且不要空口说大话 正在两个人打情骂俏之间 殿后的张虎忽然叫道 老大 后面有追兵前来 张全听得立即回头一看 却是见到 后面有三骑追来 定睛一看 正是孙毅 灵统和徐胜 张全心中大定 张全凝声喝道 不用理会 他们的马不如我们 速走 张全等走了一阵 却是摆脱了灵统三将的追击 未料刚转过一座小山 就见到鞋里冲出一队兵族 为首一将 身穿金甲 手持一杆霸王枪 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单人匹马 当先就朝众小杀来 孙上香一剑 低声对张全道 小心 那是我大哥 孙上香的话音刚落 那边的孙策就高呼道 无那小贼 且放开我妹子 说完 就望着张全重来 孙策的战马 乃是袁术手下为将的时候 袁术送于他的 自非南方那些列马可比 此时策马冲来 速度比重小的战马 还要快上数分 张全开始时却不做理会 只顾着策马前冲 只不过孙策是越追越近 却是已经到的张全的身后 抬手舞枪 就朝张全的后心刺去 张全见得知道不能躲避 猛喝一声 双手持越牙脊 往后一扫 蹬 一下交手 张全只感觉到双臂矩阵 心中暗道 好大的力气 这时孙策已经冲上来 战马与张全的战马 并投起劲 孙策大呼道 小妹莫及 带大哥先杀了这小嘴 说完 抬枪直刺张全 张全哪里敢怠慢 手中越牙脊狂舞 金凤横空乍线 直扑孙策 孙策见得这连绵的脊影 眼前一亮 竟不自觉的开口赞道 好枪法 说完之后 就觉得有些不妥 于是就闭口不语 只持枪与张全对攻 当当当当 4666 霸王枪与月牙脊连番交集 却是激起阵阵的金铁交明之声 同时 挤头与枪尖互相划过 两把神兵却是碰撞出点点火星 张全手中的月牙脊狂舞 口中爆发出低吼 仿佛凤鸣一般 那横空而起的金凤 凤手直接点向孙策的箭头 孙策见得 一边持枪抵挡 一边失声道 凤凰七点头 白鸟朝皇枪法 张全的凤凰七点头 却是未学到精髓 连续七下点击 只有前三下有叠加之力 后面却是不能再增加了 张全本来力量就不如孙策 力量虽然是叠加了 但已被孙策化解掉 孙策化解掉张全的进攻之后 惊讶道 你是张全 张全听得 哈哈一笑道 大舅哥 全这次来 乃是接孙小姐到长安完婚的 现在孙小姐已经接得 就不劳大舅哥相送了 孙策一听 脸色一沉 一边持枪进攻 一边喝道 混账 我妹子何曾说过要嫁给你了 张全一边举己顽抗 一边说道 你我两家有婚约在身 如今吴侯 要将我妻子嫁给刘大尔 当我张全是何人 我张全 就要来接我娘子 孙策不知道张全 已经知道周瑜之计 还以为他未知 如今听得却是一时雨色 双方一边说话一边交手 不知不觉已经打了十余个回合 孙策的攻势虽猛 不过 张全的手段也不差 虽然是手多攻少 但是一时之间也取不下张全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 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 继续 第三百四十九集 小霸王与美周郎 这时马丘画拳 赵统赵广四人 已经从前后 以及另外一面围住孙策 这一刻 四个人连同张全 五把兵器齐出 夹攻孙策 孙策见到五人围攻 目光一凝 孙策已经看到五人 看似同时出手 但由于身手 有所不同的原因 出手之间各有快慢 于是再不犹豫 手中霸王枪猛然抢出 一枪当先就刺向前面的马丘 登 霸王枪直接刺在马丘大刀的刀面上 霸王枪上传来的巨大力量 差点将马丘手中的大刀给磕飞了 一枪过后 孙策没有丝毫迟疑 霸王枪抖然一收 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一个回马枪是直刺向画拳 画拳哪里会料到这种情况下 孙策会悍然出手 眼睛虽然已经看到孙策的霸王枪刺来 但是身体根本就来不及做反应 大刀勉强一收 轻轻的擦在霸王枪上 将霸王枪打偏了一点 呼 画拳只感觉到左手一疼 却是孙策霸王枪锋利的枪尖 已经刺在了画拳左手的小臂上 见得画拳受伤 张拳大吉 此时他的月牙脊已经劈到了孙策肩头 眼看就要伤到孙策 下一刻 张拳双目之中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当 却是孙策手中的霸王枪 不知何时已经收了回来 枪杆横在了张拳月牙脊的脊头 和自己的肩头之间 硬生生的挡住了张拳的一疾 挡下张拳的进攻之后 那边武艺最弱的赵统兄弟 手中长枪才要扎到 孙策重重的横了一声 单臂用力将张拳的月牙脊顶了开去 同时猛然向着赵统兄弟 挤抖手中的霸王枪 叮叮叮叮 只听见接连的清脆响声传来 赵统兄弟施展的合击之术 联手进攻却是被孙策都给挡了开去 这一下是电光火石般的交手 孙策却是化解了五个人的进攻 并伤了画拳 直到此时 张拳才算真正的见识到孙策的厉害 此等武艺只怕真如陆迅所言 非顶级大将不能敌 不过张拳也是果断之人 见到五人连手都不能敌 于是大呼道 兄弟们 点子扎手 一起上 张拳一声令下 徐盖张虎太师想庞惠四将 立即加入战团 由于化拳的受伤 让仲晓清晰的知道孙策的厉害 因此都不敢大意 宁神使出自己最得意的绝技 配合张拳进攻 张拳与仲晓一同长大 对双方的武艺极为熟悉 而且也联手于赵云马超等将切磋过 都是有经验的 由此众人本能的用上了对付赵云马超等人的手段 以张拳为主攻 其余众晓配合进攻 如此一来 九把兵刃从四面八方打向孙策 却是让孙策一阵郁闷 人在战马上不住是左闪右臂 同时手中霸王枪舞到了极致 阵阵金铁交鸣之声传出 在张拳引着重小加工之下 就算是孙策 一时之间也被逼得有些狼狈 这时孙策也知道是张拳才是核心 但看到张拳怀中的孙上香 却是有了顾虑 不敢下手 其心中一暗暗骂道 小妹就当大哥求你了 别玩了 孙上香感受到孙策投来的眼神 却只是抱以微笑 并没有丝毫出手的举动 哎呀 孙策是无奈的 张拳又见到如此良机 又岂会不出手之力 领着重小向着孙策就是一顿狂弓 张拳的武艺本来就不差 与孙策相比 差距也不是相隔一条鸿弓那么夸张 加上重小辅助 一时只见张拳这边由于人多势众 就将孙策逼到了下风 只见张拳手中月牙几几武 日光之下仿如在高空盘旋 蜿蜒不值数千里的巨龙一般 俯瞰九州 下一刻张拳口中发出一声低贺 仿如龙云一般 月牙几武起那巨龙 就向着孙策直扑而下 孙策见得目光一明 张拳的招数极多 方才的白鸟朝皇枪法 已经让孙策大开眼界 现在又来另外一种截然不同 但威力相仿的枪法 孙策手中的霸王枪全力迎上 当 撕 月牙几和霸王枪狠狠地撞在一起 激起的气浪 令到张拳和孙策胯下的战马 不自觉地横移了几步 同时两柄兵刃交集之处 撞起了点点火星 张拳与孙策硬拼一尽 自己的双手已经变得麻木 不能再动 不过另外一边 孙策打退张拳之后 眼睛却是瞥见了另外一侧 有两条长枪刺来 仿如两条小龙纠缠在一起 直扑向自己 孙策不敢怠慢 回枪直刺向那两条小龙中间 同时霸王枪挤斗 枪是照住刺来的两条长枪 却是孙策一眼就看出 这两条刺来的长枪 明显是一套精妙的合击之术 要单独破解其中的一边 是比较麻烦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举破解 孙策的做法显然是正确的 但是下一刻 孙策却是听到自己四面八方 都有风声传来 数把兵刃分别打向自己要害 如若自己要一举破掉这招 那么只怕片刻之后 自己便会被乱刃分尸 孙策无奈之下 只能是收回进攻 将霸王枪捂成一团 叮叮叮当当 一连串清脆的响声传出 确实众小的进攻 都为孙策所挡了开具 众人心中奇奇一颤 暗呼道 此人好厉害呀 不过此时孙策抵挡住众人的进攻 确实到了就力不济 心力未接之时 这边的张拳已经恢复过来 想也不想 猛的一击刺出 噗 张拳也是聪明 知道以孙策的本事 自己肯定不可能这么快得手 因此将目标放在孙策的战马之上 张拳一击刺到战马之上 而后一脚踹在战马之上 同时用月牙底一挑将孙策的缰绳给挑断了 战马是嘶溜溜的一声悲鸣 受伤之下又被张拳踹开 向着另外一边是发足狂奔起来 而张拳又将孙策的战马的缰绳挑断 让孙策一时之间控不住战马 张拳见得大喝道 不用管他 快走 众小也知道机不可失 立即策马向着另外一边离开了 战德抛离了孙策之后 张拳立即来到华拳的身边 问道 老华 可有大碍 华拳却是已经从衣衫上撕下一块布 将伤口扎住 见得张拳来问 摇了摇头道 我爹说了 真正的男子汉就要有伤疤 张拳见得华拳额头上布满了汗珠 知道他其实很疼 不过是在哭忍罢了 张拳按摩自己出来的时候 不够谨慎 明知道来江东肯定是要动刀兵 但也没有带上伤药 无奈之下 只能凝声道 老华 你忍着 到了渡口 我等就立即离开了 说完 又吩咐李寒来照顾他 带着张拳重新跑到最前方 怀中的孙上香忽然开口说道 你这人倒是挺重感情的 却是没有一般世家那么冷漠 张拳心脑是为了孙上香才使画拳受伤 于是只是冷着脸不理他 而孙上香也不知道 他是真不知道张拳着脑还是假装不知 还在吱吱喳喳地说道 你这人武艺倒是不错 如此年纪就能和我大哥独斗十多个回合 而且还能逼得我大哥严肃对待 武艺这上面算你过关吧 张拳听得内心却是无奈 这时他已经肯定 怀中这个千金大小姐那心思单纯得很 如若张秀在此 就会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单细胞 不过说实在的 孙上香在演艺中的表现 也确实是一根筋的人 刘被要走的时候 退江东追兵是他 孙权派人去荆州接他 并要他带上阿斗 他还真信了 一点都不像大事家的女子一般 多心计 见到怀中的孙上香的脸上 还挂满了满意的笑容 丝毫不觉得现在是一次生死追击 反而还觉得是很好玩似的 张权是彻底被他打败了 想到华权被他大哥刺伤 而这女人还在大笑 心中又一阵恼怒 轻轻的横了一声 原本还在他腰间的手 往上面的风影是狠狠抓了一把 并低声喝道 你现在是本公子的俘虏 给本公子老实的 这一抓之下 张权只感觉到很有弹性 手指不自觉的又抓了抓 不过另外一边 那孙上香被张权大力一抓 疼得泪水都差点出来 忍不住低呼道 你抓疼我了 不过随后那几下轻抓 却是没有让孙上香觉得疼 反而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出来 最后指的是红着小脸 不再说话 这边张权听得孙上香的低呼 知道自己过于过分 于是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对不起啊 在耳边倾吐而出的热气 让孙上香感觉到耳朵痒痒的 非但是耳朵 就连那心也仿佛是被小猫 在抓一样痒痒的 闻着张权身上飘来的男子气息 孙上香只感觉到一阵迷醉 不经意之间 却是在张权的怀中蹭了蹭 张权见得孙上香不答 以为他是真的恼了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于是还着他的手紧了紧 让两个人变得更加紧密 同时双腿狠狠夹了一下马腹 侧马飞驰前进 这边张权引着众人极向渡头而去 另外一边孙策已经凭借着精湛的奇术 控住了之前发狂的战马 不过在孙策控住战马之后 早就不见了张权等人的身影 孙策是重重的横了一声 心中恼怒之下 只能拿霸王枪往地上一阵乱戳 一泻心头之怒 正在此时 后面传来阵阵的马蹄声 孙策抬头一望 却是见到来的竟然是吴侯府的奇君 同时还有领统三人 在后面则是自己领来的吴侯府的部族 徐胜三人 以及吴侯府的统领齐君周泰 当即来到孙策面前 孙义比较急躁 马上问道 大哥 小妹呢 孙策摇头道 追丢了 孙义等人听得大惊 连忙问了一下过程 孙策却是简略地说了一遍 灵统听完 立即说道 大公子 此时贼子还未走远 我等还可再追 贼子战马虽快 但已经跑了不长时间 我们一人三马追去 一同联手 定能将小姐救回来 若是在迟 恐怕就来不及了 孙策听得眼前一亮 赞道 嗯 公祭所言有理 三弟 公祭 文相 又平 我等一人三马 一同去追 灵统和徐胜周泰听得 立即高声应道 而孙义已经去指挥 齐族下马 给五个人空出战马来了 孙策和周泰这边 一人三马快速追击 而另外一边的张全等人 却是遇到了更大的危机 此时挡在前面的是 周瑜所领的大军 却是从旁边杀出 并由于报信的小将丁凤所同领 而面对突然杀出的周瑜大军 张全等人自然大惊 张全定睛一看 却是见所领来的大军皆是不足 心中烧鞍 不过冲在最前的士族已经杀到 张全不敢怠慢 立即高呼道 接追行阵 张全一声断鹤 众晓立即结阵 最前面的乃是张全 后面紧跟着的乃是赵统和赵广兄弟 后面四人则分别是李寒 甲木 还有受伤的画拳 以及被绑在战马之上的陆逊 最后面的才是徐盖张虎 太师想庞惠次将 见到大军杀来 张全对怀中的孙上香低合道 闭上眼睛 鹤霸手中月花几狂舞 几尖不住刺激 速度极快 仿如剩下时间的倾盆暴雨一般 快得让人只看到机影 而看不到几身 同时月花几狂舞之下 生起朵朵几花 仿如乍现的梨花一般 让人迷醉 只不过 这让人迷醉的梨花 仿佛是阎龙王的催命贴一般 往往梨花闪现 下一刻 一颗人头就陡然飞起 鲜红色的血液击剑而起 洒落到战马和人的身上 孙上香听到张权低贺 不自觉的就闭上了眼睛 只不过片刻之后 就感觉到脸上沾上了一点温热的液体 孙上香不自觉的睁开了眼睛 同时手指在脸上一抹 低头一看 却是那温热的液体 鲜红无比 再一抬头 就见到一颗睁大眼睛的铜炉 高高飞起 那无头的尸体不住的喷出热血 奇壮恐怖无比 孙上香虽然平时好武刀弄枪 看上去也如男孩子一般果敢 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女孩啊 陡然见到如此恐怖的一幕 不自觉的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张权正厮杀间 未料到孙上香陡然发出尖叫 不用想 也知道他是睁开了眼睛 张权轻叹了一口气 右手持挤继续厮杀 左手则是捂住了孙上香的眼睛 不让他再看 同时低河道 笔目 孙上香心中惊惧 被张权捂住双眼之后 又听得一声低喝 立即闭上眼睛 此时前面的丁凤 已经朝着张权杀来 并大喝道 贼子放下小姐 张权轻横一声 对怀中的孙上香说道 做好了 张权说完 已经松开了 捂住孙上香眼睛的手 并双手持月牙挤 孙上香听到张权的话 立即在马上一侧身 双手抱住张权的虎腰 不敢再动他半分 张权感觉到孙上香的小手 紧紧地抱着自己 不再分心 双手持挤 高高举起 向着冲来的钉缝 是重重地劈了过去 口中同时抱和道 死 张权这一击凶猛无比 见到张权如此威势 丁凤冷汗直冒 单侧青侧警 却是容不得他半点退缩 只见丁凤 猛得睁大眼睛 一刀往上撩击 同时口中又大喝一声 乙壮胆色 杀 当 翁 扑撕 下一刻 附近的重兵组 却是见到丁凤 整个人浮在马背之上 而张权手中的 月牙脊的脊头 却是从丁凤的后背 给抽了出来 这时刀脊相交 而爆发出来的轰鸣声 才传出 镇的这一方小战场 附近的兵组 全部都是双耳短暂失聪 却是刀脊相交之后 张权的月牙脊 直接撕开了丁凤的防守 重重的披向了丁凤的头颅 丁凤见得 连忙扶在马背之上 让头部的要害让过 而张权的月牙脊的 一边的月牙 却是直直的 砍在丁凤的背上 如此才构成了 众人见到的一幕 仅仅是一个对冲 江东小将丁凤 就被张权重伤 不过张权也是 留了个心眼 不愿意与江东结仇 于是只是伤了丁凤之后 手中月牙脊就抽起 没有再继续砍下去 不然丁凤恐怕就要一命呜呼了 不过张权一招重创丁凤 让周围的江东士族的脸上 都出现了惊恐的神色 纷纷不敢向前 阵中的周瑜见得 眼中闪过了一次赞赏 下一刻 这次赞赏就已经收了起来 转而化为阵阵杀气 只见周瑜对旁边的传令官低声几句 之后就见到那传令官 不住的摇动着手中的大旗 同时是金鼓之声齐名 张权不明白江东这边为何金鼓齐名 但见江东军的世俗听到金鼓之声之后 疯狂的涌上来 就知道不妙 双目瞥了一眼周围 见到大陆已经为江东军所封堵 指鱼下旁边一条小路 张权知道 单凭自己这般少人 肯定是冲不过去 于是不再犹豫 立即策马引着众人 往小路一边推走 头戴关金 神态自若的周瑜 见得张权等人往小路逃走 以手中宝剑指着那条小路 低声说道 追 而后又对旁边一名小校说道 通知伯府 让他们到前面拦截 说完 周瑜的嘴角微微一翘 一副蜘蛛在握的样子 这边的张权引着众人 转入小路逃跑 后面的江东军追得甚急 张权已经有些慌不择路 这时一直被绑在战马之上的陆迅 不知何时已经坐了起来 大声说道 张公子 前面左转 张权听得回头一看 见到陆迅脸色苍白 也不知道是被战马颠簸成这样子 还是目睹了战场上的恐怖杀戮 而吓成这个样子的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勋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 继续 第三百五十集 突破 激斗小霸王 见到张权望着自己 陆迅疾道 张公子 周郎将我等赶进小落 只怕有埋伏 前面右转之后 可返回大道 这样才能避过周郎埋伏 张权听得望了望众人 徐盖点头道 老大 陆伯言所言不无道理啊 其余众小听得也一同点头 于是张权不再犹豫 一提枪绳 扭转战马 领着众人奔回右面 这右面的小路 走了一段之后 就转回张权等来的方向 果然如陆迅所料 这条路上并没有伏兵 又走了一阵 却是重新回到了大陆 走了这条小路 却是让张权等人 走了一次回头路 这小路的出口 离原来的交战处 尚有一段距离 要向渡口 还是要重新走回 那交战的地方 正当张权准备 奔回那交战处之时 后面的陆迅 又大声说道 张公子 我等起来沿小路返回 马丘听得怒道 你这混蛋 莫不是纯心耍我们不成 陆迅不离马丘 只对张权说道 周朗熟悉地理 岂不知迅在这里 以为你们只是幸运 选中了道路 定会在前面重新布置 我等现在从原路返回 正可趁机不被冲过去 张权听得眉头皱了皱 最后却是一雷缰绳 调转码头 马丘见得连忙说道 老大 当心这混蛋是内应 张权瞥了陆迅一眼 见到他毫不畏惧地 与自己对视 说道 我信他 说完夹了夹马腹 沿着原路奔了回去 马丘重重地哼了一声 以刀劈了几下地上的乱草 当陆迅走到自己身边的时候 马丘咬牙道 哼 若是你这混蛋跟刷傲慢 老子刀定不会手软 陆迅只是淡淡笑了一声 没有回答马丘 策马跟上了张权 正如陆迅所料 原路返回 竟然是一路上 也没有遇到追兵 当张权到的原来 那分叉路口的时候 后面的陆迅联盟说道 继续走原路 张权听得不再犹豫 马上从原路上走了过去 走了一阵 离远了就见到小路 路口旁边有江东兵族 马丘立即策马来到陆迅身侧 陆迅依然不惧 大声道 趁他们不备 冲过去 徐盖见到陆迅脸上露出自信的神情 于是立即拉住马丘 说道 不要冲动 这时冲在最前的张权和赵统三兄弟 引行道德路口 张权手中的月牙几几斗 几次向守在路口旁边的两名兵族 那两名兵族哪里会料到张权等人会从这里面冲出来 一个不备 直接就被张权劈成两段 后面的赵统和赵广两条长枪刺出 先于张权将两名要扑来的两名江东兵族给杀死 张权这时已经冲出小路 稍一打量 果然如陆迅所料一般 大队江东兵族在方才自己摆脱了孙策之后 冲来的方向布防 如若是方才不听陆迅所言 他们就要冲过这片布防的区域才能到达到这里 而现在他们就在这江东军的后军之中 杜头那边的方向虽有兵族 但是却不多 张权当机立断 马上引着众人冲了过去 这时最后面的几人已经冲出了小路 见到果如陆迅所料一般 都以佩服的目光投降了他 马丘更是挠了挠头 对已经重新扶在马背之上的陆迅 懦懦地说道 呃 这个 俺误会你了 陆迅只是低声喝道 现在不是废话的时候 快趁此时冲过去 马丘应了一声 持刀策马赶到前面 帮着张权和赵统兄弟开路 张权等人忽然从那条小路中杀了回来 周瑜听得之后 也没一条 惊讶道 哦 想不到他们之中还有如此高人 能看破鱼的布置 说完之后 忽然又摇头道 不对 他们不可能对江东地理如此熟悉 说完 周瑜自己的眉头也拧紧了 这时 一名小孝集赶到周瑜面前 说道 禀报周大人 敌人已经冲破后军 往杜头方向去了 周瑜听得立即说道 让子明他们撤退附兵 往杜头那边追去 另外派人通知伯父他们拦截 说完之后 周瑜又补充了一句 牵马来 魏己 就有士族牵来了一匹战马 周瑜立即跳上战马 单人匹马的往杜头那边赶去 这边张权等人虽然冲破了防线 但众小身上都挂了一些彩 虽然都是一些不重的皮肉伤 然而 没有伤药治疗也比较麻烦 张权知道时间紧迫 于是加快速度 走了约小半个时辰 眼看离杜头越来越近 就是见到前面 有五人拦住去路 太史想目立甚足 见到前面五人的时候 惊道 不好 是孙策 马丘见得急忙问陆迅道 不然 附近可有小路绕过去 陆迅摇头道 这里是去杜头的 只有这一条大路 若想走小路 只能是回头走一段路了 马丘听得说道 孙策那家伙这次找了帮手 我等恐怕不是对手啊 老大 我们还是绕回去吧 这时 后面的徐盖苦笑道 怕是不能回去了 后面有大军追来 众人一听 立即回头望去 果然见到 有大队江东军追来 吕 陈 潘 朱 董 望着这五感大气 以及上面秀的名号 陆迅脸色一下子变得极为凝重 低声道 是吕蒙 陈武 潘张 朱桓 还有董席啊 众人听得脸色微变 这五名江东大将的名号 众晓早早有耳闻 此时见得五人率军一同追来 众晓怎么能不心惊呢 见得武将忽然杀出 张权却是猜到 这些恐怕是周瑜原本安排好的伏兵 但是却被陆迅的一番指点 打乱了不止 如今只能是大张旗鼓的追来 心中虽然对陆迅暗暗佩服 但此时极为危急 只能是暂时将这些心思都收起 大鹤道 兄弟们 我们已经无退路 冲过去是唯一的生路 杀 被张权一声大鹤所击 众小将齐声应和道 杀呀 感受到张权那一往无前的英雄之气 孙上香美目之中闪过了迷醉的神色 望着张权坚毅的面庞 朱唇不住的开河 喃喃的念叨 这就是我孙仁的夫君 张权此时已经顾不得理会 孙上香在想些什么了 确实前面的孙策和周太 灵统 徐胜 孙义五人已经迎面杀了过来 狭路相逢勇者盛 张权手持月华戟迎胜了孙策 另外一边 马丘和庞慧奔向灵统 赵统赵广兄弟见周太那可怖的神色 并见到他那凶残的模样 于是决定双战于他 另外张虎和徐盖迎向了徐胜 剩下的太师祥 则是早上已经交过手的孙义 至于受伤的话权 则是在后面护着李寒 贾木等人 登 金铁交明之声大作 气浪翻卷 火星飞剑 一下交手激起的气势 就将李寒等人推了开去 这一队上 马丘和庞慧张虎和徐盖 还有太师祥五人还好 他们的对手 毕竟还未到得一流境界 而对上赵统赵广兄弟 对上的周太则是完全处于下风 虽然开战之前 赵统兄弟对于这个凶寒的大汉 早就有所撂算 但一旦交手之下 才发现周太的厉害 远远是超过他们所想 此时赵统兄弟 还是凭借着那套精湛的 合击之术苦苦相抗 花拳剑的 把赵统兄弟有师 立即策马加入战团之中 与赵统兄弟围攻周太 一时之间还能死扛着不适 而最前面 张全单独对上孙策 却是陷入到苦战之中 孙策心中恼张全抢其妹 出手之间不再留情 霸王枪急功之下 任张全使出再多的精妙招式 亦是无测 此时张全已经换上了第五种枪法 但还是顶不住孙策的进攻 加上月华戟虽然是使出了招式 但毕竟与长枪有所不同 史将出来的枪法 只能发挥出原本的八分水准 孙策剑的张全接连转换各种枪法 却是冷冷一笑 说道 一种还未学好就学这么多 所学如此波杂 岂能成就巅峰之境 看来张全之子亦不过如此 死吧 说完手中霸王枪击斗 枪目急卷之下 张全再也抵挡不住 月华戟急舞 而不起的防守挤木 在这一刻被孙策的枪势 破得淋漓尽致 呼 霸王枪带着呼啸之声 直刺向张全面门 怀中的孙上香见德 吓得面容失色 惊呼道 大哥 不要 孙策听得孙上香之言 眉头一皱 不过对于这个妹妹 孙策是极为溺爱 听得她发话 心中却是轻叹了一口气 正当孙策准备收枪之时 那边的张全眼中忽然冷芒爆现 原本已经是被破解的淋漓尽致的月华戟 陡然之间再次复活 一道冷芒 袭向孙策的霸王枪 砍 孙策还来不及反应 手中霸王枪已经被张全的月华戟撞开 下一刻张全手中的月华戟仿佛化身为一条长龙一般 直倒孙策的胸口要害 孙策见到这一几次来 脸上的神色变得凝重无比 也顾不上什么手下留情了 手中霸王枪一转 全力迎上了张全这一击 疼 一声巨响爆起 两人兵器相撞之处 升起阵阵热浪 将地上的泥沙尘土都卷了起来 那沙尘吹过 却是刮得孙上香脸皮微疼 两个人如此激烈的交手 却是让周围交战的人们 出手之间都不自觉的缓了一缓 并将目光都投到了孙策和张全的大战之中 一看之下 两人的瞳孔都是猛的缩了一缩 却是双方那一下交手之后 张全和孙策都没有停下手 两人之间竟然是如此不住对攻 最让众人惊讶的是 张全与孙策对攻 竟然丝毫不落下风 马丘等人见得 惊讶的何不拢嘴 心中同时暗道 老大突破了 而另外一边 灵统周太等熟知孙策的人见得 知道孙策此时已经全力出手 而张全竟然与他能够打个平分秋色 怎么能不让众人不惊讶万分呢 孙策见得张全忽然之间 竟然能和自己打得平分秋色 心中是大为兴奋 口中呼啸连连 接连对攻之下 更是觉得舒爽 大呼道 痛快 实在痛快 果不愧为张叔父之子 没有辱墨佳生 再来 边说着 孙策是毫不留守 狂攻张全 而另外一边的张全 感受却是截然不同 他所学过的武艺极多 张秀的 赵云的 马超的 太史词的 就连黄中的召法和干宁的奇门兵器 等也有涉猎 只不过 正如孙策所言一般 学得如此博杂 其实对张全来说并非是好事 学得太多 反而让张全更难以晋升到孙策那个层次 只不过 张全也是有底子的 所学的也都是各个顶级大将的绝学 学得多也因而让他快速的跃升为二流巅峰 再经过在大草原上那番血战的磨练 使得张全勉强晋升为一流境界 不过 这只是勉强晋升 其实 以他原本的武艺 也就是一流之中属于垫底 不然也不会被孙策压着打了 若非孙策顾虑到他怀中的孙上香 只怕他早就是非死即伤了 但就是方才孙策那一番话 让张全仿如当头棒喝 让张全有一种啼呼灌顶的感觉 再加上面临生死关头 已不容张全想太多 凭着感觉就始将出来 丝毫没有经过大脑的理性判断 出招之间只是随心而走 这么一来 就仿如羚羊挂脚 让孙策无迹可寻 加上张全所学博杂 此时抛却了招式的枷锁 出招之间却是信手拈来 往往这一招是白鸟朝皇枪法 下一招就是变成优越枪法 再之后或许是沉沙刀法 一开始还是招式之间互相转换 看上去有板有眼 还能分辨出来 然而打着打着 出招之间的刀法枪法等等 就逐渐变得模糊 并分辨不出来 往往是一击刺出去 看上去似是七探盘龙枪法 然而上面却是带着 沉沙刀法的影子 又或者是白鸟朝皇枪法的气势 这么一来 却是打得孙策极为痛快 整个江东之中 也没有多少人能和孙策交手 平时他就是郁闷至极 现在张权融合了各种枪法和刀法 虽然还略显粗糙 但也足够令孙策觉得欣喜了 此时的孙策全力出手 仿佛变成了张权的陪练一般 也幸好张权现在使用的是挤 挤这种兵器 无论是枪招刀招 还是其他各种常规兵器的招式 都能使出 更是方便了张权的融合 而此时 怀中的孙赏相见的张权 能和孙策打得平分秋色 美目之中也闪过了异样的神采 咚 月牙几和霸王枪再次重重的撞在一起 连续斗了三十一个回合 此时张权已经从那种 奇异的状态之中恢复过来 出招之间 虽然还跟方才一般流畅 但却少了几分灵动 此时张权已经看清楚周围的情况 自己这一方虽然还未败 然而却被孙策这一边的人死死纠缠住 也幸好自己忽然突破了 不然的话 自己恐怕早就被孙策给拿下了 张权照着孙策一轮狂攻 以图逼退孙策 再领着众人逃出去 然而孙策性格虽然粗豪 但已有心细的一面 见得张权对自己猛攻 也猜到张权是想趁机脱身 于是不再与张权狂攻对攻 而是转为纠缠 见到孙策突然变招 与自己纠缠上 张权的心中更加着急 不过越着急 反而就越难脱身 孙策倒是面带微笑 露出胜利的笑容 却是孙策已经看到 后面吕蒙五人当先策马冲过来 而后面的大军也是快步跟上了 这时李寒也注意到后面的变化 大呼道 老大 敌军就要追来了 李寒刚说话 旁边的忠惠已经拉住他 可惜李寒说得太快 忠惠根本就来不及阻止 最后只能无奈到 哎 这次坏了 果然如忠惠所料一般 张权听到敌军就要追到 心中更急 攻势更加急 只见张权强行一己直刺孙策 一己出手之后 张权自己已经是暗乎不妙 却是张权大击之下 这强行直刺 让他的向井之间 露出了一个极为明显的破绽 孙策可是江东小霸王 是真正的江东第一人 如此明显的破绽 孙策又怎么会放过 手中霸王枪一转 枪尖重重的磕在张权的月牙脊的脊头上 继而猛然用力一挑 月牙脊就被孙策给荡开了 孙策的虎目已经盯上了张权的咽喉要害 同时手中的霸王枪枪头已经转了回来 汉人出手 对着张权的咽喉就划了过去 就孙策目立极准 此时孙上香正缩在张权的怀中 被张权紧紧的护着 而孙策却是从旁边挑向张权咽喉 一举避过了孙上香 不会伤害到他 而此时的张权手中的月牙脊还未能收回来 孙上香见得孙策出手 张权性命危在旦夕 心中却是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悲伤 正在孙上香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张权左面的肩膀确实就要撞到孙上香的头部了 显然是准备将其压在自己怀中 不让孙策伤害到他 孙上香此时再也忍不住 头一闪 闪过了张权的这一撞 而后伸出双手 挡在了孙策的枪前 护着张权并直直地盯着孙策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迎放勋 演播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三百五十一集 最后的拦截 孙策见到孙上香这一举动 心中大急 霸王枪的去世立即收回 只见孙策盯着孙上香 低喝道 小妹 让开 孙上香此时双目已经含泪 摇了摇头说道 大哥 让他们走吧 孙策听得 皱了皱眉头 低吼道 小妹 孙上香听得摇了摇头 而后猛然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 顶在自己的咽喉处 低声道 大哥 小妹与张公子有婚约在身 小妹族出生开始 就是张公子的人 小妹已经认准了张公子 此生非张公子不嫁 如若大哥是爱护小妹的 就让张公子他们离开吧 不然 小妹今日就死在你面前 说完 匕首往咽喉处顶了顶 那锋利的匕首 一下子就将孙上香 向井之间那细嫩的肌肤划开 阴红的血液 顺着白嫩的坟井留下 孙策见得大吉道 不要 孙上香只是不理 大呼道 大哥 你让开 孙策此时可谓是无奈至极 他知道 自己这小妹极为倔强 认准了的事 绝对不会改变 但若是将张全一行人放走 他又无法与孙坚交代 但是看到孙上香 那从匕首处不断滴下的鲜血 孙策又怎么敢出手啊 正在此时 一直看着的张全 左手探出 一下子击打在孙上香 手持匕首的那只手肘部 孙上香一个拿捏不准 匕首就脱手而飞 孙上香见匕首飞出 想捉住却是已经捉不回了 只是回头望着张全 满眼都是委屈的神情 泪水不自觉的从面颊滑落 张全冷冷地横了一声 说道 哼 我张全 不用女人保护 不过下一刻 眼中就露出温柔的神情 左手将孙上香脸颊上的泪水 轻轻逝去 柔声道 回到你大哥身边吧 孙上香不住摇头 哽咽道 不要 说完 回身紧紧地抱着张全 张全见德 无奈地叹了口气 左手成长 趁着孙上香不备 一下子打在他的后颈处 将他打昏了 转而扶着他望着孙侧 叹了口气道 我张全本事有限 不能将他带回去 你是他大哥 却好好照顾他 我要让他 还未说完 孙侧的脸上忽然露出了笑容 继而叹了口气 压低声音道 你还不错 将我小妹交给你照顾 我也放心 说完 趁着周围众人没有注意到 一枪将张全的月牙脊挑起 月滑脊的脊尖 一下子就在孙侧的小臂上 划了一处伤口 同时对张全低刻道 快走 自己也重重地闷恨了一声 张全见德 哪里会不知道孙侧的意思 不再犹豫 一手紧搂着孙上香 同时控住缰绳 策马向这一边的周太杀去 这边虽然说 赵统兄弟 加上话群三个人合战周太 只不过周太强横无比 一把战刀 完全是压着三个人来打 然而周太也没有料到 一旁正与孙侧激战的张全 会骤然杀出 只不过脑后传来的风声 让周太知道有人袭击 一刀将三人逼退之后 混一刀向着那风声袭来处挡去 等 金铁交鸣之声大作 张全却是顾不上这些 立即对着赵统三人吼道 快走 周太重重地横了一声 持刀猛劈向张全 战刀带起强烈的呼啸之声 让张全暗暗心惊 不敢怠慢 立即持己硬扛 等 张全单手持己 硬扛了周太这一刀之后 手臂俱阵 而另外一边 周太一刀得手之后 再次批来 张全剑的大惊 暗呼道 此人无意 只在孙策之下 心中有了判断 但由于怀中的孙上香已经昏厥 张全不能再双手持己 单手对上周太 在力量上是极为吃亏的 旁边的孙策剑德 暗暗骂道 愚蠢 怎么找上了右瓶了 可惜孙策心中虽急 但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帮助张全脱困了 抬头看去 却是见到吕蒙武将就要杀到 而赵统兄弟还未助其余小将退敌呢 嗖嗖嗖 正在孙策着急之间 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弓弦响声 下一刻 孙策就感受到一根力剑向着自己飞来 心中却是暗喜 哎 来了 脸上不动声色 只是举香将那根力剑挑开 这力剑不仅只袭向孙策 旁边的周太 孙毅 灵统 徐胜四人 已遭到力剑的偷袭 孙毅武艺最差 骤然遭到力剑偷袭 却是狼狈的躲避 太师想见得 不再迟疑 立即拖出战圈 另外一边的灵统和徐胜 已经遭到围攻 再被力剑偷袭 只能是勉强躲避 再次缠不住众晓 让他们都逃了开去 而这边周太遭到力剑袭击 进攻张全的节奏却是被打乱 张全知道机不可失 立即一拉缰绳 策马拖出战圈 环视一眼周围 见到众人皆以脱困 立即高呼道 速走 众人应了一声 立即策马跟着张全离开 这时张全 才又闲暇往前面望去 却是见到 那放剑者正是曹姓 此时剑的曹姓手中 仍捉着大功 右手以极快的速度 从剑弧中撵出力剑 不住往追来的江东众将射去 嗖嗖嗖 立剑划破长空的声音不住传来 张全等人为了更方便曹姓放剑 全部都是伏下身 贴在马背之上 曹姓剑德自然明白众人的意思 拈起一把立剑 当先向着冲着最快的吕蒙武将射去 曹姓的武艺不是太好 但是呢 这一手弓剑确实不错 当初乱军之中 就一剑将曹营大将下呼蹲射下 投了张秀之后 又跟着太史词和黄忠两个人 学习过一段时间 这一手弓剑更是了得 此时分向吕蒙武将射去 凌厉的立剑 一下子就逼得吕蒙武人 追击的速度降了下来 一击得手 曹姓双目半眯 一根立剑已经碾在手上 弓弦同时被拉成满月 下一刻曹姓手指一松 立剑如同一道闪电一般飞射而出 向着这里面武艺最弱的孙艺袭去 搜 曹姓这一剑可谓进展平生本事 所谓伤食指不如断翼指 曹姓这一剑本质是杀敌而去 孙侧见到曹姓射向孙艺这一剑 脸色变了变 单其冲出 手中霸王枪击舞 以图从中拦截那根立剑 同时高呼道 三帝小心 叮 一声轻响传来 却是孙侧的霸王枪 与立剑轻轻的擦过而响起 孙侧没能成功的挑开立剑 心中大吉 而后只听见 扑的一声轻响 却是见到那根立剑 射在了孙艺的小臂上 看到孙艺脸上的神情 显然受到这一击很是疼痛 孙侧见到孙艺无性命之威 却是轻吐了一口气 这时吕蒙已经到得孙侧身旁 见到孙侧的手臂受伤 急问道 大公子你伤势如何 孙侧白了白手 已是无碍 同时问道 宫锦何在 吕蒙答道 就在后面 公义与周大人同来 这公义是蒋亲的字 真是灵统来到孙侧面前 急道 大公子 贼子已经走远 不等快追吧 孙侧听得点头道 好 吕蒙也一点头说道 是即 主公就在前方 这次贼子插翅难逃 孙侧听到吕蒙的话 脸色大变 急道 快追 说完狠狠的一家马夫 策马向前追去 周太听得脸色也一变 不发一眼 立即策马 紧随孙侧之后冲出 吕蒙几个人大惑不解 方才还见到孙侧不紧不慢 但听到孙侧之后 却是陡然变得着急 不过此时也非是计较之时 几个人是立即策马追去 这边的曹姓 射完孙依那一件之后 张权已经是道德其身边 曹姓收起大公 旁边的邓知己道 大公子 孙文台引着城堂等人就在前面 王平他们正在抵挡 张权听得点了点头 战马没有停歇 立即大呼道 速走 我等一同冲过去 几人听得之后 再次夹了一下马夫 让战马再跑快一点 可惜 战马旁奔了如此长的一段时间 此时已经是气喘吁吁 任由众人如何催促 也不可能再快 此时众人已经见到 王平 张义 张仪 三人正与三名老将交手 三个人虽然年轻 但是三名老将招式很辣 此时是压着王平三个人来打 而旁边则是有一名 头戴红则的鹦鹉男子 如此明显的标志 此人自然就是江东猛虎 孙奸孙文台了 此时的孙奸虽然已经年过五十 但由于长期西武 还是显得鹦鹉不凡的 丝毫没有老太 而孙奸的一旁还站着一名老将 正是其以前的亲位祖茂 但由于祖茂已经是年老了 故此现在改由周太充当 孙奸望着与成谱三人交手的三名小将 眼中闪过赞赏的神色 碾然自语道 嗯 此三子不简单 年纪轻轻无意就如此不凡啊 确实孙奸不自觉的生起了爱才之心 想让成谱三人亲自拿下此三人 咙隆隆 正在此时 不远处传来阵阵马蹄声 孙奸有些惊讶的抬头望了过去 确实见到十余骑从远处冲来 正是张权等人 曹姓见王平三人被压制打 赶紧拿出大弓 搭上利剑就往成谱三将射去 咻咻咻 利剑划破空气的声音传出 成谱三人早就留意着张权的一行 见得曹姓以弓箭射来 不慌不忙的将利剑拨开 继续的攻向王平三人 张权见得立即对曹姓道 不用管那三个老将 只管射孙剑 曹姓听得火人大悟 立即弯弓搭剑 往孙间处射去 嗖嗖嗖 轻响传出 三根利剑成品字形直射孙间 主攻 主攻 见得曹姓搭剑射向孙间 成谱 黄盖和韩当同时惊叫 立即弃了王平三人 策马围在孙间之前 成谱和黄盖 一人将一根利剑挑飞 不过剩余的一根却是直直的射向孙间 三人见得脸色一变 刷 只见孙间抬手抽出固定刀 一下子就将那根利剑砍为两段 并笑着对三人说道 本侯武艺虽然退步了 但还未不计到 接不下这一剑 你倒为何成谱几人露出如此急色呀 确实 自从孙间受伤之后 虽然是捡回了一条性命 但是身受如此重伤 又岂会丝毫无恙呢 你要知道 孙间可是足足休养了数年 直到孙策平定了江东之后 才重新出来 这可要比当初关羽张飞 身受重伤的时候 休养的时间长数倍 由此可知 孙间当初受了多重的伤 即后孙间再也没有身先士族领军征战 外人不知道为何 但身为孙间进尘的他们知道 那是因为孙间经过那次重伤之后 武艺大为退步 加上这几年孙间年纪见老 武艺退步得很快 此事也就是孙策周泰 以及他的四个进尘知道 就连孙权都不知道 这也就是方才孙策听到了孙间 在前面的时候脸色大变 以及周泰也变得极为紧张的原因 不过显然成普几个人 有些低估了孙间 单凭孙间方才挡剑那一手 就看出其武艺还要在成普几人之上 还是在那二流上层的水平 成普倾吐了一口气 有些埋怨道 主公 孙间不等成普说完 就轻轻一摆手道 哎 此事不是废话之实 他们要逃了 快追 确实王平三人 趁着成普等人去护着孙间 立即脱身逃开 这时已经和张权一行 聚到了一起了 张权冲在最前 策马飞驰而过 带离的孙间最近的时候 大声喊道 孙伯父 小子张权 今日特来迎孙小姐到长安完婚 得罪之处莫怪 从今以后 小子自会好好带孙小姐 请伯父悟念 说完 加速策马往杜头那边而去 孙间听得轻横了一声骂道 哼 这小子 被他父亲当年还要狂 祖茂却是黑黑笑道 呵呵 主公 其实这小子也不错 当年的赌约主公 也没有吃亏啊 孙间一听 一瞪眼睛 杨怒道 现在本侯的女儿被抢了 这还不吃亏啊 祖茂笑道 呃 有如此少年英雄当女婿 其实也值了 只可惜 俺老祖 没有女儿 说完还深深的叹了口气 孙间听完当今乌语了 江东重臣之中 也就祖茂成土这几个老人 敢跟孙间如此说话 张权逐渐走远 这时孙策才来到孙间跟前 见到孙间无恙才松泪口气 孙间却是见到孙策小臂有伤痕 惊讶道 伯父 何人将你伤了 孙策苦笑了一下 说道 哎 就是张权那小子 孙间乃是孙策之父 见得孙策不敢望着自己回答 哪里还不明白这是假话 轻横了一声 瞪着孙策说道 哼 江东小霸王 还会败给一个毛头小子 你真当为父是老糊涂了 孙策见谎言被孙间识破了 也不隐瞒 便答道 啊 不是孩儿不尽力 而是小妹以死相逼 要跟那张权小子走啊 孙间听得 吹胡子瞪眼道 这 这这 女生外相 真是女生外相 说完之后 杨天高呼道 张伯渊 你生的好儿子 孙策听得 苦笑不得的问道 父亲 那现在当如何 孙间重重的横了一声 说道 嗯 不能让此子如此轻易走脱 使我江东如无物 快追 众人听得 齐齐应了一声 一同策马 朝杜头方向追去 不过 正如孙间所言一般 江东重将追到杜头的时候 张权等人所乘的船 已经起毛 渐渐的驶出杜头 这时江东重将 由于先前吃了曹姓弓箭的亏 此时 个人身上都已经备足了弓箭 孙间见得 古定刀一指 大喝道 放弃 孙间一声令下 众人悉数是弯弓搭箭 往船上射去 这时只见船中转出一将 手持铁锁 在船尾狂舞 只听见一连串 叮叮当当的轻响 却是江东重将 射过去的弓箭 都悉数被挡下了 孙间见得 眼眉一条 惊讶道 好小子 伯父 如来 孙策听得 对孙间苦笑道 哎 父亲啊 算了吧 小妹已经上船 无谓伤了他们 况且 张叔父对我等意有恩 孙间一听轻哼了一声 说道 哼 自小到大 你就帮着你那小妹 说完 轻轻的叹了口气 道 哎呀 不过这上乡自小就任性 现在离开江东 也不知要吃多少苦啊 孙策听得笑道 哎 父亲且放心 张全子子对小妹爱护有加 应该不会让他吃苦 而且父亲与张叔父的交情 张叔父也不会为难上乡啊 孙间听得 摇了摇头 眼中闪过忧虑的神色 说道 嗯 现在还好 但若是刘被灭了之后就难说了 说完就宁生对孙策说道 伯父啊 此次你放走上乡 定要将此事掩盖下来 不要让他一级之刀 另外让公锦尽早着手 进攻荆州之事 不能再拖了 曹操觉黄河之水一言中原 此时张秀曹操两家已经疲惫 正是我军出手之良机 说到正事 孙策脸上重新恢复了严肃 点头道 父亲且放心 策明白 孙间点了点头 回头扫了众将一眼 说道 今日之事 不能传出去啊 有违此令者 不要怪本侯无情 众将中知道内情的自然是点头称师 而不知道的见到孙间严肃 并杀气腾腾的样子 一点头应试 不敢多言 之后 孙间就和众人一同返回柴桑 这一善后之事 就由孙策和后面赶到的周瑜二人负责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 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 继续 第352集 终于上船了 而此时的船中 见到岸上的孙间等人没有追来 众人都是倾吐了一口气 要知道这里可是孙间的地方 若是孙间提了心的要追 只要是派出江东水军出来拦截 张权等人的麻烦就大了 这时干规收了铁锁 回到船舱之中 刚进来众小就齐声赞道 老干 这手铁锁耍得不错呀 这些个江东大将都奈何不了你呢 干规听得对着众人只是苦笑 太师祥见得干规笑得勉强 便问道 老干 怎么了 可又不妥呀 干规点了点头 有些严肃的说道 是不妥 而且是大大的不妥 众人听得其道 如何不妥呀 还未说完 后面的马丘 庞贵 赵统兄弟四个人 头顶上先后被敲了一击 就连太师祥也不能幸免 众人受袭之后 立即猛然回头看去 正准备找那个偷袭之人报仇呢 不过一看之下 怒容同时消失了 转而变为陪笑 而后 奇奇的对忽然转出来敲他们头的那个大汉 甜甜的叫了一声 啊 干属啊 张全此事已经见到 这名敲众小头的大汉 正是干规之父 干宁 干兴 干兴霸 只见干宁指着众小道 老子当初就算是大胆了 啊 你们倒好 比老子年轻的时候更大胆啊 都跑来江东捣乱了 幸好这孙文台与主公私交不错 不跟你们计较 不然你们十条命都不够 张全听得连忙说道 啊 干叔 不干他们的事 乃是全将他们叫来的 还未说完 干宁惊讶的指着张全怀中的孙上相道 哎 大公子 此女究竟是何人 怎会如此啊 张全听得疑惑的望着干规 干规无辜的一耸肩膀 说道 老大 我只跟老爹说我们来江东玩 其他的都没说 干宁听得干规的话 觉得有些不妙 正准备追问的时候 孙上相就已经开口说道 干叔叔你好 小女子孙人 乃是巫侯之女 干宁一听嘴巴猛然张大 顿了一下之后 才在下一刻狮声道 嗯 大公子 你们来抢亲呢 张全微笑着点头道 正是 干宁见得张全淡定的模样 惊讶道 孙文台竟然没有追来 这这这实在是他 还未等干宁说完 孙上相就已经说道 是小女子不让大哥追来的 干宁听得摇头道 这 看来老子真是老了 没想到 你们这帮小子竟然如此大胆啊 啊 说完 一把揪住干规 说道 混账小子 心敢骗老子 看老子如何收拾你 说完 就捉着干规离开了船舱 钟慧见到干宁捉着干规离开之后 吐了吐舌头 说道 幸好我爹不在这 不然的话就惨了 话音刚落 就见到干宁的声音从外面飘来 你们这帮小子别太得意啊 都等着回家吃你们老爹板子吧 听到了干宁的话后 马丘 太师想赵统兄弟 庞慧等人脸色 意识之间变得煞白 齐齐以目光望向张全 张全 见得一颂肩膀道 唉 别看了 你们老大我这次也自身难保了 这时 一只沉默不语的陆迅忽然开口说道 哎 无妨无妨 在下有一个化解之策 钟人听得 齐齐望向陆迅 却是见到原本的白面书生 不知何时 面旁变得漆黑无比 钟慧指着陆迅笑道 哼 呆子哥哥 你怎么变成了黑呆子了 陆迅轻咳了几声说道 自然是为了不被江东的人认出 才化妆的 见得众人大笑 陆迅轻轻横了一声 自顾自的说道 莫非你们不想知道化解之策了 说完还眼睛看天 众人听得大吉 都走到陆迅身边 哀求他帮忙出谋划策 而且连马屁是都拍上了 陆迅一开始是不说的 不过顶不住马丘领着众小的威逼 一番打闹之后 陆迅才装作神秘 敲声对仲晓说道 此事容易 你们只需要在战场上立下战功 你们老爹自然就不会找你们麻烦了 仲晓一听 齐声说道 切 同时露出了鄙夷的神情 马丘更加直接 大声说道 兄弟们 揍他 你说完 右拳就直接落在陆迅的眼眶上 一下子就将陆迅打成了熊猫眼 其余众小见得 一同围上陆迅一阵拳打脚踢 甲目见得 用船舱中众人都能听到的声音 对李寒说道 哎呀 所谓书生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了 李寒很是认同的点了点头 而后与甲目一起 用同情的眼神望着陆迅 陆迅现在开始有些后悔上了贼船了 可惜上船了 自然就不能再下去 最后只能向着众小求饶 才躲过了一劫 不过 一直留意着陆迅的钟慧 却是见到陆迅口中虽然求饶 但眼珠子不住在转 心中暗暗一笑 望着马丘等人 也是头以同情的神色 都是聪明人 钟慧已经是猜到陆迅 肯定是会报复的 这仲晓也是同心为民 玩到最后 就连孙上香也加入玩闹的行列 暂时忘记了 离开父母兄长的不快 一直到日落时分 在甘宁派人来教用晚膳的时候 仲晓才是停止了玩闹 张全等人出了船舱 正准备去见甘宁的时候 却是见到自己的小船周围 不知何时已经围上了数架大型战舰 张全见得心中一灵 看到这些萌冲战舰 张全已经知道 肯定是甘宁冒险率水军 去江东找他们了 暗暗感激之余 领着仲晓在一名小小的带领下 去见甘宁 道德船舰的船舱之中 就见到甘宁坐在主位之上 见到张全等进来 甘宁就笑道 大公子这是你岳父大人给你的书信 张全听得 立即接过并拆开来观看 里面的大义啊 无非就是要好好照顾好孙上乡云云 甘宁也不管张全 脸上转而严肃的对仲晓说道 你们此次到江东一行 倒不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伯苗先生不能促成之事 却是让你们促成了 吴侯方面派人送来书信 却是要与主公联手 共讨荆州 现在主公已经派了赵将军 领军南下讨襄阳 根据主公命令 你们都在赵将军帐下听用 带得战船驶入汗水之后 本将会派人将你们送往赵将军那里 众人听完甘宁的话 都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 反而是看向陆逊那里 脸带佩服 甘宁见得重小模样 却是扭头望向陆逊 见到陆逊之后 眼眉却是一条 宁声问道 哦 为之公子姓名 陆逊向甘宁拱手一礼 说道 小声陆逊 草子薄言 如今天为大公子手下主布 甘宁一听也没有太在意 以为只是张权新收的谋士 甘宁掠过陆逊之后 便继续说道 你们到赵将军的手下 甘宁还未说完 马丘就说道 甘叔叔你就放心好了 本已经将此次去赵书帐下的注意事项都说过了 我们自晓得趁此机会将功赎罪 甘宁一听得 有些惊讶的望向陆逊 要知道 现在张秀出兵之事 甘宁才刚说 而听马丘等人所言 陆逊仿佛早就知道一般 怎能不让甘宁惊讶呀 甘宁此时才重新审视陆逊 此时陆逊已经将脸上的黑灰抹去 露出原本白净的脸皮 身上那套乳服虽然经过一轮逃跑变得不再光鲜 然而此时看上去也甚是争气 加上双目开合之间闪过的智慧神采 脸上的自信的笑容 甘宁此时才发现此子绝不简单 见得之后忍不住问道 哦 薄言怎知我军安排 陆逊见得甘宁发问 也有心露一下本事 便微笑道 好猜 旁边的张权等人听得 都是微笑地看着陆逊 甘宁听得眼眉一条 宁声问道 哦 怎么猜呀 陆逊也是有心露一下本事 便好整以暇地达到 逊上传之后 从博苗先生那里听得 曹梦德水淹中原 后面的一切就自然猜出来了 甘宁听得有些惊讶地问道 哦 单凭这一条就猜得出来 陆逊淡然一笑道 曹梦德水淹中原 如此一来 中原化为一片德国 已经不能再为战场 而真正的战场 也就只有南洋和河北两处 然而大公子他们刚刚在南洋 打败了曹操长子曹昂 升勤曹将于尽 南洋战局 虽然对曹梦德不利 至于河北 曹操虽佣兵三十万 然而与赵将军对峙已经数月 日后粮草甚聚 再加上曹梦德现在已水淹中原 粮草更加难以违禁 三十万大军能攻下河内 能攻下河东 而后就变得无力 许之夺了河内和河东 北有机关守谕 并中门户 既有临近关户关中 难有黄河阻隔 曹梦德或可趁一时之势 大攻下此两军 然而此三帝三面被围 若无重兵驻守 根本难以守谕 曹梦德又岂会有 这么多粮草攻击啊 说到这里 陆迅自信的一笑 朗声道 如此 大将军功曹军不下 而曹梦德又无力在攻 两家霸兵乃是必然之事 甘宁听德半眯着眼睛说道 哦 薄言所说虽然有理 但并非必然 薄言一知道 沃军在南洋刚拜了曹家子 生擒于尽 行使一片大好之下 只需挥军北进 自可公道许昌啊 陆迅再次恢复了淡然的神色 摇头道 这对大将军不利 大将军乃是聪明之人 自不会做不利之事 这时不仅仅是甘宁 就连后面的张权等人 都是侧耳倾听了 特别是李寒 贾木 徐盖 这些酷爱兵法谋略的 追马丘和话权 也默不作声地望着陆迅 只听见陆迅接着说道 进攻许昌 先不说许昌乃是大汉国东 天子所居之处 大将军直接攻城 并会落人口实 以曹梦德经营十余年的 许昌城之间 并非短时间能够攻下 而就算攻下许昌 对大将军并无太多好处 要知道 此时中原已经化为一片德国 得了许昌 那中原要是不要呢 要了 就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重建中原 但要知道 中原并无太多险要防守 建好之后 只会为曹梦德所劫掠 不要 那夺许昌义无用之 何必浪费兵力 行此吃力不讨好之事啊 说到这里 陆逊双目一转 望向了西面的方向 自信的说道 反观此时的荆州 刘备大军攻入一周未回 甘将军水军大败荆州水军 此时荆州水军只是龟缩于屯柱下口 现在甘将军能率水军出长江 秘密到江东 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只怕真要交手 下口的荆州水军也非甘将军的对手吧 陆逊这一记马屁 那拍的甘宁是没开眼笑 不过 甘宁也并没有自大 双目很快就回复清明 示意陆逊继续说下去 而陆逊见得 一按赞甘宁厉害 非但有勇 而且有谋 绝对是上将之才 想吧 陆逊继续说道 如此一来 大将军大军可以随时进攻荆州腹地 不趁此时出手夺荆州 更待合适 而且吴侯观战甚久 此时若再不出手 迟了恐怕什么也捞不着了 刘备组织九路大军讨伐大将军 怎知道最后是偷击不成十八米 现在大将军仅仅两家三路大军 就足以让刘备伤筋动骨咯 说完 陆逊双目微闭 脸上再次浮现出那自信的笑容 甘宁听完发现其所言 竟然与张秀书信所言是一模一样 如若不是甘宁在荆州 看完那书信之后 亲手收回 他还以为陆逊早就看过了书信了 此时甘宁已经觉得 陆逊之才 绝不在贾许 庞同等人之下 不过甘宁对于陆逊这么一个大才 忽然出现在这里 觉得极为惊讶 而且甘宁此等高层 自然也知道 王双叛变之势 对于陆逊的忽然出现 甘宁心中倒是有些戒备 不过甘宁知道 这并非是他的职责范围 此事必须交给张秀来处理 这些想法在甘宁的脑海中 闪电般掠过 最后沉吟了一下 说道 大公子 我们的船今夜会全速前进 会穿过下口进入汗水 后日宁就会送你们到子龙帐中听用 至于伯延和孙小姐 就由宁派人护送他们先到晚城 再送往洛阳见大将军吧 陆逊知道甘宁是防备自己 也就点头打远 张权也不放心将陆逊和孙上香都带往战场 也就点头同意了 正事谈完 几个人就在船舱中用膳 张权和吉小到德江东之后 吃的都是干粮 如今在甘宁的船中是有酒有肉 还有肥美的和鲜 让众晓兴奋的保持了一顿 当夜船队成功的穿过了下口 荆州的水军虽然已经发现了甘宁的一行 然而甘宁船快冲击力又强 上前拦截的两艘荆州水军战舰 直接就被弄沉了 而后是眼睁睁的看着甘宁的船队 大摇大摆的离去 他们的战舰就算是想追也追不上 下口水军统领苏菲听得之后 只能是无奈苦笑 不是他们不想拦截 实在是拦截不住 进入汉水之后 就是甘宁的地方了 走了各八个时辰 就由水军战舰来护航了 又走了一天之后 甘宁就派人继续送陆迅和孙上香往晚城 自己则是和张全等人一同去赵云的大营处 且说这一边 张秀派赵云南征之后 自己则留在洛阳处理诸事 一场大水下来 张秀的损失虽然远少于预期 但麻烦却是不少 张秀在决堤之后 就让诸葛锦和霍骏 组织船队运泥沙到决堤口处 进行封堵缺口 张秀派出去的人之后第三天 曹操也组织了兵组去封堵缺口 那时两家还未停战 不过双方见面之后 都是很默契的没有再开战 反而是互相配合 共同的封堵缺口 双方日以继夜不停封堵 特别是张秀将军队 都运回洛阳之后 霍骏的水军更是派出了六成 加上黄河两岸的百姓帮忙 多方合力之下 终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将缺口是勉强堵住了 后面的时间呢 双方都是不约而同的 同时派出船队 去拯救水淹区的百姓 张秀这边的船只呢 比较多 加上船舰比较大 速航又快 这个救出的百姓呢 是曹军的十几倍 而经过张秀派人的宣传 中原的百姓也知道 这次大水并非天灾 实乃人为 而决敌者正是曹操 这么一来 受灾的百姓都不愿意 接受曹军的救助 如若张秀军和曹军 两支船队同时到来 百姓毫无疑问 都是奔向张秀军的一边 而曹军那边则是门可罗雀 接受曹军救助的 也仅是寥寥数十人 如若是没有张秀军出现的地方 曹军还可以用抢人的方法 但是有张秀军所在 曹军就不敢用此法了 单看张秀水军 那些巨大的蒙冲战舰 就非曹军那些 只比百姓渔船好一点的小船 所能对抗的 于是道德后来 曹军遇到张秀军出现的城池 直接就退走 转往其他的城池 继续抢百姓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勋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继续 第353集 瘟疫 乱世之中 人口乃是极为重要的资源 这一点张秀和曹操都懂 不然张秀又不会在四周 这边灾民还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 就派出水军去接中原的百姓 不过与张秀相比 曹操这边已经出现了 极为明显的底气不足的情况 要知道 曹操这十年来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南征北战 境内以屯田来冲军粮 这次大战 基本上曹军的军粮 悉数耗尽 河北那边到了最后 成宇还不得不秘密制作肉斧 幸好最后曹操与张秀停战了 不然的话 河北的百姓只怕遭的殃更大 要知道 虽然仅仅仅仅仅仅是制作了第一批的肉斧 但魏军境内已经有数十条村庄变成了死村 而救出来的不少百姓之后 时间已经进入到秋季 毫无疑问 一场大水下来 加上马腾之前的掠夺 沿州全州失收 豫州西部水淹失收 而豫州东部本来就是以山地为主 粮食也不多 加上要泄黄河之水 导致下游的淮南有不少粮田 也被泄掉的洪水冲毁了 收成大不如前了 幸好粮喜亡灵 在马腾率军要入清徐的时候 死死地扼住险药 让马腾没能成功进入清徐 同时也保住了清徐的粮食 如此一来 才让曹操治下各地粮荒 稍微缓解 加上河北的粮食 以及幽州的少量存粮 堪堪可够大军度过冬天 这么多粮食 也仅仅是够大军量纪用度 至于百姓 曹操也顾不上了 只是任由他们到野外 挖树皮 吃树根了 至于来年春夏两季 大军所需 曹操到了此时 也就没有办法了 如若到时候情况实在太恶劣 也只能是再请成老头出手来制办粮食了 要知道 一个冬天也会饿死冻死不少人 与曹操相比 张秀这边的情况自然好了很多 特别是之前 马腾抢掠掩州 节省了大军一个多月的粮草消耗 这是当初囤积起来的那批粮食 现在总算是派上了用场了 百姓源源不断的通过水军 印到四周 一下船 张秀已经命人准备好米汤和食物 加上步入秋收 益州 成都和汉中两地 加上关中以及核桃 这四个丝毫没有受到大水影响的大粮仓 丰收了 新来的百姓的粮食供给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而张秀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置移民了 因此手下官吏也束手 处理起来也算是井井有条 可惜 这次移民不是如同之前几次一般 这次的移民 乃是从大水之中幸存下来的 也注定会有其他的变数 朕一日 洛阳城票其大将军府中 张秀虽然从长安之中 抽调了不少官吏来帮忙 但由于百姓实在太多了 张秀自己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正在此时 霍骏一面急色地从外面冲进来 人还未到厅中 就高呼道 主公啊 大事不妙 大事不妙啊 张秀听得皱了皱眉头 见到霍骏进来之后 宁声问道 哦 周淼 何时如此慌张 霍骏草草行了一礼 说道 主公 水军大量士族集体发热呕吐 现在已经有几条船上的人 都是这样了 张秀听得大惊 整个人豁然而起 沉吟了一下 神色凝重道 何时出现这种情况呢 霍骏听得想了想之后答道 呃 三天 出发往中原之前 已经有几名士族是这样 不过当时 还要去中原救百姓 君也就没有留意 这回来之后就这样了 张秀听得失声道 不好 船上那些百姓可都已经安顿好 霍骏点了点头说道 紫渝先生已经联谊安排了人手 将他们安顿好 张秀听得脸色变了变 大喝道 周苗 快去将申丹申仪还来 就在霍骏准备离开的时候 张秀连忙叫住他 说道 且等一下 周苗 你现在立即回到自己帐中 不要走动 老胡 辱去将申丹申仪他们找来 老周 拿三匹快马 立即去长安 将仲警先生找来 兵传本将命令 将长安所有郎中都调来 再通知袁长 务必将袁华先生也找来 不得有误 霍骏三个人虽然不太清楚原因 但见到张秀如此着急 不敢怠慢 立即听令而行 带的三人都走了之后 张秀将府中所有亲位都叫来 吩咐道 你们现在立即到府中酒窖 将烈酒悉数搬出来 切记要烈酒 不烈的不要 一众亲位听得不敢怠慢 立即前往酒窖去搬酒 指鱼下张秀一人在厅中 不停的来回躲步 脸上也是愁眉不眨 口中喃喃的说道 哎呀 这已经千叮咛万嘱咐了 交代了 还是避免不了 大水之后必有瘟疫 而且已经到了百姓群中 这次麻烦大了 哎 正在深丹和深移赶到的时候 张秀的亲位们还在将酒窖中的烈酒搬出来 张秀也不等深丹深移多想 立即下令道 如二人立即领本部人马 将昨夜安置好的那批百姓所住的营地 给我包围起来 不准进出 另外将安顿好的百姓情绪 不要让他们恐慌 其余的等本将来处理 深丹深移见的张秀说得严肃 不敢多问 立即应诺而去 深丹深移走后不久 机灵的胡驰就将马腾 华雄 诸葛锦 以及贾许等人都叫来了 张秀见的众人来到 也没有时间赞胡驰机灵 就立即凝声说道 诸位 大水之后必有瘟疫 如今水军大量士族好像已经感染了瘟疫 百姓之中情况未知 不过此事不能有丝毫疏忽 本将已经派了深丹深移 却将最新一批与水军接触的百姓所住的营地包围住了 不让他们进出 诸葛锦听得不解的问道 诶 卓公啊 为何要禁止百姓进出 这么一来 只怕百姓是极为恐慌的 张秀听得摇了摇头说道 现在虽然未能完全确认水军将士是否感染瘟疫 但以本将判断 此是八九不离十 瘟疫会在人群之中传染 那些百姓与染病的水军将士接触 很可能已经染病 故此要将他们隔离开 切勿让他们更多的与百姓接触 以免有更多人传染 马童和化雄等几名武将听到瘟疫的时候 脸色禁不住微变 就连贾许和诸葛锦也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要知道每逢瘟疫啊 死亡的人可谓极多 在现在的百姓看来 瘟疫几乎是不治之症 而且看着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死亡 那恐惧感可想而知了 再加上官府的刻意隐瞒 更让百姓看瘟疫增加了未知的神秘感 而感觉到恐惧 见到众人模样 张秀大概也猜想到他们在想什么 温笑道 啊 诸位且放心吧 瘟疫并非不治之症 只需要处理好 不让大量百姓感染就好 而本将已经让老周快马到长安江重景先生 和大批狼种请来了 另外 也派人将在益州玄乎济市的袁华先生请来 大家请放心吧 听得张秀已经派人去请张姬和华佗来 众人的脸色才好转了一些 此两人乃是当事名医 特别是张姬 对治疗传染病极富惊艳 而张姬就在长安 有他来洛阳坐镇 情况应该不会太坏 张秀顿了一下 又说道 袁华先生远在一轴 路途甚远 来洛阳好时不短 而重景先生虽在长安 然 他亦年事亦高 不亦赶路 因此在两位先生来到之前 我等 要先控制好瘟疫的扩散 众人听得 齐声拱手道 请主公吩咐 张秀听得点头道 嗯 如今本将已经让身担身矣 将昨日来到的百姓 所住的营地给包围住了 不让他们与外人接触 紫瑜啊 如今安排人手 将昨日赶到的百姓 与原本营地内的百姓分开 从营地中 单独分出一处地方 与昨日的水军士族 接触过的百姓们居住 每人接住一个独立的行军杖 不能走动 为免百姓恐慌 紫瑜要多为他们解释 诸葛锦一听点头说道 主公且放心 紧明白 张秀想了想 又吩咐道 紫瑜 由于你随时可能会与传染病者接触 故此 你每日的衣服必须清洗 同时 衣服也要在阳光下暴晒 方可再穿 切记 每日要沐浴更衣 吃食需要注意 诸葛锦见张秀说的严肃 内心中有些感动 血出公关心 张秀点了点头 转而望向贾许说道 温和 如领人巡视其余百姓所在的营地 如若发现有发热呕吐者 立即将他们带走 并设单独的地方给他们居住 另外 如再向其余百姓解释此事 并每三日通报一次传染病人数 与死亡人数 诸葛锦听得 忍不住说道 诸公啊 若是让百姓知道瘟疫爆发 只怕会出现恐慌啊 张秀听得说道 无妨 只需要耐心解释即可 让他们知道 总比让他们以讹传讹的要好 另外 花雄 如且带着每日在洛阳城内巡视 若是发现有谁乱发流言 制造混乱者 立刻将他们捉起来 不得有误 贾许和花雄听得 齐声应道 诺 张秀转过头对马腾说道 收成 烈酒能杀灭瘟疫 如今洛阳城内酒虽然多 但烈酒却极少 辱力机领三千青旗 快速到核桃 寻北方湖人购买烈酒 越烈越好 有多少要多少 一切之处 从票其大将军府中要就是了 马腾听得 立即点头称诺 张秀转过头望向旁柔 说道 显得 如领异军 先用煮沸过的清水 将染病者接触的东西擦拭一遍 而后再用烈酒擦拭 切勿让士族注意 不要用手接触这些器物 清洗擦拭的时候 要戴上皮手套 擦拭过后 皮手套要放到水中煮沸 再在太阳底下暴晒 方可再用 这些器物本将 自会依依未如准备的 旁柔听得 自然点头应是 说完这一切之后 张秀桓时众人一眼 说道 再传本将命令 从今日起 洛阳城内所有人 饮用水的时候 必须要煮沸 食物已必须煮熟 老胡 如领三千骑兵 到山上收集柴草 宁可口渴 也不可饮用生水 如若因为不听 本将命令而感染者 后果自负 张秀下达一连串的命令之后 众人也不敢怠慢 立即去办 张秀回头将积押的公文 都批住好之后 也就坐不住了 立即带着几名亲卫 就出城去看一下 营外百姓的情况 只不过张秀还未出城 只走到城门口的时候 就发现情况 未能受到控制 却是百姓们听到 他们所住的地方 爆发瘟疫 都不敢再住 纷纷是托家带口 离开营地 往洛阳城方向涌去 此时大量百姓 集中在洛阳城的东门 贾许见到情况不妙 立即让守城的士族 将城门关闭 贾许刚要准备 派人通知张秀的时候 张秀就已经到了 百姓大举聚集 这种情况 张秀也是始料未及 原本他以为 向百姓通报消息 让百姓知道情况 就会减少恐慌 但是张秀显然是 撂算错误了 张秀这方法是借鉴了 穿越前政府的做法 穿越前这样做 确实可以减少民众的恐慌 然而做法也要分时代 现代民众大部分 都受过教育知道传染病 并非什么不治之症 但汉墨的百姓显然并非如此 他们一直听信的都是传闻 只知道瘟疫一起 就会有很多人染病死亡 甚至危害如何 能不能治也一概不知 况且这些百姓都是刚失去了家园 遭逢巨变之下 再逢瘟疫降临 怎么能让他不恐慌呢 这种情况下远离营地 进入城中 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 张秀登上城头 贾许见了之后 立即凑了过来 低声道 主公 现在情况已经失控 我等是不是需要 说到这里 贾许闭口不语 但脸上已经露出了杀气 同时手掌成刀状 往下狠狠一劈 张秀见到贾许的脸上的绿色 摇头道 温和 此等情况下杀戮并不能解决 且听本将与他们分说吧 贾许听得皱眉说道 主公 下面百姓极为混乱 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智 无论你说些什么 他们都不会听的 张秀大步走到城头之前 向下望去 见到人群之中 不少百姓因为恐慌 已经开始推撞 张秀见得大急 百姓如此慌乱 而且城下百姓如此之多 一旦有人跌倒 后面的百姓涌上 就会发生踩踏 那情况可是不堪设想的呀 张秀见得立即大呼道 弓箭手 全部向城下瞄准 下令完之后 又一手抢过旁边 方才劝导百姓 那名副将手中的大喇叭 向着下面咆哮道 哪可再动 就怪本将手下不留情 张秀借着大喇叭的传导 其声音一下子 就被城下聚集的百姓 听得一清二楚 这时百姓们已经抬起头来 见到城上已经搭着弓弦 那上面一根根泛着寒光的利剑 城下百姓终于是京剧了 不少百姓愣在当场 而推撞也因此渐渐结束 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原本乱哄哄的城门下 却是变得鸦雀无声 张秀倾抹了下额头上的冷汗 按道 哎 这种情况下呀 果然还是文和的手段好使啊 感叹完之后 张秀就一名神 向着城下的百姓说道 各位乡亲 本将乃是当朝的票旗大将军张秀 说完 张秀向着城下拱手一礼 城下百姓听到张秀自曝姓名 纷纷低声惊呼 此等朝廷大官 他们这辈子何曾见过 如今见到张秀竟然和他们说话 怎么能不惊讶的 惊呼之声很快就过去 城下再次恢复平静 张秀宁声说道 各位应该都收到了消息 护送你们来的水军将士之中 有几条船的将士感染了瘟疫 张秀此话一出 下面的百姓又开始有些骚乱了 张秀见得立即喝道 且听本将将话说完 张秀一喝 那些百姓又不敢再说话了 张秀宁声继续说道 如今正是感染了瘟疫 也就是那几艘船上的将士 他们已经被本将派人将他们隔离开 并不会传染给大家 城下的百姓听得 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张秀明显感觉到了那种截然不同的气氛 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朗声继续说道 因此 现在营地是安全的 大家且先都回去吧 听了张秀的话 有些百姓已经异动 这时呢 这人群中有一名胆大的青年高呼道 啊 不要回去 如今虽然只有水军将士感染瘟疫 但瘟疫会传染之事 大家都知道 如若我们回去 就会被传染 被瘟疫所传染 很危险的 一众百姓听得 觉得有理 那也就不动了 张秀听得 咒了咒没说道 本将以官位担保 瘟疫绝不会传染到各位所在的营地 各位 完全可以放心住下 还未等百姓说完 那兵青年又说道 你们当官的话谁会信呢 要我们回去也可以 将那些传染病的人都给杀掉 那瘟疫就不会传染了 我们也就可以放心回去住了 张秀一听此言 真可谓是怒从心上起 而显得怒火是一发不可收拾 非但张秀如此 城头上所有士族同时是满脸怒容 不等张秀命令 城上所有的弓箭 竟然齐齐指向那名青年 只怕下一刻就要万箭齐发了 本期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听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听 北地枪王张秀 作者 迎放薰 演播 陈醒 精灵烟儿 本节目由畅读书城 录制出品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关注一下 精彩 继续 第354集 雪上加霜的曹操 张秀建德强忍住怒火 喝道 住手 不要冲动 城头之上 一众将士听得 才没有放箭 但有一名副将 实在是忍不住 对张秀大声说道 大将军 此人端是不当人子 水军兄弟们千辛万苦 每天只喝盐两个时辰左右 连吃饭都要在伴煮香汁内吃完 为的就是去中原 就更多像他们这样的人 连续一个多月辛劳 现在他们非但没有感激水军的兄弟们 还要取他们性命 如此万恩负义之徒 留在世间有何用 不如杀了了之 这个副将说话的声音极大 而且说的是慷慨激昂 城上士族一同叫好 这时 另外一名副将也忍不住说道 大将军 水军兄弟 就是为了救他们 才会被染兵 不杀此等自私自利 贪生怕死 万恩负义之徒 难些兄弟们心头之恨啊 这名副将说完 城头之上一众兵族 以齐声应和 这时 城下那名说话的青年 才露出巨意 而其他百姓望向他的眼中 也露出了厌恶的神色 此等人物 确实最为百姓所厌恶 那名青年也没有料到 自己的一番话 会捅出如此大的娄子 这时 一名老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回身对一众百姓说道 诸位 大家都是水军小伙子们 拼死将我们从大水之中救出来的 他们一路上吃了多少苦啊 我们都是亲眼目睹的 此等救命之恩 如若不能相报 我们还能称之为人吗 说完 手中的拐杖是重重的 堵在了地上 一众百姓被老人一说 回想起一路上 水军那些小伙子们 对他的照顾 为了多跑一趟 将他们的亲人 都一同救出来 这些水军的小伙子们 是没日没夜的滑奖 连吃饭 也是直接倒入口中 拉撒等杂事 一天只去那么一两回 直到真的是滑不动奖了 才肯停下来歇息 刚出了一点力气 就继续滑奖 这都令同传的 所有百姓为之感动 在场中 所有人此时 为方才同意了青年所言 要杀掉感染病的水军将士 而露出了惭愧的神色 都纷纷低下了头 而这时 那名老者回身 并抬起头来 向张秀说道 大将军对老夫 有救命之恩 此生难忘 老夫愿意听从 大将军安排 现在就返回这营地之中 老者说完 后面的众多百姓也说道 我等愿意听从 大将军安排 返回营地之中 这种声音越来越多 最后更是汇集成为一片 张秀建在眼前这一幕 却是别过头去 偷偷地抹去眼中 那就要掉下来的泪珠 张秀此时真确地感受到了 百姓的心和自己 以及一众军事的心 完全连接在一起 而城头之上的一众士族 也纷纷收起了手中的弓箭 这时他们的脑海之中 同时想起了入伍时 张秀亲自对他们 说过的一句话 兵为民所用 你们不是为本将去战斗 而是为天下百姓去战斗 从此 这句话成为张秀军的军魂 方才听到那名青年的话 确确实实刺痛了 这些兵族的心 他们还以为 一直坚守的信念 竟然是如此一文不值 不过正如人有好坏 有善恶 百姓之中 也并非人人都不懂感恩 老者的话 唤醒了所有在场百姓的心 他们的话 也抚平了兵族们受伤的心 这一刻 他们的信念 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 他们所做的一切 百姓都是能够真正地感受到的 并默默地记住的 一众兵族扭头望着张秀 所有人眼中闪过了 前所未有的坚定神色 方才对于百姓的一切怀疑 一切怨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秀已经感觉到 他一直在铸造的军魂 在这一刻已经形成了 张秀深信 这军魂会以极快的速度 覆盖到全军之中 真正属于自己坚定军魂的 王者之师 在这一刻诞生了 而张秀身后的贾许也是悚然动容 难难地念叨 一直以来啊 你要花如此大的力气 要做的就是这些嘛 看来你所做的这一切 没有丝毫浪费 却是许 看得太窄了呀 而一旁的诸葛锦也惊讶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师生念叨 这这就是人了 单个百姓的力量虽然小 然而聚众起来 却是不可小事 蝼蚁也有撼动大山的能力 更何况是人呢 此时的贾许诸葛锦等人 仿佛看到了张秀登高一呼 天下万民齐声响应的一幕 闭上双目 当贾许双目睁开之时 宁生自语道 知人永兼备 许已经见到了天下一统之日 不再原意 曹操孙坚刘备 你们将没有一人会是我主之敌 不出十年 我主当如秋风扫落叶一般 席卷天下 而我主开创之盛世 将秦无古人 其功将盖三皇月五帝 冠绝古今 贾许这一番话说的是坚定有力 旁边的诸葛锦华雄等人 都没有一个觉得贾许所说的是大话 同时重重的点了点头 华雄更是有些感慨的说道 俺当年确实做了这一生最正确的选择 诸葛锦此时却是眼神复杂的望向西南方 喃喃自语道 亮帝啊 你是否知道你的选择已经错了呢 要铸造一支军队的军魂 说难其实很难 说意其实也很容易 有这样的说法 要看你想打造一支怎么样的军队 如若是以杀戮抢掠为生的军队 那么只需要不停的进行杀戮抢掠就是了 久而久之的 这支军队就会觉得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 李爵郭四 还有后期的黄金都是这样的军队 建立起这样的军队势力 毫无疑问都已经是被灭绝了 现在幸存下来的诸侯 手下都不会是这种部队 不过 这个时代的诸侯 由这个时代诸侯的眼光局显现 他们只看到了是一家之机影 不过 三人皆是萧雄式的人物 三人直接是看准了汉室 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 其中 孙坚打的旗号是最弱的 而且 其手下势力主要是江东本地世家 这下世家啊 其实也不太想恢复汉室 只不过 此乃是大势所趋 因此是不得不而为之 至于刘备 自称汉室室 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 这些呢 自不必多说了 而刘备口中 曹操是在行不臣之事 但以曹操自己来说 天下若是没有他曹孟德 也不知道几人称王 几人称帝了 现在就是因为有他曹孟德 江东的孙坚 也就只是一个吴侯 青州的刘备 也只是一个左将军 至于势力最强的张秀 挂着票旗大将军的头衔 也差不多有十年了 以他们现在的势力 就算是最弱的刘备 也够资格称王了 但四人却没有一个人 敢先行此举 汉室虽然已经是名存实亡 但余为仍在 袁鼠冒天下之大不为称帝 就成为了第一个牺牲品 而手握天子的曹操 没有动作 其余三人亦不敢动 张秀以前表面上 也是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 但内部就已经不是如此了 随着实力膨胀 这几年已经陆续做了 在世人眼中的 逆臣所做的事 但是张秀不在意 因为此事肯定要做 只是迟或者是早的问题罢了 张秀要做到真正取得天下 汉室其实只是一块最大的半九石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好像后世司马家篡夺天下 虽然是夺得天下 也得不到天下人之幸福 张秀要做的 就是要光明正大的取天下 而取天下最直接的依仗 那就是军队 如若军队是没有真正取得天下的觉悟 那么弹河建立长盛之皇朝 故此张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心血来铸造这支部队的军魂 军队的战斗力 可以凭借战火的吸力而逐渐增加 如若张秀学楚霸王向勇一般 要打造一支以霸道为军魂的军队 就可以凭借着连胜的胜利来铸造 而张秀从一开始长军就知道 霸道的路行不同 要走就要走王道 只有王道才能通往真正的盛世 然而王道的军魂又岂是这么容易铸就的 张秀是经历了一连串的风雨 才借着今日仪式完成此举 军魂一成正如贾许所言 不出十年张秀必定能席卷天下 而方才说话那名青年听完老者的话 却是惭愧的低下了头 又想起水军将士拼命救他们的一幕 这名青年再也忍不住 冲出人群之中 而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众人见得同时静了下来 只见这名青年不住叩手 大声说道 大将军 小人知错 小人知错了 张秀见得淡淡一笑道 所谓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 既然知错 自当改正啊 那名青年抬头问道 那小人该如何改正 张秀说道 看入年纪轻轻且四肢健全 如今营地内有不少老弱需要照顾啊 张秀没有把话说透 但那名青年已经反应过来 点头道 小人明白了 小人明白 逆场危机就此化解 就在副将准备指挥人群回到营地的时候 张秀却继续说道 其实如等对于瘟疫的恐惧 乃是人之常情 本将已心知 因此本将决定 到城外 营地 与大家同吃同住 直到瘟疫完全消除的一天 一众百姓听得同时愣了一下 下一刻 一同爆发出欢呼之声 方才那名说话的老者是激动的跪倒在地上 颤声道 人竹啊 这就是人竹啊 张秀白了白手 让激动的人群先静下来 而后说道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本将已经派人从长安 将名医张仲景先生请来为大家治疗 另外 华佗华神医也从益州赶来 所以 瘟疫之士大家完全不必放在心上 人的名术的营 华佗张仲景 这当事两大名医 名头一砸下来 所有百姓都是面露喜色 原本眼神之中还残留的惊恐 早就消失不见了 即后 张秀便安排士组指挥人群回到营地之中 自己也准备走下城头 这时贾许凑到张秀身边 宁声问道 主公啊 你当真要去城外驱逐啊 张秀听得轻笑一声 说道 本将只是到城外住几天 也安民心罢了 贾许听得有些担心的说道 可是 这 张秀说道 哎 温和 不必担心 这瘟疫并非不治之症 大家只要是认真按照本将的吩咐做好 瘟疫自然不会扩散 待在仲景先生道后 将患者皆治好即可 贾许听得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张秀到营地之后 只是随便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住下 除了多了几名亲卫跟随 与寻常百姓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 不过 一众百姓听说票弃大将军住在这里了 都纷纷地过来围观 张秀也没有将他们驱赶 只是与平时一般练习枪法 然后处理文政 若是营地百姓有纠纷也一并处理掉 同时张秀也去看望那些患病的兵族 以及那些被隔离的百姓 兵族还好 此时由于华佗和张基所调教的一些弟子治疗 情况算是稳定住了 而百姓那边 真正染病的其实也就是寥寥十余人 不过张秀将他们隔离开来 让他们很惊恐 经过张秀亲自出面解说 并承诺出如若十天内没有发病 就会将他们转移出去 不再留在这里 如若是不幸染病了 也会有郎中为他们治疗 当然张基和华佗的名头 再次被张秀搬出来用了 三天之后 张基便赶到洛阳 不过张基见到发病的 仅是最初的那批水军士族 以及数十名百姓之后 大为惊讶 要知道瘟疫这东西 一传播起来 可是有几千甚至是上万人 然而洛阳附近聚集了这么多人 竟然只有寥寥数百人传染 这怎么能不让张基感觉到惊讶呢 张秀见到张基那惊讶的样子 心中暗笑不已 不过对于张基这个医生 张秀是极为尊重的 于是亲自为张基解释了一下自己的布置 以及这样做的用意 张基听得之后 开声赞道 大将军的布置实在妙计 这种做法确实能让感染的几率降到最低 这种做法一定要将其记下 流传给后人 张秀听得笑道 先生所言甚是 张基轻抚白然 笑问道 不过机还有一事不解 想请大将军为机解惑 张秀笑道 先生直言就是 秀定为先生解惑 只听张基问道 这机不解的事啊 为何大将军反复叮嘱 水一定要煮沸才演呢 而用过的器物 也要放在水中煮沸再爆晒 还有用烈酒擦拭 真能够杀灭瘟疫吗 张秀听得确实有些乌语 按道 难不成我还要解说一下病毒不什么 想到这里 张秀灵光一闪 陈生说道 此乃是秀从阴阳五行 相生相克的规律上得到的 张秀一听眼眉一条 惊讶道 哦 大将军一懂医术 却是中医之中 也讲究阴阳五行 深刻的道理 故此这张秀呢 才有此疑问 张秀摇头道 哦 非也 秀并不懂医术 此一直是灵机一触的想法罢了 说完 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秀以为 这次瘟疫 乃是由于大水之后 人畜等尸体长期流于水中 其毒性散发出来 使得洁净的水变成有毒 而若是人吃了这些水 自然就会染上瘟疫啊 张秀听得点了点头 根据张秀自己的研究 瘟疫的成因也确实是如此 张秀见得 便继续说道 秀以为 这毒既然是从尸体中出来的 那么当属阴 而对付阴者当用阳 故此煮沸水和阳光下暴晒 皆是以阳灭阴之力 至于烈酒 修长饮只感觉到体内如火烧一般 如此 其性应该易属阳 故此 派人用烈酒擦拭 以灭瘟疫 至于染病的人 由于毒已经入体了 不知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化 秀不懂医术 不敢胡乱尝试 这个 就要看重景先生了 张秀听完沉吟了好一阵 才机长赞道 妙啊 大将军此法实在太妙了 妙 秀一定要将其记下 留给后人 从此 我等将不惧瘟疫 张秀听得 暗道了一声侥幸啊 这胡言乱语一番 倒是让张秀给搪塞了过去 不过张秀的脸上倒是没有露出异样 而是微笑道 秀你只是胡乱言之 当时秀只是想做了总比没做什么来的好 不过染病的人还需要先生妙手回春 张秀听得 点头赞道 大将军忍厚 买是百姓之福啊 那些染病之人 积定会全力一致 请大将军放心吧 本期故事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选择畅读书城 选择精彩故事 请不吝点赞道